春秋时期是一个令人着迷 但容易眼花缭乱的时代 在新旧秩序更替的过程中 诸多先进思想进行激烈的碰撞 诞生了很多非生中外的人物 给人类文明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对于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有太多需要诉说的东西 很多人可能熟悉 其中一些著名的人物和历史事件 但不熟悉整体的时代脉络 很容易造成混淆的感觉 下面 我们顺着时间的主线 透过各式人物的交叉过往 一窥这个时期的全貌 春秋时期的开始 要从西周灭亡说起 周幽王是西周最后一位天子 也是华夏历史上著名的昏君 他之所以被人熟知 是因为上演一出 烽火系诸侯的闹剧 此举不但给自己引来了杀身之祸 也给一个时代画上了句号 周幽王死后 前太子姬依旧继位成为新的天子 视为周平王 此时的西周国都号经已经残破不堪 不再适合作为国都 于是周平王决定将国都牵制东边的洛邑 公元前770年 周平王迁都成功 这一年也被视作春秋元年 第一个登上春秋舞台的国家是郑国 郑国的开国君主是郑桓公姬友 他是周立王的小儿子 也是周幽王的叔叔 在周宣王时期 姬友被封为诸侯 此后 他在郑国当了33年国君 公元前774年 姬友被周幽王召至朝堂 任命他为司徒 让他参政议政 起初 郑桓公对于入朝辅政比较期待 但入朝之后才发现 并不是他想的那样 周幽王整日不上朝 长期禁淫在后宫中 过着声色犬马的生活 而且朝堂之上充满了奸命小人 郑桓公健壮 心里失望至极 他奏请周幽王 打算把自己的领地 牵制洛河以东 周幽王同意了他的申请 但郑桓公还未来得及 亲自前往新领地 离山之变就爆发了 郑桓公与周幽王 在战争中被犬龙人杀害 郑桓公死后 他的儿子继位 是为郑武功 他是少数 效忠周王室的诸侯之一 即便周王室已经被拉下神坛 他依然始终如一 在周平王东迁洛邑的时候 郑武功派士兵前去保护 为周王室重新建立出了不少力 对此 周平王也投桃报李 任命其为清室 是名副其实的朝堂第一人 郑武功是个有报复的诸侯 他开启了通过兼并他人 来扩大自己势力的先河 继位之后 便开始开疆拓土 为了巩固自身地位 他又主动与申侯联姻 娶了申侯的女儿武将 公元前757年 武将产下一子 名叫悟生 武将在生产的时候受到了惊吓 后续由于某种原因 他非常不喜欢自己这个儿子 三年后 武将又生下第二个儿子 名叫书段 相比对悟生的冷落 武将对书段简直就是溺爱 悟生从小生活在不被疼爱的环境里 内心养成了比较坚强的性格 从西州建立以来 一直是嫡长子继承制 尽管武将不喜欢悟生 但郑武功仍然把他立为接班人 不过 武将并不认同这个结果 他是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 为了能让书段成为继承人 武将经常挑拨是非 在郑武功面前 说悟生的各种坏话 但郑武功还比较理智 他见证过周幽王因肺掌利诱 导致身后叛乱的全过程 知道这种违逆传统的事情 风险太大 再者 经过自己的观察 悟生一直谨言慎行 从未做任何出格的事情 他没有理由废掉它 悟生得知 自己的母亲打算废掉自己后 更加的谨言慎行 将真实想法都藏在内心 生怕被抓住把柄 这种生存状态锤炼了他的意志 公元前744年 郑武功去世 年仅17岁的悟生继位 成为郑国新一代君主 视为郑庄公 武将眼见悟生继位已成事实 内心十分不悦 虽然目已成舟 但武将仍未放弃给书段争取利益 他要求郑庄公把质地封给书段 质地就是虎牢官 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几乎能决定国家存亡 作为一国之君 不可能把命脉放在别人手里 于是郑庄公婉拒了自己的母亲 他说 可以给他另外一座城邑作为替代 武将见争取治的无望 于是要求把京城封给书段 京城的面积和郑国国都面积相当 是一座非常大的城邑 按照周朝礼制 臣子的封邑不能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 但郑庄公做出了让步 把京城分给了书段 书段得到封邑之后 在武将的干涉下 京城成为了郑国另外一个政治中心 团聚京城的书段 根本不服从郑庄公的调令 在武将的纵容下 书段的野心变得越来越大 他不停地扩建城池 使京城的规模面积超过了国都 此举招致了郑庄公手下大臣的不满 纷纷要求郑庄公进行制止 但郑庄公并没有阻拦 他觉得阻拦自己弟弟 就是和母亲武将决裂 他不想闹得这么僵 而且武将的背后 站着申国的势力 当初申侯联合众人灭了周幽王 如果和武将决裂 郑国恐怕也会受到威胁 郑庄公的宽容 并未换来书段的理解 他反而变本加厉地侵蚀郑国的利益 把郑国西北部 私自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大有取而代之的意思 看到书段越来越肆意妄为 郑庄公手下的臣子忍耐到了极限 他们告诉郑庄公 如果再不讨伐书段 他们就会前去投靠对方 对此 郑庄公则不紧不慢地告诉臣子 他说书段会自作自受的 郑庄公之所以表现得如此云淡风轻 并不是他没意识书段的威胁 只是他可以用别的方式将书段击垮 书段从小在溺爱中长大 一路走来顺风顺水 今天的一切都是武将给他争取的 平时只会饮酒作乐 没有真本事 书段作为一城之主 非但不爱惜百姓 反而对其进行大肆压诈 造成民怨沸腾 反观郑庄公 在他统治的二十年里 不断积极发展商业 改善民生 并训练出一支骁勇善战的军队 除此之外 他还继承了父亲的政治遗产 担任周氏王朝的清氏 尽管此时的周氏已经示威 但名义上还是各个诸侯国的共主 这给郑庄公提供了 邪天子令诸侯的条件 眼见郑庄公一直保持隐忍 书段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野心 于公元前七百二十二年 在京城公然反叛 为了这场反叛 书段制定了一个 自认为万无一失的计划 哪怕不能推翻郑庄公 也能继续守住京城自保 眼见书段反叛 郑庄公知道自己该出手了 他先是软禁了自己的母亲武将 切断叛军在国都的内应 又立公子吕为统帅 率领早已准备好的大军直奔京城 书段没想到 武将会被软禁 打算了自己的战前部署 加之公子吕 率领大军前来攻打 一时间失去了方寸 于是便主动进攻为被动防守 打算坚守京师 书段认为京师城墙高耸 坚固无比 公子吕根本攻不进来 就在他认为高枕无忧的时候 京城内的百姓发起了武装起义 之前郑庄公就预料到书段必反 于是提前在京师安插了大量内应 只要书段一反 就马上发动百姓起义 百姓之所以愿意起兵造反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书段长期压榨他们 如果他一直善待百姓 根本没人愿意起义 外有大军兵临城下 内有百姓武装起义 书段的反叛刚开始没多久 就面临着全面溃败 无奈之下选择仓皇出逃 他自己跑到了贡国寻求庇护 他的儿孙则跑到了魏国 此番过后 人们才见识到郑庄公的智慧与谋略 并深深为之折服 郑国作为一个中等诸侯国 能在乱世立足 正是凭借郑庄公的深谋远虑与坚韧不拔 在郑国发生内战的同时 乡邻的魏国在密切关注着郑国的一举一动 并试图从中攫取利益 魏国是一个老牌诸侯国 立国的时间要比郑国早很多 郑国作为一个后起之秀 接连灭掉乡邻的小国后 领土得到不断的扩张 这也让魏国感到隐隐不安 于是当书段选择叛乱时 魏国选择扶持书段 以此来对抗郑庄公 但书段是个难堪大任的人 书段反叛失败后 魏国就成了叛乱分子的庇护所 书段的儿子公孙华就在魏国避难 很显然 这种行为让郑庄公非常不悦 郑国内战刚结束没多久 魏桓公就以支持书段为由 对郑国大举用兵 并占领了郑国的诚意理言 面对魏国的挑衅 郑庄公给予了坚决的回击 他利用自己在周王室担任清室的身份 调集了几个忠于周王室的诸侯国 合力攻打魏国 并将其大败 魏桓公此次讨伐郑国失利后 在国内引起了不满 这时 魏桓公的弟弟周虚 利用国人对魏桓公的不满 发动了政变 将其杀死后篡位夺权 在春秋时期 士军夺权这种事情是非常卑劣的 周虚篡位夺权 也遭到了百姓们的反对 周虚要想服众 必须做出一番作为 证明自己比魏桓公优秀 周虚认为 仅凭魏国的实力 根本不足以和郑国抗衡 必须拉拢其他国家一起反政 才有可能成功 于是 周虚准备搞一个反政联盟 魏国是老派诸侯国 尽管实力并不是很强 不过在中原一带 还是有一定的号召力 周虚先是拉拢了陈国 蔡国紧接着 又把宋国拉拢进来 宋国之所以同意一起反政 是因为他们内部也出现了权力斗争 在周虚世兄的同年 宋慕公去世 公子冯与公子一争权 最终公子一获胜 登上国军宝座 史称宋商公 在权力斗争中 失败的公子冯则逃到郑国 郑庄公不仅收留公子冯 还扬言要用武力帮他夺回军位 这么一来宋国与郑国的关系急转直下 周虚看准机会 派人游说宋商公加入反政同盟 并许诺由宋国充当同盟的盟主 反政联盟成立后 宋商公率领四国进攻郑国 郑庄公眼见不敌 于是坚守城池不出 最终宋商公率兵退去 此意虽然没有拿下郑国 但宋商公证明了一件事 只要组建一个联盟 就可以对付大国 后来宋商公又拉拢鲁国入群 鲁国是周公弹的封地 在诸侯国中颇具名望 鲁国的加入 让反政联盟的实力更上一层楼 鲁国加入后不久 五国联盟便再次攻打郑国 此时正值粮食收割的季节 不过不出城迎敌 粮食就会尽归他人之手 为了保护粮食 郑庄公选择正面硬杠 但郑国以一敌武 最终大败 不但没守住粮食 士气也被挫败 就在反政联盟士气正盛时 魏国内部发生了政变 老臣时却看不惯周虚的士军行为 设计将其斩杀 并立魏皇宫的弟弟子晋为国君 史称魏宣公 郑庄公得知魏国内乱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对魏国发起攻击 并大败魏军 新继位的魏宣公急于立功表现 在没来得及统治其他盟国的情况下 率领燕国前去攻打郑国 但燕国的实力很弱 最后又被郑国打得落败而归 这一战把魏宣公的锐气彻底打没了 在单条方面 郑国不惧怕任何国家 所以在反政联盟抱团之前 他需要各个击破 于是在挫败魏国后 郑庄公准备一鼓作气 继续征讨宋国 并且以轻视的身份 调集周天子的军队 共同进攻宋国 在进攻宋国的同时 还派使者前往鲁国 和卢颖公通陈利害 鲁国和郑国之间 没有之间的利害冲突 本来鲁国在反政联盟中 就不是很卖力 如今见郑庄公抛来橄榄枝 便欣然接受 没了鲁国的帮助 宋国很快败下阵来 紧接着 郑国又把矛头指向陈国 陈国只是一个袖珍小国 之前只是跟在宋国 为国后面作威作福 在郑国的攻势下 陈国很快便缴械投降 被俘者甚多 尽管郑庄公有高超的军事才能 有把握转瞬即逝战机的能力 但敌人太多了 战争对物力、人力 都是巨大的消耗 长此以往 国家难以承受 于是 郑庄公开始转变策略 用外交的手段来分化、削弱 瓦解敌人的同盟 同时建立自己的联盟 这样方可掌握中原大战的主动权 为了实现战略转折 郑庄公展开一场 灵力的外交攻势 公元前716年 郑庄公主动向宋商公 提出停战的要求 宋国与郑国打了几年 不但没捞到好处 反而激起了民怨 宋商公也充分见识了 郑国强大的军事实力 于是选择握手言和 看到宋国与郑国和好 陈国也主动示好 表示愿意停战 而且 陈桓公主动提出 将自己的女儿 嫁给郑庄公的儿子 双方实现了联姻 为了彻底瓦解反正联盟 郑庄公请来 齐国国主齐信公前来调停 齐国的开国之君 是大名鼎鼎的江子牙 是西周的开国元勋 当时 周天子授予齐国 征伐四方诸侯的权利 因此 齐国国君在诸侯中的地位比较高 在齐信公的调解下 郑国、魏国、宋国 达成了正式停战协议 三国君主在温帝会晤 定立盟约 捐弃旧院 实现全面和解 至此 反正同盟全线瓦解 郑庄公看似是一个和平爱好者 实则 内心充满了扩张主义 和平协议只是他的缓兵之计 在和谈的同时 他积极拉拢齐国、鲁国 寻求对宋、魏两国用兵的机会 公元前714年 谋划已久的郑庄公找了一个借口来指责宋国 并表示会前去讨伐他们 次年 郑国、齐国、鲁国正式结盟 一起来对付宋国 当年5月 三路大军开启了伐宋之旅 仅用了一个多月 宋国就土崩瓦解 在春秋时期 受制于经济、人口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 战争规模一般是比较小的 时序时间也比较短 很少有一场大战旷日持久 因此 诸侯战争一般是点到极止 建好就收 攻下宋国的主要城市后 郑庄公就明金收兵 伐宋之战结束 郑国退兵后 宋国非常不服气 把之前签订的和平条约搁置作罢 集结了魏国和蔡国重新攻打郑国 但此时的宋国已经不是郑国的对手 最后以失败告终 郑国、宋国、魏国、齐国、鲁国等国家之间战争 被称为中原大战 这场战争持续了十年之久 其中 宋国与郑国前后交锋十几次 郑庄公凭借出色的外交能力 牢牢把握着主动权 而真正让中原大战画上句号的 则是宋国内部发生的一场政变 公元前710年 宋国贵族华富都发动政变 杀死了宋商公 这场政变的始作俑者是一位美女 当时 华富都一次偶然的机会 见到了宋国大司马孔富家的夫人 并深深被他吸引 但碍于孔富家在宋国位高权重 不敢轻易动手 后来 华富都想到一个办法 他把宋国对郑国的失利 推到了孔富家的头上 孔富家作为掌管兵马的大司马 因为他的无能 才导致宋国动荡不安 百姓流离失所 于是 山东百姓生大司马孔富家 待百姓群情激昂之后 华富都则趁机杀掉了孔富家 孔富家被杀后 华富都立马霸占了他的夫人 当宋商公得知 华富都私自杀害孔富家的事情后 勃然大怒 准备惩罚华富都 起初 华富都只是想争夺美人 没想杀害国君 现如今他意识到宋商公可能会杀自己 为了自保 于是带领士兵突然冲进宫中 将宋商公一并杀掉 在周朝 士军是要遭受车列之行的 但此时周王室已经示威 所以 诸侯国才肆无忌惮地出现各种士军行为 但郑庄公作为周王室的轻视 他决定插手此事 作为周王室的朝廷一把手 郑庄公有权力干涉宋国的内政 再者 郑庄公此前收留了宋商公的郑敌公子冯 只要杀掉华富都 就能将公子冯扶持为宋国国君 于是 郑庄公邀请齐湘公 鲁桓公 陈桓公 在祭地举行四国君主会议 商讨解决宋国问题 华富都闻训大害 如果四国联手干涉宋国内政 追究弑君之罪 那他的下场会很惨 但华富都是个禁银政坛几十年的政客 慌乱过后便恢复了理智 他认为这几个国家的君主 没人在乎宋商公的死活 他们在乎的是能否获得个人利益 想到此处 华富都便豁然开朗 他拿出大量财物来贿赂四位君主 并承诺让公子冯担任宋国国君 如此一来 四国君主便没有继续追究下去 公子冯也顺利成为宋国君主 史称宋庄公 自此之后 宋国成为郑国的亲密好友 随着宋国立场的转变 持续十年之久的中原大战 终于告一段落 这是一场春秋初期最大规模的诸侯战争 也是各国权力重新洗牌的开始 经过十几年的攻占经营 郑国成为诸侯国中的强者 随着郑国越来越强大 郑庄公与周王室的矛盾也越来越大 最后到了兵戎相间的地步 郑庄公之所以和周王室产生矛盾 是因为他在中原大战中 多次利用清室的身份假公祭司 这让周天子很恼怒 但又无可奈何 后来周天子想对郑庄公施压 后者直接怒斥周天子 表示 要不是郑国在背后支撑 周王室早就灭亡了 周天子健壮 害怕失去郑国的支持 于是 主动把自己的儿子送到郑国当人质 郑庄公见周天子主动示好 才饶过周王室 公元前720年 周平王去世 周桓王继位 年轻的周桓王不想做一个傀儡 于是 重用西国宫来制衡郑庄公 但郑庄公直接派遣军队 闯入周天子的领地收割庄稼 以此来示威 对此 周桓王也无可奈何 但周桓王并未放弃削弱郑庄公的想法 这期间多次试图打击郑庄公 但均以失败告终 公元前707年 周桓王突然宣布 罢免郑庄公轻视之职 这也意味着 两者正式决裂 紧接着 周桓王准备率兵讨伐郑国 为此 他拉拢了郑国的宿敌魏国 以及蔡国 陈国等几个墙头草国家 面对周天子的讨伐 郑庄公并未放在眼里 郑庄公亲自上阵指挥 凭借先进的军事思想 以及高超的智慧才能 郑庄公将周天子的军队打得大败 周天子在逃跑之际 被郑国将领 祝丹射中了肩膀 周桓王强忍着剧痛 指挥着军队有序撤退 祝丹见状 想前去追击 被郑庄公阻止 他告诉祝丹 郑国只是寻求自卫 并不是想欺凌天子 打退周天子的军队后 当天晚上 郑庄公又派人去慰问周天子 此意便是著名的儒格之战 此意郑庄公表现得有理有结 不但站在了道德高地 还让周桓王名誉扫地 周桓王不但没有拿回王室的尊严 反而沦为其他诸侯的笑柄 郑国的胜利 象征着诸侯争霸的时代彻底到来 传统的王室独尊的时代 已经彻底不复返 尽管诸侯嘴里还尊周王室为尊 实际上 周天子已经成为诸侯眼中的吉祥物 在中原发生战乱之际 北方的遗族也开始频频对中原诸侯国展开攻击 公元前714年 北戎大举入侵郑国 和中原士兵相比 北戎士兵体型高大 战斗力极为强悍 但戎人纪律性比较差 喜欢单兵作战 缺乏整体进攻配合 针对这一弱点 郑国制定出了破敌之策 将前来进犯的戎人悉数歼灭 让戎人数年之内不敢来骚扰中原 这是华夏攘夷战争战争中的一次重大胜利 郑庄公凭借此战 在诸侯中的声望又上了一个台阶 八年之后 北戎经过养精蓄锐 再次进犯中原 此次剑锋直指齐国 齐国自知不敌 于是向郑国求助 郑庄公派公子乎前去迎敌 公子乎率军抵达战场 再次将北戎击败 并俘虏了大量北戎俘虏 此意不但守卫了华夏平安 也再次证明了郑国的实力 公元前701年 郑庄公去世 享年60岁 至此 一代中原霸王退出历史舞台 在那个动乱的时代 一个国家的兴衰 基本上完全依靠君主的个人能力 郑庄公死后 郑国也走向了衰败之路 郑庄公有两个儿子 一个是公子乎 另一个是公子突 公子乎继承了郑庄公的位置 视为郑昭公 为了避免兄弟相残 公子突被移居到宋国 因为公子突的母亲是宋国人 本身也是大户家族雍士 公子突来到宋国后 出于利益考量 宋国想扶持公子突上台 取代郑昭公 于是制定了一个计划 为了让计划的顺利实施 宋国打算拉拢郑国的朝堂重臣蔡仲 宋国的拉拢方式非常简单粗暴 他们邀请蔡仲到宋国访问 然后趁机将其软禁 并以死作为威胁 让其配合 公子突和公子忽感情不错 他不想参与这场权力争斗 宋国见状 一同将公子突绑了起来 逼其就范 郑昭公得知宋国的阴谋后 为了避免兄弟相残 主动让出了位置 远走为国躲避 于是 公子突在蔡仲的支持下 回国成为了新一代君王 视为郑立公 宋国扶持郑立公上位后 本想凭借雍丽之公 试图瓜分郑国 但郑立公不想做傀儡 直接和宋国反目成仇 宋国恼羞成怒 于公元前698年 纠集了几个小国家 对郑国进行了讨伐 并一举打进了郑国都城 顺便将 宋国太庙屋顶上的项目拆掉 作为战利品带回宋国 此时距离郑庄公去世 仅仅过了三年 衰落速度之快 令人唏嘘 蔡仲拥立郑立公之后 把朝堂大权握在自己手里 郑立公处处受到撤中 为了摆脱蔡仲的控制 他拉拢了蔡仲的女婿 雍鸠前来相助 雍鸠一直对郑国公室忠心耿耿 听到郑立公的请求后 便答应了请求 并制定一个除掉蔡仲的方案 后来 雍鸠的刺杀计划 被蔡仲的女儿得知 他火速告诉了蔡仲 得知刺杀计划的蔡仲 冒出一身冷汗 然后派人抓住雍鸠 并将其杀死 郑立公得知雍鸠被杀后 选择逃往他国来避祸 他先是逃到了蔡国 不久后 又带领一帮亲信杀回了郑国 夺取了标义 在此组建了一个流亡政府 郑立公逃走后 蔡仲又把郑昭公请了回来 短短几年之内 郑国就遭遇了数次政权更迭 动荡的时局 也让各路诸侯有了出兵的借口 鲁桓公以支持郑立公复辟为由 联合了宋国、魏国、陈国 一起征讨郑国 结果被能征善战的郑昭公大败 此役过后 郑昭公在国内站稳了脚跟 郑国的国力也逐渐恢复 在郑昭公的历经图治下 郑国也逐渐恢复到巅峰 可就在此时 郑昭公却死于一场政治谋杀 刺杀郑昭公的人 是郑国大夫高渠弥 在郑昭公尚未接班时 就看不惯高渠弥 继位后对他进行了多次打压 高渠弥为了自保 发动政变杀死了郑昭公 高渠弥弥士军的行为 引起了齐国的不满 齐国作为有征讨之权的诸侯国 齐湘弥率领大军前来捉拿高渠弥 高渠弥想效仿华富都的做法 贿赂齐湘弥来保全姓名 但齐湘弥没有接受他贿赂 直接将他处以车列酷刑 在春秋时期 车列一般只用在士军者身上 郑昭公死后 蔡仲拥立郑昭公的弟弟公子怡为国君 与他的两位哥哥比起来 公子怡不但缺乏进取心 更没有独当一面的能力 在他的治理下 郑国迅速衰落 往日荣耀一去不复返 就在郑国迅速衰落之际 南方的楚国正在迅速崛起 楚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玉雄 当时他辅佐周文王打天下 由于死得早没有得到封赏 后来周成王念及他的功劳 把楚蛮一带封给了玉雄的曾孙雄义 当时的楚国是一个蛮荒之地 一直到西周中期才展露头角 帮助周王室平定了反叛王室的徐国 随后将徐国的残余势力收支麾下 一点点发展壮大 后来周王室示威 势力范围无法触达到楚蛮一带 楚国则在南方强势崛起 到了楚武王雄通时期 他已经将楚国带上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楚国的崛起 让汉水以东的诸侯国甚是惊慌 他们成立了反楚联盟 并以隋国为中心 楚国为了完成称霸大业 决定摧毁反楚联盟 雄通率领大军先去攻打隋国 很快便兵临城下 隋国眼见楚国大军来势汹汹 不敢出城迎敌 经过一番商讨后 决定和楚国谈判 他们派出邵师为谈判代表 邵师是隋侯的宠臣 在应对谈判方面 雄通的谋臣窦伯比 提出了一个视若于敌的计策 他让雄通把精锐士兵都隐藏起来 把老弱病残放到阵前 以此来麻痹邵师 邵师来到楚军大营 眼见都是老弱残兵 心里顿时放下了戒备 于是质问雄通 为何要对隋国用兵 而雄通的回答颇为有意思 他说自己是蛮夷 如今中原各国都在内斗 周王室又是威 他自己有军队 所以就来抢地盘 楚国在诸多诸侯国中的地位 是很低的 雄通仅仅是个子爵 在公侯博子男的爵位顺序中 排名倒数 其他诸侯国可以称为正公随侯 而楚国只能称为楚子 雄通对此也耿耿于怀 此次见邵师前来谈判 他请求随侯到周天子跟前 给雄通求一个侯爵 因为随侯和周天子本是一家 都是畸性 所以随侯能说得上话 邵师回到随国后 马上向随侯汇报了自己的所见所闻 他说 储君多是老弱残兵 而且雄通有求于随国 此时应该主动出门迎敌 必能大败储君 随侯对此深信不疑 并打算出兵迎敌 而随国谋臣纪良 一眼看穿了雄通的计谋 并告诉随侯 这只是储君示弱于敌的计策 不能中计 并讲述了诸多道理 来让随侯相信自己的判断 最后随侯被纪良说得哑口无言 便听从了纪良的建议 选择与楚国谈判 楚国的和谈条件很简单 就是让随侯帮忙到周天子面前 为他请求一个爵位 这个要求并不高 放的平时也不难实现 但此时的周桓王 刚在儒葛之战中挨了一箭 对诸侯们已经失去了信心 他千方百计地想削弱诸侯的爵位 不可能再对诸侯们进行加封 于是一口回绝了熊通提高爵位的要求 熊通得知悖剧的消息后 瞬间暴跳如雷 他说自己的先祖是周文王的老师 如今连一个侯爵都没得到 于是乎 熊通便自立为王 史称楚武王 在春秋时期 尽管诸侯国们都不把周王室放在眼里 但心底里还是遵从天无二日 民无二主的观念 自立为王是大逆不道的事情 而楚武王则打破了这个规矩 表明楚国不再遵周王这个天下公主 化帝割据 雄霸一方 自立为王的楚武王 准备一统南方将各个诸侯国收之麾下 玉伯比提议先攻打隋国 上次纪梁劝谏之后 隋侯便逐渐疏远他 而对宠臣少师越发信任 只要纪梁被架空 隋国根本不是楚国的对手 楚武王听从了玉伯比的建议 挥师东进 此次隋侯没有听从纪梁的劝谏 而是在少师的怂恿下 主动前去迎敌 当两军在阵前对峙之时 隋侯彻底傻眼 因为他眼前的储君 并不是老弱残兵 而是微微雄壮的大汉 在武器装备方面 储君也比隋国士兵更加精良 面对兵强马壮的储君 纪梁再次劝谏 说不能与之正面交锋 要趁机攻击他们的侧翼 以此来寻求更好的机会 而隋侯对此嗤之以鼻 他表示自己是个侯爵 雄通只是个子爵 不能在他面前示弱 执意要和储君正面硬杠 结果没有悬念 储君将隋军打得大败 隋后在护卫的拼杀下 才得以逃回国都 隋侯逃回国都后 后悔没有听从纪梁的劝告 以致遭此耻辱 痛定思痛后 他做出一个明智的决定 把守卫国都的重任交给纪梁 没有哨师的撤走 纪梁从容不振 加固城防攻势 激励每个国人拿起武器走向前线 大批粮食武器从各地运往都城 隋国做好了持久抗战的准备 纪梁一方面备战 一方面积极展开外交活动 希望以谈判方式结束战争 在战场上大获全胜的楚武王 只想得寸进尺 一鼓作气直倒隋都 足智多谋的玉伯比却认为 有纪梁主持大局 隋国难以攻破 楚武王听取了玉伯比的意见 接受纪梁的谈判请求 与隋国签订停战条约 此役过后 楚国进入了全胜时代 周边小国健壮 纷纷前来归附 后来 楚国又接连打败了邓国与八国 进一步巩固了自身实力 楚国的接连胜利 让汉水以东的诸侯国大为恐慌 隋国再度组织起反楚联盟 联合云国 郊国 周国 魁国 共同抗楚 为了瓦解反楚同盟 楚武王决心 先拿实力较弱的郊国开刀 反楚同盟有军事攻守协定 如果一国遭到楚国进攻 其他国家都得出兵相远 因此 这一战必须速战速决 在援军到来前拿下郊国 公元前七百年 楚武王亲征郊国 兵临都城之下 并在南门外安营扎寨 郊国都城颇坚固 一手难攻 强攻难以奏效 在谋臣驱侠的建议下 楚军采取了引蛇出动的策略 他前几次先派出老弱残兵前去战斗 每次大败而归 后来 郊国以为楚军不堪一击 于是打开城门全军出动 结果 被埋伏在城外的楚军精锐 趁虚而入 一举将其击败 郊国君主眼见大势已去 与楚武王签定了城下之盟 并退出了反楚联盟 拿下脚国后 楚国又把目标锁定在 蓬水流域的罗国身上 此前在出谋划色方面 表现优异的趋侠 被楚武王任命为军队统帅 负责征讨罗国 趋侠是一位出色的谋臣 但不是优秀的军队指挥者 之前的胜利让他冲昏了头脑 他认为 罗国是个不堪一击的小国 比脚国实力弱很多 因此非常轻敌大意 当有人提醒他不要掉以轻心的时候 他一概选择不听 并下令不许前来劝诫 由于屈霞的轻敌 导致楚军十分散漫 而他们的对手 罗国已经做好了万全之策 只等楚军前来 最终 楚军为他们的麻痹大意 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此意 楚军被杀得丢盔弃甲 溃不成军 屈霞遭此大败后 羞愧难当 自杀身亡 其他将领 则自负于楚武王面前请罪 楚武王看后 深深自责 为自己的用人上的过失 感到愧疚 事实证明 参谋和指挥官 是不同的概念 把人放错了位置 很容易招致失败 此一失败后 楚武王选择了修生养息 把精力都放在了治理内政上 直到公元前690年 楚武王才又一次大举用兵 此次他的目标是随国 在出征之前 已经在位50年的楚武王 感觉到自己时日无多 希望能在死前拿下随国 以满足自己的愿望 不幸的是 楚武王在征讨的途中 突发心脏病而亡 楚武王死后 随军出征的预期 驱众决定隐瞒死讯 他们一边命令军队往前挺进 一边在后方修筑军事堡垒 给人一种打持久战的准备 后来 楚军兵临随国国都城下 随侯再次派人前 去和谈 驱众以楚武王的名义 进入随国都城 与随侯签订盟约 而后 井然有序地退兵 这是楚国一次军事大冒险 在楚武王中途病逝的不利情况下 玉琦与驱众利用各种手段迷惑随国达到不战而驱人之兵的目的 由此可见 楚武王十年的整顿 确实令楚国军队的素质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撤军后 玉琦宣布了楚武王的死讯 得知真相的随侯已经后悔莫及 楚武王死后 他的儿子继位视为楚文王 楚文王继承了楚武王的雄才大略 不但荡平了南方地区 又把目光瞄向了中原一带 公元前684年 一直寻找北上机会的楚文王 终于迎来了好时机 当时在淮水北岸有两个诸侯国 一个是蔡国 一个是西国 两家关系本来不错 但因为一个女人而反目成仇 当年 蔡埃侯娶了一位陈国女子为夫人 西侯娶了蔡埃侯夫人的妹妹 称为西房 西房从陈国出嫁到西国 路过蔡国 蔡埃侯见色起义 多次调戏西房 此事惹恼了西侯 西国的实力不如蔡国 为了能出一口恶气 西侯打算借刀杀人 他知道 楚国一直有北上之意 于是派人前往楚国合谋 让楚国佳装攻打西国 然后西国到蔡国颁救兵 楚国可以在半路上截杀蔡国 对于西国的请求 楚文王一口答应 于是按照计策行事 蔡埃侯没有预料到这是阴谋 当得知楚国攻打西国后 便亲自率兵前去营救 结果在半路被楚军埋伏 最后被俘 并被押送到楚国 西侯得知蔡埃侯被俘后 深深出了一口恶气 当蔡埃侯得知自己被算计后 也决定摆西侯一道 于是他告诉楚文王 西侯有一位绝美的夫人 但嫁给西侯这样的小人实属可惜 这样的美人应该嫁给楚文王这样的君王才行 楚文王被蔡埃侯说得心神荡漾 决定一睹美人的风采 公元前680年 楚文王假装北上攻打蔡国 向西国借道通行 西侯欣然应允 并大摆宴席犒劳储君 在宴席之上 西侯被楚军杀死 西侯被杀后 楚文王便迫不及待地寻找西房 当西房出现在楚文王面前时 楚文王感叹 为了这样的美人 与天下为敌都很值得 西房被楚文王霸占后 整日郁郁寡欢 尽管楚文王百般宠爱 但西房丝毫不为所动 为了讨得美人欢心 又出手灭了蔡国 虽然此举并没为西房 报杀夫之仇 也算是给了他一点慰藉 后来西房生了两个儿子 一个叫杜敖 一个叫雄韵 日后雄韵成了楚城王 楚文王即位以来 一路攻城掠地 开拓了不少疆域 但中间也充斥着各种卑劣的手段 而且在对待盟友方面 楚文王也比较刻薄 之前八国在楚国南征北讨的过程中 除了不少力 但楚文王不但没有后代八国 还经常落井下石 这引起了八国的不满 于是八国开始反对楚国 并出兵进攻楚国的纳楚 由于事出突然 驻守纳楚的楚国首将 盐敖弃城而逃 楚文王得知后处死了盐敖 此事引起了盐敖家族的强烈不满 由于盐敖家族在楚国颇具势力 因此也起兵反对楚文王 在内忧外患的夹击下 楚文王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才平定了国内叛乱 但也让楚国元气大伤 平定完国内叛乱后 他又率军前去征讨八国 结果被打得大败 在回师途中 积劳成疾的楚文王一病不起 最后身亡 结束了十五年的执政生涯 楚文王死后 楚国的疯狂扩张暂时宣告结束 而此时 另外两个国家却快速崛起 他们便是秦国与晋国 这两个国家的崛起之路 同样充满了传奇色彩 在西周后期 妃子开创了秦国 当时的秦国并不是诸侯国 而是西周的附庸国 按照理治 附庸国的面积 不得超过方圆五十里 是个非常小的地方 当初秦国的作用 是安抚西边的戎敌势力 后来周宣王继位 频频对戎敌部落用兵 此时的秦国已经历经四代 第四代君主是秦仲 他眼见周宣王想压制戎敌 于是主动请英前去讨伐西戎 后来被任命为大副 负责讨伐西戎 但当时的秦国和西戎的实力 悬殊太大 根本不是对手 在西戎的反扑下 秦仲被杀死 秦国也随即沦陷 建国仅五十年便灭亡了 秦仲死后 他的五个儿子 跑到西周国都浩京 主动向周宣王 请兵攻打西戎 周宣王给了他们一支 七千人的军队 在秦仲长子的带领下 收复了家园 秦仲的长子 史称秦庄公 由于在攻打西戎的过程中 战功赫赫 周宣王将大邱划给秦国 鼓励秦庄公继续抵御西戎 为了全身心投入与西戎的战争 秦庄公把正式交给弟弟 自己带着三个儿子 常年奋战在第一线 后世秦仁以上武而著称 这种上武精神 正是从秦庄公开始 秦庄公把坚忍不拔 百折不回的精神 贯注到军队中 使之成为秦国之血脉惊魂 秦庄公去世后 他的长子世父并没有继承位置 而是把军位让给了他的弟弟 也就是后来的秦湘公 世父率领军队 继续与西戎抗战 誓死要灭掉西戎 为自己的祖父报仇 后来世父被西戎俘虏 但戎人想缓和与秦国之间的关系 又将世父放了回来 后来西周发生了离山之变 周幽王被杀死 秦湘公想去秦王 奈何实力不济 只能选择为官 后来在周平王东迁的过程中 秦湘公积极派兵前去护送 作为回报 周平王册封秦为诸侯国 让秦的地位大大提升 然后周平王又告诉秦湘公 只要他们能从容忍手中 夺回齐山以西的土地 那片土地就归他们所有 公元前767年 秦湘公带领大军前去讨伐西戎 不幸在途中病故 他的儿子秦文公接过大旗 继续收复齐山 公元前750年 秦文公率领秦军 终于拿下了齐山以西的地盘 按照约定 秦文公把齐山以东归还给了周王氏 把齐山以西留给了自己 这是秦国第一次对外进行土地扩张 自此之后 秦国的土地和人口大大增加 领土得到扩张后 秦文公开始加强内政管理 并设立了史官以记录史事 公元前746年 秦文公执行了诸三族的法律 以此来加强管理 这也是秦国严刑俊法的开始 此后 秦国一直延续了这种法律制度 尽管此时秦国的各项制度还不完善 但也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 在这方面 秦文公是功不可没的 秦文公在位时间长达50年 这让秦国有了一段稳定的发展时期 秦文公死后 他的嫡长孙继位 视为秦宪公 公元前704年 秦宪公去世 年仅22岁 当时秦宪公的长子已被立为太子 但执掌权柄的伏计 三父等人发动政变 废除太子 立秦宪公的小儿子初子为国君 初子被立为国君时 年仅5岁 6年后 三父等人又一次发动政变 派人伪装为强盗 把初子杀了 初子被杀后 三父又把之前被他废除的前太子 立为国君 视为秦武公 三父本想把秦武公当作傀儡 但经历诸多变故的秦武公 已经变得心智异常成熟 他上台后暗地里培植势力 三年后 将三父等人一起诛杀 对他们实施了秦国最严峻的法律 诸三族 秦武公是一个比较有作为的君主 在他在位的二十年里 对外开疆拓土 这时的秦国 西起甘肃中部 东至华山 关中的渭水流域 基本上为秦所控制 对内进行改革 并设立了县制 为后来的郡县制奠定了基础 秦武公死后 秦王室选取了60个活人为其陪葬 这也从侧面印证了秦国文化残暴的一面 从秦仲向周王室主动请英讨伐西戎开始 一直到秦武公开疆拓土 秦国用了150年 终于成为西部的一大势力 与秦国白手起家不同的是 晋国的开启始于一场游戏 当时年幼的周成王与弟弟疏于玩乐 并许诺会给他一块封地 这本来是一句孩童间的戏言 但按照周朝的理智 天子无戏言 天子的一言一行 都会被史官记录下来 在史官的催促下 堂帝被封给了疏于 这便是晋国的开端 死后的日子里 晋国一直都波澜不惊 公元前745年 新上台的晋昭侯 把晋国大臣义曲卧 封给了叔叔成师 后来被称为曲卧还书 曲卧是晋国的前国都 他的规模要比现在的国都异都还要大 曲卧还书在治理国家方面非常有才能 将曲卧梳理得井井有条 公元前739年 晋国出现政变 大臣攀父杀死晋昭侯 事后攀父逃到曲卧 想拥立曲卧还书为国君 对此 曲卧还书不但没有惩罚杀死自己侄子的凶手 反而率领大军开往易都准备夺权 但反对攀父的人 在曲卧还书到达易都之前 率先拥立晋昭侯的儿子为新任国君 史称晋孝侯 随后 他们又设下埋伏将攀父擒杀 曲卧还书则逃回曲卧 自此之后 晋国内部分为两个政权 一方是易都的晋政权 一方是曲卧的反政府武装 公元前724年 曲卧还书去世 继任者曲卧庄博对易都发起攻击 在这场战争中晋孝侯被杀 但易都守军顽强守住了都城 曲卧庄博最后退回了曲卧 晋昭侯的儿子成为继任国君 视为晋恶侯 此后曲卧庄博和晋恶侯之间发生了几次战斗 但都未能撼动对方的根基 眼见无法撼动晋恶侯 曲卧庄博想到了外交手段 他前去拉拢郑庄公 并送上后礼 希望能得到他的认可 郑庄公作为周王室的轻视 只要他点头 就意味着获得周王室的认可 就能让曲卧庄博获得合法地位 为了在晋国内战中攫取利益 郑庄公开始力挺曲卧庄博 于是后者集结了周边几个小国 组成强大的反叛阵容 直接逼近异都 晋恶侯眼见大势已去 率领亲随望风而逃 曲卧庄博顺利占领了异都 但好景不长 随着周桓王继位 并与郑庄公交恶后 周王室对曲卧庄博的态度急转直下 周桓王担心郑庄公拉拢曲卧庄博 会对周王室产生威胁 于是决定扶持晋恶侯夺权 随后周桓王派兵前去讨伐曲卧庄博 后者放弃了异都 退回到了曲卧 后来周桓王拥立晋恶侯的儿子继位 视为晋哀侯 曲卧庄博退兵后 第二年便去世 他的儿子继位 史称曲卧武功 曲卧武功继位后 仍对异都念念不忘 但碍于周王室的干涉 不能一举将其拿下 于是静待时机 公元前709年 曲卧武功眼见周王室与正国关系恶化 无法顾及到异都 于是联合周边小国再次攻打异都 并将在外征战的晋哀侯俘虏 异都政权眼见晋恶侯被俘 当即拥立晋哀侯的儿子为君主 史称晋小子侯 起初 曲卧武功拿晋哀侯的性命 作为筹码 要挟异都投降 但此举没有奏效 曲卧武功虽将晋哀侯处死 随后和晋小子侯开启了长达四年的对峙 公元前705年 曲卧武功将晋小子侯骗出城外 将其杀害 这是晋国内乱中第四位被杀的国君 这么大的历史事件 左传仅记载了一句 曲卧博又小子侯杀之 晋小子侯死后 曲卧武功顺利进入异都 成为这个国家的实际掌控者 周环王眼见晋小子侯被杀 再度派兵前去攻打曲卧武功 后者经过反复衡量 认为不宜以下犯上 于是主动撤出了异都 随后 周环王历尽哀侯的弟弟为国君 史称晋侯民 这一年是公元前704年 死后的二十几年 双方之间互有往来 但没引起大的变动 直到公元前679年 势力不断得到壮大的曲卧武功 再次大举进攻异都 并一举将其攻破 此意晋侯民被杀 成为晋国第五位被杀的国君 至此 异都政权彻底垮台 晋国所有土地都落入曲卧政权手中 从公元前739年晋昭侯被杀 到公元前679年异都陷落 晋国内战整整持续60年 最终以曲卧一方的胜利而告终 在这场内战中 异都晋政权共有五位国君死于非命 只是史料不够详实 不能一窥晋国内战全貌 此时周天子是周西王 和周桓王相比 周西王没有雄心报复 曲卧武功为了获得正统地位 用大量宝器贿赂周西王 后者欣然接受 并封曲卧武功为晋武功 这便是著名的武功伐晋 统一后的晋国 瞬间跻身于强国行列 经过数十年的内战锤炼 晋军获得了极强的战斗力 停介这支王牌军队 晋国开始了对外扩张之路 在晋武功的率领下 很快便拿下了遗地 就在晋国准备继续开疆拓土之时 公元前677年晋武功去世 随后 其子晋献功继位 晋献功上台后的第一件事 并不是对外扩张 而是处理错综复杂的家族的问题 在晋国内战期间 曲卧还书与曲卧庄博都有很多子嗣 除了晋武功晋献功这一支族人外 其他族人也拥有强大的势力 对于善于内战的晋国来说 庞之宗族是一个不安定因素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晋献功想出了一个计策 公元前669年 晋献功在聚地筑起一座崭新的城邑 将庞系之族的公子们迁居到聚城 当这些族人显然前往之时 晋献功趁机将他们一网打尽 如此这般的王室大清洗 在春秋时期是绝无仅有的 自此之后 晋献功成为晋国唯一的独裁者 一些得以幸存的晋国贵族 跑到了国国避难 国国是少数效忠周王室的诸侯国之一 在晋国内乱的时候 就旗帜鲜明地反对驱卧政权 并多次出兵帮助异都政权 晋国内乱结束后 为了帮助流亡的晋国贵族重新夺权 从公元前668年起 国国曾数次对晋国发兵 但没有取得预期效果 晋献功大权在握后 一直把国国当作头号敌人 但晋国刚从内战中走出来 晋献功在大臣的建议下 以建设内政为主 暂时放弃了对国国用兵 在此期间 晋献功修生养息 整军备武 将自己的军队打造成了一只武狼之师 并开启了扩张之路 先后灭掉了耿国、祸国、魏国 成为称霸一方的诸侯 与此同时 国国也在发展壮大 国公经过南征北讨 也取得了不菲的战绩 不过国公为人残暴 国内百姓对此怨声载道 这是国国的致命弱点 晋献功经过几年的准备后 认为讨伐国国的时机已到 于是召集群臣商量讨伐之策 晋国大夫荀熙 作为春秋时期著名的谋略家 他提出了一个作战计划 这个计划的核心 是借到渝国对国国发起攻击 晋国与国国北部接壤 中间并没有其他国家 如果要对国国发起攻击 根本不用借到他国 但国国在两国交界处 布置了大量防御攻势 晋可攻退可守 晋国从国国北部出兵 不能起到出其制胜的效果 以晋国当前的兵力 只有兵出其招才有获胜的可能 而与国国西部接壤的渝国 是一个小国 国国在西边并未布防力量 如果晋军从渝国借道 攻打国国 能起到出其制胜的效果 晋文公对此计策大家赞赏 为了让渝国允许晋国借道出兵 寻息让晋献功 把自己的收藏的宝物献给渝军 因为渝军非常喜欢收藏宝物 只要拿出宝物 渝军一定会答应借道 起初晋献功心疼自己的宝物 寻息则别有深意地告诉他 说他的宝物只是暂时寄存在渝国 只要能灭掉国国 渝国也是囊中之物 晋献功听后 对寻息竖起了大拇指 并感叹 幸好寻息是自己的臣子 否则就会多一个可怕的对手 确定计划后 寻息带上宝物前往渝国 并将宝物献给渝军 渝军本以为晋国有大事相求 后来得知晋国只是想借道出兵 便欣然应允 渝国大夫公之旗 看出了晋国的阴谋 向渝军觐见 但渝军没有听从公之旗的建议 仍然同意让晋国借道 公元前658年 晋国正式出兵法国 在李克、寻息的率领下 晋军对国国发起了闪击战 此时 国国的精锐部队都集中在北线 而晋军却出其不意攻击西线 在晋军的闪击下 国军瞬间溃败 国公慌乱之下选择出逃 国国都城也随即沦陷 这场战争便是著名的假道伐国 国公逃跑后 国国其他贵族还在率兵抵抗 经过三年的对峙 为了彻底消灭国公 晋宪公决定派兵增援 于公元前655年 再次向于国提出戒道的请求 对于晋军的请求 公之旗再次站出来反对 他声泪俱下地向于军讲述 唇亡齿寒的道理 但于军仍未听从他的意见 再次同意了晋国的请求 随着大批援军进入国国 晋军取得了压倒性优势 仅用了两个月便将国国灭掉 晋国灭国 是春秋时期若国兼并强国的一次著名案例 晋国灭掉国国后 又顺便把于国灭掉 此时于军才后悔莫及 后悔当初没有听从公之旗的建议 才使得国家灭亡 他自己也成为阶下囚 于国除了公之旗之外 还有一位著名的政治家 他便是百里希 只是没有得到重用 从用人的角度来看 于军不能启用人才 灭国也是情理当中的事情 自晋宪公上台后 对内对外均有出色的表现 把晋国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成为西北方向一股强大的势力 就在晋国冉冉升起之际 老牌诸侯国齐国 也在东方开拓了一番霸业 齐国作为西州开国元勋江子崖的封地 地位凌驾于其他诸侯之上 先辈的荣耀给他们的后代 留下了太多优越感 贵族们整天生活在纸醉金迷的生活中 宫廷也成为他们的荒淫纵狱之地 在这种氛围中 齐国太子江朱儿 与自己的妹妹文江发生了乱伦恋 这种丑闻让很多求婚者望而却步 齐熙公对周边诸侯国 都受了一圈自己的女儿文江 大多数遭到拒绝 最终鲁桓公成功接盘 娶了文江为妻 婚后三年 文江为鲁桓公生下一子 因为孩子的生日与鲁桓公相同 便取名姬童 齐熙公去世后 太子江朱儿继位 视为齐乡公 公元前694年 鲁桓公准备到齐国进行访问 文江得知后 吵闹着一同前往 无奈之下 鲁桓公便答应了要求 到了齐国后 文江又与自己的哥哥齐乡公 私混到一起 尽管两人形势比较保密 最终还是被鲁桓公得知 为此鲁桓公火冒三丈 对文江破口大骂 并说文江所生的儿子 是齐乡公之子 文江被骂后 跑去向齐乡公诉说委屈 齐乡公听后 心疼自己的妹妹奸情人 并对鲁桓公起了杀心 为了报复鲁桓公 齐乡公假意设宴款待 鲁桓公出于外交礼节 不便推辞 只得勉强赴宴 鲁桓公在席间 喝得鸣鼎大醉 散场后 齐乡公派人把他送上马车 上车不久后 鲁桓公便死亡 虽然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 鲁桓公是齐乡公所杀 但齐乡公的嫌疑最大 为此鲁桓公发起了抗议 但这种抗议非常软弱无力 不敢直言 齐乡公是幕后凶手 最后 齐乡公找了一个人顶罪 便了结了这场争端 鲁桓公被谋杀后 文江不敢返回鲁国 便留在齐国 鲁国的软弱 让鲁国使官非常不迟 于是 鲁国使官对齐乡公 与文江乱伦 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描述 孔子在整理春秋的时候 惜字如今 但对于这段乱伦 却完全不惜笔墨 势必要把他们 盯在耻辱柱上 齐乡公在做事方面 非常喜怒无常 因此得罪了不少人 这其中就包括 齐乡公的堂弟 公孙无知 以及齐国重臣 管治与连称 公元前686年 公孙无知联合管治 连称 趁齐乡公出去狩猎之际 纠结了一批亡命之徒 包围了他的行宫 乱刀将其砍死 齐乡公死后 管治与连称 雍立公孙无知为新的君主 不过 公孙无知在王位上 没有待太久 就死于另外一场政变 终于齐乡公的旧臣 趁公孙无知根基不深 联合起来 发动政变将其杀死 公孙无知死后 围绕着继承人位置 又发生了一场惨烈的争夺 当时有两个人呼声最高 一个是公子鸠 另一个是公子小白 齐乡公统治时 政令混乱 倒行逆施 管仲当时就料到 后来会有一场腥风血雨 所以 在齐乡公死之前 管仲便和自己的好友 豹书牙商量 认为最明智的做法 就是到邻国暂避 管仲是公子鸠的老师 豹书牙是公子小白的老师 他们分别带着自己的小主人 去了鲁国与举国 由于管仲的先见之名 才让两位公子 在数次政变中安然无恙 公子鸠和公子小白 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但在权力面前 兄弟也成了对手 他们都把对方 视为通往权力顶峰的绊脚石 必须除掉对方 此时两人都在国外 而且才能相当 谁能第一个到达 齐国国都林兹就能继位 于是 两人进行了一场速度比拼 在公子小白前往国都的路上 管仲率人前去拦截 并一箭射中了他 公子小白顺势装死 管仲信以为真 将消息报告给公子鸠 公子鸠得知公子小白已死 便不慌不忙地往林兹赶去 谁知已被公子小白截足先登 成为新一代君主 他便是春秋五霸之一齐桓公 得知公子小白继位后 公子鸠和管仲都懊恼不已 随后 公子鸠返回鲁国 在鲁庄公的扶持下 发起武装夺权 公元前685年 鲁庄公率军入齐 齐桓公亲自率军迎敌 并大败鲁国 鲁庄公差点丧生 最后仓皇逃回鲁国 此后 齐桓公派报书衙大举进攻鲁国 目的是杀掉公子鸠 鲁庄公眼见齐军兵临城下 自知不敌 主动出来和谈 最终接受了齐国的条件 杀死公子鸠 逮捕管仲押回齐国 最终公子鸠被处死 作为失败者 他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对于生在乱世的王公贵族 这种手足相残的事情非常多见 鲁国逮捕管仲之后 鲁国大夫施伯告诉鲁庄公 一定要将管仲处死 然后把他的尸体交给齐国 如果让管仲活着回去 日后必定成为鲁国的大患 报书衙得知施伯的阴谋后 严厉警告鲁庄公一定要活捉管仲 否则就起兵法鲁 鲁庄公思索再三 最后将管仲活捉交给了齐国 报书衙对管仲的才华非常钦佩 并认定他能干出一番大事 在发迹之前 家境优越的报书衙 对出身贫苦的管仲格外照顾 后来两人各为齐主 报书衙依然想着 能把管仲拉拢到身边 为齐国服务 所以极力要求鲁庄公活捉管仲 齐桓公上台后 打算拜报书衙为下 而报书衙坚决不受 并推举管仲为下 并列举出自己不如管仲的五个方面 齐桓公担心管仲当初是自己的敌人 不会真心辅佐自己 为此报书衙解释道 他说管仲是个爱国者 他做事不是为了哪个君主 而是为了国家设计 如果要振兴齐国 非管仲不可 在报书衙的利剑下 齐桓公转变了思想 这是管仲的幸运 也是齐桓公的幸运 更是齐国的幸运 事实证明 报书衙的判断是对的 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 成为春秋的霸主 管仲也被公认为 春秋时期最伟大的政治家 在周王室示威 四面遗敌 虎视眈眈之时 管仲提出了尊王攘仪的伟大思想 重新确立了周天子的地位 把各个诸侯国看成一个利益共同体 来面对遗族的侵扰 管仲还强调君主专制 他之所以强调这一点 并不是取悦君王 而是认为 这是平息国内纷乱争斗 是国家强大的最佳途径 他强调的是国家利益 而不是对君王的愚衷 他同时特别强调 应该让君王位居人民 而不是人民位居君王 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而非忠君主义者 在国家发展方面 管仲提出了对内尊君 对外称霸的思路 并破天荒地提出了法治思想 他提出 法者天下之仪也 所以决仪而明是非也 法者所以心功俱报也 大意为 法律是为了维持社会秩序 一强除暴 为民兴力 他还指出 君王有立法权 但必须受限于法 这种思想 直到现在都被沿用 管仲还是一个经济学家 他说 为国不能来天下之财 治天下之民 则国不可成 财不盖天下 不能挣天下 大意为 要想称霸天下 财力也应该是天下第一 管仲还有一句话流传至今 苍领时而知礼节 衣食族则知荣辱 强调物质富足 对百姓的重要性 除此之外 管仲还制定了详细的实施细则 使得齐国的军事 经济 政治 民生 得到了超乎寻常的发展 管仲的见识之非凡 能力之卓越 放眼整个人类史 都是首屈一指的存在 虽然有管仲的辅佐 齐桓公的称霸之路 并不轻松 要想称霸 必须获得 郑国 宋国 鲁国等中原诸侯的承认 还要遏制 楚国为首的遗敌 往中原扩张 为了获得中原诸侯的认可 齐桓公打算 先对鲁国用兵 但此时 一位平民英雄 挺身而出救了鲁国 他便是曹贵 曹贵作为一介不一 眼见鲁国政府软弱无能 于是挺身而出 前去拜访鲁庄公 在春秋时期 君主虽然是异国之君 但没有到被神化的地步 而且大多数诸侯国面积 并不是很大 人口居住比较集中 所以 普通人见君主 并不是一件难事 秦汉以后 国家实施中央集权制 而且实现了大一统 君王也被逐渐神化 普通百姓和君王的距离 才逐渐疏远 曹贵在军事方面颇有天赋 他见到鲁庄公后 阐述了自己的军事思想 鲁庄公感觉有道理 就让他付诸实戒 公元前684年 齐桓公派齐军法鲁 曹贵凭借自身才能 不但守住了齐军的追击 还乘胜追击大败齐军 一鼓作气 再而衰 三而劫便是出自曹贵之口 曹贵固然是个人才 但鲁庄公能礼贤下士 也是值得赞赏的 齐桓公罚鲁失败 心有不甘 于是拉拢宋国再度罚宋 还是以失败告终 齐桓公颇为恼怒 认为自己失败是因为兵力太少 后来齐桓公准备了三年 召集了十万大军 再度罚鲁 在绝对实力面前 鲁庄公自知不敌 被迫选择了谈判 齐国则提出让鲁国割地 并遵齐国为盟主 鲁国被迫答应 为此齐国还举行了一个谈判仪式 地点设在齐国境内 在谈判开始前 鲁庄公作为老牌诸侯国的君主 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如果齐国提出侮辱性要求 他就准备血剑当场 自杀谢罪 谈判开始后 齐桓公狮子大开口 鲁庄公健壮 拿起藏鱼袖中的短剑准备自杀 一旁的曹贵则抢先一步 用短剑抵住齐桓公的脖子 将其作为人质 一旁的管仲没有预料到 会有此变故 出于担心齐桓公的安危 便答应曹贵归还齐国 占领鲁国的土地 曹贵听到齐桓公的陨落后 额外补充了一句 他说均无戏言 请齐桓公务必信守承诺 在春秋史上 鲁国出现过许多勇士 曹贵就是其中之一 他在长韶之战中 指挥鲁军以少胜多 以弱胜强 在齐鲁谈判中 又展现匹夫之勇 颇得无赖精神 凭借一身肝胆 太史公将他列为 古今刺客第一人 谈判结束后 齐桓公也遵守了承诺 将侵占鲁国的土地 悉数奉还 本来齐桓公并不想遵守约定 但管仲提醒他 要把眼光放长远 不能因贪图小利 而失信于天下 此役过后 鲁国保住了土地 而齐桓公赢得了 各诸侯国一致的赞誉 从某种层面上看 也算是一种双赢 而且经过这次谈判 鲁国也选择了 服于齐国之下 鲁国已经不是 齐国称霸路上的障碍 齐桓公将下一个目标 放在了宋国与郑国身上 此前 宋国作为反正联盟的盟主 也曾经风光过 但自从宋商公被华副都杀死后 国内就一直内乱不断 到了宋敏公时期 南宫长远发动叛乱 并杀了华副都与宋敏公 紧接着宋桓公继位 率兵打败了南宫长远 并将其杀死 宋国内乱给了齐桓公 一次表现的机会 公元前681年 齐桓公邀请宋、陈、蔡、朱 岁五国君主在北姓召开会议 主题是关于宋国内乱的善后事宜 这是齐桓公第一次召集诸侯会议 但是 岁国君主不给面子 拒绝出席会议 齐桓公决定杀鸡井侯 他率兵灭掉岁国 以此来震慑诸侯 以此来震慑诸侯 其他诸侯国见岁国被灭 便纷纷听从齐桓公的号召 此后 管仲设计出一种新型霸业模式 即由霸主召集诸侯会议 以解决各国争端 北姓会议名义上是解决宋国争端 实际上 是齐桓公给宋国设下的一个陷阱 因为在会议上签署的很多约定 宋国都无法完成 后来 齐桓公以宋国不遵守约定为理由 率兵讨伐宋国 最终 宋国和鲁国一样 选择向齐国臣服 公元前679年 齐国召集宋国 臣国 魏国 郑国 在眷城举行诸侯会议 由于郑、宋、魏 都是中原有影响力的诸侯 故而此次会议也被史家认为 是齐国霸业的真正开始 在周王室示威的情况下 诸侯会议被视为一种崭新的政治模式 而会议的发起人 则被视为霸主 眷城会议之所以邀请郑国参加 因为此前刺杀全臣 蔡仲魏国 在标逸组建流亡政府的郑立功 经过了17年的流亡 于公元前680年开始复辟之路 并成功夺回了郑国的控制权 再次成为郑国君主 郑立功的复辟 意味着 郑国重返中原政治舞台 他试图再现郑国昔日的辉煌 可惜生不逢时 在强大的齐国面前 郑国只能充当配角 在此次会议上 齐国被理所当然地推举为诸侯之首 成为个诸侯国公认的中原领袖 后来齐桓公在管仲的提醒下 意识到周氏虽然衰微 但是仍有巨大的利用价值 此后 齐国便高举尊王与阳仪两面大旗 尊王 意味着可以代替天子发号施令 阳仪 可以体现自身的担当 后来 齐桓公高举尊王这面旗帜 在中原地区横行无阻 他下一步要做的 就是团结大家一起阳仪 在齐桓公时代 北方的山戎 嗜敌 再次成为中原华夏诸侯的严重威胁 公元前664年 山戎军队入侵燕国 燕国抵挡不住 紧急向齐国求援 齐桓公与鲁庄公在集水盼会晤 商讨联合出兵讨伐山戎 鲁庄公借口道路遥远 劳师远征 于事无补 拒绝出兵 鲁庄公的暧昧态度 令齐桓公十分不快 但军情吃紧 在管仲的提议下 齐国毅然独自承担救援燕国的使命 齐桓公挂帅亲征 管仲为先锋 率领齐军进入燕国 发动一系列攻势 山戎败退 撤出燕国 后来 齐国又一路追击穷扣 将北方的山戎彻底赶了出去 让其很长一段时间内 都不敢进犯中原 燕庄公对齐国出兵援助 感激涕零 齐桓公班师回国 燕庄公一路相送 一直送到齐国境内 齐桓公又不失时宜地作秀 他说 除了天子之外 诸侯相送是不出国境的 他不可以对燕国无礼 于是 将燕庄公踏入齐国境内的这片土地 全部割让给燕国 齐桓公这次表演堪称经典 公元前662年 赤敌进犯刑国 尽管之前刑国有负于齐国 但齐国依然主动帮助刑国 打退了赤敌的来犯 并积极帮助刑国进行战后重建 公元前660年 赤敌入侵魏国 此时 魏国的国君是魏义公 他为人口碑极差 魏国的老百姓经常怨声载道 但面对赤敌的入侵 百姓们选择袖手旁观 赤敌则趁虚而入 在魏国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后来 齐国和宋国得知此事 主动派兵前去迎敌 防止赤敌再来屠杀 与此同时 齐国还给魏国带去了大量阵纪物品 帮魏国渡过难关 要知道 几年前 齐国还讨伐过魏国 可在魏国遭受斥敌侵害时 依然选择出手相救 可见 齐国进到了中原霸主的指责 也完成了守卫华夏的任务 在尊王攘仪方面 齐国做得很到位 此外 齐桓公成为霸主后 并未以大欺小 势强凌弱 而是积极地协调诸侯国之间的关系 解决诸侯国内部的矛盾 鲁庄公死后 鲁国围绕继承人问题展开了争夺 当时最有资格继承君主位置的 是鲁庄公的弟弟庆父与数子子班 鲁庄公在病重期间 一直在两人之间犹豫不决 后来未做决断便去世 得知鲁庄公去世的消息后 鲁庄公的弟弟既有 先下手为强 将子班扶上君主宝座 庆父对此颇为不满 于是买通了子班身边的亲信 并趁机将其杀害 子班继位不足两个月 便死于非命 既有害怕被报复 逃至别国避难 子班死后 庆父便积极谋划上位之事 就在他准备上位之时 齐桓公突然前来干涉 扶持了与齐国有血缘关系的公子 齐上位 在齐桓公的强力干涉下 鲁国人只能听从 公子起继位后视为鲁敏公 此时的鲁敏公只是个十岁的孩子 庆父眼见再次与君主宝座失之交臂 内心又生出毒计 准备杀害鲁敏公 齐桓公得知此事后 把继友接了回来辅助鲁敏公 并派大夫众孙出使鲁国 了解鲁国的真实情况 众孙回来后 向齐桓公报告说 鲁国的局势非常复杂 一切都是庆父在背后兴风作浪 庆父不死 鲁难未夷 齐桓公本想趁机杀死庆父 并吞并鲁国 但碍于鲁国是执掌周理的国家 如果将其吞并在道义上站不住脚 于是 暂时选择静观其变 既有回来 并没有逆转鲁国的政局 后来 庆父物色了一名刺客 寻找机会接近鲁敏公 然后将其杀死 鲁敏公一死 既有担心自己将成为下一个目标 遂带着鲁敏公的弟弟公子申 逃往正国 本来齐桓公以为 庆父不敢杀害自己扶持的鲁敏公 庆父此举彻底惹怒了齐桓公 作为中原霸主 齐桓公决定铲除庆父 庆父得知齐桓公要诛杀自己时 跑到了举国避难 在齐桓公的强烈要求下 举国把庆父交给了鲁国 庆父自知难以苟活 最后选择了自杀 至此 鲁国内乱才得以平息 鲁国内乱能平息 齐桓公居功至尾 此后 鲁国完全倒向齐国 成为齐国最重要的盟友 在管仲的辅佐下 齐桓公的霸主地位非常稳固 在中原地区已经没有对手 能威胁齐国霸主地位的 是南方的楚国 楚国从楚文王开始 就一直对中原虎视眈眈 现如今 楚城王已经20岁出头 对北上中原非常感兴趣 从公元前659年开始 在三年时间里 楚国三次讨伐郑国 给郑国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齐桓公作为中原霸主 召集了八个国家 准备对楚国用兵 公元前656年年初 齐国率领的八国军队 直奔楚国 想打楚军一个措手不及 但楚军对此早有准备 并布下重兵准备迎敌 齐国来到楚国才发现 他们没有必胜的把握 心里便开始打退唐古 而楚国也自知 很难同时应付八个国家 有意与齐桓公和谈 后来齐楚在赵陵签订盟约 并各自退兵 南北霸主间的第一次较量 以和平的方式解决 此意过后 齐桓公不费一兵一卒 就让楚军主动后撤 因此名望再次提升 而楚国人则看出 齐桓公色力内忍的性格 认为他不敢硬碰硬 法楚归来后 齐桓公已经不满足于 干涉诸侯国的事务 开始插手周王室的王位 继承问题 这让周慧王非常恼火 他表面上不敢和齐桓公闹掰 暗地里却积极拉拢郑文公 并怂恿他 可以联合晋国 楚国来攻打齐国 晋国和楚国自身实力比较强 而且不受齐国的节制 周慧王搬出这两个国家 为郑文公撑腰 让他信心大增 紧接着退出中原联盟 转而投向楚国的怀抱 此举让楚城王喜出望外 同时他也得出一个结论 中原联盟并非铁板一块 有了郑国的加盟 楚城王决定再度北上 楚国先拿下了淮河流域的贤国 并准备继续北上 齐桓公见状 联合宋 陈 魏 曹 组成了五国联军 他们没有和楚军硬碰硬 而是攻打投入楚国怀抱的郑国 楚国见郑国受困 便攻打许国 许国国军紧急向齐桓公求救 出于道义层面的考虑 齐桓公不得不放弃围困郑国 转而去营救许国 楚国见郑国险情解除 无意与五国联军纠缠 便主动撤退 齐桓公虽解了许国之围 许熙公非但没有感激 反而投入楚国阵营 这是因为 此前齐桓公在法楚之战前 先击破蔡国 俘虏蔡穆侯 在齐楚诏陵会盟后 蔡穆侯被释放 他对齐桓公耿耿于怀 便主动游说许熙公 分析厉害 认为楚国比齐国强大 怂恿他背叛齐桓公 投靠楚城王 许国只是小国 临近楚国 朝不保夕 不可能每次都靠齐国援救 于是 许熙公听从蔡穆侯的建议 投靠楚国 为了争取同情 许熙公反绑双手 嘴里闲着玉璧 官员穿着校服 抬着一口棺材 跑去见楚城王 楚城王没见过这种架势 这个南蛮之王显然对复杂的中原礼节缺乏了解 他找来了学识渊博的冯博 询问怎么办 冯博说 当年周武王灭伤 周武王的哥哥威子就是这样做的 周武王亲自为他松绑 接受玉璧 烧掉棺材 恢复他原来的地位 楚城王一听 心里很佩服 中原不愧是文明发达 道道这么多 他效法周武王的做法 给许熙宫松绑 烧了棺材 接受他的归顺 随着郑国 许国 投入楚国的怀抱 以齐 楚为中心的南北对峙局面 正式形成 郑国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 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楚国视其为北进中原之跳板 齐国则视其为阻挡 楚国的缓冲区 公元前653年 齐桓公率兵 兵临郑国城下 郑文公在大臣们的劝说下 思量再三 觉得齐国的号召力和政治影响力更强一些 于是 又转投了齐国阵营 至此 在这场南北对峙中 齐国再度占据上风 齐国的霸业不仅体现在军事上 更多的是体现在政治上 齐桓公凭借自身影响力 打造出一种新型的国际政治关系 史称九和诸侯 一框天下 为了进一步巩固中原联盟 公元前651年 齐桓公召集诸侯 在奎丘举行诸侯大会 在会上与诸侯国达成了五款盟约 盟约的内容为 其一 诸不孝 无义数子 无以妾为妻 其二 尊贤御才 以张有德 其三 敬老辞幼 无望宾吕 其四 事无事官 官事无赦 取事必得 无专杀大夫 其五 无屈房 无恶杂 无有风而不告 这次会盟被称为奎丘会盟 会上达成的盟约 也都是顺应民心之举 齐桓公的这番作为 已经超越了诸侯国的范畴 完全称得上是帝王之举 公元前648年 楚国再次进犯中原 并灭掉了皇国 三年后 又准备进攻 淮河下游的徐国 齐桓公得知消息后 再次组织中原联军 商讨救援徐国的问题 但此时的中原联军 已经貌合审理 因为就在前不久 齐国的灵魂人物 管仲去世了 各诸侯国都知道 齐桓公能有今天的霸业 很大一部分都是管仲的功劳 如今管仲已死 各路诸侯表面上 不敢挑战齐国的霸主地位 暗地里却各怀鬼胎 静观其变 后来 联军内部接连出现了内讧 使得整个中原联盟 迅速土崩瓦解 连齐桓公也遭遇到杀身之祸 这一切都要源于管仲之死 管仲在弥留之际 齐桓公曾前去探望 并询问谁能接过他的衣钵 对此管仲沉默无语 他也知道 没人能替代他 管仲死后 各诸侯开始对齐桓公扬奉阴 其他诸侯心里都清楚 齐国的霸业是管仲一人撑起的 此后 齐桓公再也没能组织起来一次 像样的联军行动 而且因为宠心宁沉 导致树雕 易牙 开芳等人 在国内祸乱朝政 此时 在位43年的齐桓公 已经垂垂牢矣 他开始考虑接班人的问题 管仲在世时 曾和齐桓公商讨 内定公子昭为接班人 为了保护公子昭 齐桓公早早地把他送到了宋国 托付给了宋襄公 但易牙 树雕 担心自己的利益受损 于是 鼓动年老昏花的齐桓公改变主意 另立公子吴窥 为接班人 此举遭到了齐桓公 其他儿子的强烈反对 遂对太子之位发起了争夺 易牙 树雕 为了保证公子吴窥顺利继位 在宫内大杀四方 一时间 宫内杀鸡四伏 易牙 树雕 为了防止齐桓公改变主意 趁其病重之际 切断了他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最后 把齐桓公身边的人 全部换成自己的亲信 为了加速齐桓公死亡 树雕 易牙等人 断了他的食物供应 活活将其饿死 两个月后 齐桓公的死讯 才被外人得知 此时 他的尸体已经高度腐烂 一代中原霸王 最后 死于几个奸命小人之手 实属令人唏嘘 齐桓公死后 他的五个儿子 为了争夺继承人 斗得你死我活 后来 公子无愧在树雕 易牙的支持下继位 但宋湘公并不认可这个结果 管仲和齐桓公死后 齐国的威望一落千丈 宋湘公趁乱想捞取利益 而且被齐桓公 管仲内定为太子的公子昭 还在宋国 他有责任和义务 帮公子昭夺位 公元前642年 宋湘公宣布 公子无愧的政权 不能代表齐国 并召集了周边几个国家 前去讨伐公子无愧 与此同时 齐国国内也出现了 反对公子无愧的声音 在内外夹击下 公子无愧被杀 公子昭继位 视为齐孝公 齐孝公继位后 为了提升威望 他打算征讨鲁国 恢复霸主地位 鲁国自知不敌 行急之下向楚国求援 楚国到来后 迅速扭转战局 将齐国打得大败 齐孝公悲愤交加 不久后便去世 齐孝公死后 公子潘杀死齐孝公的儿子 自立为君 史称齐昭公 自此之后 一代中原霸王彻底 泯然众人意 中原盟主的位置出现了空缺 对此 宋相公想角逐一下盟主的地位 宋国是中原的老牌诸侯国 在齐国称霸的日子里 宋国一直紧密追随 宋相公一直是齐桓公的得力助手 正因为如此 管仲和齐桓公才放心 把公子昭托付给宋相公 而宋相公也不负所托 很好地完成了齐桓公所托 从客观角度来看 齐桓公死后 中原需要一位霸主来维持秩序 不然就会成为一盘散沙 很容易被遗族和南方的楚国各个击破 对于这个霸主地位 宋相公认为 自己是不二人选 但宋相公的威望远不如齐桓公 为了立威 他不断欺负小国 想以此来立威 此举不但没有获得其他大诸侯国的认可 反而被逐渐孤立 公元前641年 齐、鲁、陈、蔡、郑、楚六个国家 召开诸侯峰会 这次峰会直接没让宋国参与 这让自诩为中原霸王的宋相公非常难堪 此次峰会过后 郑国、陈国、蔡国宣布加入楚国的阵营 为了继续谋划霸业 宋相公于公元前639年 邀请齐孝公、楚城王会晤 希望楚国能支持他成为中原盟主 对此,楚城王表示同意 不过,楚城王之所以答应宋相公的请求 并不是真的把他视为中原霸主 而只是想在中原培养一个傀儡 宋相公却全然不知楚国的想法 并在当年秋季以居高临下的态度 召集楚国以及其他国家前去会盟 楚城王强忍愤怒 答应前去会盟 在会上,宋相公以盟主身份自居 趾高气扬地指挥各诸侯国的君主 结果,楚城王当着诸侯国的面 把宋相公给绑了 从盟主一下沦为阶下囚 宋相公此时才明白 自己不具备做盟主的实力 也知道楚国一直在戏弄自己 后来,楚城王想杀掉宋相公 但被身边人劝住了 他们告诉楚城王 如果宋相公死了 宋国会推举德才兼备的牧夷为君王 牧夷的能力和政治智慧 要远高于宋相公 一旦牧夷继位 就会带领宋国复兴 这对楚国不利 几经权衡之下 楚城王将宋相公放了 宋相公被释放后 回到国内养精蓄锐 准备复仇 公元前638年 宋相公联合另外几个国家 对楚国发起了挑战 双方约定洪水北岸决战 宋军率先到达了洪水北岸 并严阵以待 牧夷见储君人多势众 让宋相公趁他们还未全部上岸 主动出击 先下手为强 一直奉行霸权主义的宋相公 此时却突然扛起了仁义大旗 认为对方还未准备好 不能趁人之危 后来牧夷又提出多个建议 让宋相公打楚国一个立足未稳 但均被宋相公拒绝 此时 他想在蛮夷面前做一个正人君子 让储君有足够的时间整理阵型 结果可想而知 宋军被打得一败涂地 士兵死伤大半 宋相公腿上也被射了一箭 后来侥幸逃回宋国 事后 人们责备宋相公明顽不灵 不懂得变通 宋相公却辩解道 说君子不会趁人之威 不会俘虏年老的敌人 更不会对没有摆好阵型的敌人 发动进攻 从当今的视角来看 宋相公的行为 无疑是迂腐至极的 但他却是那个时代贵族精神的 最后守护者 只可惜 只有他还遵循贵族精神 作为一名贵族 他是合格的 但他不是一位合格的国君 更不是一位霸主 后人将其列为春秋五霸之一 也是充满了争议 纵观宋相公的一生 他从未建立过任何霸业 真正接过齐国霸主大齐的 是雄聚西北的晋国 晋国的称霸之路 同样曲折离齐 公元前672年 晋献公讨伐黎荣 在将他们灭国的同时 也获得一个美艳的女子 黎姬 她和她的妹妹 一同被晋献公收至后宫 并得到晋献公的无限宠爱 后来 黎姬生下一个儿子 名叫西齐 黎姬很有野心 想让自己的儿子成为下一任国君 晋献公有八个儿子 其中 太子申生 公子崇尔 公子一无 非常有才能 下一任国君 大概率会从他们中间产生 为了扶持自己的儿子上位 黎姬决定 将他们一一铲除 作为晋献公的宠妃 黎姬的话 在晋献公面前比较有分量 为了提高成功率 黎姬又收买了晋献公的两个男宠 一个叫梁武 一个叫东关壁武 在他们的离间之下 晋献公先是把太子申生 调离京城前往曲卧 又把崇尔和乙武调到蒲城和二区 去镇守边关 黎姬设计将他们三人调走后 开始不断制造机会 拉近晋献公与西齐的感情 并多次在晋献公耳边晋献谈 说太子申生的各种不好 久而久之 晋献公便对申生产生了意见 内心深处萌生了废触太子的想法 此时的晋献公 仅仅是产生废触太子的想法 并没有实际行动 随着晋献公逐渐老去 黎姬知道不能再等 必须尽快除掉申生 公元前655年 申生从曲卧回京城与家人团聚 并把祭祀的酒肉献给晋献公享用 黎姬暗中在酒肉中下了剧毒 在晋献公食用之前 黎姬以检验酒肉是否变质的名义 让宫中内室品尝 结果内室吃完后立马暴毙 晋献公悲愤交加 派人前去捉拿申生 消息灵通的太子党暗中通知申生 申生听后大吃一惊 没敢去晋献公面前解释 而是直接选择了逃跑 申生逃跑的行为 让晋献公更加认定 酒肉里的毒是他下的 申生回到曲卧后 本想回京师向父亲解释事情缘由 但此时的晋献公 已经对他失去了信任 前去解释也是死路一条 但又不能跑到外国躲避 否则会被人们认定他就是下毒者 无奈之下 太子申生选择了自杀 本可以拥兵自重的他 用最软弱的方式结束了生命 申生死后 黎姬又把目标放到了崇尔和宜吴身上 黎姬告诉晋献公 他们二人都参与了申生下毒事件 生性多疑的晋献公 本着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的态度 下令追究二人 晋献公派宦官前去蒲城 命崇尔自杀谢罪 崇尔不想坐以待毙 于是选择弃城逃亡到赤敌避难 与崇尔一起逃亡的 还有仙人 赵衰 胡衍 贾驼 魏无子等人 一无见崇尔逃跑 也火速收拾行装 准备离开晋国 经过一番思量 最终选择逃亡梁国 因为梁国背靠强大的秦国 能够得到足够的庇护 崇尔逃到赤敌后 晋献公紧接着 便发兵前来征讨 要求敌人把崇尔交出来 敌人没有同意 于是双方爆发了战争 彼此之间互有胜负 晋军眼见不能胜利 便退兵 崇尔算是在赤敌安顿下来 公元前651年 晋献公去世 一时间 晋国的政局变得扑朔迷离 此前身生自杀后 西齐被立为太子 但晋献公心里明白 晋国很多重臣心里 一直支持逃亡的崇尔与义武 为了让西齐能安稳继位 晋献公把西齐托付给重臣荀西 希望他能好好辅佐西齐 尽管有荀西保驾护航 仍不能阻拦其他大臣的反对 曾为晋国立下赫赫战功的大将李克 主张把崇尔赫回国 在这之前 李克打算先除掉黎姬与西齐 于是 在当年十月将西齐杀死 西齐死后 荀西认为 自己有愧于晋献公的嘱托 想要以自杀谢罪 但被众人劝下 随后 荀西拥立卓子为国君 卓子是黎姬的妹妹所生 李克得知消息后 又带兵杀掉了卓子 荀西眼见无法向死去的 晋献公交代 选择了自杀谢罪 随后 李克又将黎姬杀死 彻底断了黎姬一脉 在晋国内乱之际 乙吾与秦穆公达成了一项承诺 乙吾承诺 只要秦穆公帮他夺回国君之位 他当政后 割让城池给秦国作为回报 对于这份提议 秦穆公欣然同意 除此之外 远在东方的齐国 也想趁晋国内乱之际 把势力范围往西延伸 于是联合中原诸侯 以平叛的名义出兵晋国 后来得知 秦国已经派兵护送乙吾前来继位 齐国做了个顺水人情 加入了护送队伍 乙吾返回晋国后顺利继位 视为晋汇公 晋汇公继位后做的第一件事 就让人大跌眼镜 他命人将李克逮捕 并逼其自杀 给出的理由是 李克是晋国内乱的源头 这个理由太过于牵强 如果没有李克诛杀黎姬母子在前 晋汇公根本没机会继位 李克被杀的真正原因 是因为他支持公子崇尔 李克死后 晋汇公进一步清洗他的党羽 彻底拔掉了他身边的不安定因素 晋汇公继位后 秦穆公派人前来道贺 并提醒他兑现当初的承诺 但晋汇公选择了反悔 拒绝履行当初的承诺 没有割让土地给秦国 此后 秦晋之间的关系迅速恶化 公元前647年 晋国发生大规模饥荒 整个国家都面临着缺粮 无奈之下 晋汇公派人到秦国求援 希望秦国能卖给他们粮食 起初 秦穆公对晋汇公违背承诺之事耿耿于怀 不想卖粮食 但百里西 公孙芝等重臣 却劝说秦穆公卖粮 他们说 救济百姓是符合道义的 如果晋国知恩图报 就会信守当初的承诺 如果晋国国君忘恩负义 百姓必然离心 秦穆公采纳了百里西的意见 对晋国慷慨解囊 没过几年 晋国发生大饥荒 晋穆公派人到晋国 请求粮食援助 但被晋汇公拒绝 当时 晋国大夫庆政 就怒斥晋汇公这种忘恩负义的做法 但依然没能改变结局 除此之外 晋汇公还干了一件比较缺德的事 他姐姐是秦穆公的夫人 他曾答应姐姐回国后 要好好照顾太子身生的遗孀 并让崇尔回国 但晋汇公继位后 不但没让崇尔回国 还和身生的遗孀私通 秦国度过灾荒后 秦穆公准备报复晋国 于是大举发兵 越过边界 杀入晋国 三战三胜 后来又度过黄河 兵临寒冤城下 面对来势汹汹的秦军 晋汇公询问庆政退敌之策 庆政说 这是晋汇公自己惹的祸 需要他自己来摆平 此时 晋汇公只要选择求和 并给予秦国一些利益 就能让对方退兵 但他选择和秦军正面硬杠 随即召集大军前去迎战 由于晋汇公三番五次实验 并对秦国见死不救 此次 秦军内心都憋着一口气 而晋军从将领到士兵 都觉得自己理亏 士气十分低落 结果可想而知 晋军被秦军打得溃败 此意 秦军生擒了晋汇公 和一众晋国大臣 战后 秦穆公本想杀掉晋汇公 但秦穆公的夫人秦穆基 想挽救自己的弟弟 虽然秦穆基和晋汇公 不是同一个生母 但从小感情就很好 为了解救晋汇公 秦穆基拉上自己的四个儿女 以死作为要挟 让秦穆公放晋汇公一命 秦穆公爱子心切 于是答应了秦穆基的请求 秦国谋臣公孙之提出了一个方案 他说可以释放晋汇公 作为交换条件 需要把晋国太子送来秦国来当人质 对此 秦穆公表示同意 秦穆公把条件告诉晋汇公之后 晋汇公派戏起回国报信 并点名让执政大臣吕生来秦国谈判 吕生是一个有智慧 有政治报复的人 考虑问题十分周到 晋汇公吃了败仗 沦为俘虏 名声扫地 就算回到晋国 国人也会看不起他 为了挽回晋汇公的名声 他召集国人开会 并以晋汇公的名义 对参会的民众发放赏金 而且 把公式的土地拿出来 分配给国人 告诉他们 这是晋汇公的心意 此举题 晋汇公减轻了国内的反对声 也给晋汇公挣得了面子 做完这些后 吕生便去秦国进行谈判 当时秦国提出的条件是 割让晋国黄河以西的土地 以及一部分河东之地 让晋国太子入治秦国 秦穆公本想借谈判之际 羞辱一下晋国的大臣 但吕生在处理问题上不卑不亢 这让秦穆公十分赞赏 秦穆公没有让晋国太子 前来入治 只是割让了晋国的土地 事后秦穆公表示 尽管晋汇公薄情寡义 但晋国有吕生这样的人才 还是不能轻视 谈判结束后 晋穆公按照约定 释放了晋汇公 晋汇公回国后 第一件事就是下令杀掉庆政 并把晋军失利的责任 推到他的头上 庆政本有机会逃往他国 但他选择了慷慨赴死 晋国之所以在晋汇公统治之下 仍能保持强大 就是因为有庆政这种慷慨赴死的 武士和吕生这样的能臣 韩元之战后不久 晋国再次遇到灾荒 关键时刻 秦穆公再次选择慷慨解囊 开仓放粮救济晋国百姓 秦穆公虽然不喜欢晋汇公 但怜悯晋国百姓 这一点是非常值得称赞的 连年战乱和灾荒 让晋国的实力大打折扣 周边的荣人趁机夺取了晋国三座城池 并对晋国其他地方虎视眈眈 晋汇公眼见形势不妙 于是将太子羽主动送到秦国当仁治 以此来寻求军事帮助 秦穆公有意与晋国实现全面和解 没有把太子圈当作仁治看待 还把女儿嫁给他 同时 秦国归还晋国所割让的河东之地 秦穆公做事有理有结 既体现了自己的雷厉风行的手段 也体现了自己的宽容大度 秦国帮晋国解决掉荣人的威胁后 晋汇公又把目光放到了崇尔身上 此时的崇尔已经在外流亡12年 但晋汇公仍不放心 因为崇尔的口碑很好 晋国内部很多大臣依然支持他 而且 崇尔身边有一群忠实的追使者 皆具备胆识与谋略 只有除掉崇尔 晋汇公才能过得安稳 崇尔在斥敌流亡期间过得还算不错 敌国并没有为难他 有一次 敌人征讨其他部落的时候 俘虏了两名女子 一个叫书伟 一个叫纪伟 敌人把他们交给崇尔处置 崇尔娶了书伟 让赵衰娶了纪伟 后来 书伟为崇尔生下两个儿子 纪伟则生下赵顿 晋汇公知道 隆人的实力强大 无法以外交手段逼迫他们交出崇尔 于是派出杀手前去暗杀 崇尔得知 晋汇公派人前来暗杀自己 于是离开了敌国 准备前往齐国避难 继续他的流亡生涯 崇尔一行人风尘仆仆 经魏国赶往齐国 魏文公不愿意接待崇尔 因为崇尔与敌人关系紧密 甚至还有敌人血统 而魏国之前遭受过敌人的攻击 出于对敌人的仇恨 魏国上下都不欢迎崇尔 有一次崇尔到魏国的乡里讨饭 结果 乡里人不仅不给食物 反而给了他一把泥土 这让崇尔颇为恼怒 此时 胡眼劝说崇尔 说这是上天要把土地赏赐给他 让他赶紧收下 崇尔听后转怒为喜 毕恭毕敬地磕了个头 接过泥土 扬长而去 经过长途跋涉 崇尔到达了齐国国都林兹 齐桓公对崇尔的到来非常欢迎 不但盛情款待 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 此时正值管仲去世 崇尔见齐桓公对自己如此后代 便想留在齐国发展 并不想返回晋国 后来齐桓公死于非命 崇尔便放弃了从政的想法 已经年近六十的他 准备在齐国终老一生 但当年追随崇尔流亡的谋臣 将堵住压在崇尔身上 崇尔有未来 他们才有未来 眼见崇尔的斗志被消耗殆尽 他们非常着急 为了让他恢复斗志 重新振作起来 胡衍、赵衰等人 和崇尔的夫人商议对策 崇尔的夫人不想看他怒露无为 而且齐桓公死后 齐国便一蹶不振 崇尔在此也并非绝对安全 于是鼓励崇尔离开齐国 继续逐梦 但崇尔早就下决心 在齐国终老一生 不去追逐什么权利 死活不肯离开齐国 眼见崇尔不肯离开 夫人与胡衍、赵衰等人 将崇尔灌醉 趁他不省人事之际 将他抬上马车 一路往宋国赶去 准备在那里寻找机会 崇尔久醒后 眼见自己离开了齐国 气得破口大骂 但知道已经没有回头路 只能硬着头皮往前冲 公元前638年 崇尔一行人到达了宋国 此时的宋湘公 刚在洪水之战中败于楚国 自己也身负重伤 但他依然盛情款待了崇尔 崇尔本想在此逗留 不过胡衍的老朋友 时任宋国大夫的公孙周 则善意提醒他们 说宋国无力帮助崇尔实现霸业 让他们去大国寻求帮助 胡衍觉得有道理 他发现宋湘公也是眼高手低之人 于是和崇尔商量后离开了宋国 并于公元前637年到达了郑国 此时的郑国早就没有郑庄公时代的霸气 郑文公也没有了郑庄公的见识和谋略 齐桓公死后 郑国更是一边倒地投入了楚国的阵营 对于崇尔的到来 郑文公非常默然 他觉得崇尔只是一个流亡的政客 没有必要盛情款待 但大臣舒占在暗中观察崇尔一行人的举动 并得出一个结论 崇尔这个人不简单 胡衍 赵衰 贾驼等人的才干 都足以成为国家重臣 却心甘情愿追随他漂泊流浪十数年 如今晋国的政局并不稳定 崇尔仍有机会回国执掌大权 这样的人 郑国是不可得罪的 舒占将自己的判断告诉了郑文公 并劝说他后代崇尔 如果不能后代 就杀掉他们 以免未来留下后患 但郑文公没有听从舒占的建议 依然冷落崇尔 在郑国受到冷落后 胡衍 赵衰等人 深感中原各诸侯要么实力不济 要么不肯接待 无奈之下 他们选择去楚国碰碰运气 因为楚国是当时南方最强大的国家 到达楚国后 楚城王不但以诸侯的待遇隆重接待 还体现出 中原诸侯都不具备的气魄与胸襟 他了解崇尔的潜力 并打算帮崇尔重回晋国执政 楚城王非常心直口快 他问崇尔 如果能帮他重新回到晋国 他会怎样报答楚国 崇尔眼见楚国物产丰富 地大物博 寻常之物肯定无法满足楚城王 于是回答说 如果将来晋楚之间发生战事 他愿意退避三社 以此来求得楚城王谅解 如果楚城王不能谅解 就只能与楚国周旋 此话一出 满座皆经 楚国大将紫裕认为 崇尔对楚城王不敬 要将其杀死 而楚城王却觉得崇尔志向远大 才思敏捷 经过几十年的流亡 仍能保持恢弘的气量 这是非常难得的 他有意帮助崇尔重新上位 但真正把崇尔推向权力之巅的 并不是楚国 而是秦国 秦穆公之所以愿意帮助崇尔 是因为他苦心扶持的太子宇辜负了他 当初秦穆公善待太子宇 并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 就是希望晋惠公死后 太子宇能够回国继位 继续维持与秦国的良好关系 但太子宇觉得 自己在秦国做人质是一种耻辱 在做人质的六年时间里 他整日策划如何逃跑 后来 在妻子嬴氏的帮助下 成功逃回晋国 太子宇的逃跑 让秦穆公十分恼怒 随着太子宇的逃跑 他长期经营的心血也复之东流 公元前637年 晋惠公病逝 太子宇成功继位 视为晋怀公 晋怀公上位后 命令崇尔集团成员在国内的家属 限期召回追随崇尔的家族成员 否则将质以重罪 为此 胡衍的父亲胡秃被晋怀公诛杀 晋怀公的做法大失人心 他在秦国当了六年人质 在国内并没有一个稳固的统治基础 一上台就大开杀戒 显然不合时宜 崇尔流亡集团 在国内有许多同情者 甚至是支持者 在国际上 也得齐桓公 楚城王等政治巨头的礼带 声名卓著 这让秦目公萌生了支持崇尔的想法 于是派出使者 邀请崇尔投奔秦国 崇尔的谋士们认为 这是天赐良机 千万不能错过 于是欣然答应 楚城王虽对崇尔礼带有加 无奈距离禁国遥远 便没有劳师动众 护送崇尔回秦国 崇尔回到秦国后 秦目公对其礼遇有加 并赐给他五个美女服侍他 这其中就有太子语的夫人 盈氏 起初 崇尔并不知道盈氏的身份 经常对他呼来喝去 像丫鬟一样使唤 盈氏都选择默默接受 后来 崇尔得知盈氏的真实身份 连忙谢罪 并打算把盈氏送回秦目公身边 秦目公说 这个女儿非常有才能 当初之所以没有告知身份 是担心自己的女儿之前嫁过人 怕坏了崇尔的名声 如果崇尔不介意 就让盈氏留在崇尔身边 秦目公言下之意 就是想让崇尔娶自己的女儿 起初 崇尔打算退掉婚约 后来 胡衍 赵衰等人的劝说下 崇尔接受了这桩婚姻 并送上聘礼 正式迎娶盈氏 嫁给崇尔后 嬴氏被后世称为文营 后来 秦目公和崇尔相互之间 进行了一番试探 崇尔认为 秦目公非常可靠 秦目公则认为 崇尔值得扶持 并下定决定 以武力手段 护送崇尔回国 晋国朝堂听闻 秦目公盛代崇尔后 晋国大夫 鸾之秘密派人联系崇尔 商讨崇尔回国之事 一切军已安排妥当 只等崇尔踏上归途即可 公元前636年 秦目公派大军 护送崇尔返回晋国 至此 崇尔结束了19年的流亡生涯 踏入晋国国境后 崇尔随即与晋怀公的政府军交战 并接连大败政府军 崇尔本来在晋国的威望就很高 如今又携重兵而来 晋国官员纷纷倒戈 表示愿意效忠崇尔 晋怀公见状大惊 知道自己大势已去 于是率领亲随逃往到高梁 崇尔兵不血刃占领了国都 并成为晋国新一代君主 这便是大名鼎鼎的晋文公 晋文公继位后 派人到高梁杀掉了晋怀公 从继位到死亡 晋怀公仅仅用了半年时间 当初拥立晋惠公 晋怀公的执政大臣吕生 得知晋怀公的死讯后 不想坐以待毙 手握兵权的他 为了寻求自保 他想在晋文公的住处 放火烧死他 为保计划万无一失 吕生找来了当初 负责刺杀崇尔的刺客伯迪 并将计划告诉了他 伯迪假装答应 随后便将计划告诉了晋文公 在伯迪见晋文公之前 得知他就是三番五次 刺杀自己的刺客 于是便质问伯迪 为何胆敢过来见他 此时 崇尔心中已经起了杀心 而伯迪却不慌不忙地应对 他说之前之所以追杀晋文公 是执行国军的命令 这是身为一名臣子的职责 如今 晋文公成为新的国军 他便要执行新国军的指令 随后 国迪又引述了 齐桓公和管仲之间的典故 来为自己佐证 最终说服了晋文公 国迪得到晋文公的信任后 便将吕生的计划 全盘告诉了晋文公 由于吕生手握重兵 晋文公没有足够的力量 可以应对 经过一番权衡 他打算秘密离开晋国 前往秦国求援 为了避开吕生的耳目 晋文公一路上 直走偏僻的小路 最终顺利到达了秦国 而吕生以为 晋文公仍在宫中 于是 派兵包围行宫 并纵火焚烧 最后才得知 崇尔已经逃走 秦目公得知 晋国内乱后 果断派大军前去相助 并成功将吕生斩杀 然后又派兵 将崇尔与夫人文盈 送回晋国 晋文公的上台 给晋国带来 前所未有的生计 平定吕生之乱后 在未来一段时间里 晋国政局稳定 内部京城团结 历经磨难的晋文公 老纪福西 致在千里 终于使晋国 从区域强国 走向超级大国 开启百年霸业 他对内修生养息 安抚民心 对外积极地展开外交活动 齐桓公死后 中原霸主位置出现了空缺 为了应对咄咄逼人的楚国 诸侯们需要一个人 带他们完成霸业 晋文公则抓住了这个机会 公元前636年 晋文公刚刚上台的第一年 周王室与郑国之间出现了矛盾 为了对抗郑国 周湘王主动和敌人联姻 娶了敌人女子韦氏 并立她为王后 以此来借助敌人的力量 与郑国抗衡 但韦氏与周湘王的弟弟王子戴思通 周湘王知道后大怒 废掉了韦氏的王后之名 王子戴害怕自己被牵连 发动政变想杀掉周湘王 在敌人的支持下 将周湘王的政府军打得大败 周湘王被迫逃到郑国避难 郑文公不计前嫌收留了她 并给她提供生活必需品 为了夺回王位 周湘王向各诸侯国发出秦王令 秦穆公认为 这是争夺中原霸主的好时机 便火速前往之远 相比之下 晋文公反应迟钝 对秦王一事并不上心 胡眼听说秦军以抵黄河 非常着急 跑去劝说晋文公一定要赶在 秦穆公之前迎接周湘王 只有抓住这次效忠王室的机会 才能在中原获得更大的话语权 晋文公被一语惊醒 于是火速前去秦王 将王子戴的叛军打得大败 并将其俘虏杀死 然后 晋文公亲自前去迎接周湘王 并护送周湘王回朝 作为回报 周湘王也以最高的礼仪 接待了晋文公 经过此次秦王 晋文公把晋国从政治边缘地带 再次拉回到舞台中心位置 此时 晋国在中原大地上一枝独秀 南方的楚国也在不断扩张 中原乱局 使楚国成为最大的赢家 鲁国 郑国 魏国 蔡国 陈国 许国 曹国等 陆续归附楚国 在中原重要的诸侯中 只剩下齐国与宋国孤军奋战 只要打垮齐国与宋国 楚成王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成为中原霸主 公元前634年 楚国联合其他诸侯国攻打宋国 为了拿下宋国 楚成王命心狠手辣的大将子玉挂帅出征 万分危难之际 宋国派人到晋国求救 晋文公和大臣们讨论后决定支援宋国 至此 南北之间的两个强国 为了称雄中原 即将出现一场大决战 这场南北大决战的主角 晋国与楚国 从一开始 双方在择帅的标准上 就出现重大的差异 晋国的选帅原则是道义为先 楚国选帅的原则是勇猛至上 晋国的主要任务并不是打败楚国 而是为宋国解围 晋文公采纳了胡眼的建议 采用攻打楚国盟国的方式 逼迫楚国前来相救 以此来解决宋齐两国的围困 公元前632年 事实完毕的晋军开始出征 先是拿下了魏国 但在攻打曹国的时候 遇到了激烈的抵抗 晋军多次攻城无果 为了震慑晋军 曹军还将俘虏的晋军杀死 把尸体挂在城墙上羞辱 此举让晋军士兵感到害怕 军心出现了动摇 为了挽回军心 晋文公也发起了心理战 他派人到曹国人的祖坟附近 扬言要挖他们的祖坟 在那个崇尚理智的年代 人们把祖坟看得 甚至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曹国士兵见状不妙 主动归还了晋军士兵的尸体 并用棺木装好交给晋国 晋文公见状 便下令停止挖曹国人祖坟的行动 没过多久 晋军再次对曹国发起攻击 一举攻破曹国都城 并活捉了曹公公 晋军在曹魏两国的军事行动进展顺利 却没有达到调动储君主力 解除宋国之围的目的 老谋深算的楚城王 看穿晋军的实际用意 坚决不从宋国撤兵 并率领五国联军 对宋国都城展开猛烈的攻击 晋军没有达到调动储君的目的 此时要想为宋国解围 就只能与储君正面交锋 但储君实力过于强大 晋军没有必胜的把握 就在事情进入僵局之际 晋军总指挥先枕提出了一个方案 方案内容是这样的 晋国将所占领的曹魏两国土地送给宋国 然后宋国拿出重金来贿赂齐国和秦国 请他们出面调停让楚国撤军 先枕判断 秦国齐国收到巨额财务后 肯定会出面调停 但楚国肯定不会撤军 因为曹魏是楚国的跟随 楚国不能牺牲曹魏的利益 所以不可能答应撤兵 如果调停失败 秦国和齐国会把调停失败的责任 推到楚国身上 届时出兵攻处也就变得理所当然 晋文公听完这个方案后非常满意 于是按照这个方案执行 秦齐两国拿到巨额财务后前去调停 楚城王与两国代表谈完后才知道 晋国给自己做了一个局 如果楚国同意秦齐代表的调停 那么将失去曹魏两个跟随国 如果楚国拒绝调停 秦齐将可能加入援救宋国的战争 对楚国就十分不利 面对这个布局精密的局 楚城王选择了以退为进 主动放弃已经占领的齐国的古城 同时命令楚军撤出对宋国的包围 先枕的计划 可以说是无懈可击 相较于同时得罪秦齐两国强国 楚城王只能暂时放弃曹魏两国的利益 但负责围攻宋国的储君总指挥紫玉 非常不甘心 当初他接替子文出任令饮时 就遭到了一众质疑 如今他需要一场大胜来为自己证明 在春秋时期 君主对臣子的约束不像后世那样说一不二 眼见紫玉执意要攻打宋国 楚城王只能选择默许 由于紫玉拒绝放弃围困宋国 秦国与齐国组成了强大的联军 加入了讨伐楚国的队伍 随着秦国和齐国的加入 这场战争也成为春秋时期以来规模最大 参战国家最多的一次战役 眼见秦齐加入战局 紫玉觉得事情不妙 于是主动和晋国谈判 紫玉表示 只要晋国放弃对魏国曹国的占领 楚国就撤军 大家回到战前格局 紫玉认为 这种条件非常合理 各方都没有损失 紫玉的算盘是这样的 晋国人如果接受他的和解条件 楚国以一个宋国换回曹 魏两国 楚国仍然雄具中原 如果晋国人不接受 战争的责任就落到晋国人头上 在道义上就会吃亏 紫玉的这个计策也很精妙 晋文公召集大家讨论对策 随后 仙枕给出了应对之策 他说 可以私下里答应恢复曹国 魏国的主权和领土 趁机将他们拉拢过来 然后扣押楚国的谈判代表 故意激怒楚国 让楚国主动挑战晋国 晋文公听完仙枕的建议 认为甚是精妙 于是按照仙枕的建议行事 晋文公先是下令 将楚国特使拘捕 然后又派人和魏国 曹国秘密谈判 答应归还他们的土地 但前提条件 必须是与楚国断交 曹国、魏国 本身就是墙头草 在各个大国间下注 他们眼见晋国愿意归还土地 便欣然同意了 紫玉眼见自己的计谋被识破 曹国和魏国还投向了晋国大本营 恼羞成怒 于是决定攻打晋军 试图将晋军一举歼灭 紫玉此举 郑重晋文公下怀 面对前来进犯的储君 晋文公下令后撤 主动撤退 并不是因为害怕储君 一方面是为了兑现 当初对楚城王退避三社的承诺 另一方面是为了迷惑储君 让他们以为 晋军不堪一击 后来 晋军撤退到魏国境内的成仆 便不再撤退 很快 储君便尾随而至 战争的阴云开始笼罩在成仆上空 双方对这场即将到来的大决战 都没有必胜的把握 晋文公甚至一度萌生了逃跑额度念头 好在在胡眼的劝说下 才下定决心和储君一决高下 几天过后 双方约定在平原上展开正面对决 紫玉亲自率领中军 与晋军展开了厮杀 双方经过激烈的缠斗 最终晋军打败了储君 紫玉眼见大势已去 于是下令全线撤退 训练有素的储君并未仓皇出逃 而是井然有序地撤出战斗 避免了进一步伤亡 从战斗结果来看 储君并未伤到根基 但从战略意义上说 储国遭到其北进中原以来 最严重的一次失败 由于储国的战败 中原政局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晋国以强有力的手腕 遏制储国在中原地区的扩张 同时也宣告 晋国作为中原霸主时代的到来 战斗结束后 愤怒的储城王将所有的罪责 都归咎于紫玉身上 为此 紫玉感到极度愧疚 最终 他选择了自杀谢罪 成仆之战 使得储城王经营了几十年的 北进中原策略宣告失败 此前倒向储国的中原诸侯 也纷纷倒戈转向 投入到晋国的阵营 随着郑国和晋国签订和平条约 中原大帝形成了新的势力格局 晋国取代齐国 成为中原地区新一代霸主 晋文公在实力上 已经成为中原霸主 但他还需要获得周王室的认可 为此 晋文公在周天子面前 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献服仪式 给足了周王室面子 作为回报 周天子任命晋文公为侯博 所谓的侯博就是诸侯之长 当年齐桓公也获得过这个头衔 这个头衔相当于获得了官方认可 成为周王室认可的霸主后 晋文公召集中原诸侯 在郑国建土举行会议 诸侯们在会议上达成一致 要共同辅佐王室 诸侯国之间不得互相侵略 若有违背盟约者 将遭神明诛杀毁灭其军队 不能享有国座 子孙后代都要遭受祸患 不论老幼将无一幸免 这次会盟被称为建土之盟 后来晋文公又召集诸侯 在晋国举行会盟 晋文公并以盟主的身份 召唤周湘王前来参加会议 足以看出晋文公此时的权势有多大 晋文公算是一个具有胸襟胆量的人 对流亡期间的各种困难 都能坦然面对一笑了之 但有一件事让他始终耿耿于怀 那便是在流亡至郑国期间 遭到了郑文公的冷落 在晋文公看来 那不仅仅是冷落而是一种侮辱 于是晋文公找了一个理由准备对郑国用兵 与晋国一起讨伐郑国的还有秦国 秦国之所以加入伐政大军 是因为想从中间分一杯羹 继续拓展自己的势力范围 公元前630年 晋国和秦国起兵攻打郑国 郑文公知道自己不是对手 为了自保 他把书瞻杀死 并将其首级陷于晋文公跟前 因为当初书瞻曾提议杀死晋文公 因此郑文公将所有的罪责都推到书瞻身上 希望能以此获得晋文公的谅解 但晋文公更想要的是郑文公的首级 因此拒绝和郑国谈判 就在秦市十万火急之际 有人向郑文公推荐了竹之武 让他去离间秦国和晋国之间的关系 只要能让秦国退兵 郑国就有和晋军一战的能力 此时的竹之武已经退休 而且年轻的时候并未受到重用 因此拒绝了郑文公的请求 但郑文公已经把他当成了救命稻草 声泪俱下的请求 竹之武重新出山 竹之武出于国家大义 决定前去秦军大营游说秦木公 竹之武深知国家之间只有永恒的利益 秦国和晋国看似是无坚不摧的密友 实则是貌合神离 秦木公虽然表面上尊敬文公为霸主 内心深处则一直在寻找超越晋国的机会 竹之武正是看中了这一点 于是他直言不讳地告诉秦木公 如果郑国灭亡 只会让晋国更加强大 秦在晋的西面 郑在晋的东面 秦与晋倘若灭了郑国 晋国进水楼台先得月 将独吞郑国土地 秦国只能做事晋国的版图扩大 出了力气 却只是使邻国更加强大 得不到实际的好处 当初秦木公扶持晋文公上台 本来是为了更好地控制晋国 如今不但没有控制晋国 自己还成了晋文公的跟班 这让秦木公很难接受 逐之武见秦木公开始动摇 又趁热打铁地说 晋国人多是万恩负义之辈 当年晋惠公曾多次对秦国食言 晋文公也曾受过秦国的恩惠 但从未给秦国足够的回报 这些话直接戳中了秦木公的软肋 经过一番思索 秦木公不但打消了出兵晋国的念头 还拿出一部分兵力 帮助晋国抵御晋国的大军 逐之武之所以能劝退秦木公 最主要的原因是 秦木公不想把晋国养肥 再者 秦木公想借抵抗晋军的名义 把军队留在晋国 为以后独吞晋国做准备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此次除之武通过离间秦晋之间的关系 保全了郑国 他也成为后世纵横家的先驱 对于秦木公的出尔反尔 晋文公念及往日的恩惠并未指责他 但自此之后 秦国和晋国之间出现了裂痕 为政之战结束后 晋文公已经是垂垂暮年 公元前628年 晋文公去世 虽然晋文公在位时间只有9年 但他的经历和功绩要比春秋时期绝大多数君主都要大 与齐桓公不同的是 晋国建立的霸权是一个长期霸权 晋文公去世后 晋香公成为继任者 自此之后 秦国和晋国之间的蜜月期结束 两国开始了针锋相对 为了不在这场博弈中失败 秦木公决定将秦国打造为王霸之师 秦木公的成功并不是偶然 在他继位之前就展示出了极高的政治天赋 同时身怀远大理想 正因为如此 他的哥哥秦成功才把君主的位置传给他 秦成功一共有7个儿子 在这种情况下 仍然坚持传位于弟弟 一方面说明秦成功具备任人为贤的品质 另一方面也说明秦木公足够优秀 而秦木公也不负所托 在他的带领下 把秦国从一个边陲小国 变为中原大地上的一方霸主 公元前659年 秦木公上位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广纳贤才 他找到的第一个人才便是白里希 白里希本是于国大夫 当年秦县功向于国借道伐国国时 白里希曾力劝于君不要答应晋国的请求 但于君没有听从他的建议 最终导致于国覆灭 白里希和国君一起沦为阶下囚 后来秦木公派人到晋国求亲 秦县功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秦木公 白里希作为奴仆 一同陪嫁到秦国 白里希在陪同去往秦国的过程中趁机逃跑 结果在楚国被抓 楚人怀疑他是秦国的奸细 又将其发配为奴 此前 秦木公就听过白里希的贤明 起初 秦木公打算花仲金将其从楚人手里赎回 但过于高调 反而容易引起楚人的怀疑 于是 秦木公开架五张羊皮作为交换 此时的白里希已经年过七十 基本上失去了劳动能力 楚人便同意了这桩买卖 最终秦木公以五张羊皮的代价换回了白里希 来到秦国后 秦木公以礼相待 并请教治国之策 白里希被秦木公的真诚打动 于是对秦木公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给年轻的秦木公描绘了一幅美好的蓝图 秦木公听后颇为振奋 随即将白里希任命为掌管国政的大夫 没过多久 白里希又把自己的好朋友简书 推荐给了秦木公 随后 秦木公便拜简书为上大夫 在他们两人的辅佐下 秦木公得以从繁忙的政务中脱离出来 专心致力于军事与外交事务 并一步一个脚印 带领秦国稳步向前发展 由于上几代的积累 以及秦木公的勤政 不知不觉间 秦国已经成为西部豪强 深谋远虑的秦木公 不甘心窝居于西部 而想在中原 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之前 晋文公在世时 各方面一直压制着秦国 很难有机会插手中原事务 如今 晋文公已死 秦国打算强势入主中原 于是 把郑国当作入主中原的垫脚石 当秦国从秦晋联军退出之时 秦木公派了一支精兵 帮助郑国抵御晋国的入侵 晋国撤退后 秦军依然赖得郑国不走 一待就是三年 秦国军队名义上 是帮助郑国加强城防 实际上是在收集各种情报 为接下来攻打郑国充当内应 郑文公对秦国的这些动作 全然不知 甚至把都城的守卫工作 交给他们 秦木公见时机成熟 策划了一场远距离的奔袭战 为此 秦军组织了一场远征军 秦木公任命 白里希的儿子孟明氏 为总指挥 任命简叔的儿子 希启树为副指挥 此时的白里希与简叔 已经退居幕后 秦木公出于尊敬 问了一下他们的意见 本以为他们会双手赞成 没想到 白里希和简叔 异口同声的反对 认为这种长途奔袭 风险太大 大军还未到达 就已经走漏消息 很难起到 出奇制胜的效果 秦木公听完两人的想法 内心十分不悦 只是碍于情面没有发作 他没有听从两人的意见 仍然坚持作战计划 远征军出发那天 秦木公亲自为将士送行 秦军上下洋溢着兴奋和冲动之情 普遍对远征持乐观态度 认为胜利唾手可得 就在将士们一片欢声笑语的时候 白里希和简叔 却在人群中放声大哭 感叹自己这辈子 再也见不到儿子了 秦木公听后大怒 对他们二人破口大骂 白里希和简叔 只好抢言欢笑 在出征前 他们把自己的儿子叫到跟前 嘱咐他们一定要小心晋国在途中设下埋伏 秦军最大的对手不是郑国 而是晋国 就在秦军准备长途奔袭之时 晋国军队总指挥先陈默默留意着一切 在春秋时期 由于人口密度很低 且主要居住在城邑及其边缘 在城与城之间留有广阔的空地 称为戏地 秦军便是要利用戏地秘密行军 穿越几个国家远距离奔袭郑国 当秦军通过戏地 穿越晋国周王领地 抵达华国之时 一位名叫贤高郑国商人 正好与秦国军队相遇 凭借商人的敏锐嗅觉 贤高认为 秦军此行很可能与郑国有关 于是一边派人去郑国通风报信 一边来拖延秦军的行军速度 贤高向秦军献上十二头牛和一些其他物品 并谎称是郑文公派他过来劳军 贤高此举让孟明氏震惊不已 他以为秦军的行踪已经暴露 已经失去骑袭的可能 于是放慢了行军速度 而郑文公得到贤高传来的情报后 大惊失色 立马派人监视城内的秦军 郑文公发现 城内的秦军已经全副戎装 时刻准备要战斗 正好印证了贤高送来的情报 眼见形势不妙 郑文公当机立断下达了逐克令 把秦军赶了出去 秦军见事情暴露 没有进行逗留 火速逃离了郑国 经过贤高的延误 秦军失去了内应 也失去了偷袭的战机 此次长途奔袭失去了意义 但大军出动 不能空手而归 于是 孟明氏与西启树决定 灭掉旁边的华国 以此回去邀功 当秦军行至华国城下时 由于双方实力悬殊太大 华国不战而降 这次战斗给秦军挽回了一丝颜面 却也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灾难 郑文公去世后 晋香公对秦国的军事策略发生了转变 针对秦军此次劳实远征 以仙枕为代表的强硬派认为 应该半道伏击秦军 趁机将其歼灭 而以鸾芝为代表的温和派认为 应该坚持 晋文公时期的外交政策 继续和秦国保持盟友关系 但仙枕说服了晋香公 最终 晋香公决定不宣而战 晋军将伏击地点选在了一山 这是秦军返回的必经之路 一山 山高风陡 地势非常险峻 是打伏击战的绝佳之地 仙枕为此次军事行动做了周密的规划 为了追求一击制胜 他邀请当地的荣人一起参加战斗 晋香公对此也很重视 当时他还在为晋文公扶桑 但依然前往前线观察战斗 公元前627年4月13 秦军行至一山最险峻的地带 孟明氏突然想起了简叔的忠告 害怕晋军在此设下埋伏 他刚要做出调整 只听见两侧山岭上 想起了晋军的战鼓 孟明氏暗暗叫苦 但也没有更好的方案应对 只能硬着头皮跟晋军死磕 晋军占据有利位置 加之人数上的优势 一时间各种弓箭滚石飞向了秦军 善于在山地作战的荣人 趁秦军大乱 对秦军展开了无情的屠杀 此一晋军升勤了孟明氏 西启树等秦国主将 至此 秦木公入主中原的计划彻底被打碎 而晋军向世人证明 即便没有晋文公 自己也是王者之师 得知孟明氏等人被俘后 晋文公的夫人文盈非常着急 虽然她已经嫁入晋国 但她骨子里是秦国人 而且是秦木公的女儿 为了营救孟明氏等人 文盈告诉晋相公 说孟明氏如果在晋国被杀 会让秦军两国关系更加恶化 如今他们打了败仗 秦木公对其恨之入骨 不如放他们回去 让秦木公杀了他们 此时的晋相公政治经验上缺 他没有跟仙枕商量一下 就私自将孟明氏等人放回 仙枕得知后爆跳如雷 对晋相公破口大骂 说这场胜利是将士们拿性命拼来的 晋相公居然凭夫人几句话 就将孟明氏放走 这是长他人士气 灭自己威风 说完还朝晋相公吐了一口口水 此时的晋相公才知道自己酿成大错 赶紧派人前去追赶 但孟明氏等人已经渡过黄河 安然回到了秦国 到达秦国后 见秦木公亲自出城迎接 孟明氏直接跪地不起 自求惩罚 但秦木公说 不是他们的错 是因为自己不听简书的建议 才酿成悲剧 秦木公没有惩罚他们 还让孟明氏等人官复原职 一山之战 虽然以禁军大胜而结束 但造成的后续结果却截然相反 孟明氏等人因为死里逃生 此后又成为禁军的有力对手 而仙枕因为自己辱骂国君 内心产生了愧疚与自责 在极度讲究礼仪的春秋 仙枕因为这件事久久不能释怀 在后来的一次小规模战斗中 仙枕脱去盔甲 冲入敌阵 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先枕的死 捍卫了自己的荣耀 但也给禁国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入主中原的计划失败后 秦木公把战略重点往西转移 他开始把目光转向西部 有一次 西戎之王派使节到秦国参观 为首的人名叫尤渝 他的先祖是禁国人 后来为了避难而来到西戎 因为才干非凡 深得西戎王的信任 秦木公本想在尤渝面前 炫耀一下秦国的奢华 便带他参观秦国富丽堂皇的宫殿 但尤渝却表示 此举不过是劳民伤财 算不上正经 这一番话让秦木公很是震惊 他意识到 尤渝不是普通人 爱财如命的秦木公顿时燃起恭敬之心 向他请教更深奥的问题 秦木公说 中原地区有先进的文化 以礼乐法度来治理国家 为什么还是免不了内乱 尤渝则一针见血地指出 礼乐法度正是中原内乱的源头 因为君王建立起礼乐法度后 只让老百姓接受 自己却娇奢淫逸 百姓受到压制 必然会起纷争 王室热衷于争权夺位 必然会兴起各种纷乱 这番话让秦木公醍醐灌顶 不但解答了他长期以来的疑问 也让他认识了一位人才 尤渝返回西戎后 秦木公对他念念不忘 为了把尤渝挖过来 他给西戎王送去大量财务美女 以此来让西戎王 过上娇奢淫逸的生活 后来尤渝苦劝无果 还因此遭到了西戎王的质疑 秦木公建基 对其伸出了橄榄枝 无奈之下 尤渝选择了投奔秦国 并替秦木公负责西戎的事务 尤渝的加入 使得人才积己的秦国 又添一元大将 一时间秦国人才积己 国力也更上一层楼 尤渝长期生活在西戎 对西戎各部落了如指掌 秦木公让他负责西戎事务 为下一步征讨西戎做准备 在征讨西戎之前 秦木公打算用一场胜利 来振奋士气 对秦军来讲 恢复信心的最好方式 莫过于打破禁军 不可战胜的神话 公元前624年 秦木公亲自率领大军 以孟明视为总指挥 东渡黄河出兵进国 渡河之后 秦木公命令 将渡河船只全部烧掉 如果不战胜 绝不归国 将士们见君主如此决绝 顿时军心大震 进军面对来势汹汹的秦军 没有选择正面交锋 而是兼臂青野打起了消耗战 孟明视自之孤军深入的秦军 在粮草方面不占优势 既然进军无意正面交锋 起码在面子上 秦军算是赢了 于是选择了撤退 在行至一山之时 当年战死的秦军尸骨依然还在 孟明是命人打扫战场 将尸骨就地掩埋 并为死去的秦军立下一块碑 然后才返回秦国 此次秦军出征 没有取得实质性战果 但打消了士兵们对进军的恐惧 军队的士气也日渐高涨 秦穆公认为时机成熟 于是开始了讨伐西戎之路 公元前624年 秦穆公命孟明 视为军队总指挥 对西戎发起了全面进攻 秦军用了两年时间 吞并了西戎12个部落 疆域拓展了千里 成为名副其实的霸王 中原诸侯见秦国扩张速度 如此迅猛 都为之惊讶 连周王室都单独派人前去祝贺 秦穆公也凭借在西部的霸业 被后世列为春秋五霸之一 公元前621年 在为39年的秦穆公去世 他的葬礼办得极为隆重 同时还有177个活人为其殉葬 这些人当中不仅包括平民 还包括王公大臣们的孩子 专制社会虽然诞生了一些明君圣主 但这种殉葬制度 指华夏传统中的糟粕 不管放在任何时代 都不应该被洗白 这也是秦穆公洗不去的污点 此次殉葬也给秦国 带来十分消极的影响 自此之后 人才对于秦国都望而却步 谁也不想成为君王的殉葬者 这种制度一直持续了300余年 直到秦献公时代才宣布废除 秦穆公去世当年 秦香公也随后去世 秦香公的去世并没有使得秦国衰落 在他之后又诞生了一位能人 不过这个能人不是秦国君主 而是大臣赵顿 赵顿是赵衰在晋文宫流亡期间 与敌人女子所生 当晋文宫结束流亡后 为表彰赵衰的功劳 把自己的女儿赵姬嫁给了赵衰 并生下三个儿子 赵衰是个喜心厌旧的人 有了新婚之后 就把敌国的妻子和儿子遗忘了 并没有把他们接回晋国的打算 但赵姬心地善良 他一直提醒赵衰 将敌国的妻儿接回来 起初赵衰是拒绝的 但他害怕赵姬在晋文宫面前 说他坏话 于是就派人到敌国 把妻儿接了回来 赵顿来到晋国后 赵姬见其生的一表人才 甚是喜爱 他向父亲晋文宫请求 让赵衰把赵顿立为嫡长子 如果赵顿成为嫡长子 那么赵顿的母亲书伟 就会成为郑氏夫人 而赵姬只能是偏氏 赵姬能做出这样的让步 放眼整个华夏历史 都是比较少见的 也正是他的这个举动 才让赵氏能够成就百年基业 随着晋文宫和赵衰相继去世 晋国的权力开始传递到下一代 晋国是军政合一的国家 军队的最高统帅 也是国家的首席执政 晋相公继位后 摆在他面前的有两个人选 一个是赵衰的儿子赵顿 另外一个是胡衍的儿子胡舍姑 赵衰和胡衍都是陪晋文宫流亡19年的人 能力和忠诚度都无庸置疑 起初晋相公打算任命胡舍姑为中军元帅 赵顿为副元帅 就在委任令即将下达之时 晋国的元老众臣杨楚甫 极力推荐赵顿为元帅 他在晋相公面前极力夸赞赵顿 最后晋相公听了杨楚甫的建议 委任赵顿为元帅 胡舍姑为副元帅 实际上杨楚甫之所以偏向赵顿 是因为他之前是赵衰的部下 自然站在赵氏这边 赵顿是个非常有能力的人 成为执政大臣后 他掀起了雷厉风行的改革 制定各项法律 清理诉讼案 加强对国家通缉犯的追捕 治理政治腐败问题 恢复社会正常秩序 提拔下层优秀人才等等 通过这一系列举措 赵顿成为晋国政坛耀眼的明星 这一切都被胡舍姑看在眼里 他看着本来属于自己的位置被抢 内心十分恼怒 但双方表面上还保持着和颜悦色 并未撕破脸皮 公元前621年 晋香宫去世 当时太子年幼 为了让政局稳定 赵胡双方都同意 从晋香宫的兄弟中挑选继承人 但在具体人选上出现了分歧 使得赵胡两家的矛盾逐渐公开化 赵顿推出的候选人是公子雍 公子雍是晋文公之子 晋香宫的树地 公子雍此前代表晋国去参加秦穆宫的葬礼 所以暂时留在了秦国 赵顿认为公子雍具有四大优势 第一 德才兼备 心地善良 第二 年龄比较大 可以胜任管理国家的重任 第三 深受晋文公的喜爱 有利于得到老臣们的支持 第四 跟秦国的关系比较好 有利于发展与秦国的友好关系 稳住秦国是晋国的基本国策 胡舍姑推出的候选人是公子乐 公子乐是晋文公与文盈的儿子 胡舍姑的父亲胡衍是个很精明的人 在他去世前 一直与文盈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因此 胡舍姑立主 由文盈的儿子公子乐来继任军位 胡舍姑给出的理由也很充分 他说 既然晋国的基本国策 是要缓和与秦国的关系 公子乐作为秦穆宫的外孙 当然是最佳的人选 胡舍姑的提议让赵顿勃然大怒 他说 文盈在晋文公的后宫地位本来就低 而且文盈在晋文公之前 还曾嫁给过晋怀公 这样的女人属于淫荡下贱之类 让她的儿子成为国君 会有损晋国的形象 而且文盈在一山之战后 川多晋香宫放走了秦国大将 说明他怀有二心 坚决不能立他的儿子为君王 赵顿反驳的有理有据 但胡舍姑并没打算示弱 而是坚持自己的想法 坚持立公子乐为君主 这也表明他将与赵顿抗争到底 只要能将公子乐推上君主宝座 他就能坐拥雍立之功 就能轻松排挤掉赵顿 随着双方互不相让 一场权力争斗即将拉开大幕 当时公子雍在秦国 公子乐在陈国 赵顿派先灭 世贿两人前往秦国 迎接公子雍回国 胡舍姑也派人前往陈国 迎接公子乐 赵顿与胡舍姑均手握重兵 一旦两位候选人回到晋国 势必面临着军队的分裂 挑起晋国的内战 为了避免军队分裂 赵顿当机立断 派人将公子乐杀死 胡舍姑得知公子乐 被刺的消息后大为震怒 他不敢找赵顿撒气 而是把所有的怨恨 都放在杨楚甫身上 他觉得是杨楚甫从中作梗 令他失去了中军元帅的位置 如果没有杨楚甫 现在赵顿还身居他之下 于是胡舍姑派人杀死了杨楚甫 但胡舍姑这个极不理智的举动 彻底葬送了自己及其家族的前途 由于杨楚甫当初力挺赵顿 所以赵顿介入追查此事 全力追查凶手 最后把胡舍姑牵扯了出来 胡舍姑得知自己在晋国无法立足 选择了逃往敌国避难 曾经在晋国和赵家分庭抗礼的胡氏家族 一夜之间土崩瓦解 自此之后 胡家基本上退出了晋国的权力舞台 虽然胡舍姑离开了晋国 但晋国的君主之争仍未结束 当时赵顿派人到秦国接公子雍回国之时 顺便向新一任秦国君主秦康公表达了求和之意 公子乐死后 人们也普遍以为公子雍会成为下一任君主 但一个女人的出现打破了这种格局 这个女人名叫慕盈 是晋香公的夫人 也是太子姨高的生母 由于姨高尚且年幼 大臣们都没把她考虑在内 慕盈为了获得大臣们的支持 她经常抱着年幼的姨高在朝堂上哭诉 以此来获得大臣们的同情 除此之外 她还抱着孩子跑到赵顿家中哭诉 经过这样一顿吵闹 最后赵顿同意拥立姨高为新一任君主 赵顿之所以突然改变主意 绝不仅仅是慕盈哭闹这么简单 这其中或许有某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不管出于何种原因 最终 姨高成为晋国国君 视为晋陵宫 突然更换接班人 引发了秦国的不满 赵顿没有和秦国打个招呼 就擅自更改决定 这不仅让晋国失信于秦 也让前往迎接公子雍的使者蒙修 此时护送公子雍的秦军 已经到达晋国国境 赵顿决定出兵 阻止秦军进一步深入 为此 赵顿动员三军 集结了庞大的军队与秦军对峙 晋军的这个做法再次让秦军愤怒 起初要求秦国人护送公子雍回国 当秦国人来了后 却要以兵戎相见 晋国政府在道义上先输一招了 后来 晋军将前来护送的秦军打得溃逃 暂时了结了这次争端 由于晋国此次严重失信 导致很多晋国大臣感到蒙羞 于是 选择逃离晋国前去投奔秦国 这其中就包括前去迎接公子雍的先灭和世贿 从战役角度来讲 晋国是胜利者 但从战略层面来看 此次晋国失败得很彻底 秦军之间本来已经缓和的关系 再度陷入僵局 公元前619年 为了惩罚晋国的失信行为 秦康公对晋国发起攻击 后来 晋国也采取了反制措施 不过都属于小范围军事摩擦 公元前619年 秦康公亲自率军攻打晋国 随军出征的还有一位晋国人 就是之前逃到秦国的大臣世贿 赵顿眼见秦军来势汹汹 立即组织军队前去迎敌 双方打得有来有往 互有胜负 但谁也无法一举歼灭对方 经过一段时间的对峙后 远道而来的秦康公担心粮草耗尽 于是选择撤军 在此次战役中 由于世贿给秦康公出了很多计策 使得远道而来的秦军不但没有吃亏 还重挫了禁军的锐气 赵顿认为世贿是一个人才 而且对禁军的实力了如指掌 如果他被秦康公重用 将来会是一个大麻烦 于是他决定劝说世贿回国 但劝说世贿回国并不容易 秦康公肯定不会轻易放手 为此赵顿制定了一个精密的计划 他找到一个让世贿信得过的人 而且不能会引起秦康公的疑心 此人名叫魏寿宇 是个贵族 封地在靠近秦国的位地 为了迷惑秦康公 赵顿将魏寿宇一家全部囚禁起来 然后放魏寿宇出逃投奔秦国 魏寿宇见到秦康公后 对赵顿破口大骂 然后表示 愿意把自己的封地送给魏国 秦康公听后大喜 当即接纳了魏寿宇 并在大殿上设宴招待 魏寿宇在大殿上见到了世贿 并故意用脚踩了他一下 世贿是个绝顶聪明的人 他当即明白 这是一个暗示 此时第一世贿虽然在秦国过得不错 但始终对靖国故土念念不忘 一直想回到靖国 魏寿宇的这个暗示 让世贿看到了一丝机会 后来 秦康公准备去接受魏寿宇的封地 魏地在黄河东岸 与秦国议和之隔 当秦康公等人到达黄河西岸时 魏寿宇请求秦康公派一个熟悉黄河东岸的人 以便与和当地的官员打交道 显然 魏寿宇提出的要求 就是为了世贿量身定做的 秦康公听完后 便请求是会随同魏寿宇一起前往对岸 但世贿坚决不受 他说 靖国人对他恨之入骨 此番前往 恐怕会被靖国人挟持无法返回 如果不能返回 他担心秦康公会杀掉他留在秦国的妻儿老小 秦康公听吧 对着滔滔黄河启示 如果他回不来 一定会将妻儿老小送至晋国 世贿听完 便踏上驶往对岸的船 当世贿到达对岸后 秦康公才意识到自己中计 但悔之完 由于秦康公此前向世贿做出过不伤及家人的承诺 为此 他便派人将其妻儿送到对岸 此番博弈 秦康公获得了信守承诺的好名声 而赵顿则赢回了一员不可多得的大将 后来 秦国和晋国之间 又进行了数次小规模战斗 晋国想占据战场上的先机 以此来向秦国求和 而秦国始终不愿意与晋国和解 由于双方无法分出高下 逐渐由军事摩擦变为冷战对抗 这种冷战中的和平 对双方都有好处 晋国虽然在西面受到秦的牵制 却仍然维系着中原霸主的地位 公元前620年 晋国召集了一次诸侯会议 由于晋陵宫尚且年幼 此次会议由赵顿主持 赵顿在晋国的身份是大夫 与参会的诸侯无法匹配 但由于晋国依然处在霸主地位 其他诸侯只能委屈求全 接受赵顿的指指点点 诸侯们早已听说赵顿的雷霆手段 不敢得罪他 除此之外 各路诸侯还要依仗晋国来保护他们的安全 一旦失去晋国的庇护 就有可能被楚国吞并 之前 楚国在成仆之战中吃了败仗后 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北上中原的想法 后来见晋国右主继位 便再次萌生了徽师北上的想法 郑国作为楚国北上中原的一块必经之地 再次成为楚国个攻击目标 公元前618年 楚慕王率军大举北上 目标直指郑国 在楚国的强大攻势下 郑国大败 根据中原诸侯会议的约定 晋国作为中原霸主 在其他盟国遭受攻击的时候 应该第一时间发兵救援 但此时的晋国正处在朝堂争斗之中 无暇顾及郑国的存亡 郑国眼见援军迟迟不来 于是选择向楚国投降 楚军齐开得胜后 又继续进攻宋国、陈国 这两国不是楚军的对手 也选择了投降 就在楚军想继续北上一扫中原时 楚慕王突然去世 楚军不得不终止北上的计划 选择撤军回国 楚慕王死后 楚庄王继位 他便是大名鼎鼎的春秋五霸之一 楚庄王在刚开始继位的几年里 并没有雄心大志 一直碌碌无为 而且把楚慕王北上取得的战果都弄丢了 郑慕公眼见楚庄王没有大作为 于是又选择投入晋国的怀抱 宋国和陈国也趁机脱离楚国的控制 重新归附晋国 随着各路诸侯国调头转向 晋国又召开了一次诸侯会议 以此来显示自己的强大 此次诸侯会议 蔡国并未前来参加 而是依然站在楚国的阵营 这让晋国颇为恼怒 于是赵顿下令征讨蔡国 蔡国是一个小国家 无法与晋国抗衡 只能盼望楚军前来相救 不巧的是 此时的楚国正在内斗 无暇顾及蔡国 无奈之下 蔡国只能选择投降 随着蔡国被灭 晋国在势力范围上 全面压制楚国 中原霸主的地位再次得到巩固 不过名义上贵为霸主的晋国 在行事方式方面 完全没有霸主的样子 经常利用自己的地位来捞取好处 齐昭公死后 继位的齐义公是个有野心的人 他想重塑地区霸权 于是发兵攻打鲁国 鲁国见状 便向晋国求救 晋国得知齐义公私自攻打鲁国 甚是生气 赵顿派兵前去讨伐齐国 后来 齐义公用重金贿赂 晋国王公贵族 晋国收了钱之后 便不再过问此事 任由齐义公攻打鲁国 鲁国为了求和 向齐义公进贡了大批财物 才让齐国停手 此举让晋国的名声大大受损 然而 晋国并没有在此事件中吸取教训 后来又犯了一次更大的错误 当年宋湘公的时候 娶了周湘王的妹妹为妻 宋湘公死后 她的夫人守了26年的寡 但湘公夫人春心不老 恋上了一个名叫公子豹的年轻人 从辈分上来看 湘公夫人是公子豹的奶奶 但仍然无法阻止她追求爱情 为了让公子豹开心 湘公夫人想尽一切办法来满足她 最后干脆杀了宋昭公 并扶持公子豹上位 这是一件非常恶劣的弑君事件 晋国作为中原霸主 有义务对宋国新政府进行问责 但公子豹通过贿赂晋国的方式 不但没有受到惩罚 反而获得了晋国的认可 公子豹成为了正式君主 视为宋文公 晋国的行为 让其他诸侯国深以为耻 但敢怒不敢言 堂堂中原霸主 居然为了钱 而出卖其他诸侯国的利益 这让他们都没有安全感 对此 郑国颇有发言权 之前晋国曾承诺 会为郑国提出安全保证 但每次都姗姗来迟 郑国夹在晋国和楚国之间 危急时刻只能选择依附强国 这并非出自心甘情愿 但晋国不但不理解郑国的处境 反而指责他们首属两端 这让郑国非常委屈 如今眼见晋国形势如此不堪 郑国宣布脱离晋国联盟 转身投向楚国的怀抱 郑国的来头 让楚庄王欣喜不已 并萌生了北上中原的想法 公元前608年 楚国以郑国为跳板 对中原诸侯发起了攻击 目标直指宋臣两国 晋国得知后紧急发兵救援 但被楚军打得溃败 此意过后 晋国颜面扫地 郑国则凭借楚国的撑腰 主动承担起了进攻中原的任务 并一举攻陷了宋国 晋国为了重述权威 联合其他几个诸侯国前去讨伐郑国 起初他们下定决心一定要拿下郑国 但一见到前来应援的储君便落荒而逃 不敢与之正面硬杠 赵顿时代的晋国 虽有霸主之名 但与晋文宫时代相差甚远 因为赵顿是一位大臣 没有无限的权力 他头上还坐着晋灵宫 起初 赵顿还能完全掌握话语权 随着晋灵宫逐渐长大 他开始不断打压削弱赵顿 这也引发了晋国出现了严重的朝堂争斗 晋灵宫继位第二年 就曾想撤去赵顿的元帅之职 当时的晋灵宫只是一个孩子 不可能有这种想法 这种主意极有可能出自他的母亲沐营夫人 晋灵宫打算撤掉赵顿后 换成自己人 重新夺回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力 但此事打击面太广 还没等赵顿出手 军队傅元帅先刻就主动站出来敲打晋灵宫 提醒他不要忘记赵氏家族对晋国的贡献 十一 但紧接着 军队发生了一件刺杀案 傅元帅先刻被刺身亡 此次刺杀案是否与晋灵宫有关不得而知 不过 赵顿利用先刻的死大作文章 将晋灵宫阵营的将领全部清洗 使其成为一个光感司令 赵顿也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朝中的地位 经常以大臣身份主持国家大使 逐渐把晋灵宫架空 晋灵宫从小在养尊处优的环境中长大 身上染上了很多恶习 经常以杀人为乐 长大成人后的晋灵宫 对赵顿把持朝政的行为非常不满 决心铲除他 但赵顿是三军统帅 不可能通过正规方式打败他 于是晋灵宫选择用暗杀的方式除掉他 但晋灵宫派去的刺客被赵顿的勤政所感动 认为晋国拥有赵顿是国家之福 于是放弃了刺杀赵顿 为了不给晋灵宫留下把柄 刺客选择了自杀 刺杀失败后 晋灵宫仍不甘心 他事先在宫中设下埋伏 然后请赵顿前来赴宴 试图用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除掉赵顿 赵顿虽然想到 晋灵宫可能会对自己不利 但没想到 他敢如此明目张胆地下毒手 于是 只带了一名侍卫前去赴宴 在宴席间 晋灵宫突然下令让刀斧手诛杀赵顿 经过一阵厮杀 赵顿已经不知 眼看就要丧命 此时晋灵宫的队伍里有人倒戈相向 带领赵顿冲出了重围 使其幸免于难 晋灵宫的刺杀行为 让赵顿十分愤怒 随后 他指使自己的足弟赵川在桃园杀死了晋灵宫 晋灵宫死后 赵顿为了摆脱弑军的恶名 故意跑到晋国边境 假装逃跑 以此来看人们的反应 当他看到都城内没有出现异动 而且大家对晋灵宫的死没有感到悲伤后 他便安然返回了都城 晋灵宫的荒淫是众所周知的 国人对这位恶少年君主 没有多少好感 这些年 晋国仍然维系着霸主的地位 在国人看来 似乎全是赵顿的功劳 即便是晋灵宫的亲信 在国军被适后 也纷纷改变立场 赵顿的行为 虽然得到了民众的谅解 但没有得到史书的宽恕 当时负责记录史时的史官董胡 明确地作出记录 赵顿适其军 赵顿得之后 前去找董胡理论 他辩解称 晋灵宫多次派人刺杀他 而且晋灵宫死的时候 他正在晋国边境 此事与他无关 但董胡刚正不阿地回答说 杀害晋灵宫的赵川是他的足弟 而且 赵顿返回朝堂后 对赵川的罪行不管不问 如果没有赵顿的指使 恐怕赵川不敢做出这种行为 赵顿听罢哑口无言 只能任由董胡如实记录 此事让董胡获得了 刚正不阿的名声 也让赵顿获得了 古之良大夫的美称 晋灵宫死后 赵顿立公子黑屯为国君 视为晋成功 解决完内部矛盾后 赵顿把精力放在解决外部问题上 在与楚国对峙的过程中 赵顿没有选择与楚国短兵相接 而是用外交手段来争取中原诸侯国 郑国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 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 加上自身不是很强的实力 使得郑国成为了强头草 哪边强就依附于哪边 对此 晋楚两国都采取了默许的态度 晋成功上台后 便开始对郑国发兵 郑国看到来势汹汹的晋军 几乎为做任何抵抗 就宣布脱离楚国 重新加入晋国联盟 在此后的数年里 楚国也多次出兵郑国 为此 郑国又与楚国签订了城下之盟 到最后 郑国同时听从晋楚两国的指挥 彻底成为强头草 公元前602年 赵顿去世 细缺接替赵顿的位置 成为执政大臣 至此 赵顿时代宣告结束 在赵顿去世之前 晋国在对外霸业上 就无法与楚国相比 随着赵顿去世 晋国逐渐处于下风 楚国则在楚庄王的带领下 开启了新一轮的称霸之路 在楚庄王继位之前 楚国曾发生了一起 惊心动魄的政变 晋楚城仆之战后 楚城王准备策立商臣为太子 对此 大臣窦伯表示反对 他说 商臣过于残暴 不适合当国家接班人 楚城王没有听从窦伯的意见 坚持立商臣为太子 商臣得知窦伯反对自己后 对他心生恨意 并不断在楚城王面前进献谗言 使得窦伯被猜忌 后来 楚城王借故将其处死 窦伯死后的第二年 楚城王也感觉窦伯不太适合做太子 他想立王子职为太子 商臣听到风声后 变得手足无措 于是向自己的老师潘崇 请教应对之策 潘崇告诉他 如果不想做王子职的臣子 也不打算逃往国外 那就可以发动政变 起初商臣比较犹豫 后来狠狠心决定政变 公元前626年10月 商臣和潘崇开始了政变 他们率领自己的禁卫军包围了王公 完全没有戒备的楚城王 成为了阶下囚 此前还对自己毕恭毕敬儿子 如今却杀他 此时的楚城王才想起窦伯的劝告 只是为时已晚 商臣没有给父亲过多忏悔的机会 而是逼其悬梁自尽 大势已去的楚城王 带着遗憾与不甘结束了一生 曾经威风无比的南方霸主 最终也成为全力争斗的牺牲品 楚城王死后 商臣成功继位 他便是前面提到的楚慕王 楚慕王虽然残暴 但能力非常强 他上台后 一直延续对外扩张的政策 一路开疆拓土 谋求称霸中原的伟业 但大业未成 楚慕王刻然尝试 他死后 其子雄吕继承王位 视为楚庄王 楚庄王上台后 重用公子谢和斗克 但他们两人都是野心家 他们上台后 就要求楚城王给他们兵权 但被楚城王拒绝了 于是 他们联合起来发动政变 把楚庄王扣为人质 以此来要挟统兵在外的令尹子孔和太师攀虫让位 后来子孔和攀虫经过一旦精密的策划 成功将楚庄王营救出来 并杀死了公子谢和斗克 楚庄王经此一劫 感觉人生苦短 要及时享乐 因此 在他继位的前几年里 都是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由于楚城王不理朝政 导致楚国在北方的战果毁于一旦 公元前611年 楚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饥荒 此前 楚国南征北战 在南方吞并了数十个小国和少数民族 在楚国强盛时 尚且能控制这些国家 如今发生饥荒 这些小国家密谋发生叛乱 并以星火燎原之势席卷南方大地 一时间 楚国内外交困 国家处在崩溃的边缘 面对这样的乱局 楚庄王没有主动迎敌 而是选择迁都 打算将国都从颖都迁到板高 此举遭到了韦甲的强烈反对 他认为楚庄王此举是为了逃跑 不是君王应有的担当 而且他们能去的地方 敌人也能去 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韦甲提出反对迁都意见后 随后又给出了应对之策 韦甲的政策从细处着手 目光放得很长远 同时又具备可实施性 楚庄王最终采纳了他的建议 他下令调集各地方的粮食给军队使用 要求军队中的官员与士兵同甘共苦 吃一样的食物 享受一样的待遇 以此来提高士气 此时南方最大的叛乱势力是雍国 雍国与楚国相邻 调整完毕的楚军在两国边境 与雍军打了一仗 但出师不力 吃了败仗 少量士兵被雍军俘虏 虽然楚军损失不大 但这个战国给了雍国极大的信心 他们居然打败了之前不可一世的楚军 因此乘胜追击 试图歼灭更多的楚军 楚军看雍军士气正盛 索性佯装败退 为了进一步迷惑雍军 楚军一口气输掉了七场战斗 楚军此举让雍国产生了误判 而且这种误判是致命的 他们认为 疲于奔命的楚军已经不堪一击 根本不是自己的对手 此时应该一鼓作气将其拿下 就在雍国士兵出现代谢 甚至傲慢时 楚国人找来两支生力军助阵 秦国兵团与八国兵团 楚国人的目标 绝不仅仅是打败叛乱者 楚装王要把雍国从地图上抹去 正当雍国人自以为高枕无忧时 灾难降临了 集结完毕后的楚国军队 兵分两路 在紫月与紫辈的率领下 从两个方向分进合击 对雍国首都发动前行攻势 参战的还有以强悍著称的 秦国人与八国人 在秦国、楚国、八国的联合围攻下 雍军陷入了孤军作战的境地 此前的骄傲让他们放松了戒备 最终在三国大军的围攻下迅速溃败 最终国破人亡 平定完雍国叛乱后 其他叛乱国眼见楚国雄风犹在 加之他们是一盘散沙 因此又重新归附了楚国 这场由大饥荒引发的危机暂告安全 此次叛乱的直接原因是由大饥荒引起的 本质原因是 楚庄王碌碌无为 不理朝政导致的 看着不闻事事的楚庄王 楚国大臣们非常着急 其中 吴举和苏从两位大臣多次觐见 试图点醒楚庄王 但楚庄王不但不听劝谐 还下令再有禁见者一律处死 但吴举并未放弃希望 他打算冒死禁见 于是 用各种谜语典故 对楚庄王旁敲侧击 有一次他告诉楚庄王 他见过一只鸟 待在高山上 三年时间从来不起飞 也不鸣叫 以此来暗示楚庄王昏庸无能 吴举说完这些话后 已经做好了复死的准备 但此次楚庄王并未生气 而是告诉他 这只鸟不是普通的鸟 三年不动是为了坚定意志 三年不飞是为了丰满羽翼 此鸟不飞则已 亦飞冲天 不鸣则已 亦鸣惊人 这个答案让吴举听得热泪盈眶 认为国家有救了 于是等着楚庄王放弃 娇奢淫义的生活 专心处理朝政 但没过多久 楚庄王又回到了之前的老路 沉迷于酒色之中 另一位大臣苏从实在看不下去 决定冒死禁剑 楚庄王见状 便质问苏从 说他已经下令 禁剑者死 难道他们不怕死吗 苏从说 如果自己的死 能换来国君的勤政联名 他愿意献出生命 楚庄王听后陷入了沉思 他不但没有降罪苏从 还命人将酒席撤去 准备和苏从讨论朝政 自此之后 楚庄王像是变了一个人 他开始清理朝政 首先颁布了修生养息的政令 然后诸沙罢出了不合格的官吏 数百人 同时又把敢于禁剑的苏从 无举提拔上来 让他们来主持工作 经过三年的历经图治 楚国重新恢复了往日的强盛 北上中原的计划 又被提上日程 正当楚庄王不知从何处下手之际 郑国的意外来详 让楚国打开了北进中原的通道 也让楚庄王燃起了 称霸中原的雄心壮志 郑国归附楚国后 楚庄王以郑国为跳板 对中原发起了猛攻 目标直指陈国和宋国 陈宋两国紧急向晋国求援 晋国则集结其他诸侯国前来支援 他们在北林与楚军相遇 一向狂妄自大的晋军外强中干 在楚军的猛扑之下 灰溜溜地逃跑 楚庄王牛刀小事 给中原霸主一记下马威 这一战的胜利 虽然没向成仆之战有决定性的影响 但对提振士气与恢复信心 无疑有相当大的作用 北林战役后 楚国缩使郑国进攻宋国 并大获全胜 一举将宋国拿下 晋楚争霸 楚国已经抢的先手 连错进军后 楚国军危大震 公元前606年 楚军大举进攻位于伊川的一支 称为陆魂戎的部落 陆魂戎一路溃退 楚军一路追击 一直追到落水河畔 已经进入周王室的领地 楚庄王打着消灭陆魂戎的旗号 实际上是进攻周王室的领地 想当年楚国不过是周王室 分封的小小诸侯 如今风水轮流转 小诸侯摇身一变成为南方霸主 高高在上的周王室 则跌下神坛 楚庄王在落水河畔 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 威武雄壮的方阵 有条不紊的行径 赫声震天 数百辆战车卷起滚滚风尘 把河对岸的周天子 看得胆战心惊 周定王忐忑不安 这个所谓的天下公主 实则如同一个实力平平的诸侯 楚军的药物杨威令他坐卧不安 他害怕楚庄王会突然对自己用兵 为了一窥虚实 他派王孙满以靠军的名义 到楚军大营一探究竟 王孙满带着满车的酒肉 前去求见楚庄王 楚庄王想起当年自己的先祖雄通 因为自己的爵位太低 向周天子请求提高封号 但被无情拒绝的事情 心里怒火中烧 见到王孙满来到营中 他质问道 说周王室的传国之宝 是当年大宇铸造的九鼎 历经上千年的传承 不知道这九尊铜鼎是否还在 重量多少 楚庄王此番话说得非常直白 他问鼎之轻重 是暗示象征天下至高无上权力的九鼎 应该放在楚国 示威的周王室已经不配拥有九鼎 楚庄王本想凭借强盛的武力 恫吓王孙满 但王孙满却毫不畏惧地回答 他说 传国之宝在于德 不在于九鼎 这是告诉楚庄王 即便是拥有了九鼎 也不会成为天下共尊 楚庄王见王孙满毫无畏惧 而且没有出让九鼎之意 便告诉王孙满 如果周王室不愿意出让九鼎 他们楚国可以自己铸造 楚庄王之所以对九鼎如此耿耿于怀 是因为九鼎是权力的象征 在崇尚礼制的时代 君王特别在意自己的爵位 虽然楚国自立为王 但一直得不到中原的承认 在诸侯国眼里 楚国仍然是个子爵 国王只能被称为楚子 只有拥有九鼎 才能证明自己的合法性 王孙满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 面对咄咄逼人的楚庄王 他不卑不亢地回答说 大禹在位时 九州诸侯均心悦成福地归顺 因此 拿出自己的青铜 送给大禹 筑成九尊大鼎 但夏节荒淫无道 九鼎便从下朝转移到了商朝 后来 周氏推翻了残暴的周王 九鼎又从殷商转移到周氏 天子有道 鼎虽小却重 天子无道 鼎虽大却轻 因此说 在德不在鼎 周氏今虽衰微 然而天命未改 这九鼎的大小轻重 楚庄王暂时还不能过问 这番话彻底让楚庄王哑口无言 虽然周王氏已经示威 但依然有王孙满这样的能臣 而且各路诸侯还打着尊王的旗号 说明周王氏的国座尚未走到尽头 楚庄王便不再纠缠九鼎之势 应当顺应天命 于是 便从落水撤军回国 就在楚国在中原耀武扬威之际 已经完成全力更迭的晋国 再次稳定下来 公子黑豚在赵顿的支持下成为君主 是违禁成功 稳定的政治环境 让晋国有精力去稳定中原诸侯 公元前606年 晋成功集结大军进攻郑国 并一举将其拿下 又一次从楚军阵营转投至晋国阵营 楚国之所以没有发兵支援郑国 是因为楚国内部又发生了叛乱 发起叛乱的是令隐斗娇 令隐是一种官职 执掌国家政权 斗士是楚国的大家族 一直以来都身居政坛核心位置 斗娇的父亲此前担任楚国司马一职 执掌国家的兵马军队 成年后的斗娇子成复业 成为了楚国司马 担任楚国令隐的是斗娇的堂兄弟子班 斗娇为了争夺令隐的位置 与楚国另一位权臣 魏甲和谋害死了子班 斗娇如愿以偿地成为了令隐 魏甲成为了司马 但魏甲是一位野心家 想杀掉斗娇取而代之成为令隐 他的野心被斗娇察觉 于是两人反目成仇 公元前605年 斗娇发动政变 将魏甲杀死 他担心楚庄王兴师问罪 于是干脆下定决心 连楚庄王一起反 楚庄王刚经历大风大浪 不想再另起干戈 他派人向斗娇提出和解 为了表示诚意 他让斗娇从王室子孙中 挑选一人作为人质 楚庄王表示 只要斗娇交出兵权 就既往不救 但斗娇担心 这是楚庄王的圈套 不同意谈判 于是双方只能在战场上一决高下 为了尽快平定叛乱 楚庄王亲自到前线指挥战斗振奋士气 最终将叛军击败 斗娇在战斗中被斩杀 为了防止死灰复燃 战后 楚庄王下令将斗士一族全部斩杀 此次叛乱 虽然让楚国暂时陷入了动荡 但也让楚庄王清除了潜在的隐患 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位置 斗娇死后 孙叔敖成为楚国另引 他上台后 开启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在刑罚 政令 典制 礼仪方面 都做了详细的规定 并进一步完善 储君的纪律与制度 在选拔人才方面 他没有采取强硬的一刀切措施 而是兼顾王公贵族与平民的利益 同时 从他们中间任用人才 在对外战争方面 他制定出稳扎稳打的策略 有把握的杖要坚决出击 没把握的杖就坚决不打 通过这一系列的改革 使得楚国面貌一新 他们不再是蛮夷 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建制文化 稳定完国内环境后 储庄王再次把目光描向中原 而北上中原的第一站 依然是郑国 由于郑国夹在晋楚两国国家之间 使得他非常难做 最后彻底沦为墙头草国家 没有原则 没有立场 既听从楚国的号令 又顺应晋国的安排 以此来保全自己 起初 郑国的这种做法 得到了晋楚两国的谅解 毕竟夹在中间 确实难做人 但墙头草的风格 不能解决一个问题 那就是晋楚两国 在郑国问题上 发生直接冲突时 没办法同时兼顾 两个大国的利益 久而久之 楚庄王也不再接受 郑国两边倒的行为 准备发兵征讨 公元前六百年 楚庄王再次对郑国用兵 郑国见状 立马向晋国求援 此时的赵顿已经去世 接替他位置的人是细缺 他亲自率军前去支援郑国 并挫败了楚军的锐气 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 让民众很开心 但郑相公却陷入深深的担忧 虽然此次 郑国在禁军的帮助下胜利了 但楚国还会兵临城下 禁军并不能保证 每次都准时前来救援 想到此处 郑相公决定 再次向楚国投降 晋国得知郑国叛变后 联合其他诸侯国前来争讨 由于楚国救援不及时 郑国再次宣布叛变 加入晋国阵营 郑国的叛变频率 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但这却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 对于郑国百姓来讲 起初还有些国家情怀 后来他们发现 无论郑国导向哪一国 他们的生活都不受影响 于是 把郑国的来回叛变 当作茶余饭后的乐子 楚庄王眼见郑国叛变 再次派兵前去讨伐 晋国派士会率兵前去救援 并在营水击败了楚军 为了防止郑国再次叛变 晋国从各个诸侯国 抽取了一部分士兵 组成了一支防御部队 驻扎在郑国 以抵御楚国的入侵 公元前598年 楚庄王再度率军攻打郑国 留在郑国的防御部队 眼见楚军来势汹汹 没有过多抵抗就撤出了郑国 楚庄王不费吹灰之力 再次拿下了郑国 拿下郑国后 楚国又把目标 描向了与郑国相邻 夹在进楚之间的陈国 此次楚庄王攻打陈国 是打着平叛的旗号 陈国内部发生的这场叛乱 虽然规模不大 但非常令人大跌眼镜 陈国有位大夫名叫玉书 他有一位非常美艳的妻子 名叫夏基 玉书命短 他去世之后 夏基被陈国国君 陈灵公、大夫孔宁 一副三人同时看上 陈灵公不但没有独占夏基的念头 还主动与另外两人 一起分享夏基 更离谱的是 他们三人还穿着夏基的内衣 在朝中哗众取宠 此事让陈国大夫谢也看不下去 他痛批陈灵公三人的行为 陈灵公大为恼怒 默许孔宁 一副两人杀死了谢也 然后继续和夏基淫乱 公元前599年 陈灵公三人在夏基家淫乱完后 开始调侃夏基儿子夏征书的长相 言下之意 暗示夏征书并不是大夫玉书的儿子 而是夏基和别人乱伦的产物 夏征书听候大怒 当场便杀掉了陈灵公 孔宁和一副害怕夏征书追杀自己 索性跑到了楚国投降 陈国太子闻风之后也跑到晋国避难 夏征书看国军位置空缺 便自立为国军 楚国得知此事后 以平叛的名义出兵讨伐陈国 并升勤了夏征书 将其以弑君之罪处以车裂的酷刑 就此之后 楚国实现了对陈国的彻底控制 将其化为楚国的一个县 郑相公看到陈国被灭后 心里十分害怕 此前面对楚国的攻打 只要低头归顺 就不会有性命之忧 依然能安稳地坐在君王的位置 此次楚庄王灭掉陈国的行为 让郑相公心惊胆战 他害怕以后楚国会灭掉郑国 并将其化为楚国的土地 于是又转头进国 楚庄王眼见郑国背叛 并没急于前去攻打 而是反思自己对待陈国的方式 有不妥之处 于是主动恢复了 陈国的诸侯国地位 并归还了陈国的土地 以此来消除影响 解决完陈国问题后 楚庄王又转头处理 郑国叛变的问题 他像往常一样 把部队推到郑国城下 以为郑国建大军到来 会乖乖投降 没想到 此次郑国不但没有投降 反而抵抗得非常激烈 楚军连续攻城 十几天都没攻破郑国的城门 但郑国也到了防御的极限 很难抵挡住 楚国下一波攻击 此次郑相公没有选择投降 而是别出心裁地想了另外一个办法 他率领一大群人跑到郑国太庙痛哭 郑相公带头哭得撕心裂肺 情真意切 城中百姓健壮 也跟着放生痛哭 一时间 哭声弥漫在城市上空 郑国人的哭声不但打动了自己 也打动了楚国人 最后 连楚庄王都被感动了 他考虑到挨兵必胜 不宜继续攻城 于是下令后撤 郑国人利用楚军后撤的时机 抓紧时间抢修城墙 预防楚军再次来犯 没过多久 楚庄公从郑国人的哭声中 晚了过来 再次组织大规模工程 郑国一边积极防御 一边等着晋国来相救 但郑国一直等了三个月 都没盼来楚军的影子 最终郑国不敌 被楚军攻破城门 郑相公裸露上身 牵着一只羊主动出门投降 郑相公对楚庄王说 楚国作为胜利者 可以随意处置郑国 即便将郑国瓜分也可以 但如果楚国念及之前的情分 希望楚国可以把郑国 当作自己的一个县 他可以帮助楚国 继续治理郑国 楚庄王见郑相公 是个能屈能伸的人 必然平时也会取信于民 说明郑国还不到王国的地步 于是下令大军后撤三十里 已表示对郑相公的尊敬 并同意签订城下之盟 保全郑国 但郑国必须归附楚国 为了防止郑国再次反复跳墙 楚庄王要求郑相公派弟弟 前往楚国作为人质 相较于楚国的雷厉风行 晋国的行动非常迟缓 经过了数月的激烈争吵后 晋国终于决定去救援郑国 于当年六月份清朝出动 打算和楚国来一场大决战 但行至半路时突然得到消息 说郑国已经投降了 得知郑国已经投降的消息后 在是否继续前行的问题上 晋军内部出现了分歧 以寻林傅为代表的阵营认为 此时的楚军已经无懈可击 楚庄王在应对郑国归降问题上 有理有据 占据道德制高点 而且楚国内部已经十分稳定 尽管国家连年征战 国内的生产生活并未受到影响 另外 楚军现在人才济济 相互之间各自分工 通力合作 这样的楚军是不可战胜的 但另外一位晋军大将仙胡却不以为然 他觉得寻林傅的做法是懦弱的行为 在他看来 宁愿战死 也不愿做一个懦夫 于是率领自己的军队率先渡过黄河 独自前去挑战楚军 仙胡的行为 迫使晋军高层改变了计划 不得不全体出动 渡过黄河与楚军交锋 楚军得知晋军已经渡过黄河尾随而至时 内部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 楚庄王的宠臣午餐 主张与禁军决战 他向另引孙淑敖提议 让楚军继续北上与禁军决战 孙淑敖对午餐的建议置之不理 孙淑敖之所以这么做 一方面是因为楚国连年征战 此时需要休养生息 不能穷兵独武 另一方面是因为午餐是楚庄王的宠臣 所谓的宠臣就是供君王玩乐的男宠 论地位 宠臣是不能参与军国大事的 孙淑敖作为一代名臣 不想和这样的人为伍 午餐虽然是男宠 但也颇有谋略 眼见向孙淑敖建议吴国 他便直接向楚庄王建议 希望能北上迎击禁军 为此还给出了理由 午餐认为 巡淋赖刚任三军统帅不久 军中的威望不及之前的赵顿 部下不一定听从他的命令 而且禁军三军指挥系统非常混乱 战斗力大打折扣 此时主动前去迎敌 能出奇制胜 午餐说的并不无道理 但楚庄王心底里不愿意和禁军正面交锋 害怕遭遇失败 午餐作为楚庄王的男宠 看透了他的疑虑 于是 用激将法来劝说楚庄王 他说 楚国百姓都知道 此次出征是楚庄王亲自挂帅 如果不战而走 恐怕会影响君王在百姓心中的地位 这番话激起了楚庄王的好胜心 在国家利益和个人面子之间 他果断选择了后者 于是 当即下令掉头北上 已经渡过黄河的禁军 仍未达成一致 内部吵得不可开交 就在此时 楚庄王却派人前来谈判 希望双方以和为贵 原来楚庄王下令北上后觉得不妥 但又不能随便更改命令 他既想要面子 又不愿意与楚国交战 于是 想出了和谈的办法 禁君主和派眼见楚军主动服软 内心激动不已 但表面上仍故作镇定 和楚军使者谈判 最后双方达成一致 各自主动撤军 仙湖得知禁军同意求和 内心十分不愿 他跑去和楚国使者说 虽然双方同意和谈 但禁军出发时 禁国国军下达的是 主动营敌的命令 他将遵守禁国的国军的命令 继续与楚国一战 但这次和谈 虽然由于仙湖捣乱出了点问题 但很快 楚庄王又一次派使者到禁营 与寻林复达成和平协定 眼看一场千歌将歇 意外却发生了 有几个楚国勇士 为了展现自己的勇敢 公然对禁国人进行挑衅 他们三人驾驶着战车 在禁军面前耀武扬威 展示自己高超的战斗技术 同时还做出诸多挑衅的动作 完全不把禁军看得严厉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 他们还冲进禁军兵营 掳走了一名士兵 将他的耳朵割下来进行示威 完成这些挑衅行为后 他们又驾驶战车 返回楚军大营 楚军士兵得知三位勇士 对禁军的羞辱后 整体一片欢腾 但此事在同样有着 上午传统的禁军看来 简直是奇耻大辱 为了赢回面子 禁军也选出几名勇士 前去楚军阵前挑衅 一来二去 单兵之间的挑衅 变为小规模战斗 随后 小规模战斗 引起了大规模战役 就这样 一场本来已经掩齐息鼓的战争 就这样阴差阳错地爆发了 这便是有名的毕之战 在战争全面爆发之前 孙叔敖眼见苗头部队 于是下达了全面战争动员令 而禁国这边还未准备充分 三军统帅 循林复事前并未做好扩大战争的准备 甚至在战争全面爆发后 循林复依然幻想能通过河潭来制止战争 从这个层面来看 禁军已经处于劣势 而且从整体训练水平来看 楚军也更胜一筹 公元前597年6月 禁军和楚军爆发了大决战 在训练有素的楚军面前 禁军仅用了一天就败下阵来 世会是禁军中最有才干的一位将领 他认为禁军阵形已乱 没有反败为胜的可能 当前最重要的是保存实力 为了掩护大部队安然渡过黄河 完成大撤退 他一边派兵假装与楚军应拼 一边安排禁军有条不紊的撤退 使得禁军能够最大限度地保存实力 楚军大胜之后 有将领提出建议 把禁军士兵的尸体堆成一座高丘 在上面树立一块战功碑 以此来记录楚军的丰功伟绩 但楚装王拒绝了这个提议 他说五字是由纸歌二字构成 当年周武王战胜商咒 就收起干戈 寻求有德之人来治理国家 所以 他的武德受到千秋万代的景仰 周武王的武德有七个方面 禁止残暴 消极战争 保护国家 否定百姓 续定功绩 安和人民 丰厚财富 现在楚国对禁用兵 没有以上任何一项美德 古代英明的君主 捕杀不义之人 将他们的尸体堆成山丘 是为了惩戒邪恶 现在禁国无罪 禁国士兵是为国卫军进中而战死沙场 不能侮辱他们的尸体 从楚装王这段话可以看出 他虽然霸道 但霸道之中也充满了王道 此义过后 禁国无法在中原一带与楚国争锋 楚国凭借此义 势力到达了巅峰 一些实力不强的小国主动前来归附 楚国则成胜追击 把宋国定为下一个攻伐的目标 在征讨宋国以前 楚装王准备先拿下宋国东南的萧国 萧国只是一个弹丸之地 起初 楚装王并未将其放在眼里 认为只要大军开至萧国城下 对方就会不战而降 起料 萧国不但主动抵抗 还挫败了楚国的进攻 并俘虏了对方两员大将 宋国看出楚国的真实意图 出于纯王齿寒的考虑 宋国派兵前去协助萧国 如此一来 楚国攻城的难度大大增加 于是 楚装王派人前去萧国谈判 说只要他们释放被俘的两名楚国将领 楚军就会撤军 但萧国不但没照做 反而处死了两名楚国将领 楚装王得知以后暴怒 决心要踏平萧国 在绝对实力面前 萧国最终没有抵挡住楚军的进攻 不久之后 便被攻破城池 宋国见萧国灭亡 知道下一个就是自己 但此时的楚装王格外重视道义 讨伐他国的时候 必须师出有名 否则就不能很好地鼓舞士气 就有可能兵败者几 面对与自己无冤无仇的宋国 楚装王一时之间没有想出出兵理由 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为了寻找合适的出兵理由 楚装王制定了一个阴险的计划 他打算通过牺牲别人的方式来挑起事端 被牺牲的人名叫申州 二十多年前 申州跟随楚慕王征讨宋国时 宋国不战而降 当时 申州曾在众人面前羞辱过宋昭公 这对于异国之君来说 是一个奇耻大辱 楚装王得知此事后 便命申州出使齐国 由于出使齐国需要经过宋国 楚装王命他不用跟宋国通报 直接穿过宋国即可 申州知道自己以前羞辱过宋国国君 宋人对他恨之入骨 如果不事先通报 被宋人发现 肯定会被杀死 于是 申州拒绝了楚装王的请求 楚装王则直截了当地告诉他 如果他被宋国人杀死 他就会出兵为及报仇 申州听后 当即明白了楚装王的意图 但他无可奈何 只能领命前去执行 当申州穿过宋国土地时 宋国毫不犹豫地将其逮捕 并将其杀害 申州被杀的消息传回楚国后 楚装王当机立断 立马点兵前去征讨宋国 公元前595年 楚装王亲自率军前去攻打 很快便包围了宋国国都 自从申州死后 宋国就做好了战斗准备 准备和楚国决议死战 宋国自身战斗力并不是很强 之所以敢和楚国硬碰硬 是因为他们觉得 晋国一定会前来相助 当年成仆之战 也是楚国与宋国先开战 而后 晋文公率领晋军援救 最后大败楚军 但如今的国际形势 和晋文公时期相比并不一样 眼见宋国被围攻 周边的小国不但没有前来救援 反而主动讨好楚国 鲁国大夫孟宪子提醒鲁宣公 要想避免被大国欺负 就得提前主动上贡 等到大货临头之际再行贿就来不及了 如今楚国已经打到宋国 要提前做好准备了 鲁宣公听后 立马派人前去 向楚庄王进贡 以此来换取和平 宋国得知林国没打算前来相助后 只得硬着头皮继续和楚国对抗 战争一直从当年九月份 打到次年一月份 宋国唯一坚守下去的动力 就是寄希望于晋国发兵来救 此时晋国国军已经是晋景公 他打算出兵相救 错一错晋军的锐气 但大臣们却极力反对 他们说现在上天正眷顾楚国 不能与之争锋 晋国虽然强大 但不能违背天意 为了避免战争 晋国大臣已经把老天拿出来做挡箭牌 但晋景公认为 晋国是中原霸主 有义务保护诸侯国的安全 如果畏畏缩缩 有损晋国的威名 但又害怕再次落败 于是晋景公想出了一个计策 他派晋国大臣谢阳出使宋国 目的是告诉宋国军臣千万不要投降 并骗他们说 晋国的援军已经出发 很快就能到达前线 谢阳了解到具体任务受 虽然很难违情 但也硬着头皮去了 谢阳去宋国的过程中需要经过郑国 此时的郑国已经是楚国的附庸 他们便逮捕了谢阳 并把他交给楚国处理 楚庄王见到谢阳后 并未杀他 而是设宴款待 并承诺会释放他 作为交换条件 谢阳需要告诉宋国国军 晋国不会前来救援 谢阳为了自保 假装答应了 此时 楚军已经围城四个月 楚庄王急于结束这场战争 楚庄王把谢阳带上楼车 让他对城中的宋军喊话 谢阳登上楼车后 对着城内的宋军大喊 说进军的援军马上就到了 让他们一定要继续坚守 楚庄王听后 立马让人把谢阳拉下来 楚庄王虽然非常生气 但并没有杀谢阳 他认为说出去的话收不回来 即便杀了谢阳也于事无补 于是将其释放 从这个方面来看 楚庄王的胸怀足够宽广 宋军听完谢阳的话之后 报定了坚守诚实的决心 于是决心和楚军周旋到底 一直到了五月份 战争仍处于僵持阶段 此时 楚军已经围城超过了九个月 宋国已经淡尽粮绝 楚军出现了军心动摇 楚庄王担心晋国趁虚而入 于是打算退兵 但申州的儿子得知 楚庄王退兵的消息后前来哭诉 他说 自己的父亲用生命换来了 出兵伐送的机会 不能说放就放 楚庄王当初承诺为申州报仇 如果半途而废 就会让他失去信用 左右为难之际 一个名叫申叔的人 为楚庄王献上计策 他说现在宋国的心理承受能力 也已经接近极限 此时应该对宋国实施心理战 可以让士兵们假装在城外种地 制造出一种打持久战的准备 这样就能击溃宋国人的心理防线 让他们主动来详 楚庄王听吧 惊呼这是一条妙计 于是 命令士兵们脱下铠甲 准备开荒种地 宋军眼见储君不但没有撤退 还开始在城下种地 内心顿时慌了 没过多久 宋军统帅化缘便潜入楚军大营 找到楚军三军统帅子返 他告诉子返 宋军已经弹尽粮绝 支撑不了多久 他们的国军打算投降 但国军想要个面子 如果楚军能后退三十里 他们就主动来详 如果楚军非要签订城下之盟 宋军只有玉石俱焚了 很显然 宋军已经做好了投降的准备 只是想体面一点 对于这个要求 早已萌生退役的楚军王 选择了同意 为了防止宋军反悔 他们把化缘当作人质带到楚国 至此 历史九个月之久的围城战结束 楚国取得了全面胜利 晋国作为中原霸主 面对宋军被入侵 不但没有发兵救援 反而以欺骗的方式 让宋军陷入了尴尬境地 再次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这让晋国的威信大打折扣 此时的楚国已经如日中天 在楚庄王的有生之年里 晋军再也没敢与之争锋 四年后 再为长达22年的楚庄王去世 在他的执政生涯里 无论是对内治理还是对外扩张 都取得了不菲的成就 在晋楚争霸的过程中 楚庄王最终也全面占据上风 面对国内叛乱 他能从容面对 面对国际局势 他在先祖们的基础上 更上一层楼 当之无愧地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关于春秋五霸有诸多版本 但齐桓公 晋文公和楚庄王 在任何版本中都稳居其中 这也是后世对他们的肯定 他们的存在 也是春秋大时代的一个缩影 在碧之战中惨败的晋国 不敢继续和楚国针锋相对 他们把扩张重心 从南方诸侯国转移到了北方戎敌 对晋国来讲 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晋国一直和戎敌 保持着弱敌弱友的关系 当年晋文公流亡的时候 就曾在敌国待了很长时间 并娶了敌人女子为妻 在晋国横扫中原时期 敌人一直不敢进犯中原 后来 晋国在与楚国的争霸中处于下风 敌人则趁势而动 此前 晋国忙于和楚国争霸 无暇顾及敌人的侵扰 敌人则得寸进尺地 对晋国发起一轮又一轮的攻击 晋国在避之战惨败后 战败的主要责任人先胡 担心受到惩罚 于是派人到敌国怂恿敌人攻打晋国 只要推翻晋国政府 他就可以善后 不但能逃脱惩罚 还能捞取利益 在仙胡的唆使下 敌国对晋国发起猛攻 虽然晋军的素质比不上储君 但跟敌人相比 却是高了好几个档次 在强大的晋国面前 敌人被痛击 后来 晋国在俘虏口中得知是仙胡从中作祟 晋警公下令逮捕仙胡 并将其族人全部诛杀 随后 晋警公让巡林副统帅大军 前往征讨赤敌 作为中军元帅 巡林副对避之战的失利 负有相当大的责任 但晋警公仍然让他官复原职 这种信任 令巡林副感激涕零 决心以一场完美的胜利 报答国军的信任 经过一系列的战斗 晋军仅用了三个月时间 就将北方大部分遗族拿下 对遗族取得如此大的胜利后 晋警公想起了尊王攘仪 他安排了一场盛大的宪服活动 以表示对周天子的尊敬 周天子也非常合时宜地表达了对晋国的支持 这让晋国逐渐从被楚国打败的阴影中走了出来 继续雄霸一方 平定遗族后 晋国想拉拢齐国 虽然齐国自管仲齐桓公之后已经没落 但凭借深厚的底蕴 依然在东方继续称霸 公元前592年 晋国准备召开诸侯会议 于是派上军副司令细克出使齐国 细克是晋国的后起之秀 也是新任三军总司令士会的部下 派他前往齐国 是为了表示对齐国的尊敬 同时到齐国访问的人 还有鲁国、魏国和曹国的使者 但这四人身上都有生理缺陷 晋国的戏克是独眼龙 鲁国的继纹子是秃顶 魏国的孙良夫是脖子 而曹国的公子手是个驼背 齐寝公眼 四位使者各个都有特色 想拿他们的生理缺陷 逗后宫女人开心 故意搞了一场恶作剧 他安排四位同样有生理缺陷的马夫 为他们驾车 并让自己的母亲 以及后宫嘉丽 在帷幕后面观看 当他们四位依次走上台阶时 帷幕后面的女人们 发出响亮的笑声 这让四位使者极为恼怒 晋国使者戏克见状 立刻掉头走人 他回到晋国后 向晋景公汇报齐国 对晋国的侮辱 并请求发兵攻打 但晋景公不想得罪齐国 没有同意戏克的请求 在随后的诸侯会议上 齐景公派了四位使者 前去参会 四位使者听说 系克一直在伺机报复齐国 其中一位使者当即跑回齐国 与此同时 鲁、魏、曹三国 联合抗议齐国参会 晋景公眼见齐国引起了公愤 为了不得罪其他国家 他将齐国的三位使者扣押 本来晋国想与齐国联合 但因为外交使臣风波彻底交误 公元前591年 晋国与魏国联合出兵攻打齐国 并逼迫齐国签订城下之盟 鲁国眼见晋国报仇成功 也准备为之前被羞辱一事报复齐国 但鲁国实力有限 不是齐国的对手 于是鲁国向楚国求援借兵 当时楚庄王还在世 欣然答应了鲁国的请求 就在鲁国下达战书准备征讨之际 楚庄王突然病逝 齐寝公利用楚庄王去世的空档 立刻派人前去斡旋 并达成秘密协议 新上任的楚公王一改之前 楚庄王的政策 转而和齐国联合攻打鲁国 鲁国见状 立马派大夫赃宣到齐国求援 赃宣第一时间找到了细克 细克在国内是强硬派人物 加之此前被齐寝公侮辱 于是满口答应鲁国的请求 并说服了晋景公出兵讨伐鲁国 得到晋国的承诺后 鲁国决定攻打齐国 公元前589年春季 齐鲁战争爆发 齐寝公的男宠鲁仆被俘 齐寝公非常心疼 他向鲁国放话 只要能释放鲁仆 他愿意就此撤兵 鲁国人对齐寝公恨之入骨 直接把鲁仆杀死 将尸体挂在城墙上示众 齐寝公健壮大怒 亲自在战车上雷鼓鼓士气 在齐国强大的攻势下 鲁国形势岌岌可危 为了缓解鲁国的压力 魏国统帅孙良夫 立马率兵攻打齐国 由于此前 孙良夫也被齐寝公羞辱过 所以 魏国人对攻打齐国也非常积极 但魏国毕竟是一个小国 与齐军相遇后被打得溃败 孙良夫认为 只有拉靖国进来 才能解决当前的危机 于是亲自前往靖国 找系克班救兵 一同前往晋国的还有鲁国使者张宣 此前 鲁国虽然和晋国达成协议 但晋景宫却迟迟不肯出兵 刑急之下 系克带领两位使者去找晋景宫 并警告他 说魏国与鲁国都是晋国的重要盟国 如果此时不支援他们 后续齐国与楚国联合起来 拿下他们两国 晋国在东方的势力将受到重创 楚国会席卷中原 届时 晋国也不能独善其身 在系克的软硬尖尸下 晋景宫终于同于发兵 为此 系克向晋景宫申请了一支 晋国战史上最大规模的军队 浩浩荡荡地开往齐国 准备一雪前耻 面对来势汹汹的晋国大军 齐景宫并未感到害怕 反而有一丝兴奋 他想利用此次机会大败晋国 重塑齐桓宫时期的霸主龙光 于是主动下达战书 约定双方决战时间 没过多久 决战的日子到了 双方都严阵以待 而且士气饱满 齐景宫迫不及待地发起攻击 他身先士族的驾驶战车 往晋国大军冲去 系克也不甘示弱 亲自雷鼓为将士们加油打气 在一阵阵战鼓声中 双方将士进行了惨烈的厮杀 系克在雷鼓的过程中 被齐军的流石所伤 但他没有停下停止雷鼓 而是咬牙坚持 到最后实在坚持不住了 便想停下雷鼓 但他回头一看 自己的战车驾驶员 手臂上插着一支剑 身边的战车右护卫 也都不同程度的受伤 而且比他严重很多 系克剑撞 不好意思临阵退缩 于是硬着头皮 打起精神强行雷鼓 并冲锋在最前面 晋军见自己的主帅 如此勇猛 发了疯一样 向齐军冲去 齐军虽然实力不弱 但作战经验不如晋军丰富 晋国士兵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 早就习惯刀林剑雨的血腥战场 渐渐地 齐军顶不住了 防线很快就被突破 遭遇战变成一边倒的追击战 齐军支撑不住 开始溃退 一直败退到滑不住山地区 晋军紧紧咬住不放 齐军就顺着滑不住山的山路地带逃 晋军在后面追 就这样绕圈子 绕了滑不住山三圈 晋军司马韩爵一马当先 亲自驾驶战车去追击齐寛公 一般来讲 他应该站在战车左侧 驾驶员居中 右侧还有一名护卫 齐寛公见他像是身份显贵之人 便吩咐左右不要射杀他 因为射杀君子有违武士精神 便下令射杀左右两侧的护卫 韩爵见护卫身处险境 把他们挡得身后 继续驾驶战车 追逐齐寛公 这便是春秋时期的武士精神 面对敌人不偷袭耍滑 对待下属倾力相护 春秋时期之后 武士精神基本上被抛弃 兵不厌诈成为了主流 面对韩爵的穷追不舍 齐寛公的战车护卫 冯丑妇心生遗迹 他提出和齐寛公互换衣服 没过过久 韩爵就追上齐寛公的战车 他此前没见过齐寛公 便凭借衣服来判断 韩爵见冯丑妇一副 国君的模样坐在车上 他便按照当时的礼仪 手持马的缰绳 徐徐走到冯丑妇跟前 先礼后兵 又是敬酒又是献狱 说了几句客套话 然后把他抓了起来 冯丑妇趁韩爵客套之计 以命令的口气 让伪装成护卫的齐寛公前去取水 齐寛公心领神会 借机逃脱 然后韩爵带着冯丑妇 到戏克面前领赏 戏克此前监国齐寛公 自然认得他的模样 他见到韩爵带来的 并不是齐寛公 才知已经上当 他打算杀掉冯丑妇来消怒气 冯丑妇却为自己辩解说 自古以来 从未有一位肯冒充国君 并为之承担祸患的英雄 如今有一位这样的好汉 站在面前 阁下要杀他吗 此话一出 不但打消了戏克的怒气 还让他肃然起敬 并将他释放 冯丑妇凭借自己的机智勇敢 不但为齐寛公解了围 也赢得了对手的尊重 齐寛公逃脱后 立马重整残兵 多次冲入禁军阵营 试图营救冯丑妇 以报答救命之恩 作为一名君王 能做到这一点也实属不易 禁军看到齐寛公 带领残兵前来营救 禁军不但没有杀他 反而在战前为其拍手喝彩 可能士兵都希望 为这样的君王效力 春秋时期的战争很残酷 但也处处充满了贵族精神 武士精神 这场战争以齐国失败而告终 因为会战地点在安地 这场战争也被后世称为安之战 战后 齐寛公派人向细克求和 细克提出两个要求 其一 把齐寛公的母亲送来晋国当人质 其二 把齐国的田地都改为东西方向 细克的第一个要求是为了一雪前池 归还齐寛公之前对自己的侮辱 第二个要求 则是让齐国重新修整道路 在农耕时代 道路的走向 基本上都依照田母的方向 让齐国把田地改为东西走向 就是让齐国把道路修成东西走向 为晋国后续发兵齐国 提供便利 面对这两个苛刻的要求 齐国特使据理力争 但细克不为所动 坚持要求齐国人遵守 后来 齐国特使表示 可以献上宝物和部分土地给晋国 以示诚意 如果晋国坚决不受 齐国就重整兵马与晋国决议死战 看到齐国特使态度如此坚决 鲁国和魏国不淡定 他们害怕把齐国逼得太紧 会促使楚国介入 他们只想出出气 不想得罪楚国 于是 主动找细克为齐国求情 细克感觉到之前的条件过于苛刻 眼见鲁国 魏国前来说情 便顺水推舟 答应了齐国的要求 安之战过后 晋国已经彻底从 避之战失败的阴影中走了出来 并捍卫了自己北方霸主的地位 而齐国的势力大大被削弱 无力与晋国对抗 眼见晋国取得胜利 楚国坐不住了 准备立兵木马北上中原 为此 楚国派出使者联合齐国 让他们做好配合工作 此次前往齐国的使臣名叫乌臣 除了申卑出使齐国的任务外 此次乌臣北上还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为了美人下击 前面已经讲过部分下击 在陈国的风流运势 因为一个女人闹得陈国家国破败 当时 楚庄王拿下陈国后 被夏基的美貌所吸引 他想把她招至后宫长期霸占 乌臣见状出来阻止 他说 夏基是个不祥的女人 如果霸占她 可能会为楚国招来灾难 楚庄王不是个昏君 他感觉乌臣说的有道理 便打消了霸占夏基的念头 楚庄王退出后 楚国三军统帅子返 看上了夏基 想惧为己有 此时 乌臣又出来阻止 说夏基此人克服 娶了他对自己不利 子凡听后也打消了念头 乌臣之所以如此 苦口婆心地劝说 别人放弃对夏基的战友 并非因为他正直 而是他想把夏基占为己有 当他第一眼看到夏基时 便失魂落魄 发誓此生一定要得到他 于是接连劝退了楚庄王和子凡 但接连劝退别人后 自己也不敢在楚国下手 否则就会被认为是 欺君往上 结果夏基被楚国 另外一位官员 乡老捡了漏 仅仅过了一年 乡老在避之战中战死 尸体也被楚国人抢走 乡老死后 他的儿子黑药 贪恋自己后妈的美色 整天想着跟夏基通奸 乌臣见状 不想继续等待 主动前去 向夏基表明够合之心 夏基被他泉水般喷涌的爱感动 打算接受乌臣 不过夏基已经是楚国人 不能随意离开楚国 为此 乌臣想出一条计策 他暗地里买通郑国使臣 让使臣转告楚庄王 说乡老的尸体已经在郑国 但必须由夏基前去认领 对于郑国使臣的说辞 楚庄王半信半疑 乌臣见状在一旁添油加醋 让楚庄王相信了郑国使者所说为真 于是 同意放行夏基前去认领尸首 夏基临行前对楚国官员说 如果找不到乡老的尸体 就不回楚国了 表现出一副十分忠贞的样子 将夏基送到郑国后 乌臣还不能娶他为妻 直到楚庄王去世后 乌臣认为时机已到 恰巧楚共王需要派人前去出使齐国 乌臣便主动领命 临行前把自己的家产全部变卖 准备和夏基共度下半生 乌臣领命出使齐国后 行至郑国便止步不前 他让人把送给齐国的礼物 带回楚国 然后带着夏基准备逃往晋国 因为晋国和楚国处于争霸阶段 只要到晋国才能让夏基逃过楚国的追捕 乌臣来到晋国后 在戏克的儿子戏智的举荐下 成为了晋国的行大夫 乌臣和夏基远走晋国的消息传到楚国后 自反猝意大发 本来属于自己的美女被人拐跑了 心里愤懑不平 他向楚共王提议 用贿赂的手段来离间乌臣与国军的关系 楚共王选择了拒绝 他告诉子反 如果乌臣对晋国有用 即便花钱贿赂 也很难离间他们的军臣关系 如果乌臣没用 即便不花钱 早晚也会被弃用 子反听罢 只能哑巴吃黄连 任由乌臣和夏基独自逍遥 乌臣风波过后 楚共王并未放弃北上的计划 公元前589年 楚国另隐 子仲 率领大军北上 目标直指鲁国与卫国 这是后楚庄王时代 楚国的第一次大举用兵 楚庄王时期对外战争的胜利 离不开国民的支持 在出征之前 他做了几件汇集人民的事情 其一 楚国举行全国普查 国民欠下政府的租税 一律免除 其二 对孤苦无依的百姓 国家给予救助 其三 赦免国内罪犯 编入军队 楚国常年对外用兵 但国内政治一直比较稳定 这与楚国政府重视民生是分不开的 面对来势汹汹的楚军 卫军节节败退 很快便主动投降 随后 楚军又剑指鲁国 鲁国选择不战而降 并主动赠送一百名工匠 织布公给楚国 还从王室中挑出一批人 送到楚国做人质 借着两战全胜的余威 接着 在鲁国蜀城召开了一次诸侯会议 参会的诸侯国多达十四个 除了晋国没来之外 创下历任诸侯国会议 参加国数量之最 除了晋国没有参加之外 几乎所有的中原诸侯悉数到场 晋国见楚国士气正盛 选了碧齐锋芒 公元前五百八十八年正月 诸侯国会议结束 晋国见楚军已经撤军南返 于是 晋国以讨伐郑国为名 要求鲁国 宋国 魏国 曹国 一同前往 这些小国不能拒绝晋国的号召 于是应声前往 五陆联军浩浩荡荡杂杀向郑国 结果行至半路被郑国伏击 除了晋军保持阵型外 其他联军一哄而散 晋军见状只好撤退 此时 晋楚双方尚处于势均力敌的阶段 虽说 楚国此前成功召开了大规模诸侯会议 但那些小国都是墙头草 只会做表面文章 根本不会为他们出力 只有郑国这样彻底归附的国家 才可能尽心尽力 此前由于楚庄王赦免了郑国 对此 郑国一直对楚国忠心耿耿 但后来 楚国在处理郑国与其他小国矛盾的时候 伤害了郑国的利益 郑道公心有不甘 但又不敢跟楚国翻脸 于是派人前去晋国 商讨脱离楚国 归附晋国事宜 晋景宫见状大喜 立马派人前去 和郑国签订盟约 因为楚共亡的一次偏袒 拱手把郑国推到了晋国阵营 面对郑国的背叛 楚国再次前去征讨 公元前584年秋天 楚国另隐 子仲 新帅大军侵入郑国 已经从失败阴影走出来的晋国 给了楚国当头一击 此时的楚国才意识到 晋国已经完成了战备升级 摆脱了之前恐惧楚军的心理阴影 为了进一步取得晋楚争霸的胜利 投降晋国的楚国旧臣乌臣 提出一个策略 其核心内容是 在楚国大后方培植一个势力 共同来对付楚国 而这个势力就是乌国 乌臣之所以如此积极地为晋国出谋划策 是因为他叛逃至晋国后 他的族人遭到了大清洗 整个家族都被屠戮殆尽 乌臣制定的这个策略 就好像在楚国背后插上一根刺 乌国是与周王朝同脉同性的国家 乌国的建立者是周文王的叔叔泰伯和仲雍 他们为了避免与自己的弟弟激励争权 主动来到了这片蛮荒之地 把中原文化带到了这片区域 后来周武王把这片区域封为吴国 到了晋楚称霸时期 吴国还是一个小国 他们学习楚国的方式自立为王 在晋景宫时期 吴国的国王是寿梦 乌臣连吴抗楚的建议得到晋景宫认可后 他便主动请英出使吴国 并带去了中原地带的战车 吴王寿梦是一个很有雄心报复的人 他对乌臣的来访表示了欢迎 并很爽快地答应与晋国建交 此后 乌臣将带去的50辆战车送给吴国 并留下了一批军官 在晋国军官的帮助下 吴国军队的作战水平突飞猛进 为了检验自身的战斗力 吴王寿梦当即率人前去攻打楚国 并取得了胜利 在这场战争中 吴国军队的战斗力令人惊叹 眼见吴国迅速崛起 晋景宫出现了担忧 他害怕吴国会成为下一个楚国 于是 趁吴国未强大之前软硬兼施 打消其觊觎中原的野心 此时的吴王已经感觉到 晋国对自己的打压 但两者还未出现大的矛盾 因为两者在对待楚国问题上的利益 是一致的 晋国一边与吴国联合起来对抗楚国 一边利用各种机会 与楚国寻求和谈 公元前582年 晋景宫在巡视军府的时候 看到一个楚国俘虏名叫忠仪 晋景宫见他仪表堂堂 并从他口中得知楚共王的一些信息 为了表达诚意 晋景宫把忠仪放回楚国 忠仪回到楚国后 向楚庄王汇报了晋国寻求和谈的愿望 楚共王听后非常欣慰 并决定派太宰公子陈出访晋国 晋景宫对楚国的来访非常高兴 并于次年派使臣前去回访 有了这几次交流 晋楚之间的关系迅速升温 就在关键时刻 晋景宫突然去世 给两国关系增加了不确定性 晋景宫是晋国由衰转胜的人物 他刚接手晋国时 晋军刚经历了避之战的失利 后来经过他不断力经图治 才使得晋国重新与楚国分庭抗礼 晋景宫去世后 晋立宫继位 由于晋景宫突然病逝 晋楚之间的谈判陷入僵局 后来宋国执政大臣华元 凭借自己与晋楚两国首席大臣不错的关系 初和两国进行了会谈 公元前579年 在华元的努力下 晋楚两国达成了久违的和平协议 晋楚之间的这次和解 也被称为是米兵之会 这次和解并不是双方打心底里祈求和平 而是双方势均力敌 谁也无法打垮对方时的妥协性产物 同时也是以宋国为代表的中原诸侯 在饱受战乱后 希望实现和平的一种意愿 一旦实力天平发生倾斜 和平局面会立马被打破 晋国利用和楚国休战的机会 准备拔除西部的最大威胁秦国 为了占据道义制高点 晋国在出兵前 派人给秦国送去一份绝情书 把几十年来双方的恩怨都推到秦国头上 并以此作为出兵的理由 随后 晋国便纠集了九路诸侯 一起攻打秦国 为了一举拿下秦国 晋国几乎是清朝出动 在如此强大的攻势下 秦国被打得溃败 晋国对秦国的行动 让楚国人产生了怀疑 他们觉得米兵之会 只是晋国的一个幌子 后续晋国还会和自己兵戎相见 公元前576年 晋力宫召集了诸侯会议 以此来确定 晋国在中原的霸主地位 面对晋国的不断扩张 楚国内部 关于北上中原的呼声越来越高涨 后来楚公王也认为 如果再不出兵北上 楚国在中原的战果 会被晋国一点点蚕食掉 公元前576年 楚公王对郑国大举进犯 随着楚国开始攻打郑国 证明之前的米兵和约 只是一张废纸 面对楚国攻打郑国 晋国并没有出兵援助 而是派人到吴国进行斡旋 并邀请吴国加入 以晋国为首的中原诸侯联盟 此举让楚国非常被动 为了突破晋国吴国的包围圈 楚公王打算拉拢郑国 他先是撤掉攻打郑国的军队 然后又派人出使郑国 表示楚国愿意割让鲁音之地给郑国 以此换取郑国结盟 这个条件实在出乎郑成功的意料 在他看来 投靠楚国与投靠晋国 本质上并无不同 但现在郑国可以捞得好处 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郑成功答应 楚公王的条件 背叛晋国转而与楚国结盟 至此 晋楚之间的米兵协定 彻底成为废纸 晋国为了巩固自己的霸主地位 于公元前575年4月 再次大举南下进攻郑国 郑国获悉 晋国清朝出动的消息后 紧急向楚国求援 楚公王收到求救信息后 丝毫不敢怠慢 立马率领大军前去支援 后来 晋楚双方在燕陵相遇 双方对峙了大半个月之后 楚公王最终决定主动发起攻击 由此 一场世纪大决战开始 双方一直从早打到晚 双方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失 但仍未分出胜负 在此役中 楚公王被射瞎了一只眼睛 到了晚上 双方各自明金收兵 准备第二天继续开战 但在当天晚上 楚公王就下令秘密撤退 楚公王此次撤退是因为无奈 因为当天晚上 楚军统帅子反赫得不省人事 楚公王害怕务事 因此选择了撤退 第二天 紫凡得知自己喝酒务事后 内心十分愧疚 虽然楚公王特地派人前来告诉紫凡 不要自责 但紫凡为了维护自己的荣誉 选择了自杀 这次战斗 是继成仆之战 毕之战之后 晋楚之间发生的第三次大规模交锋 但这场战争 并未打破两国之间的军事 双方还是回到了之前的状态 这场战争被称为燕陵之战 燕陵之战结束后不久 公元前574年 郑国居然主动攻打晋国城池 一向夹在晋楚两国之间艰难生存的郑国 在困难中 不断锤炼了自身意志 并将士兵战斗力提升了好几个档次 除了晋楚两国人 中原上最强的国家当属郑国 晋国眼见郑国在自己太岁头上动土 气不打一处来 立马联合其他诸侯合力讨伐郑国 楚国见状也不甘示弱 也立马派兵前来参战 晋国此次出兵只是想吓唬一下郑国 眼见楚国前来救援 晋国便率领其他诸侯国撤退了 此后不久 晋国内部发生了政变 由于晋国各大家族和君主之间的矛盾越来越严重 最后发生了政变 公元前573年 晋立公被鸾叔等人合谋杀死 晋立公死后 鸾叔等人拥立晋道公继位 晋道公继位时刚满14岁 很多人在这个年纪还是个不安事事的孩子 但晋道公从小见过了太多权术争斗 因此非常早熟 他不想做傀儡 于是联合韩爵扳倒了鸾叔 随后把朝中重要位置都换成自己人 以此来加强控制 解决完内部矛盾后 晋道公又开始回到晋楚争霸的问题上 为了把郑国争取回来 晋道公做了周祥细致的安排 最终成功让郑国主动拖了楚国阵营 重新回到了晋国怀抱 看着郑国逐渐远去的身影 楚公王自认为 实力已经不如晋国 于是 并为主动前去攻打叛逃的郑国 而是缓和了一段时间 楚国的暗兵不动 让郑国形成了错觉 以为是楚国人害怕自己和背后的晋国 高傲自大的郑国人决定挑衅一下楚国 公元前565年 郑国主动攻打已经归附楚国的蔡国 并顺利地击败蔡国 楚国见郑国如此嚣张跋扈 于是 派大军直接兵临郑国城下 没想到 郑国只是纸老虎 眼见楚国大军到来 再次选择背叛晋国 加入楚国阵营 为了面子上能过得去 郑国还单独派使者到晋国解释背叛的缘由 表示自己这么做也是身不由己 但晋国不信这一套 再次集结各路诸侯前去讨伐郑国 眼见晋国率领大军来伐 郑国又祭出了生存法宝 投降 对郑国来讲 这是他们的既定国策 无论是晋国还是楚国 亦或是未来某个强大的国家 只要是打不过就选择投降 如果没有史书记载 很多人会觉得 这段历史就是个笑话 但郑国的行为是真真切切发生的事情 郑国投降后 晋国为了防止郑国反悔 于是双方签订了一份盟约 承诺相互忠诚 如有违反 就会遭到神灵的诅咒 听到此处 郑国心里没底 为了不被诅咒 他们表示 只会服从于强大且兼具道义的国家 晋国一听 心里也急了 郑国这种说辞 分明是给自己留退路 就这样 两国在激烈的争吵中 匆匆签署了忠诚盟约 但这种盟约的可信度几乎为零 只有傻子愿意相信 果不其然 晋军签完盟约后 刚离开郑国没几天 郑国便马上派人和楚国秘密解除 表示自己迫不得已 才和晋国结盟 其实心里一直对楚国恋恋不舍 晋国得知郑国搞小动作 又集结了其他诸侯国前来讨伐郑国 此时 距离双方签署忠诚盟约 仅仅过了一个月 但跟随晋国出征的其他诸侯国 已经疲惫了 他们不想再玩这种无聊的游戏 于是一路上心不在焉 晋军眼见大家士气低落 还未到达郑国便半路而归 郑国见晋国大军退去 十分欣喜 可还没高兴多久 又传来楚国来罚的消息 虽然郑国之前派人向楚国解释了背叛的原因 但楚共亡并不认可郑国的说辞 对于这种背叛行为 必须给予惩罚 郑国眼见楚国大军来讨 想必大家都预料到结果了 没错 郑国又选择了投降 不得不说 也就是在春秋这样的时代 郑国才能这样来回跳墙 放在往后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 郑国恐怕会遭受屠城的惩罚 晋国眼见郑国再次导向楚国 此次他们没有新兵前去讨伐 而是把目光放到了西部的秦国身上 打算拿下秦国后再去攻打郑国 就在晋国出兵秦国之际 郑国却主动联合楚国 对晋国的铁杆小弟宋国发起了进攻 宋国自知不敌 紧急向晋国求援 晋国见状 不得不回撤 前去援助宋国 为了打退郑楚大军 晋国集结了11个诸侯国 发兵攻政 在来势汹汹的大军面前 郑国又选择了改齐意志 郑国未选择投降之前 楚国人已经提前预判好了郑国的举动 于是把大军挺进到营水 而晋国也不甘示弱 和郑国签订盟约后 率领郑国在内的联军也抵达营水 和楚国隔江形成对峙 晋国本想凭借此举下退楚军 但楚军不但没有撤退 还有跃跃欲试的迹象 晋军主帅面对这种形势 内心开始打起了退堂鼓 晋军主帅的心思 被郑国敏锐地捕捉到 郑国见晋国无意与楚国兵戎相见 于签订盟约的当天 偷偷率兵离开了晋国盟军驻地 返回郑国 晋国眼见郑国再次出尔反尔 将士们一直要求讨伐郑国 但晋军主帅却说 如果此时攻打郑国 楚国一定会渡河前来相助 这对晋国不利 早就蒙声退役的晋军主帅 给自己找了个台阶 带领十一国联军撤退了 由于郑国反复骑墙倒戈 导致他们在诸侯国之间的名声极差 连国内的老百姓也看不起国军 于是郑国痛定思痛 觉得不能继续做墙头草了 必须选择一方 并坚定地跟随下去 经过郑国大臣们的一致讨论 大家想出一个妙计 那就是引起晋楚之间的大决战 让晋国一次性把楚国打的生活不能自理 这样就可以坚定地跟随晋国 不被楚国骚扰 为了引起晋楚决战 郑国人想了一出苦肉计 他们先主动攻打 晋国的铁杆盟国宋国 引得晋国率领十一路诸侯前来相救 然后郑国再誓死抵抗 等待储君前来救援 让晋楚两国在郑国发起大决战 郑国的计划设想得很好 但执行的时候出现了意外 由于吴国在大后方不停地骚扰楚国 使得楚国无暇顾及郑国 就这样 郑国白挨了一顿揍 被揍后的郑国非常不甘心 他们趁晋国撤军之际 主动向楚国投降 以此来激怒晋国 果不其然 一向好脾气的晋军主帅 彻底被激怒了 便再次集结大军 前来讨伐郑国 郑国眼见晋国被激怒 于是给楚公王去了一封信 大意为如果楚国不能打败晋国 以后郑国将彻底归附晋国 不再和楚国做朋友了 楚公王看完信后暴跳如雷 但想想南方还有吴国这个大威胁 南北两线作战的压力太大 不能冒这个险 便把怒气忍了下去 郑国精心设计策划的一个布局 最终 因楚公王没有上钩 而宣告破产 眼见楚国无意决战 郑国便彻底倒向晋国 此后的几十年里 由于楚国一直和吴国纠缠 郑国一直归附于晋国 暂时解决完楚国的威胁后 晋国再次把目光描向了秦国 从晋文宫开始 晋国已经称霸七十多年 但他们也明白 要想在中原保持绝对的霸主地位 必须打败秦国 为此 晋国召集了其他十二个诸侯国 组成十三路大军往秦国进发 试图让秦国不战而降 但秦景公知道 所谓的十三路诸侯只是面和心不和 他没有被吓到 而是选择主动迎战 晋国组织的十三路诸侯还未开战 便发生了内讧 由于新上任的禁军主帅威望不够 震慑不了其他诸侯 他一怒之下带领禁军撤退了 眼见禁军撤退 其他诸侯也纷纷撤退 只剩下几个不甘心的将军 为了自身荣誉 冒死与秦军作战 但很快被秦军击退 十三路诸侯浩浩荡荡的伐秦之旅 以一种戏谑的方式结束 公元前558年 也是伐秦之战的第二年 年仅30岁的秦道公去世 他的去世对晋国来讲 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自此之后 晋国国军基本上成为了摆设 首席执政大臣成为国家实际主导者 而楚共王则比秦道公早两年去世 至此 晋楚争霸逐渐进入到尾声 此时北方的齐国正在崛起 南方的吴国也越做越大 在晋国无暇顾及楚国的日子里 吴楚之间发生了多次战斗 但都未伤及对方的根基 公元前549年 吴楚之间爆发了一场水战 这是华夏历史上 有记录的第一次水战 这次水战 双方都未取得明显的效果 因为这是第一次关于水战的尝试 说白了都不知道怎么打 此战过后 吴国改变了策略 他们没有直接和楚国正面硬杠 而是慢慢剪除长江上游 归附于楚国的小国家 以达到慢慢蚕食楚国的目的 但这支新兴力量 在老牌帝国楚国面前仍然略显稚嫩 在之后的博弈中 吴国吃了大亏 最终不得不修生养息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 都没进犯楚国 中原大帝经过一百多年的战乱 各个国家都疲惫不堪 他们内心深处开始渴望和平 并希望有一个人能主动出来 承担促进和平的任务 公元前546年 在宋国担任左师一职的相须站了出来 他先后出访秦国、晋国、齐国和楚国 向他们表达了和平主张 在相须的不停斡旋下 华夏大帝上的四大强国均表示 同意结束外部战争 实现永久性和平 就这样 华夏大帝第二次米兵协议就此达成 在掩齐西谷的这段时间里 郑国在资产的带领下强势崛起 齐国也完成了复兴 晋国则在内乱中不断盘整 最后形成了六卿轮流执政的制度 所谓的六卿就是晋国境内的六大家族 分别是赵氏、韩氏、魏氏、范氏、中杭氏、智氏 这六大家族约定 上一任执政大臣去世后 则轮流到下一个家族推选出的接班人 担任执政大臣 而晋国的君主已经没有实权 成为了国家的吉祥物 米兵会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为彻底断绝诸侯们对外扩张称霸的野心 公元前538年 楚灵王召集诸侯大会 以确认楚国的霸主地位 这次会议让晋国感受到了威胁 楚国的野心也逐渐暴露出来 公元前537年 楚国对吴国大举用兵 最终在吴国的顽强抵抗下 楚国无功而返 在此后的几年里 楚国不停地对周边国家发起功法 让周边诸侯国都感到不安 公元前531年 楚灵王突然大举对蔡国用兵 并斩杀了蔡灵侯 此举相当于撕毁了米兵协议 晋国作为北方霸主 不能无视楚国的行为 于是晋楚之争再次被摆上台面 公元前529年 晋国出动了4000辆战车 举行了大阅兵 作为对楚国的震慑 但楚灵王依然我行我素 到处穷兵独武 但最终得到了反噬 对于楚灵王穷兵独武的行为 不但其他诸侯国怨声一片 国内也出现了内乱 最终楚灵王悬梁自尽 结束了功过鲜明的一生 楚灵王死后 楚国围绕王位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最终雄契级成功上位 视为楚平王 楚平王上位后 以最快的速度平息了政坛纷乱 并大力解决楚灵王时代 遗留下来的问题 使得楚国再次回归平静 就在楚国结束内乱之际 吴国也在不断地南征北讨 并将自己的势力范围不断壮大 公元前525年 刚上台两年的吴王辽 便迫不及待地对楚国发起争讨 他率领浩浩荡荡的水师 沿江而上前去攻打楚国 结果被以义带牢的楚国打得大半 此意让吴国损失惨重 先王积累的战果 被吴王辽耗尽了大半 楚国获胜后 便开始兼顾城防 相较于先辈们的扩张野心 楚平王要显得低调保守很多 但不对外扩张 并不意味着不犯错误 后来有人诬陷楚平王的太子谋反 楚平王大怒 下令要将太子处死 太子闻训后逃到了宋国 被太子牵连的还有一位楚国大臣吴舍 楚平王本打算把吴舍的两个儿子 骗到国都一起处死 但吴舍的小儿子 识破了楚平王的阴谋 他没有前往国都 最终他的父亲和哥哥均被处死 而吴舍的小儿子逃过了楚平王的追杀 经过千辛万苦逃到了吴国 他便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吴子虚 逃脱后的吴子虚发誓 一定会为自己的父兄报仇血恨 吴子虚逃到吴国后 并没有直接向吴王辽谋求官职 而是混迹于市井间装疯卖傻 最后被人认出并举荐给吴王辽 吴王辽此前听过关于吴子虚的事情 当两人经过一番详谈后 吴王辽认为吴子虚是个大财 想授予他官职 但吴子虚眼见吴王辽暂时没有法楚之意 便拒绝了他的好意 后来 公子光介刺客专珠之手将吴王辽刺杀 又派出刺客要离刺杀了其他与他争夺王位的人 最终 公子光成功上尉 视为吴王和吕 和吕此前一直和吴子虚保持着联系 他上尉开始重用吴子虚 并准备大举伐储 吴子虚见和吕是个具备远大报复的君王 于是大力辅佐 与此同时 他还向吴王和吕推荐了一个重磅人物 那便是被后世称为兵胜的孙武 孙武发迹之前的人生轨迹 一直是个谜团 早年间 他潜心研究兵法 并著称了不朽的孙子兵法 当吴王和吕读完孙子兵法后 惊为天人 并将其败为将军孙武的加盟 让吴国如虎添翼 在孙武与吴子虚的配合下 吴国制定了一套完整的法储计划 与历经图治的吴王和吕相比 楚昭王就显得逊色很多 他上台之后 楚国政坛的内乱一直没有结束 而此时的吴国 在吴子虚与孙武的带领下 开始了伐楚之路 公元前511年 吴国开始大举进攻楚国 并接连挫败楚军 楚军的挫败 让之前依附于楚国的周边小国 产生了动摇 纷纷弃楚国而去 转身投入吴国的怀抱 楚国在南方的影响力 一点点被吴国蚕食 公元前508年 楚国出动大批水师 准备东征吴国 但楚军的统帅子长是个庸才 在吴子虚和孙武这两位绝世天才面前 楚军被打得抱头鼠窜 楚国的东征 以惨败收场 大败楚军后 吴王和驴大喜 想乘胜追击 但孙武告诉他 上兵伐谋 其次伐交 其次伐兵 其下攻城 让吴王用外交手段来离间 楚国与周边其他国家的关系 借他人之手来打击楚国 和驴采纳了孙武的建议 然后由吴子虚亲自出使他国 进行拉拢其他国家 经过一系列操作 吴国终于说动周边其他国家一起罚楚 一切准备就绪后 吴王和驴下令罚楚 楚军在吴子虚 孙武等人的带领下 直奔楚国国都 公元前506年 著名的白举之战正式打响 勇猛的吴国兵团 只用九天 便从大别山横扫楚国腹地 兵临颖都城下 楚军的溃败速度 让人大跌眼镜 楚昭王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的军队在吴国面前如此的不堪一击 为了保命 楚昭王选择了逃跑 紧接着 吴军便占领了楚国国都颖都 在父兄被杀16年后 吴子虚终于杀回来了 但当初杀害自己父兄的楚平王已死 吴子虚为了泄愤 将楚平王的棺材挖开 进行鞭尸 吴子虚还亲手挖掉了楚平王的眼睛 但他仍觉得不够解恨 于是 怂恿吴王和吕强奸了楚昭王的夫人 随后又怂恿其他吴国将领 把楚国王公大臣们的家世强奸了一遍 出逃后的楚昭王 经过一路颠簸 九死一生地跑到了隋国避难 此时的吴国并没有成胜追击 而是北上伐政 这是一个战略上的失误 吴子虚之所以伐政并不是出于国家层面的考虑 而是出于个人私仇 但吴子虚伐政之旅并不顺利 随后便草草退兵 吴国的此次北上用兵 给了楚国喘息之机 他们不但重新集结了残兵 还从秦国搬来了救兵 在秦楚两国的联合回击下 吴国被打得节节败退 更要命的是 就在吴国出兵远征之时 南方的越国趁机进犯吴国 多县同时作战 给吴国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就在吴国最需要团结一致的时候 吴王和驴的弟弟夫盖 偷偷跑回吴国国都自立为王 此事让和驴很吃惊 他把前线大军交给吴子虚 孙吴等人 然后亲自率领一支精兵返回吴国评判 夫盖得知和驴前来讨伐自己 心虚的他又跑到了楚国 向楚昭王投降 由于和驴带走了一支军队 此时吴军的力量被大大削弱 再加上秦国这只虎狼之师前来相助 形势对吴军相当不利 后来 吴子虚和孙武经过商讨后认为 拿下楚国已经不太可能 但让称霸南方上百年的楚国 失到一次败仗 也算是达到目的了 于是撤军返回了吴国 此次吴国虽然未能全胜 但也用自身行动给了楚国这个老牌帝国沉重一击 公元前504年 吴国再次卷土重来 经历战争创伤的楚国并未恢复元气 吴国周师在淮水大败楚军 楚国水军的七名高级将领全部被俘 吴国又一次重创了楚军 此时的楚国已经不是吴国的对手 为了规避吴国的威胁 楚庄王决定迁都 当国都迁到若城后 紫西历经图治 大力改革政治 安定百姓 终于使楚国获得喘息之机 吴 楚两国大规模交战告一段落 楚国已成江河日下之举 而吴国则如日中天 与此同时 同样辟除东南的越国 对吴国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 东南战争的重心 将逐渐转移到吴 越两国的交锋 在吴楚大战的这段时间里 北方诸国的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先是鲁国发生了内乱 鲁国的三大家族作乱 并将鲁昭公赶出了鲁国 鲁昭公也克死他乡 后来 周王室发生了内乱 郑国瞅准机会介入了周王室的内乱 并趁机拓展了自己的实力 摆脱了长期以来的墙头草标签 自力更生的郑国人 摆脱晋国控制的愿望十分强烈 并选择公然与晋国对抗 魏国也蠢蠢欲动 齐国健壮 心中燃起了取代晋国的雄心 于是打算拉拢鲁国、郑国、魏国 一起建立反晋联盟 从公元前505年开始 齐国相继与魏国、郑国结盟 而鲁国依然站在晋国这边 晋国眼见齐国不断蚕食自己的势力 决定用兵反击 但此时的晋国已经大不如以前 不但没能依据拿下齐国 还让齐国、魏国、郑国之间 结成了铁三角联盟 随着铁三角联盟的诞生 以晋国为主导的北方格局彻底被打破 此时的晋国已经无力号令中原诸侯 一方面是因为自身开始走下坡路 另一方面是因为晋国内部 又发生了严重的内斗 公元前497年 晋国六大家族开始了一番大乱斗 相互之间斗得死去活来 中间充满了各种耳鱼我诈 把整个晋国搞得乌烟瘴气 齐国、宋国、郑国眼见晋国内乱 纷纷插手进行干预 他们通过支持不同家族的方式 来一点点分裂晋国 经过四年内乱后 晋国执政智力与副执政赵央认为 这样乱下去不是办法 于是两者摒弃前嫌 重新联合起来 开始一点点收拾内斗留下的残局 并于公元前493年 与干涉晋国内政的其他国家 来了一场大决战 终于在公元前490年 将干涉晋国的外部势力一一清除 这场内乱历时八年 虽然这场战乱由赵央点燃了导火索 但他最终凭借自己惊人的毅力和才能 平息了这场内乱 让晋国避免了四分五裂 这次内乱过后 晋国的根基被动摇 实力相较于以往大打折扣 不过由于北方其他诸侯国 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动荡 使得晋国勉强维持了霸主地位 让我们再把目光转移到吴国 自从上次大败楚国后 吴国一直稳步地往外扩张 此时吴王和驴开始考虑接班人问题 此前由于太子波意外去世 太子之位一直空缺 后来在吴子虚的吉利推荐下 吴王夫差成为了太子 公元前497年 越国国王允常去世 其子勾建继位 这就是非常有名的越王勾建 允常的去世让和驴认为 攻打越国的时机已经成熟 于是公元前496年 吴王和驴率领大军前去讨伐越国 和驴认为 强大的楚国在他面前都不堪一击 小小的越国在吴国面前肯定会土崩瓦解 但和驴低估了勾建的能力 起初和驴凭借庞大的军队 对越国形成了碾压之势 但越国凭借顽强的意志力 挡住了吴国的攻击 但双方的绝对实力存在差距 越王勾建知道 继续消耗下去会对自己不利 此时必须出奇制胜 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挑选出一批士兵 手持兵器静止朝吴军阵前走去 吴军本以为越国士兵是前来拼命的 但越国士兵接下来的一幕 让吴军胆战心惊 他们没有挥刀砍向吴军 而是齐刷刷地用剑抹向自己的脖子 在吴军面前来了一次集体自杀 吴国人看呆了 吴王和驴张大嘴半天没反应过来 自从吴国崛起以来 东征西逃 吴国兵团的勇敢精神天下无双 连以永汉著称的楚国兵团都自叹不如 但他们遇到一群更不怕死的人 对生命的末世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可谓旷骨未闻 这一幕看得吴军寒毛直竖 从越王勾剑驱使一批死球 在吴军面前表演集体自杀 也可以看出他的冷血程度 吴国人吓呆了 这使勾剑达到了目的 他马上下令大军全体出动 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猛冲向敌阵 深受刺激的吴国士兵好像突然丧失了战斗力 整个阵地很快被越军突破 吴王和驴在这场战斗中受伤 最后引发了感染 最后死于班师的途中 和驴死后 夫差正式继位 他上位后历经屠治 并立志为父亲报仇血恨 公元前494年 夫差重新集结大军 对越国发起了猛攻 此意夫差报定必胜的决心攻打越国 一路势如破竹 攻下了越国国都 并升勤了越王勾剑 起初 夫差想直接杀死勾剑 后来 勾剑的谋士文种通过贿赂夫差的亲信 让夫差感觉直接杀死勾剑太便宜他了 必须尽情地羞辱他 于是 夫差提出了苛刻的条件 让勾剑给自己做马夫 在春秋时期 这种惩罚对于一名武士来讲 可能比死还更让人难以接受 但勾剑选择了隐忍 而吴子虚看出了勾剑的隐忍 他劝夫差一定要将其杀掉 但夫差没听 他觉得勾剑在自己的手掌里 没有翻身的机会 后面的故事想必大家都很清楚了 越王勾剑握心长胆 暗中操练兵马 最终杀尽吴国一血前耻 在勾剑握心长胆的日子里 夫差左拥西施 右抱正弹 宠信宁臣 不可一世 老将吴子虚 曾三番五次地提醒夫差 吴国最大的威胁来自越王勾剑 但夫差一概不听 并三番五次地训斥吴子虚 后来 夫差在宁臣的怂恿下 逼迫吴子虚自杀 吴子虚自杀前说 他死后请把他的头挂在吴国城墙上 他要亲自看到越国的大军杀进吴国 没有了吴子虚之后 夫差一心想要证明自己 可以撑起吴国这座大厦 但是他失败了 公元前482年 勾剑趁夫差北上召开黄池会议之际 越王勾剑率领大军清朝出动 一举拿下了吴国都城 虽然越国暗中培养了一批士兵 但要灭掉吴国是非常有难度的 此次勾剑前来 主要是逼迫夫差承认自己的地位 夫差迫于形式 只得同意 此意过后 勾剑正式摆脱了奴役身份 正式与吴国分庭抗礼 当看到夫差对自己服软后 勾剑心满意足的班师回朝了 此意过后 夫差仍未进行反思 还是一如既往的娇奢淫逸 而勾剑继续握心肠胆 养精蓄锐 公元前475年 勾剑眼见时机已到 打算避其功于一役 于是开始了灭吴之战 这场围困战旷日持久 从公元前475年的冬季 一直延续到公元前473年的冬季 整整两年之久 无论是吴国还是越国 都被这场战争拖得筋疲力尽 这场战争实质上已经是 夫差与勾剑两人意志力的较量 在勾剑铁一般的意志力面前 夫差只能是失败者 最终吴军全线溃败 夫差也成为了阶下囚 经过旷日持久的对峙 勾剑已经心如止水 他灭掉吴国后 对夫差动了侧隐之心 打算饶他一命 但范黎极力劝说杀死夫差 以绝后患 不过勾剑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 没有杀夫差 春秋是相对文明的时代 杀害与自己地位相同的君主 在这个时期是极少见到的 吴月虽为蛮夷之邦 可仍深受中原文明的影响 勾剑最后选择一个折中的方案 他赦免夫差之死 但拒绝其保留宗庙设计的条件 即吴国从此消失在诸侯国的行列 放逐吴王道海岛 并供三百户人家让夫差使唤 而夫差面对惨败 终于幡然醒悟 他后悔当初没听吴子虚的话 后悔自己悟信谗言 想到此处 他没有勇气面对接下来的人生 于是选择了自杀 吴国越国之争 给波澜壮阔的春秋 画上了一个句号 而此时的中原大地上的其他国家 看似平静如水 实则暗流涌动 一场大的变局正在酝酿当中 悄无声息的秦国 正在登上舞台中央 山河破败的楚国正在艰难的复兴 齐国正在经历全力更替 称霸上百年的禁国 则陷入了分裂边缘 随着春秋时代的结束 另外一个时代 正在缓缓拉开大幕 下一个时代便是战国 春秋战国时期 是华夏历史最好的时代 这个时代凝结了人类文明的精华 春秋战国也是最坏的时代 因为这个时代充满了分裂和战乱 处处礼崩乐坏和民不聊生 春秋战国时代看起来比较乱 但只要抓住其中的重点 就能一窥其中的全貌 春秋时期的主角是晋楚之争 而到了战国时代 其他诸国才相继成为舞台上的主角 首先站上舞台中央的是吴国和越国 吴国凭借一己之力 差点灭掉楚国 而晋国不但失去了霸主宝座 国内还出现自相残杀 使得国力日渐衰弱 但晋国的统治阶层 还对往日的荣耀 保持着向往他们一直在寻找 走出低谷的时机 此时有一个人挺身而出 带领晋国重新崛起 他便是赵央 赵央之所以能脱颖而出 主要得益于晋国的政治制度 晋国实行的是六清制 国家权力掌握在六大家族手中 六清分别为智氏、赵氏、韩氏、魏氏、中杭氏和泛氏 这种灵活且富有竞争性的制度 确保了晋国的政治活力与领袖的才能 在历代晋国元帅或执政中 几乎没有谁是庸才 不过这种制度却难以称得上尽善尽美 它的副作用是 各大家族间相互倾压与血腥内斗 每积蓄一定时间便有一次大爆发 每次爆发 势必有一个或数个大家族从权力舞台上消失 公元前497年 六清中的中杭氏、泛氏联合在一起 与其他四大家族爆发了内战 这场内战很快演变为中原大战 齐国、郑国、魏国支持中杏氏与泛氏 以此来摆脱晋国的统治 就在晋国摇摇欲坠之时 赵央挺身而出 他临危受命 率领晋军挫败了中杭氏、泛氏的叛乱 也将齐国、魏国、郑国的援军一起消灭 晚晋国与祭岛 平定完叛乱后 赵央成为晋国的援帅与执政 是晋国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 赵央至高存远 想恢复晋国曾经的霸主地位 但此时的齐国已经崛起 在东方独树一帜 而吴国在东南不可遏制的崛起 大有称霸中原之志 其他小国眼见晋国实力大不如以前 也纷纷静而远之 寻找新的靠山 赵央虽有光大晋国之志 但没有选择穷兵独武 因为他知道 晋国最需要的是修生养息 在晋国沉默的日子里 中原地区失去了秩序主导者 小国之间爆发了连年战争 宋国与郑国爆发了十四年战争 宋国还顺道灭了曹国 实力不算强大的鲁国也浑水摸鱼 攻破郑国并俘获其君主 迅速崛起的吴国也不甘仁厚 时刻准备入主中原 公元前485年 吴王夫差终于迫不及待地发动 对齐国的进攻 兵分两路从海路齐头并进 被吓破胆的齐国人借国军的人头起降 他们杀死齐道公 以换取吴国的退兵 以人均自居的吴王夫差 放了齐国人一马 可是齐国人还没来得及庆幸 就从边疆传来消息 晋国的战车已轰隆隆地开到了 此前赵央评定完国内叛乱后 他一边实行韬光养晦的政策 一边寻找机会对齐国出兵 之所以如此憎恨齐国 是因为齐国不停地出兵干涉晋国内政 还收容了叛军首领钟行尹与范吉社 始终扮演着反晋首领的角色 赵央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奈何齐国实力强大 他不敢贸然出兵 如今眼见齐国被吴国碾压 赵央当机立断发兵讨伐齐国 在那个时期 国与国之间保持了一定的道德默契 即不乏有丧之国 当一个国家刚结束完战乱之时 别人不能趁人之危 但晋国打破了这个道德传统 对齐国进行了疯狂的报复 把齐国的主要城池全部打了个遍 晋国此举也预示着一个更加残酷的时代即将到来 此后国与国之间的战斗全都是尔虞我诈 不再遵循真理道义 晋国复仇后不久 吴王夫差于公元前484年再次出兵齐国 并取得了一场大胜 此役齐国军队战死3000人 损失800辆战车 前线五名大将成为吴国人的俘虏 吴国用实力证明自己有角逐中原的能力 齐国被灭后 吴晋之间的交锋一触即发 吴晋两国在兵戎相见之前决定先举行一场谈判 如果谈不妥再进行用兵 公元前482年 双方在黄池相会通过谈判来决定谁是中原的盟主 在这次谈判中 吴国非常咄咄逼人 根本不把晋国放在眼里 一向低调隐忍的赵央差点失去耐心 想和吴国决议死战 但最后赵央还是选择了隐忍 把盟主之位让给了吴王夫差 吴王夫差刚坐上盟主宝座 还没来得及对中原发号施令 岳王勾剑就率大军前来讨伐 一直打到吴国的首都 最终将其灭掉 而此时的赵央非常庆幸 当初没有和吴国硬碰硬 在外交方面的隐忍 让他有足够的精力来应对国内的危机 赵央是赵氏孤儿赵武的孙子 因为家族遭受过灭顶之灾 所以对各种危机非常敏感 在赵氏家族如日中天之时 赵央却感到隐隐不安 让他感到担忧的人名叫智瑶 智瑶出身于智氏家族 这个家族在晋国根深夜貌 是从巡氏家族中分化出来的 巡氏家族出过两位执政 一位是智英 另一位是智利 在晋国爆发内乱期间 智利抛弃了与自己同门的中行士 转身站在赵央这边 试图在几大家族中寻找平衡点 继续掌控晋国的朝政 但世事难料 公元前493年 智利突然去世 留下了权力真空 赵央借机上位成为晋国的执政 内战结束后 晋国的六大家族变为四大家族 权力集中到赵氏、智氏、韩氏、魏氏手中 其中又以赵氏、智氏的权力最大 赵央执政十几年后逐渐老去 按照风水轮流传的传统 下一任执政最合适的人选 便是出身于智氏的智瑶 智瑶是智利的孙子 在当时被称为武贤 也就是具备五大优点 与此同时 智瑶还是个美男子 在春秋战国时代 人们是非常重视长相的 其次才是武艺、才艺、口才和领袖才能 而智瑶身具五大才能和绝美的长相 被世人认为是下一任执政的不二人选 智瑶的父亲智深很早就把智瑶选为家族接班人 但智氏内部曾出现过反对声音 有人预言 智瑶虽然才能长相俱佳 但心术不正 智氏放在他手里早晚会灭亡 但智深不理会道德层面的瑕疵 因为此时的人意道德 已经逐渐被勾心斗角的权术所取代 他坚持让智瑶成为家族接班人 赵央得知智瑶成为家族接班人后 马上提高了警惕 他不想把智氏的命运压在别人的预言上 即便预言成真 智瑶会自毁前程 可智氏会不会比智氏更早毁灭呢 想到此处 赵央开始深深地担忧 赵央发现 自己的儿子并不出类拔萃 至少表面上看去 缺少了点领袖气质 他预感到 赵氏与智氏两大家族之间 势必要有一次你死我活的较量 他必须要未雨绸缪 特别在挑选接班人上 必须要下足功夫 赵央打算在其中两个儿子中间 挑选家族候选人 大儿子赵伯鲁 小儿子赵吴旭 按照传统 候选人都是嫡长子 但如今是乱世 其他家族都是利贤不利长 以此来确保家族能长胜不衰 为了挑选合适的接班人 赵央根据自己十几年的执政经验 写了一份家训戒言 这是赵央偶心力血 身经百战总结出来的经验心得 只要遵循这些法则 就能在乱世中立于不败之地 赵央将此书交给两个儿子 并告诉他们要谨记于心 三年后 赵央将两个儿子叫到跟前 考察他们对家训戒言的理解程度 大儿子赵伯鲁 不但记不住上面的内容 就连课书的主板也已经丢弃 而赵吴旭不但能熟记于心 而且时刻把主板放在身边 时时刻刻谨记父亲的教导 后来赵央将赵吴旭选为家族接班人 但赵央也明白 赵吴旭的才华不能和智央相比 在智央必定成为下一任执政的情况下 届时赵氏必定会成为智氏的心头大患 赵央需要在去世之前安排好退路 于是安排自己的心腹大臣尹丰 前去镇守赵氏家族的封义进阳 尹丰知道赵央的良苦用心 于是只身前往晋阳 实施仁证 并告诉百姓 这是赵央爱惜子民 以此来换来百姓对赵氏的拥护 公元前475年 执政17年的赵央 已经游进登窟 临死之前 他将赵吴旭赵旨身前 告诉他 如果有一天家族有难 一定要回到晋阳 并信任尹丰 赵央深知 智央执政后 一定会对赵氏动手 但他已经为家族尽了一切努力 往后的日子 要靠子孙们自己创造 赵央去世后 智央毫无悬念地成为新一代执政 赵央的去世 也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史学家们将赵央去世的时间 定为战国元年 自此 春秋的大门缓缓关上 战国时代彻底到来 春秋和战国时代最大的不同在于 春秋时代还坚守着仁义的底线 传统贵族精神 依然是人们追求的最高理想 战争表面还披着一层文明的外衣 到了战国时代 这一切全部被打乱 实用主义完全碾压道德仁义 只要能将对方置之死地 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而且不用遭到道德层面的谴责 随着实用主义的诞生 社会思想打破了传统的边界 更加自由奔放 国家统治也不再是贵族们的专利 普通平民也有机会 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 甚至是大放异彩 在赵央执政的日子里 虽然保持隐忍低调 但这种形式风格 让晋国得以继续生存 反观盛气凌人的吴国 虽然在黄池之会上 获得了盟主的地位 但却处处树敌 在赵央去世的前不久 岳王勾建已经包围了吴国的首都 楚国 齐国等人 也盼着吴国早日灭亡 此时吴王夫差举目四望 居然没有一个朋友 危难之际 他向晋国求救 毕竟黄池之会上 两国签过盟约 是名义上的盟友 面对吴国的求救 此时赵央已经去世 赵无旭成为家族接班人 因为当初是和赵央签的盟约 从道义上来讲 赵是有出兵相救的义务 但赵无旭根本不想出兵相救 又不能违背道义 于是表面上摆出一副 道义相助的模样 实际上 仅仅派了位使者前去慰问吴王 除此之外 没有相助一兵一卒 赵无旭之所以没有直接拒绝吴王 是在给自己积累政治资本 因为他和智央比起来 无论是长相 才华 武艺各方面 都不是智央的对手 但他知道 智央的缺点是缺乏人心 且狂妄自大 所以 他需要摆出一副仁义的模样 来为自己积攒生育 除了表现出仁义之外 赵无旭还以极其险恶的手段 吞并了戴国 戴王的夫人是赵无旭的姐姐 赵央死后 赵无旭以扶桑之名 让戴王前来奔丧 戴王身为仁婿自然没有多想 但赵无旭却将前来奔丧的 戴王一行人悉数杀害 随后发兵讨伐戴国 并将戴国吞并 赵无旭的姐姐得知自己的夫君 死在弟弟之手 他无力报仇 于是选择自杀 追随夫君的脚步 后来 戴国百姓同情戴王夫妇的遭遇 并把他自杀的地方称为摩基山 赵无旭的做法 遭到家族内部的非议 为了挽回生育 他把戴国封给自己的侄子赵州 因为赵伯鲁 因为失去接班人身份 而心情郁闷 以至英年早逝 赵无旭把戴帝封给了赵州 无疑是对当年 抢走赵伯鲁继承权的补偿 同时 弱化逼死姐姐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从赵无旭的一系列行为来看 他具备在乱世立足的能力 但此时 晋国的主角仍然是智瑶 时也命也 智瑶接手晋国后赶上了好时代 因为此时的吴国已经日薄西山 在赵央时代 吴国在吴子虚 孙武的加持下 在整个中原大地都横行无阻 后来 岳王勾剑握心长胆灭掉了吴国 与吴王夫差不同的是 岳王勾剑仅仅是想报仇血恨 而不是称霸中原 灭掉吴国后 勾剑很明智地选择了极流勇退 他把吴国所侵占的处地 宋地 鲁地 分别还给这三个国家 明明白白昭示天下 他无意征服天下 越国的态度对智瑶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此前三年 智瑶之所以延续赵央时代的低调外交政策 就是要等吴越战争的结果 评估一下东南两强对中原政局的影响 如今形势已经明了 吴国以粉身碎骨 越国明哲保身 智瑶认为 晋国再度雄霸中原的日子来了 智瑶是个野心勃勃的人 他想一统中原 恢复晋国的霸主地位 于是便开始着眼四周 此时阻止他争霸的最大阻力 来自于齐国 齐国是春秋时期第一个称霸的国家 但在齐桓公去世之后 就失去了强国风范 一直被晋国压制 后来还差点被吴王夫差灭国 所以在智瑶眼里 拿掉齐国并不是一件难事 为了寻找讨伐齐国的理由 智瑶发现 晋国还有一块地盘在齐国手里 这个地方叫英秋 是个无足轻重的地方 如果晋国动用外交渠道 也能轻而易举地拿回来 但智瑶想利用这个借口开战 于是以此为由将讨伐齐国的计划 报给了晋国国君晋初公 晋初公表示同意 又把计划转给了周天子 周天子也表示同意 实际上在那个年代 晋初公和周天子 只是各路诸侯的吉祥物 实际上没人听他们的命令 之所以留着他们 是偶然有一点利用价值 比如周天子同意治疗的奏章后 晋国攻打齐国 就成为奉命讨伐了 在道义上占据主动权 晋瑶虽然为人高傲 但在打仗的时候并不轻敌 他亲自骑马去探查齐国的阵地 去寻找破敌的破绽 以此体现自己的英勇 按照晋国的传统 开战前要占捕算吉凶 但晋瑶还是拒绝了 他表示 此番出征不是炫耀武力 而是拿回晋国的故土 讨伐齐国师出有名 这一切都是吉利的 不需要占捕 不得不说 晋瑶的这番话 既体现了自己的胆识 也极大鼓舞了晋军的士气 毫无疑问 这场战役 也以晋国大获全胜而结束 在战斗中 晋瑶亲自上场拼杀 并亲自杀死了齐国大将颜庚 经此一役 晋瑶的威望大增 齐国作为曾经的霸主 没有因为一次失利 就彻底瓦解 郑国 鲁国 诸国 都是齐国在中原的盟友 但晋瑶发现 鲁国对齐国 并不是绝对的服从 在过去的几百年里 齐国一直欺压鲁国 虽然两者是盟友 但彼此间积怨颇深 发现这个矛盾后 晋瑶决定 离间齐国和鲁国之间的关系 面对晋国提出的 联合攻打齐国的请求 执掌鲁国的脏势家族 选择了同意 于是 两者合并攻击齐国 一举攻克了齐国城池领秋 此番攻齐 虽未取得重大战果 但成功离间了 齐国和鲁国之间的关系 拉拢完鲁国之后 智瑶又把目光放在了郑国身上 如果能拿下郑国 将相当于去掉了齐国的左膀右臂 此次智瑶没有选择离间的方式 而是直接出兵攻打 郑国自知不是晋国的对手 便向齐国求救 从盟约上来讲 齐国应该前去救援 但前几次与晋国交手 均以失败告终 心理上不占优势 贸然救援肯定失败 为此 齐国派出大将田长前去救援 田长先是以财务慰问了 在近期战争中阵亡的将士 又把武座城池封给了 在战争中阵亡将领严庚的儿子 以此来振奋士气 同时 田长还严明军纪 行军的时候 丝毫没有扰民 他身先士卒 亲自率兵出征 并展现了极高的军事素养 最终到达了郑国 致瑶眼见齐军士气正盛 挂帅的田长也不是一般人 考虑到此次带兵并不是很多 于是选择了撤退 这次失利让智瑶很不甘心 公元前464年 他又率军卷土重来 一路推到了郑国都城 眼见胜利就在眼前 智瑶和赵无旭发生了矛盾 而且是正面冲突 在进攻郑国国都之前 智瑶命令赵无旭率领士兵打头阵 但赵无旭没同意 因为晋国的军队基本上都是私人武装 赵无旭的军队需要自己供养 在没有任何好处的情况下 他不想先进去送死 为此智瑶大为光火 并对赵无旭进行了人身攻击 说他相貌丑陋 胆小如鼠 不配做赵氏的接班人 智瑶这番话让赵无旭的家臣都听不下去了 但赵无旭还是选择了隐忍 他知道现在的实力还不足以和智瑶抗衡 他对家臣自嘲道 现在能够容忍耻辱 或许对赵氏家族没有坏处 由于两大主将镇前生戏 攻打郑国也无功而返 但此事让智瑶怀恨在心 此时的智瑶已经执政十几年 经过这些年的运营 实力已经超过了赵氏 更把另外两个家族远远地甩在身后 此时的智瑶已经痊愈熏心 他不再满足于与王室并驾齐驱 而是想凌驾于王室之上 之前中行氏和范氏叛变失败后 当时的赵央并没有打算 瓜分他们的地盘 但智瑶对两大家族的封地动了念头 公元前458年 智瑶与赵氏、魏氏、韩氏三大家族 秘密商定 瓜分中行氏与范氏的地盘 于是大家心领神会 联合出兵 灭掉了两大家族的残余势力 并趁机瓜分了他们的土地 在这次抢劫中 智瑶获利最大 晋初公作为一国之君 完全不知道四大家族的举动 自己从始至终被蒙在鼓里 为此 做了十几年傀儡的晋初公勃然大怒 他准备对四大家族开战 作为没有兵权的傀儡国君 晋初公选择向齐国、鲁国搬救兵 希望他们能出兵讨伐四大家族 然后主动向四大家族发出战书 四大家族收到战书后 出动军队攻打国君 在这场君臣的交锋中 国君又一次被打得大败 晋初公狼狈而逃 投奔到齐国 从此再没有机会回到自己的国家 六年后 他病死在异国他乡 晋初公留王后 晋瑶历尽招公的曾孙为国君 至此 国家大权完全掌握在他手中 呼风唤雨 不可一世 晋瑶早就想把晋国拒为己有 之所以迟迟没有动手 是因为 晋国背后还站着其他三大家族 他们之间貌合神离 在利益面前随时可以反目 晋瑶自知 很难同时击败三大家族 没有贸然出招 而是在静待时机 为了进一步增强自己的实力 晋瑶先后拿下了柔油国和中山国 打破了四大家族平衡的局势 在晋国政坛一家独大 逐渐不把其他三大家族放在眼里 此后 他变得盛气凌人 喜欢挖掘人甚至侮辱人 其他大臣自不必说 连魏列四卿的赵吴旭 含糊 魏居 也照样羞辱 看到晋瑶如此骄横跋扈 晋士族人提醒他 要谨小慎微 但晋瑶完全当作耳旁风 在他看来 他已经掌握了生杀大权 整个晋国都在他手中 他的内心已经被独裁和强权裹挟 对他人根本不放在眼里 在晋瑶的铁腕统治下 晋国也逐渐恢复了一丝霸主之气 随着时间的推移 晋瑶已经执政晋国整整二十年 已经垂垂老矣的他 准备把晋士家族推向一个更高的高度 于是 他准备向三大家族出手 让他们主动出让自己的地盘 否则就出兵攻打 首先被勒索的是韩氏家族 当晋瑶派人到韩氏 要求他们出让土地时 韩虎十分愤怒 此前 晋瑶就在公开场合羞辱过他 如今又来强取豪夺 显然不能答应 韩虎准备和晋瑶硬碰硬 坚决对抗到底 但韩虎的谋臣劝住了他 他告诉韩虎 晋瑶得到土地后 会更加目中无人 到时候 一定会向其他家族索要土地 倘若其他家族不应允 势必要动用武力镇压 现在暂且规避风险 等待时局的变化 韩虎认为有道理 于是 极不情愿地献上了一座城池 韩虎的屈服让晋瑶更加目空一切 紧接着 又把目光放到了魏氏家族 魏居起初也不同意 后来他的家臣告诉他 将欲败之 必孤辅之 将欲取之 必孤语之 也选择了出让一座城池 以换得喘息之机 韩氏与魏氏之所以选择以退为进 一方面是因为有远见 另一方面 也是在赌赵氏的态度 他们赌定 如果智瑶对赵氏顾忌重施 赵氏一定会选择兵戎相见 届时 他们再静观其变 智瑶眼见魏氏和韩氏 都对自己选择了屈服 于是 又把目光描向了赵氏 智瑶向赵无序 狮子大开口 要求赵氏 出让两块土地 得知消息的赵无序 知道兵戎相见的时间到了 智瑶最大的失误 在于错盼了赵无序的忍耐力 他把赵无序的忍辱负重 看作是懦弱无能的表现 只要寻得机会 就对他进行侮辱 而赵无序则 谨记父亲的教诲 他说 赵央之所以立他为继承人 就是因为他能忍辱负重 但忍耐都是有限度的 超过这个限度 就不能再忍 赵无序的限度 就是不能侵害家族的利益 个人受辱是小 家族受损是大 当年 父亲赵央把重担交给他 就是要让他 能捍卫家族的荣誉与利益 这一点他始终铭刻于心 如今 智瑶已经触碰到 赵氏家族的底线 赵无序则不再忍让 赵无序的拒绝 让智瑶勃然大怒 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打击 于是决定对赵氏家族出兵 在出兵之前 智瑶和魏氏 韩氏提前打好招呼 要挟两家一起攻打赵氏 韩氏与魏氏虽然对智瑶极度不满 但他们想明哲保身 在形势尚不明朗的情况下 他们宁可先站在强者的一方 以官时局变化 赵无序得知智瑶前来讨伐的时候 赵集家臣讨论退敌之策 经过一番讨论后 大家都没有很好的方案 以赵氏现在的兵力 根本没有把握和智瑶硬碰硬 此时 一位名叫张梦潭的家臣 提出来退守晋阳 听到晋阳两个字 赵无序才想起来 父亲死前的遗言 但赵无序 在是否退守晋阳方面 是比较犹豫的 因为退守晋阳 是二十年前父亲留下的遗言 如今已经过了二十年 不知道还是否有用 对此 张梦给了他肯定的回答 张梦潭说 晋阳是赵氏苦心打造的根据地 此前 尹峰在晋阳广施人证 为赵氏积累了很多人心 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 一旦天下有变 一定要退守晋阳 赵无序眼见没有更好的办法 决定遵从父亲的遗言 将自己的大本营搬到了晋阳 当赵无序来到晋阳后 眼前的一切让他出乎意料 他看到的不是固若金汤的城墙 而是缺兵少粮的破败景象 他开始有些慌张 并怀疑父亲的遗言 随后把张梦潭叫过来质问 张梦潭并没有慌张 而是告诉他 圣明之人治理成义 财富藏于民 而不藏于府库之内 致力于推广教化 而不是致力于构建城房 赵无序听后心里依然没底 而张梦潭似乎胸有成竹 在这个充满争斗的乱世 晋阳城仿佛是世外桃源 长期免受战乱之苦 在隐风的治理下 这里没有科捐杂税 大家都能安居乐业 如今得知这样的生活要被打破 城里的百姓为了自身利益 瞬间爆发出强大的凝聚力 得知智瑶要来攻打的消息后 晋阳城内家有余粮者 把粮食送到粮仓里 家有余才者 把钱物送到府库内 大户人家有私家武装的 把武器甲衣送到兵器库 有空闲的人 有技术的人 自愿参加修筑城墙 于是奇迹发生了 政府的动员令刚刚发布一天 粮仓 府库 兵器库便有了充足的储备 发布后第五天 内城与外城的城墙 都加高加厚 加石加固 这一切让赵无序看得目瞪口呆 此时他才知道 父亲赵央的良苦用心 也真真切切感受到 自己与父亲的差距 一切准备好后 智瑶的大军也赶到了城下 卫士和韩士 也率领着一众喽啰 在后面狐假虎威 智瑶看到晋阳城后 根本不屑一顾 他觉得 晋阳城的防守 在他的大军面前 就是以卵击石 于是准备速战速决 但智瑶的大军 足足进攻了三个多月 晋阳城依然窥然不动地立在那里 而且 晋阳城的城墙越来越高 里面士兵的士气越来越旺盛 智瑶的信心备受打击 不能在群臣面前丢了面子 于是没有选择退兵 而是选择了围困 想用围困之术 让晋阳城弹尽良绝 在智瑶大军的围困中 晋阳城坚持了三年 此时的晋阳城承受力 已经到达了极限 但城内的士兵和百姓依然上下一心 坚决抵抗到底 经过三年的围困 晋阳的信心也彻底被消磨没了 他打算抛弃所有的人意道德 出一个狠招 于是 掘开上游的河堤 把河水灌入晋阳城 由于晋阳城地处低洼 一时间 城内全部被淹掉 逆斃者不计取数 在这种灾难面前 城内的人心开始动摇 缺兵少量的他们 甚至开始一子而食 眼看晋阳城马上就要被攻破 晋阳显得颇为得意 他已经准备城破后血洗晋阳城 面对即将到来的胜利 寒虎和卫居则看得几倍发凉 倘若赵氏亡了 下一个被灭的肯定是他们 他们内心泛起振振良意 不能再让晋阳如此肆无忌惮下去 张梦潭作为一名出色的战略家 他一眼便看出韩虎 魏居和智瑶之间的矛盾 随着晋阳沦陷的日子一天天到来 张梦潭不相信韩魏两家愿意屈膝在智瑶脚下 于是张梦潭向赵无旭请命 说他愿意出城游说韩魏两家结盟 赵无旭知道没有其他办法 于是派人秘密将张梦潭送出城 并成功见到了韩虎与魏居 张梦潭直奔主题的对两人说明厉害关系 韩魏两家也没有遮遮掩掩 表示愿意三家结盟共同对付智瑶 于是他们便商量具体应对智瑶的对策 一场惊天阴谋在智瑶的眼皮底下悄悄地展开了 待韩虎与魏居将张梦潭送走后 便有人前来向智瑶告密 说他们两人神色鬼鬼祟祟 可能有背叛的意图 但智瑶并不相信 他说如果韩虎魏居想要背叛他 为什么要在赵氏快要灭亡的时候背叛 这显然不合常理 没过几天 又有人前来向智瑶敬言 说打败赵氏已是指日可待 可是韩虎魏居两人非但没有高兴 反而面带忧伤 他们一定是想谋反 为此智瑶前去质问韩虎和魏居 问他们有没有反心 他们二人先是对智瑶表达了一番忠心 又说这是赵无序用的离间计 目的是为了造成智瑶军心不稳 让赵无序好获得喘息之机 智瑶听罢连连点头 自此以后 对韩虎魏居二人完全信任 虽然赵、韩魏三家达成了共识 但他们三家的兵力 很难与智瑶正面对抗 于是他们选择了智取 在韩魏两家的掩护下 赵无序派出一支精兵 到达上游河罢出 把把守堤坝的智氏士兵全监 然后把水引到了智瑶大军的军营 而韩虎、魏居两人 则早早地把自己的军队转移到高地 在洪水面前 智瑶的军队不堪一击 瞬间瓦解 赵无序眼看智瑶的军队已经溃散 于是打开城门 此时城内的士兵已经被围困了三年 他们像野兽一般冲向溃散的智氏军队 对他们进行了一边倒的屠杀 智瑶见此场景 知道无力回天 于是准备逃跑 但被生擒 当他被压到赵无序面前的时候 至此也没想明白 自己会败在丑而无勇的赵无序手上 历史反复证明 笑到最后的才是胜利者 赵无序用多年的隐忍 最终取得了胜利 紧接着 他将智瑶杀掉 并将他的头颅做成了逆弃 以此来羞辱他的灵魂 一代独裁者获得了应有的下场 这场战争尽管只是晋国的内战 可是却很有代表性 预示着一个更加残酷的时代来临了 人道的原则在战场上被唾弃了 知瑶别出心裁 发明以水灌尘的战法 完全不顾及百姓的生死 而在春秋时代 这种灭绝性的战术是很少见的 同样 赵无序对知瑶报复与羞辱的做法 也是前世所罕见的 这一战彻底打破了存在上千年的人意束缚 知瑶死后 他的族人大多数被韩赵魏三家诛杀 曾经劝说智瑶不要骄横跋扈的智国得以善终 智瑶的儿子智开 提前率领家眷逃亡到了秦国 自此之后 智氏在晋国的势力彻底消亡 智氏的覆灭意味着三家的崛起 赵韩魏三家瓜分了智氏庞大的土地与财富 其中捞得最多的是赵无序 他比韩魏两氏多分到十余做成意 在颠覆智氏的战争中赵氏出力最多 牺牲也最大 至此 晋国的政治局面再度发生重大变化 从四清治变为三清治 而这三清拥有全国绝大多数的土地 三清之中 以赵氏势力最为雄厚 晋阳之战后 赵无序对有功的家臣将士大家赏赐 很多人获得了领地 张梦潭是晋阳得以保存的最大功臣 他理所当然地获得最多的赏赐 可是令人感到意外的是 他竟然要交出自己的权力与领土 结甲归田 他对赵无序说 春秋五霸之所以能称霸天下 是因为这些君主能节制重臣 不让群臣有权势来控制君主 如今他功成名就 身居显位 位高权重 他只能捐弃功名 抛弃权势 远离尘销 赵无序听完后甚是惊讶 作为自己的首席谋士 没了他就等于失去了一条臂膀 于是极力挽留 但张梦潭去意已决 临走之前 他告诉赵无序 君主要想更好地把控国家 就必须把权力集中起来 不能旁落于他人 这其实就是君主独裁 君主独裁时代的到来 也是春秋和战国的主要区别之一 此时的晋国 虽然名义上还是韩赵魏三清共同执政 实际上已经是各自为政 相互之间互不干涉 晋国的名头 已经名存实亡了 三家分进的雏形已经逐渐形成 至瑶被灭之后 韩赵魏三家对外不断进行扩张 对内则不断侵蚀晋 晋国王室的地盘 到了公元前433年 新上台的晋幽宫 已经仅剩下两座城池 剩下的地盘 全部都被三大家族收入囊中 面对如此尴尬的场景 晋幽宫没有选择 像晋出宫那样正面硬扛 而是主动向三大家族示弱 以此来保全自己的安全 三家分进后 赵氏的势力最大 经过晋阳之战 赵吴旭甚至民心的重要性 于是特别在乎自己的名声 在国内广施人正 尽管他骨子里 仍然是厚黑类型的人 但表面文章做得非常到位 这其实也是值得钦佩的 晚年的赵吴旭 觉得愧对大哥赵伯� 于是打算将接班人的位子 传给侄子赵周 但赵周命短 先于赵吴旭而去 于是他又把位子 传给了赵周的儿子赵焕 在选接班人方面 赵吴旭的水平 要比赵央差很多 在最不该讲仁义的时候 讲仁义 实际上对家族是一种伤害 公元前425年 赵吴旭去世 赵焕成为了接班人 但此时的赵焕 还是个孩子 没有能力领导赵氏集团 于是赵吴旭的弟弟赵家 趁机夺权 成为了家族领袖 但赵家也非常短命 夺权不到一年便去世 此时赵氏家族分成了两派 一派支持赵焕 另一派支持赵家 后来赵焕在族人的支持下 发动兵变 杀掉了赵家的儿子 重新上台 赵焕是一个资质平平的人 尽管重新上台 但也没有大的作为 于是赵氏在三进中的地位 逐渐被卫士取代 在晋国发生巨变的同时 此前几乎销声匿迹的 楚国突然变得活跃起来 经过长时间的韬光养晦后 他接连吞并了一系列小国 重新走上了战国舞台 三家分晋后 天下局势即将迎来巨变 在春秋三百年的历史中 楚国是长期的霸主之一 长达上百年的晋楚争霸 也是春秋时代的发展主线 但没有长盛不衰的王朝 在楚平王时期 因为重用宁臣废无极 导致朝纲礼乐崩坏 太子雄剑被迫出逃 吴子虚的父兄被处死 后来吴子虚逃到吴国 带领吴国迅速强大 并一度攻占了楚国首都 差点将其灭国 但由于吴国后续出现了战略失误 让楚国幸免于难 并让楚国逐渐缓过神来 后来楚昭王病死在出征路上 临死前传位于自己的弟弟子曦 但子曦并未接受善让 而是拥立楚昭王的儿子雄张为王 视为楚慧王 由于楚慧王年幼 子曦是楚国的实际控制者 子曦在执政期间 想起自己的哥哥 前太子雄剑被陷害一世 他们都是楚平王的儿子 从小感情不错 此时的雄剑已经去世 留下了一个儿子 生活在吴国 楚国大臣对于为前太子雄张平反 没有意见 但对于接雄剑的儿子雄盛 回楚国一世 大臣们反对声一片 因为雄盛为人性情暴力 手下收养了一群亡命之徒 作为打授 这样的人根本难以控制 但子曦处于手足之前 坚持把雄盛接了回来 并让他负责保卫楚国边疆 雄盛也被称为白宫 子曦本以为通过此举 能让雄盛知恩图报 但雄盛不但不感激 反而认为子曦做得不够 在雄盛看来 郑国人是杀害他父亲的元凶 于是三番五次地要求 子曦派人前去攻打郑国 但此时的楚国已经今非昔比 对郑国并没有一击至胜的把握 况且 子曦也不可能为了雄盛的一己私欲 而妄动干戈 但雄盛对此不死心 并组织了一批兵力 准备对郑国用兵 就在此时 晋国突然出兵郑国 子曦从国家战略层面考虑 不仅作废了出兵郑国的计划 还出兵相救 与郑国达成了盟约 此举让雄盛非常气愤 于是把子曦和负责 楚国军事防务的子曦 都看作是自己仇敌 由于之前 雄盛在吴国一直跟随吴子虚做事 他见证了吴子虚 复仇成功的每一个细节 心中也冉冉升起了怒火 对楚国一众大臣产生了杀机 燃起复仇浴火的雄盛 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杀机 他直接对子曦的儿子子平说 他准备杀死子曦 子平听后 赶紧向子曦打小报告 后者认为 这只是雄盛的夸张之语 在他的手底下 雄盛根本没机会翻身 于是告诉子平不要当真 但子曦根本不了解雄盛 长期在吴子虚手下做事的雄盛 显然继承了吴子虚的血性 当他得知子曦对他的评价后 瞬间火冒三丈 并表示不杀子曦 事不为人 雄盛杀人的欲望 非常强烈 但他长期在吴国生活 在楚国没有根基党羽 很难杀掉子曦与子曦 时间一久 子曦见他没有任何行动 便放松了警惕 逐渐忘却了雄盛的叫嚣 但时间并未抹去雄盛复仇的欲望 他一直在寻找机会 公元前479年 他终于寻得了机会 这一年 吴王夫差突然进攻楚国 雄盛率领边防部队痛击吴军 并缴获了不少战利品 眼见雄盛打了胜仗 朝廷非常高兴 雄盛趁机提出请求 希望能率领军队到 楚国的国都颖都进献战利品 子曦听后瞬间答应 他不但没有察觉到危险 而且认为 雄盛的功劳有自己的一份 要不是自己力排众议 把他从吴国接回来 就没有今天的胜利 得到批准后 雄盛便率军 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颖都 就在紫西准备设宴招待之时 雄盛突然发布了进攻命令 让人血洗了楚国宫廷 毫无防备的紫西和紫西 被士兵团团围住 经过一番栗战后 败下战来 被士兵们捅成了筛子 紫西和紫西被杀后 雄盛又把楚慧王劫持为人质 一下子控制了楚国政府 此时 雄盛的部下劝他杀掉楚慧王后 自立为王 但被雄盛拒绝 他内心深处只想报仇 并不想篡位 但事到如今 他为了自保 必须做出一些举动 经过一番考量后 他准备另立楚慧王的儿子子驴为王 以便于他把持朝政 但子驴拒绝了他的要求 雄盛一气之下杀了子驴 并将楚慧王囚禁 楚国的内乱 让楚国上下一片混乱 地方政府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此时 人们将注意力 放在了镇守蔡帝叶公子高身上 当初紫西欲迎回雄盛时 叶公子高便持反对意见 事实证明了他的高瞻援主 子高又叫沈朱良 曾经担任叶县长官 因而被尊称为叶公 雄盛叛乱发生后 楚国人把希望寄托在这位地方大员身上 希望他能出兵讨伐雄盛 稳定楚国局势 但子高一直按兵不动 他说 雄盛此次是冒险取胜 但他为人贪婪 办事不公正 早晚会和民众出现裂痕 事实证明 子高的判断是正确的 雄盛控制国都后 为了尽快获得认可 用暴力手段在都城大开杀戒 凡是不认可他的人 大多数都被杀死 这种做法引起了民众的愤慨 反叛雄盛的声音越来越多 子高健壮 认为时机已到 于是率兵赶往都城 一路势如破竹 此时的雄盛并不慌张 他自视楚辉王这个人质在手 子高一定会投鼠忌气 如果最后兵败 也可以挟持子高 回到白县自立 成为割据一方的诸侯 就在雄盛认为 自己尽可攻退可守之时 手下人来报 说是楚辉王逃跑了 一个名叫与公羊的人挖地道 救走了楚辉王 得知楚辉王逃跑后 雄盛便开始慌张起来 手下的人见大势已去 也纷纷离他而去 雄盛自知 在劫难逃 最后选择了上吊自杀 一场声势浩大的叛乱 最后以这种方式结束了 雄盛此前只是想报仇 后来阴差阳错 酿成了一场大叛乱 由于事先缺乏规划 才导致了一场惨败 但这场叛乱 也让楚国损失惨重 能力很强的 紫西和紫七 均遭杀害 叛乱结束后 子高被任命为 永相和司马 成为朝堂首席大臣 但子高选择了 极流永退 将职位 让给了紫西和紫七的儿子 雄盛之乱给楚慧王带来了极大的心理伤害 自此之后 他便选择了闭关锁国 从此不问世事 从公元前479年 停定雄盛之乱 一直到公元前448年 30年的时间里 楚国几乎消失在世人的视野之中 在这段时间里 越国灭了吴国 中原战火越烧越旺 晋国内乱中三清灭之遥等等 但这些事与楚国统统无关 楚慧王超然于政治斗争之外 史书中关于楚国的记载也越来越少 楚国似乎忽然间从时空的黑洞中蒸发了 但楚国骨子里始终带有霸王基因 公元前447年 楚国打破了沉默 楚慧王派大司马子发钱去攻打蔡国 并一举将蔡国击破 随着蔡侯旗被俘虏 这个有着500年历史的诸侯国 也宣告寿中正寝 公元前445年 楚国又灭掉了启国 这个国家就是启人忧天的来历 拿下启后 楚军继续挥石东扩 一直拓展到似水之上 此时距离吴军攻破楚国已经60年 曾经的敌国已经烟消云散 而楚慧王却焕发了第二春 他用了半个世纪 再次把楚国拉回到之前的高度 在战国时期 楚国依然是天下最大的诸侯国之一 楚国之所以能再次崛起 一方面是自身底蕴非常雄厚 另一方面是自身军事装备不断完成升级 也是最早完成水上武装的国家之一 楚慧王当时任用了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 他便是被后世称为工匠组失业的鲁班 在鲁班的主持下 楚国制造了大量的云梯以及其他工程器械 在工程拔债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灭掉蔡国、启国之后 楚国把下一个目标放在了宋国身上 在攻打宋国方面 尽管楚庄王谋划得十分机密 但消息还是被宋国得知 宋国得知消息后 派出一位工匠大师主持首成事宜 这位工匠大师是华夏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 莫子 但是莫子并不完全是个工匠 他的才能是多方面的 祝书利说 鼓吹奸爱非公的思想 并且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 这个团体具有半军事化的色彩 莫子自己充当领袖 称为巨子 其门下的成员便称为莫者 莫者集团是一个神秘的组织 在民间有着极强的渗透力 在莫子生前 莫学便已经成为与儒学相抗衡的天下显学 莫者遍布各地 各行各业的人都有 凭借这种超强的渗透力 莫子很快知道了鲁班为楚慧王制造工程器械 以进攻宋国的消息 这位坚忍不拔的莫者领袖 要凭借一己之力拯救宋国 莫子曾当过宋国大夫 对宋国十分有感情 莫子的思想有两大核心 一是奸爱 二是非公 由于宋国一直奉行和平主义 所以莫子的思想能在此生根发芽 莫子之所以选择拯救宋国 一方面是出于国家感情 另一方面是想推行自己的观念 坚决反对以大欺小的侵略战争 莫子兼具情怀和实干 当他得知 楚国打算对宋国用兵的消息后 立马派出自己的弟子秦华帅 三百名莫者到宋国协助守城 然后莫子自己从齐国出发 只身前往楚国和鲁班相见 莫子见到鲁班后 向他阐述了楚国攻打宋国在道义上的缺失 并将其描述为不明智缺乏道义的事情 鲁班对莫子的观点完全认同 但出于立场原因 他只能拒绝莫子 继续为楚国建造工程器械 后来莫子在鲁班的引荐下见到了楚慧王 并向其输出自己奸爱非公的思想 楚慧王很重视莫子的才华 但他已经隐忍了三十年 内心的征服欲望难以撼动 于是便对莫子说 鲁班为楚国制造的云梯已经完成 不能放着不用 一定会攻打宋国 莫子离开之前和鲁班进行了一次虚拟对战 双方用模型进行了一次攻防演练 在这次虚拟对战中 鲁班绞尽脑汁 使出了所有的招数 最终被莫子一一化解 后来鲁班告诉莫子 他有大败对方的方法 但现在不能说 而莫子则回应称 自己知道鲁班的方法 但他也不说 楚慧王见两人打雅弥 内心焦急不堪 于是逼迫莫子回答 莫子说 鲁班的方法是让楚慧王杀掉他 杀了他 就没人能阻挡鲁班的进攻了 但他已经派出三百多名弟子前往宋国 即使杀了他 也于事无补 楚慧王眼见攻打宋国的计划已经败露 此时 宋国已经做好了准备 加上莫者的支持 拿下宋国的难度很大 于是做了个顺水人情 不但没杀莫子 还收回了攻打宋国的命令 莫子凭借自己的智慧 让宋国免除了一场灾难 公元前432年 楚慧王去世 此时 他已经执政57年 他是楚国得以忠兴的关键人物 楚慧王去世后 楚俭王继位 他上位的第一件事就是挥师北上 继续展示楚国的强大的实力 不过在这段时间里 楚国吞并的都是一些小角色 真正在中原大地上掀起波澜的是 三晋带头大哥魏斯 三家分晋后 赵无旭率领的赵氏一族 本是一只独秀 但赵无旭死后 家族内部便陷入了争权夺利 魏氏家族则成胜崛起 在魏斯的带领下义军突起 成为三晋大地上名副其实的主导者 公元前446年 魏斯成为魏氏家族继承者 公元前403年被周天子册封为诸侯 史称魏文侯 在战国时期 每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身上 有具备一定的特质 这种特质决定了 他们能达到何种高度 而魏斯身上的特质就是 昭贤纳氏 四处收容名士归为己用 他手下的名士 包括吴启 岳阳 西门豹等人 他也开启了战国仰视之风 公元前420年 晋国国主晋忧公去世 这位仕途打击三清的晋国国主 兵变后溃逃至他国 郁郁寡欢 有一次半夜出城找美女私混 结果在半路上被强盗截杀 结束了比较窝囊的一生 有些人死了比活着之前 晋忧公就是其中之一 得知晋忧公被强盗截杀后 魏斯帅人把杀害晋忧公的强盗一网打尽 并立忧公的儿子积职为新的君主 史称晋猎公 尽管新任国主晋猎公 是个名副其实的傀儡 但魏斯的做法还是博得了满堂彩 在一片叫好声中 魏斯的力量逐渐超越了赵氏 此时 晋国三清的老掌门赵无序 魏居 韩虎 都已去世 想当年三清联手共灭治遥 相互间自然惺惺相惜 但新一代掌门人 没有那种同舟共济时产生的友谊 韩氏新掌门韩启章 见赵氏 由于权力斗争而爆发内乱 便打起了坏主意 想借机消灭赵氏 不过韩氏势力在三清中最为薄弱 靠自己的力量肯定做不到 于是韩启章便找到魏斯 跟他大谈成绩瓜分赵氏的阴谋 魏斯当场义正词言地拒绝了 他正色地答道 魏与赵氏兄弟不能从命 赵氏新任掌门人赵焕 得知韩氏在背后插刀后 大为恼怒 他也找到魏斯 提出了一同灭掉韩氏的想法 魏斯以同样的理由拒绝了赵焕 纵观晋国的历史 只要国内几大家族团结一致 晋国就能称王称霸 但凡几大家族勾心斗角 晋国就会迅速示威 魏斯明白 三家联合起来 对大家都有好处 三家勾心斗角则大难临头 后来赵焕和韩启章 明白了魏斯的良苦用心 便真心实意地拥戴魏斯为带头大哥 但三家之间 存在不可调和的利益纠葛 表面上能联合在一起 在核心利益问题上 依然会发生分歧 晋国政治格局的改变 对于长期被晋国压制的秦国 秦国来说是一个喜讯 他们知道分裂后的晋国实力大不如以前 因此时刻寻找翻身的机会 魏斯自然察觉到了这一点 并且他认为 晋国最大的对手不在南方 而是西方的秦国 公元前627年 秦军在小山之战中惨败给晋军 死后的200多年里 秦国被晋国死死地挡得黄河以西 无法进中原半部 虽然无法踏足中原 但秦国在西部可谓是横行无阻 是绝对意义上的霸主 魏斯很清楚 一旦让秦军踏过黄河 晋国便会成为囊中之物 为了不陷入被动 魏斯决定先下手为强 公元前419年 魏斯在黄河西岸修筑关口少梁城 意图十分明显 就是要在黄河西岸建立桥头堡 以便随时对秦国发起进攻 面对魏斯发起的战争信号 秦国也意识到了威胁 公元前418年 秦陵宫率军与魏军在少梁来了一场大战 最终魏军保住了少梁 但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 秦军眼见强功无果 于是在少梁北部修筑了两座城池 以此来应对魏军的威胁 魏斯看穿了秦军的意图 于公元前412年 派自己的儿子一举拿下两座城池 将秦军赶了出去 为了加强战略威胁 魏军随后又在少梁城以南修筑了两座新城池 至此 魏军在黄河西岸拥有了三个军事据点 修筑完工事后 魏斯认为 时机已经成熟 于公元前408年 新帅大军渡过黄河入侵秦国 在三座城池的侧影下 魏军势如破竹 将秦军赶出河西之地 但士气正盛的秦军没有继续前进 因为再往西都是险要的关爱 一手难攻 魏斯自知还没有绝对的实力拿下秦国 于是便挥师北上继续攻城掠地 想要一举拿下中山国 中山国是敌人建立的国家 此时的魏军在实力方面 可以全面碾压中山国 但在地理位置方面 两者并不接壤 魏军和中山国之间隔了一个赵 魏军要想攻打中山国 必须经过赵地 此时的赵魏还不是完全独立的国家 加之魏斯是韩赵两家共同拥戴的大哥 赵焕几经考虑 决定让魏军借到前去攻打中山国 公元前408年 魏斯委任大将岳阳为远征军总指挥 目标直指中山国 值得注意的是 岳阳本是中山国人 后来发生变故便逃至魏帝 得到了魏斯的重用 魏斯知道 岳阳对中山国了如指掌 便委任他为总指挥 起初 魏斯的这个决定 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 他们害怕岳阳会临阵倒戈 更何况 岳阳还有一个儿子 留在中山国做人质 但魏斯用人不移 他的坚持也换来了回报 公元前406年 经过三年的战斗 中山国终于被逼到崩溃边缘 刑急之下 中山国把岳阳的儿子压上城头 以此来威胁岳阳退兵 中山国威胁岳阳 如果他不选择退兵 就将他的儿子煮了 岳阳不为所动 表示君臣之意 不得以子为私 中山国健壮 居然真的将岳阳的儿子煮了 并把羹汤送到岳阳面前 岳阳健壮 直接拿起来吃了 此举传回中山国后 人人闻风丧胆 他们没想到岳阳居然可以这样冷血 这也预示着魏军绝不会因此退军 后来中山国君主选择了投降 岳阳成功拿下了中山国 魏斯听说岳阳的举动后 对大臣们说 岳阳对他是真的忠心 为了他可以吃掉自己的儿子 一旁的大臣 则从另外一个角度敲打魏斯说 岳阳连自己的儿子都能吃 还有谁不能吃呢 魏斯听后 顿绝后背一阵发凉 他不自觉地想到了齐桓公的故事 当年齐桓公说 不知人肉的味道 宁臣一牙便杀死自己的儿子 煮给齐桓公吃 齐桓公认为他非常忠心 但最终齐桓公却死在一牙之手 想到此处 魏斯不禁地提高了警惕 岳阳战胜归来后 自恃劳苦功高 甚至对魏斯都表现出傲慢 魏斯决定敲打一下岳阳 于是让人抬出两个大箱子 里面都是装满了弹劾岳阳的剑言 岳阳随手翻开几卷 每一封剑言都能置他于死地 只要魏斯烧下狠手 他就可能人头不保 岳阳瞬间明白了魏斯的用意 于是跪在魏斯面前 说消灭中山国都是魏斯的功劳 魏斯健壮 顺水推舟给了岳阳一块封地 但此后便不再重用他 但岳氏家族并未因此一蹶不振 后来大名鼎鼎的岳翼 就是岳阳的后代 消灭中山国后 魏斯名声大噪 但此意并未给魏斯带来多少实际性的好处 因为中山国与魏帝不接壤 不过 魏斯作为一个雄才伪劣的人 耗费如此大的精力去攻打中山国 肯定不是一时头脑发热 他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攻打齐国 因为中山国位于齐国的西北部 拿下该地后 魏斯便可以从南北良心同时夹击齐国 魏斯之所以对齐国虎视眈眈 因为齐国内部的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 齐国王室已经丧失了权力 整个国家都掌握在田氏家族手里 在田氏家族的带领下 齐国重振雄风在中原所向披靡 从公元前413年开始 齐国利用短短的六年时间 分别击败了魏帝 鲁国 杨湖 赵帝 魏国 占领了大量城池 俨然一副中原领袖的姿态 魏斯作为一个极具雄心报复的人 他不能坐视齐国无限壮大 于是精心准备了伐旗计划 此时 魏斯等待的只是一个伐旗的时机 后来 他终于等到了机会 公元前405年 齐国全臣田部杀了大夫公孙孙 引发了一场政治动荡 公孙会健壮出逃领袖 并现成投降晋国肇事 田部得知消息后 立即出动军队 包围领袖 这原本是齐国的内乱 可是既然公孙会现成投降 晋国赵氏当然不会坐视不救 此时赵氏的掌门人是赵吉 他派孔卿为总司令 率领一支由死士组成的赶死队前往救援 不过 面对近年来屡战屡胜的骑师 赵吉心里不是很有把握 他便派人通知魏斯 请他出手相助 魏斯早就密谋攻其 眼见机会来临 当下痛快答应 在他看来 这次出兵意义非凡 不仅能打击齐国的嚣张气焰 也是对兄弟友邦的支援 魏斯的伟大之处 在于他能暂时抛开一己私利 站在三进的立场来权衡利弊 尽管晋国一分为三 但在整体利益面前 不能各自为战 就像当年三个兄弟联合起来 打垮智瑶一样 只要团结一致 必定也能打败齐国 就这样 在三家联合灭智瑶后 赵、魏、韩第二次携手合作 曾经风光无限的骑尸 在三进兵团的联手阻击下 完全失去昔日的风采 领秋之战 是齐国自春秋以来最惨的败仗 仅被遗弃在沙场上的骑军尸体 便有两万具之多 被三进兵团所缴获的战车 超过两千辆 赵军总司令孔卿 把齐国阵亡将士的尸体堆积起来 建起两座金冠 金冠就是很高的大坟 是胜利的一方 用于炫耀武力的象征 眼见齐军堆成山的尸体 谋陈宁月提出了一个超前的想法 他说 应该把尸体还给齐国 在当时的传统观念里 人们一直有后葬的观念 如果拿这些尸体还给齐国 仅仅安葬费这一项 就会让齐国承受很大的压力 这对齐国的经济是一个极大的消耗 但宁月的建议没有被采纳 与宁月想法不谋而合的还有莫子 他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结葬的说法 直到现在 中华民族才开始限制 在安葬方面的铺张浪费 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看出 春秋时代战争中 体现出来的人道主义传统 在战国时代一点一滴的消失 甚至士兵的尸体 也被当作经济战争的筹码 这并非仁义之道 领秋一意的胜利 证实了卫斯的理论 只要三进团结 就没有打不败的对手 尽管齐国被打得元气大伤 但卫斯并未打算就此收手 他不想给齐国喘息之机 防止对方卷土重来 但继续进攻 齐国需要一个理由 卫斯想到一个方法 他向周天子请命讨伐齐国 尽管此时的周天子 还不如废旧矿权水平值钱 但毕竟是王室正统 周威烈王看卫斯向自己请命 激动得夜不能寐 当下同意了 卫斯攻打齐国的请求 于是 卫斯拿着亡命 带着韩赵魏三国联军 再次大举伐齐 已是残兵败将的齐国 在三进兵团的合围下 再次遭受惨败 此次伐齐之战 也让齐国发明了一种 全新的防御方式 那便是修筑长城 尽管齐国修筑的长城 并未给自己带来多大的帮助 但为后事提供了 很大的借鉴意义 公元前404年 韩赵魏三军取得伐旗大胜后 魏斯给周王室 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献服仪式 给足了周天子面子 周威烈王看到 还有人把自己当根葱 于是喜上眉梢 立马封魏斯为上清 后来 周威烈王又给予 韩赵魏三家诸侯之名 直接承认晋国已经灭亡 取而代之的是 韩国、赵国和魏国 起初 周威烈王并不想授予 韩赵魏三家诸侯之名 因为按照周朝礼制 韩赵魏的行为属于乱臣贼子 但禁不住三家实力实在太强 周天子只能做个顺水人情 公元前403年 韩赵魏三家正式被册封为诸侯 魏斯就是魏文侯 韩前是韩景侯 赵集是赵列侯 至此 韩赵魏三家 从士大夫一跃成为了诸侯 他们终于和晋国划清了界限 曾经风光无限的骑尸在三晋兵团的联手阻击下 完全失去昔日的风采 领秋之战 是齐国自春秋以来最惨的败仗 仅被遗弃在沙场上的齐军尸体 便有两万具之多 被三晋兵团所缴获的战车超过两千辆 赵军总司令孔青 把齐国阵亡将士的尸体堆积起来 建起两座金冠 金冠就是很高的大坟 是胜利的一方用于炫耀武力的象征 眼见齐军堆成山的尸体 谋臣宁月提出了一个超前的想法 他说 应该把尸体还给齐国 在当时的传统观念里 人们一直有后葬的观念 如果拿这些尸体还给齐国 仅仅安葬费这一项 就会让齐国承受很大的压力 这对齐国的经济是一个极大的消耗 但宁月的建议没有被采纳 与宁月想法不谋而合的还有莫子 他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结葬的说法 直到现在 中华民族才开始限制 在安葬方面的铺张浪费 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看出 春秋时代战争中体现出来的人道主义传统 在战国时代一点一滴的消失 甚至士兵的尸体 也被当作经济战争的筹码 这并非人意之道 领秋一意的胜利 证实了魏斯的理论 只要三进团结 就没有打不败的对手 尽管齐国被打得元气大伤 但魏斯并未打算就此收手 他不想给齐国喘息之机 防止对方卷土重来 但继续进攻 齐国需要一个理由 魏斯想到一个方法 他向周天子请命讨伐齐国 尽管此时的周天子 还不如废旧矿泉水平值钱 但毕竟是王室正统 周威猎王看魏斯向自己请命 激动得夜不能寐 当下同意了魏斯攻打齐国的请求 于是魏斯拿着王命 带着韩赵魏三国联军再次大举伐齐 已是残兵败将的齐国 在三进兵团的合围下 再次遭受惨败 此次伐齐之战 也让齐国发明了一种全新的防御方式 那便是修筑长城 尽管齐国修筑的长城 并未给自己带来多大的帮助 但为后事提供了很大的借鉴意义 公元前404年 韩赵魏三军取得伐齐大胜后 魏斯给周王室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献服仪式 给足了周天子面子 周威猎王看到 还有人把自己当根葱 于是喜上眉梢 立马封魏斯为上清 后来周威猎王又给予韩赵魏三家诸侯之名 直接承认晋国已经灭亡 取而代之的是韩国、赵国和魏国 起初周威猎王并不想授予韩赵魏三家诸侯之名 因为按照周朝礼制 韩赵魏的行为属于乱臣贼子 但禁不住三家实力实在太强 周天子只能做个顺水人情 公元前403年 韩赵魏三家正式被册封为诸侯 魏斯就是魏文侯 韩赵是韩景侯 赵集是赵列侯 至此 韩赵魏三家从士大夫一跃成为了诸侯 他们终于和晋国划清了界限 田无语死后 他的儿子田起 继续沿用父亲的策略 为家族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使人们逐渐淡化了 他们是外来移民的事实 田氏集团之所以保持低调 并不是在政治方面没有报复 而是一直在寻找时机 公元前490年 齐景侯去世 隐忍低调的田氏集团 终于打破了沉默 经营多年的田起 准备整顿齐国政坛 他先是从齐国老牌贵族中 抢到了话语权 紧接着 拥立齐道公为接班人 田起被任命为宰相 独揽大权 公元前485年 吴王夫差大举伐齐 惊慌失措的田起 竟然谋杀齐道公 以泄无师 君主成为全臣手中 可随时撕毁的纸牌 然而 妥协并非至胜之道 在第二年的爱灵之义中 齐国人仍然一败涂地 唯一让田起感到幸运的 是勾建在南方发动公吴战争 不经意之间拯救了齐国 田起死后 他的儿子田长子成父业 继续当齐国的吴冕之王 被田氏一手扶上台的齐检公 偏偏不识食物 打算扶持他人 以压制田长 结果 田长复制了父亲的做法 直接杀死了齐检公 齐检公被杀后 他的弟弟被立为国君 视为齐平公 像前两任君主一样 齐平公也是一个傀儡 田长大权在握 经常在朝堂上大开杀戒 田氏家族的封地 也超过齐国王室 至此 田氏已经成为 齐国名副齐时的最高统治者 尽管以孔子为代表的齐鲁士大夫群体 对田氏家族颇为不屑 但田氏家族在笼络普通民心方面 非常有一套 他们对百姓实施人证 经常让利于百姓 这也是田氏集团势军篡权 但仍能受到百姓拥护的原因 从民众的角度来看 上层的政治斗争和他们无关 他们只在乎谁对自己好 田长去世后 他的儿子田盘成为家族继任者 公元前453年 晋国三清共灭治疗的消息传到齐国后 田盘十分敏锐地意识到 晋国的分裂时代已经到来 他十分明智地派出使者 分别出使赵、卫、韩 以诸侯之礼对待三家掌门人 言下之意便是承认赵、卫、韩 是三个新兴国家 这一外交十分成功 田盘积极与三晋建立友好关系 为齐国赢得了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 到他去世之前 齐国与三晋没有发生任何战争 田盘把精力完全投放在国内 他不断地把田氏族人安插到齐国的每一座城义 直到所有城义的长官全部出自田氏为止 田氏家族的势力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 处须伸到了齐国的各个角落 田盘去世后 他的儿子田白急于称霸 一反父亲的外交政策开始对外穷兵独武 公元前413年 田白撕毁了之前与韩赵卫签订的和平协议 并主动侵占他们的城池 因此与韩赵卫交捂 后来田白去世 田氏家族内部出现了内乱 韩赵卫则趁机出兵攻打齐国 致使齐国元气大伤 直到田和继位后 他开始历经屠治 对内修生养息 对外推进积极的外交政策 为齐国迎来了宝贵的喘息之机 公元前391年 已经执掌齐国上百年的田氏集团 打算对君主动手 田和将齐康公赶出了王宫 在海边给齐康公搭了几间陋室 这个举动也基本上宣告了齐国君主的终结 将齐康公赶走后 田氏家族为了获得周王室认可 成为合法的诸侯 便派人出使魏国 田氏与魏武侯达成了一笔买卖 齐国出面拉近魏国与楚国之间的关系 魏国则向周天子施压 魏田和求一个诸侯的名头 对于魏文侯的提议 周天子只能听从 至此 田和也从士大夫摇身一变成为了诸侯 之前的齐国被称为江齐 现在的齐国则彻彻底底变成了田齐 公元前379年 齐康公在海岛上身亡 从江子崖建立齐国开始 齐国总共经历了744年 江齐曾在历史上辉煌过 齐桓公一度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只可惜时宜是意 鲜花总有凋谢之时 江齐这朵盛放的鲜花算是彻底凋谢了 在田和伐齐之时 魏国内部也出现了不和谐因素 一代名将吴启遭人陷害 被迫出走楚国 吴启的出走 也结束了魏国的全盛时代 魏文侯时代 魏国西挫强秦 东义齐国 北并中山 南极楚国 积无敌于天下 事实 魏国名将如云 吴启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起初 魏文侯启用吴启为西河郡守 镇守河西 此后 吴启为魏国的扩张立下赫赫战功 据吴子所记 与诸侯大战76 全盛64 于则君解 辟土四面 拓地千里 皆启之功也 千里马常有 而伯乐不常有 在群雄并起的年代 英雄只有德裕民主 才能一飞冲天 而魏文侯就是吴启的伯乐 在魏文侯麾下 吴启如鱼得水 只管把心思放在开疆拓土上即可 不用考虑朝堂争斗 但这一切随着魏文侯的去世 戛然而止 公元前396年 执政15年的魏文侯去世 作为战国初期最伟大的君主 他一手缔造了强大的魏国 魏文侯死后 他的儿子魏姬继位 视为魏武侯 魏武侯继位之初 依然延续着父亲的决策 由于魏文侯给魏国积累了大量人才 使得魏国保持了一段时间的强盛 公元前395年 上台不久后的魏武侯视察西河郡 吴启陪他一起泛舟于黄河 当魏武侯看到险郡的山峰 宽广的大河 便开始骄傲自满 他告诉吴启 魏国有这样的险郡关口 一定可以高枕无忧 吴启听后眉头一皱 他告诉魏武侯 国家不能只靠山河之险 倘若没有道义 身边的人都可能变成敌人 面对突如而来的当头一棒 魏武侯并未发怒 而是称赞无奇的才能 从这个层面来看 魏武侯继位之初 是具备一定胸襟的 魏武侯上台之时 战国七雄的格局已经形成 七个国家分别是秦楚焉 齐寒赵魏 其中 寒魏两国的地理位置最差 特别是魏国 周围被五大强国包围 面对这样的处境 魏武侯找吴启商谈应对之策 吴启告诉魏武侯 要想立于不败之地 必须时刻整军备武 并要明察其他国家的优势与劣势 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然后 他又从细处着手 根据自己的打仗经验 以及对各国军队的了解 给魏武侯详细讲述了 该如何应对其他国家 吴启的分析 可谓是动若观火 明察秋毫 在训练军队方面 吴启告诉魏武侯 必须要严格治军 讲成分明 对将士们做出的承诺 一定要实现 切不可存在食言的情况 否则就有可能 失去将士们的信任 这会大大降低军队战斗力 然后 吴启给出了详细的治军方案 吴启为人耿直 不善于阴谋诡计 这样的人能发挥多大作用 主要取决于君主的支持度和包容心 如果魏文侯不死 吴启很可能成为管仲式的人物 帮助魏文侯实现一番霸业 只可惜魏武侯不具备他父亲的识人之能 他只看到了吴启的军事才能 忽略了他在政治上的才华 魏武侯在选择丞相时 直接没有考虑过吴启 而是先后任用了商文与公书 吴启自认为 才华不逊于他们两人 对于魏武侯的这个安排表示不满 但他不善于明争暗斗 也不懂得权谋之术 不久后 吴启便明白了 如果没人撑腰 才能有时候会引来强烈的妒忌 商文做丞相时 虽然吴启一直对他不满 但他考虑到魏国的利益 还一如既往地支持吴启 商文死后 公书成为了丞相 与商文具备真才实干不同的事 公书是凭借关系才爬到丞相之位 为了稳固自己在朝中地位 他必须除掉比自己能力更强的人 于是 吴启变成了他的眼中钉 公书察觉到吴启为人傲慢 经常适才傲物 这让其他同僚的自尊心经常受到伤害 公书准备利用这一点大作文章 确定好陷害吴启的方向后 公书便开始制定计划 他先是跑到魏武侯跟前 说吴启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 如果吴启对魏国忠贞不二 那是国家之福 如果他有二心 则魏国威矣 魏武侯听完觉得有道理 公书提议 可以测试一下吴启的忠诚度 并给出了具体方案 公书建议把一名魏国公主 许配给吴启 如果他拒绝婚事 就可以断定 他的心不在魏国 魏武侯认为有道理 紧接着 公书又邀请吴启到他家里赴宴 席间 公书的夫人表现得骄横跋扈 时不时地出言不逊 给吴启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印象 公书见状 悄悄告诉吴启 说自己的夫人是公主 只能听之认之 他也无可奈何 吴启是个大男子主义 他见公书的妻子如此骄横跋扈 瞬间对公主的印象大打折扣 他庆幸自己没有娶公主为妻 殊不知 这一切都是公书和夫人 演得一出双簧 一切准备就绪后 公书恳请魏武侯 挑选一名公主来试探吴启 被完全蒙在鼓里的吴启 全然不知怎么回事 当他听到魏武侯 要把公主许配给他的时候 他第一时间想到了 公书夫人那副骄横跋扈的样子 于是不假思索地断然拒绝 魏武侯见状起了疑心 并说自己的魏国 是不是容不下吴启这尊大神 突如其来的变化 让吴启不知所措 当他回过神来 回想整个事情的前因后果时 才明白自己误入公书的圈套 目的就是让魏武侯对他起疑心 此事过后 吴启知道魏武侯已经对他起了疑心 而公书也势必想要置他于死地 想到此处 吴启自知已经不能继续留在魏国 于是当机立断 收拾行装带着仆人便离开了魏国 在行至魏国边境时 吴启常探导 要是再给他几年时间 一定可以拿下秦国 只可惜主上听信谗言 魏国落入秦人的日子也不远了 说罢便累撒当场 离开了自己扬名立万之地 离开魏国后 吴启几经权衡打算投奔楚国 当楚道王得知吴启来投后 亲自前去迎接 并与吴启坐而论道 吴启为了表示诚意 将自己写的兵法献给楚道王 吴启的兵书都是自己的心血之作 其中包括图国篇 料笛篇 制兵篇 论将篇 应变篇和历史篇 对吴启仰慕已久的楚道王 读完吴启的兵书后 不禁拍案叫绝 吴启的兵书 大到战略原则 小到战术方法 都有精妙之阐述 见解精辟深邃 而且都是吴启结合自己治军 作战的经验 更有说服力 更有可操作性 更贴近于现实 这是一部伟大的兵法书 比起《孙子兵法》也毫不逊色 这些著作是吴启在魏国期间 陆陆续续写成的 据汉书所在 原本有48篇 流传到今天的仅剩下6篇 有些人会写书 不见得会实干 但吴启是既能写书 又能实干 这才是大财 楚道王看了吴启的兵法书后 佩服得不得了 再向他询问治理国家的事情 吴启不客气地指出 楚国毕正所在 他说大臣太重 封军太重 若此 则上逼主而下虐民 此平国若兵之道也 不如使封军之子孙 三世而收绝路 捡百历之路至 捐不及之之官 以奉选炼之人 楚道王听后大惊 吴启作为一个外人 居然能把自己国家问题 看得如此透彻 他不禁地抹了一把冷汗 要是吴启是自己的敌人 该怎样战胜他呢 楚道王听完吴启的高论后 立马决定委任他为令隐 也就是楚国的国相 对于历经屠治 谋求改革的楚道王来讲 启用吴启是一次豪赌 他需要有一个人 为他独当一面 对国内的权贵开刀 对于吴启来讲 这是证明自己的最好机会 成为令隐之后 吴启搬起改革之府 对楚国的弊病进行开刀 尽管这期间 遭遇了很大的阻力 但最终凭借自己 杀伐果断的性格 成功把改革推行下去 但天有不测风云 就在吴启的改革 逐渐深入之际 楚道王却倒下了 公元前381年 楚道王去世 尸骨未寒之际 楚国贵族见状 发起了疯狂的反击 失去靠山的吴启 成为众矢之地 那些在改革中 失去爵位 失去官职 失去俸禄的贵族们 自发组织起来 勾结宗室大臣 发动政变 围攻王公 吴启且战且退 最后在楚道王的灵堂前 停下了脚步 准备和叛军殊死搏杀 面对围攻的吴启 已经抱定必死之心 他挥剑对着叛军高喊 自己今天难逃一死 但也会让他们 付出惨痛的代价 说吧 便朝着楚道王的棺材走去 气急败坏的叛军 下令对吴启乱剑齐发 临死之际 吴启把楚道王的尸体 搬了出来 就这样 吴启和楚道王的尸体 一同被射成了刺猬 此时楚国贵族才发现大事不妙 因为按照楚国之法 对国王尸体动刀动枪者 需要诛灭三族 楚国之所以有这样的法律 是为了避免当初吴子虚 编尸楚平王的事情重演 让王室蒙羞 吴启在临死前 又使敌人朝自己射箭 这也是一种同归于尽的办法 楚宿王上台后 立马下令抓捕围攻王公的叛军 这些杀害吴启的凶手 均被诛灭三族 被杀者超过了七十余家 吴启死后 楚国失去了再次称霸的机会 随着保守派占据朝堂 楚国再也没有做出过 惊天动地的表演 自此之后 楚国便走向了衰落 在魏武侯统治的前半段 由于有吴启等一众老臣的辅佐 魏国尚且能执行 魏文侯的大政方针 当吴启愤而离开后 魏国的政策开始偏离了轨道 韩赵魏是三个新兴的国家 魏文侯在世的时候 就清晰地意识到 只要三者齐心协力 就可以独霸中原 否则就会被各个击破 魏文侯在世时 能抑制彼此之间相互攻伐 魏文侯死后 三者齐心协力的局面 一点点被打破 公元前387年 赵列侯去世 赵国围绕君主位置 展开了激烈争斗 争斗双方是赵列侯的儿子 赵章与侄子赵朝 最终赵章获得了胜利 视为赵敬侯 赵朝为了自保逃到了魏国 并请求魏武侯出兵 帮其重夺王位 魏武侯自视是三者之间的带头大哥 出面为赵朝撑腰 发兵攻打邯郸城 而赵国早就做好了防备 让魏国并没有讨得便宜 魏国此举惹怒了赵国 刚上台的赵敬侯 因为根基未稳 没有立马进行报复 而是一点点谋划势力扩张 公元前383年 赵国突然发兵攻打魏国 此时的魏国只是个小诸侯国 根本无法阻挡赵国的进攻 但魏国人意识到 韩赵魏之间出现了裂痕 于是紧急向魏国求援 魏武侯不想让赵国扩大地盘 于是出兵救援 并打败了入侵魏国的赵国人 败北的赵烈侯并不甘心 次年再次进攻魏国 魏国健壮主动前去救援 不但大败赵军 还长驱直入拿下了赵国的河东之地 公元前381年 春风得意的魏武侯先发制人 主动联合魏国攻打赵国 欲将其一举拿下 关键时刻 赵烈侯派人到楚国搬救兵 楚国的参战让战场形势发生了逆转 魏国担心自己的大后方被楚国偷袭 便停止了前进的步伐 赵国则趁机反攻 不但打退了魏军 还拿下了魏国两座城池 赵魏两国交捂后 之前被魏国拿下的中山国伺机而动 由于中山国和魏国之间隔着赵国 此前赵魏关系亲密 魏国官员往来与中山国没有任何阻力 如今两国交捂 魏国和中山国之间的联系被切断 于是 中山国伺机发动了复国运动 并成功摆脱了魏国的控制 此后 赵国趁中山国刚立国 局势未稳之际 大举进犯中山国 掠夺了大量地盘 进一步扩张了自己的地盘 意气风发地赵国人 携带胜利之势 于公元前371年 相继打败了西边的秦国和东边的齐国 正当赵国准备继续侵占齐国之时 魏国突然发兵来救 一举击退赵国 此时 赵国才逐渐收敛 魏国虽然还能保持强大的战斗力 但比起魏文侯时期相差甚远 尤其是失去中山国后 魏国的领袖地位逐渐被瓦解 然而更不幸的事情还在后头 公元前370年 在为26年的魏武侯突然病逝 去世前还未来的吉利太子 这直接导致了魏国出现了政治危机 魏武侯去世后 接班人有两个人选 一个是公子英 另一个是公子桓 两人是亲兄弟 这场争斗不仅是魏国的内政 也让其他国家看到了介入魏国的机会 内战爆发后 魏国大夫公孙齐辗转逃到了韩国 并得到韩义侯的礼遇 此时的韩国 已经不是三家分禁时的弹丸之地 经过上几辈的东征西讨 韩国成功灭掉了郑国 并把郑国所有地盘都据为己有 到了韩义侯时期 韩国已经能和赵魏两国并驾齐驱 公孙齐正是看中了韩国的军事潜力 才来到韩国寻求发展机会 公孙齐告诉韩义侯 说魏英控制着魏国大部分地盘 只要能趁机除掉魏英 就可以大破魏国 韩义侯听后认为是一个好机会 倘若能抓住 势必将韩国推向一个更高的台阶 不但能取代魏国的位置 还有称霸中原的机会 只是韩义侯虽有称雄之心 奈何实力与魏国相比相差甚远 于是他派人联络赵国 商讨一起趁机讨伐魏国 常年受魏国欺压的赵国 当即同意了韩义侯的请求 公元前369年 韩赵两国军队兵分两路来夹击魏英的军队 双方在逐则展开了大决战 此役魏英军队被打得大败 这是自魏文侯以后 魏国遭遇的最大的败仗 魏英军队被韩赵军队死死包围 面临全军覆没的困境 可就在韩赵军队胜券在握之际 两国却突然撤军 成功让魏英解围 韩赵之所以撤军 是因为在处置魏英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 赵成侯认为 应该趁机杀掉魏英 然后逼迫魏国割地求和 趁机瓜分魏国 而韩义侯认为 杀掉魏英在道义上很难立足 此前 韩赵两国受到了魏国诸多庇护 不能把事情做得太绝 韩义侯提议 把魏国一分为二 分别交给魏英和公子还统治 让魏国沦为二流国家 对于韩义侯的提议 赵成侯坚决反对 他必须得到魏国的土地才肯罢手 而韩义侯不想让赵国得逞 索性掉头打道回府 选择了撤军 赵成侯看韩义侯撤军 担心局势生变 被人抄了后路 也下令撤军 本来一场能够改变历史走向的胜利 就这样结束了 起初魏英得知 韩赵两国撤军后以为有诈 经过反复探查后 才确认两国确实撤军了 大难不死的魏英重整旗鼓 没过多久 便对公子缓发起了猛攻 最终杀死了公子缓 武力统一了魏国 魏英也成为新一任君主 视为魏惠王 魏惠王继位后 开始了修生养兮 作为传统的军事强国 只要给他一丝喘息之机 就能迅速恢复元气 恢复元气后 魏国对韩赵两国进行了报复 并多次击败对方的军队 表面上看 三进分裂为两大阵营 一为魏国 一为赵国与韩国 两方相互攻防 但是 三进又有一致的利益 特别是在对付西方秦国的问题上 毫不含糊 三个国家达成一种默契 三进内部争斗的同时 要一致对付秦国的入侵 面对越来越强大的秦国 倘若三进不能齐心 将被秦国各个击破 于是 历史上奇怪的一幕出现了 在往后几年时间里 三进两个阵营 对付秦国时一致出兵 打完秦国后 回来又继续相互杀法 上演了一出国家版的相爱相杀 公元前366年 魏惠王与韩义侯在翟阳会晤 商讨对付秦国的事宜 在打击秦国这件事上 双方合作 共同出兵 但是这支貌合神离的军队 在武都被秦军打败了 从秦国战场败退回来后 两国本应该修生养息 但魏国却调转枪头 派出大军讨伐韩国 韩国军队全力反抗 最终将魏国军队击退 欲望相争渔翁得利 秦国看清了三晋之间的貌合神离 于是组织了一次大的功法 公元前364年 长驱直入杀入魏国 魏惠王自知凭借一己之力 很难抵挡秦国 于是向韩赵两国求救 赵成侯和韩义侯在大事上 没有犯糊涂 果断出兵前往救援 三晋联军与秦军 在石门展开了大决战 本以为是一场势军力敌的战争 但结局令人大跌眼镜 秦军大破三晋兵团 此意斩首超过六万人 一举奠定了秦军虎狼之师的地位 也让韩赵魏元气大商 公元前363年 秦军直逼魏军设在黄河西岸的邵梁城 在上一年元气大商的魏国 再次向赵国求救 赵成侯得到消息后 立马前去支援 并帮助魏国打退了前来进犯的秦军 面对魏国三番五次的求援 赵国的做法颇具意气 两者并肩作战多次后 本应该兵士前嫌 但就在赵国发兵救援少良称不久 魏国却恩将仇报发动了对赵国的战争 一路势如破竹 直逼邯郸城 最终 赵国殊死抵抗才躲过一难 公元前362年 魏国再次对韩赵联军开战 开战原因不得而知 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 只是记录了此次战争的结果 魏军大败韩赵联军 并俘虏了赵国大将越作 魏惠王希望凭借此意的胜利 重新树立魏国中原领袖的地位 但魏惠王忽略了一点 魏军之所以能与秦军掰手腕 是建立在三进共同联合的基础上 如今 魏惠王把韩赵两国当作随意摆弄的玩物 需要的时候就去求援 不需要的时候就前去攻打 这让韩赵两国甚是恼怒 此后不久 秦宪公派兵再次攻打少良城 起初魏军尚且能与秦军势军立敌 后来魏军逐渐处于下风 溃败一触即发 就在此时 魏惠王向韩赵两国颁救兵 并许诺此意过后三家重归于好 但韩赵两国拒绝出兵 魏军被秦军大败 少良城失守 此前从秦军手里夺取的樊旁城 也重新回到了秦军手中 在与魏国对峙的过程中 秦国逐渐占据了上风 少良城失守的消息传回魏国后 魏惠王大惊失色 为了抵御秦军进一步侵入 他命人在魏国西部修筑长城 然后又决定迁都 把魏国都城从安邑迁到大梁 短期来看 迁都暂时避免了秦军威胁魏军的都城 但从长期来看 由于都城东迁 使得魏国西部的防线更加脆弱 更难以抵挡强大的秦史 事实证明 魏惠王这一举措是错误的 魏国迁都后不久 西部防线就被秦国突破 旧都安邑被秦军占领 魏惠王眼见西部防线已经溃败 于是把战略重心放到了中原一带 对秦国转攻为首 魏国的撤离 使得韩国彻底暴露在秦国血盆大口之下 公元前359年 秦国大举进攻韩国取得了大胜 次年又在西山战役中重创韩国军队 韩昭侯自知不是秦国的对手 便打起了魏国土地的主意 由于魏国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 东部和西部之间的联系非常脆弱 韩昭侯想把魏国从中间一分为二 分成东西两个部分 然后趁势吞并魏国的西部 于是韩昭侯淡而走险 对魏国中部发动猛攻 夺取臀流 长子 聂等地 几乎把魏国拦腰截断 面对韩国的进攻 魏惠王先是和赵国达成了协议 让他们保持中立不动 然后又倾尽全力对付韩国 公元前357年 魏军扭转了局势 一举将韩国赶出了魏帝 此后 赵国又卷入其中 上演了各种混战 这场中原混战始于公元前369年 一直持续了12年 最终 韩昭魏三家 谁也没有胜者 在他们三家混战之际 齐国利用这个空档实现了腾飞 带领齐国复兴的人是齐威王 公元前357年 齐桓公田武去世 需要注意的是 此齐桓公并非之前的公子小白 此时的齐国是田氏家族 而非之前的江氏家族 在田武统治齐国的18年里 相对来讲比较平静 对外来讲没有太大的功绩 但他留下了一笔非常宝贵的遗产 便是创建了纪夏学宫 纪夏学宫成为未来100多年里 齐国乃至整个中国最富活力的学术中心 在纪夏学宫100多年的历史中 曾迎来明家隐文 田八 儒家孟子 荀子 道家宋监 阴阳家邹炎 兵家孙斌 法家慎道等大师级的人物 齐桓公去世后 他的儿子田因齐继位 视为齐威王 齐威王一上台 就任用名士邹继为相 邹继从见如流 引得天下名士纷纷投奔齐国 关于邹继劝谏齐威王的故事 想必大家在教科书中 学过相应的文章 在此就不详细叙述 齐威王是齐国走向超级强国的关键人物 他不仅在政治上清明 从见如流 对人才也极其重视 齐国学术出现百家争名 百花齐放的盛况 儒家 墨家 阴阳家 纵横家 明家 法家 兵家等各流派都十分兴盛 特别是在辩世邹记 出人意料的入主内阁后 更刺激诸多人才纷纷涌向齐国 齐国成为诸侯国中最富活力的国家 他的全盛时代即将到来 力图向中原求得发展空间的魏惠王 更加关注这个有内涵的邻国 为了探查齐国的真正实力 魏惠王决心要亲自访问齐国 见识一下齐威王 公元前355年 魏惠王正式访问齐国 作为执政多年的君主 在刚上台不久的齐威王面前 他表现出了极度的自负与傲慢 两者见面后 魏惠王朝齐威王炫耀 他说 魏国有直径一寸以上的宝珠石枚 能照亮前后12架马车 齐威王说 齐国没有这样的宝贝 但他手下有一位大臣名为坛子 镇守南部边关 楚国人不敢进犯边界 四水流域一带的12个小国 都前来齐国朝见 另一名大臣名叫坟子 镇守西部高唐城 赵国人不敢到附近的河流里捕鱼 还有一名官吏名叫乾夫 镇守徐州 燕国 赵国 共有7000多户人家前来投奔 还有一位大臣名叫总守 负责击捕盗贼 维持治安 他治下的民众安居乐业 路不时宜 他这四位大臣的光辉 足以照耀千里之外 其指应辆12辆马车 听到齐威王这么一说 魏惠王不禁满面通红 心有残意 无言以对 这时 魏惠王已经上台15年 而齐威王仅仅两年 从胸襟与气度来看 魏惠王远远不及齐威王 事实上 魏国君主一代不如一代 他之所以还能够在中原呼风唤雨 完全是吃老本 魏惠王原本打算 借着访问齐国的机会 给政治经验不足的齐威王 来一记下马威 最后能将齐国收为小弟 结果最后自己成了笑柄 魏惠王访问齐国之后 两国关系进入到蜜月期 往来与大梁与林兹之间的使节 逐渐多了起来 一次偶然的机会 齐国使节带来了一位残疾人 这位残疾人后来为齐国 立下了汉马功劳 他的名字便是孙斌 他是战国时期兵家的代表人物 孙斌出生于齐国 在百家齐鸣时期 他开始迷恋上兵法 和他一同学习的还有一个人 名叫庞娟 关于孙斌和庞娟 从尸鬼谷子一事 实际上是野史谬传 只是为了增添孙斌的传奇色彩 孙斌本身资质非常优秀 领悟能力极强 在兵法的见解上 要远远高于庞娟 对此 庞娟内心十分妒忌 只是憋在心底 没有说出来 后来两者分道扬镳 庞娟回到了魏国 孙斌则留在了齐国 当时正是魏国战事纷乱的时期 庞娟凭借过硬的军事本领 得到了重用 在与韩赵两国的战斗中 取得了不少胜利 庞娟除了军事本领过硬 在钻研政治方面也颇有心得 因此一路青云直上 成为了手握重兵的大将军 相比之下 孙斌在相对和平的齐国 没有建功立业的机会 长期以来并未受到重视 但远在魏国的庞娟 一直放心不下孙斌 他自知 孙斌的能力比他强太多 一旦让他把握机会 孙斌必然会脱颖而出 届时 自己也会使孙斌的手下败价 想到此处 庞娟整日夜不能寐 为了去除自己这块心病 庞娟打算除掉孙斌 为了设计 把孙斌骗到魏国 庞娟派人给孙斌送信 说她在齐国没有发展机会 不如来魏国施展报复 孙斌对庞娟没有提防 于是欣然应语 当孙斌兴兴高采烈地来到魏国之后 迎接她的不是鲜花与掌声 而是牢狱之灾 庞娟随便罗知了一个罪名 将其打入大牢 并砍掉了她的双脚 关于庞娟为什么 没杀孙斌的说法有很多 这其中并未有一个统一的结论 但无论如何 庞娟留住了孙斌的性命 在庞娟的折磨下 孙斌变成了一个废人 只能靠双手撑地爬行 更没有人格和社会地位 一个学富武车 才高八斗的才俊 被折磨的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 换作他人可能早就一死了之 但强烈的复仇欲望 让孙斌选择了狗活 要想实现复仇 他就必须要离开魏国 否则万一哪天庞娟不高兴 就会杀了他 但双腿残废的他 除非有人帮助 否则根本没机会离开魏国 就在孙斌走投无路之际 魏国和齐国之间互派使节 让他看到了曙光 一次偶然的机会 孙斌向前来魏国访问的齐国使者 说了一番自己对齐魏两国的军事形势分析 及兵法战略 起初齐国使者并未抱有多大期望 随着孙斌娓娓道来 齐使越听越震惊 发现面前的这位瘸子 是一位京士之才 当时的齐国官员 非常热衷于举荐人才 如果自己举荐的人才被任用 自己也能得到不少好处 孙斌的一番话 让齐使下定决心 一定要把他带离魏国 举荐给齐国 要想带孙斌离开魏国 就必须避开旁卷的耳目 在齐使的安排下 孙斌被藏在了齐国使节的马车里 最终被带到了齐国 回国后 齐使把孙斌推荐给了大将田济 田济是齐国大将 听完使节的介绍后 他决定见一见孙斌 后来被孙斌的见识和谋略深深折服 并把他奉为座上宾 孙斌第一次在田济面前展露头角 是帮助田济赢得了赛马 他让田济用自己的下等马 和对方的上等马赛跑 然后用上等马和对方的中等马赛跑 最后用中等马和对方的下等马赛跑 最终取得三局两胜 这便是有名的田济赛马 想必大家对这个故事已经非常熟悉 在此就不详细讲述 虽然这只是一场赛马 但足以见出孙斌非凡的智慧与谋略 出于为国家着想考虑 田济便把孙斌推荐给了齐维王 此后不久 齐维王照孙斌进宫 与之谈论兵法 孙斌首次见到齐维王 便侃侃而谈 将自己精妙见解 悉数说给齐维王听 在当时的齐国 儒家是众人追求的显学 但儒家鼓吹任意无敌 避而不谈武力 针对这一点 孙斌说 三皇武帝这些历史上的伟大人物 他们也要用武力手段来治理国家 现在有一群人 道德才能都不及先贤 却鼓吹人意无敌 这种观点是很危险的 孙斌在军事理论上 比孙武 吴启又有许多创新 齐维王听了后非常佩服 以老师之理对待他 就在齐维王养精蓄锐 力精图治的同时 魏惠王却一直做着中原霸主的美梦 在他访问齐国后不久 赵国趁机向魏国发难 魏惠王认为 赵国此举是在向他挑衅 于是当即点兵十万 以旁娟为三军统帅 同时纠集了宋国 魏国两国军队 直逼赵国国都邯郸城 赵承侯眼见不敌 于是 楚国颁救兵 楚国之所以愿意施以援手 并不是和赵国的关系有多好 而是不想见魏国做强做大 出于制衡层面的考虑 楚国决定出兵 与此同时 赵国还向齐国求援 齐国同样答应救援 不过 救援的方式 并非派兵到邯郸 帮助赵国解围 而是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 虽然齐国不想看魏国做大做强 但同样不想看到赵国毫发无损 于是 齐国大夫段甘伦提出了一个策略 他说 齐国的打击对象 并不是赵国境内的魏军 而是向南进攻魏国境内的相邻 魏军为了回来防守 必然会速战速决 和赵军拼命厮杀 双方都会被消耗 届时 即便魏军胜利 但已经是疲惫之师 齐国可以以一代劳重创魏军 这样能同时消耗赵魏两国 还能防止赵国落入魏国之手 齐威王听完断甘伦的计策后 直呼高明 就在魏军大举进攻赵国之时 西部的虎狼之师 秦国并未选择隔岸观火 他们打算从中捞去好处 由于此次魏国精锐 悉数进入赵国 使得西线防守更加脆弱 于是秦国果断出击 在河西大败魏军斩首超过七千 此时的魏军不能两线作战 只能进行取舍 最终魏军选择放弃少梁城 将精力全部投入到伐赵之战中 在西线屡屡得手的秦军 并不满足于此 他们要利用此机会 取得压倒性的优势 夺取少梁重镇后 秦军在公孙状的率领下 进攻韩国 一路向东 占领上基 安陵 山市 并且在占领区铸城 这样秦人的势力 如同一把尖锐的蝎子 插入韩国与魏国的交界之处 在这种情况下 魏惠王仍然坚持攻打赵国的政策 他打算全力拿下邯郸后 再掉头与秦国决议死战 为了尽快结束东线战斗 魏惠王下令全力攻城 此时的邯郸城已经独目难知 万分危急之时 齐国启动了唯卫救赵的计划 公元前353年 齐魏王委任田济为主将 孙并为军师 率领大军直奔魏国 而齐军行至一半时 田济想改变既定策略 因为田济对断甘伦为魏救赵的策略 并未完全领会透 他想不明白 明明赵国首都邯郸告急 不派兵到邯郸救援 反而去进攻毫不相干的相邻 在战国时期 领军将军的权力很大 军中一切事情都是大将军说了算 就在田济准备调头奔赴邯时 孙并果断制止了他 他告诉田济 要揭开杂乱纠纷 得用巧劲而不能蛮干 如今魏赵相攻 魏国精锐部队必定都被调往国外 国内剩下的定是老弱残兵 如果不想去攻打相邻 那就率领大军直奔魏国首都大梁 占据他的交通要道 控制其空虚之处 到时魏国必定要放弃赵国而自保 这么一来 既可以解赵国之围 又可以挫败魏国的锋芒 实现一举两得 经过孙并这样一说 田济总算明白了 田济听从了孙并的建议 下令其师大举入位 齐国突如其来的一击 确实令魏国人手忙脚乱 在桂林一役中 魏军失利 齐国的参战 令跟随魏国出征的宋国 魏国立场开始动摇了 宋魏两国经过一番权衡后 最终抛弃了魏国 投入了齐国怀抱 按照齐国的预设 魏国的国都受到威胁 应该及时后撤救援才对 但魏惠王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非但没有立即从邯郸撤兵 反而加大了攻击力度 齐国与楚国在背后偷家 似乎并未动摇魏国拿下邯郸的决心 当年十月 十万魏军孤注一掷 对邯郸发起了总攻 最终将其拿下 但在邯郸城沦陷之前 赵成侯已经率人提前离开 而且城内的守军并未选择投降 而是继续与魏军周旋 齐国的唯卫救赵策略 实际上并未帮助赵国解围 不过这也是齐国希望看到的 通过魏国之手 成功削弱了赵国的兵力 接下来齐国要做的 就是通过一场大战来削弱魏国 拿下赵国后 魏国回撤了一小部分兵力 前去支援大梁城 而此时的旁娟 也挽起了必时就须的策略 他重新集结了八万大军 直奔魏国而去 因为魏国已经倒戈于齐国 旁娟此计就是逼迫田记前去救援 对此田记迟疑不决 孙斌则给出了决断 他告诉田记 旁娟攻打魏国已经占据实际上的优势 如果从魏国撤兵前去支援魏国 就会郑重旁娟的下怀 被对方牵着鼻子走 显然 当前回撤救助魏国并不是上等方案 既然不去救援魏国 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对此孙斌也给出了方案 孙斌提议 此时应该攻打魏国东部的军事重镇平陵 平陵的南边是宋国 北边是魏国 这样的地理位置对进攻一方非常不利 很容易被截断梁道 孙斌告诉田记 他们要装作对此一无所知 将欲取之 必先于之 他们要先给魏国一些甜头 才能把他们的主力吸引过来 以达到调动敌人的目的 经过孙斌一番解释 田记完全表示同意 立马调兵潜将率领八万大军直奔平陵 骑师到达平陵后 驻扎在环图的魏军 准备从背后夹击骑师 孙斌让田记调动骑城 高唐两地的骑国军队进攻平陵 田记的部队保持暗兵不动 任由高唐骑城的骑军被魏军消灭 孙斌之所以这么做 是为了让旁娟中计 如果只是诈败 旁军肯定不会中计 只有付出一定的代价 才能让旁娟相信打消疑虑 按照孙斌的计划 高唐 骑城两地的骑军 在魏军的夹击下死伤惨重 孙斌知道 旁军是一位用兵谨慎的人 但任何人都有弱点 孙斌同样还知道 旁娟的功力心特别强 倘若能给他扬名立万的机会 他必然会放弃攻打魏国 于是孙斌让田济派出一部分部队 连夜奔袭 进攻魏国首都大梁 孙斌告诉田济 大梁城是魏国首都 救援首都要比进攻魏国的功劳要大 旁娟一定会选择后者 而且 齐军在平陵之战中的惨败 一定会让旁娟掉以轻心 果不其然 旁娟判断 齐军在平陵遭到重创后 已是强弩之末 他迫不及待地从魏国抽身 想要抢下救援大梁第一攻 旁娟一路上不断击溃齐国的小谷部队 这些部队对魏军完全构不成威胁 他断定齐军已经基本溃败了 于是丢掉自重 青庄上阵昼夜奸程奔向大梁城 这一切都在孙斌的预料当中 孙斌把齐军主力部队 安排在旁娟回撤的必经之地 桂林 当旁娟的部队进入桂林后 忽然周围呐喊声四起 齐国的伏兵从四面八方杀出 占据地形之力 把魏军团团包围 在孙斌的指挥下 魏军毫无还手之力 最终连旁娟都未能幸免 最终成了齐军的俘虏 旁娟的失败彻底打乱了魏惠王的计划 为了寻求自保 魏惠王派人到韩国搬救兵 请求韩昭侯出兵相助 公元前352年 韩国正式出兵相助 齐军此前虽然取得了桂林战争的胜利 但自身损失也很大 面对士气饱满的韩国军团 齐军在相邻被韩国军队打败 韩国的参战 让战争局势更加复杂 齐威王考虑到齐军劳实远征 将士们都疲惫不堪 于是派人和魏国和谈 魏惠王也借泼下驴 答应了齐国的求和 此前被俘的旁娟也顺利回到了魏国 回国后的旁娟 依然深得魏惠王的信任 在军界的地位并未动摇 齐魏交兵 秦国再次成为获利者 他们趁势进攻魏国河东 并拿下了安逸 公元前351年 秦国人再次出击 攻取魏国的顾阳 同时进攻赵国的令地 面对秦国人无休止的进攻 魏惠王与赵成侯都意识到 魏赵两国这样消耗下去 最终只能是秦国人得利 为此 魏惠王提出 把邯郸城归还给赵国 同时赵国与魏国结盟 实际上是屈居魏国之下 赵成侯深知不能把国家的希望 寄托在齐国、楚国身上 也无法在两条战线上 同时与魏国、秦国开战 于是双方达成和解 魏赵战争宣告结束 后来 在魏惠王的周旋下 韩赵魏三国又重新结盟 重归于好的三晋 准备联手对付秦国 公元前344年 魏惠王把目光投向河西 尽管在连年战争中损失不少军队 但魏国还拥有一个 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优势 拥有众多的附庸国 除了赵、韩两大强国之外 还有四上十二个小诸侯 凭借这个得天独厚的资源 魏惠王仍然有把握 在西县与秦国再决雌雄 因而 他以朝天子为名 纠集了众多小诸侯国 打着尊王的旗帜 准备收复河西重镇邵梁城 秦孝公得知 魏国率领十几路诸侯前来征讨时 内心十分没底 后来 商鞅给秦孝公出了一个主意 他让秦国给魏惠王献上王的称号 实际上 此时的魏惠王仍魏称王 应当被称为魏侯 便于叙述的顺畅性 我们依然称呼他为魏惠王 魏惠王比较浩大喜功 得知秦国主动往他脸上贴金时 便欣然同意了 并解散了十几路诸侯国的联军 放弃了围攻秦国 在当时人们的观念里 中国就是中原 像秦国是处于边缘的诸侯国 因为文化落后 一直被中原人瞧不起 打败秦国也得不到什么好处 秦国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 魏惠王也想罚秦 但是除了罚秦之外 魏国还有其他选择 就如这些年频频出击 从燕国、楚国都捞到不少市地 可以弥补西县被秦国所占之地 在秦国的迷惑下 魏惠王自命为夏王 意思是华夏之王 自立为王之后 魏惠王召集了诸多小诸侯国 相会于冯泽 以此来显示自己的王威 在众人的阿谀奉承下 此时的魏惠王觉得自己 真的是华夏之主 殊不知 这是秦国给他下的圈套 而在秦国背后出谋划策的人 就是大名鼎鼎的商鞅 商鞅通过诱导魏惠王自立为王 巧妙地化解了魏秦之间的战争 同时 让其他诸侯国对魏国产生了不满 除了秦国高声附和 楚焉 齐寒兆等大诸侯国 对此都是嗤之以鼻 这是魏惠王的战略失误 他高估了自己的实力 同时也低估了秦国的狼子野心 此次逢责之会 寒昭侯没有前来祝贺 让魏惠王颇为不满 他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不尊重 于是公元前344年 魏惠王再次出兵攻打韩国 此次魏军挂帅出征的 仍是庞涓 为了一雪前耻 报答魏惠王的知欲知恩 旁涓攻打韩国的时候格外卖力 在强大的魏军面前 韩昭侯选择向齐国求援 面对韩国的求援 齐威王拿不定主意 便召集众臣前来商讨 对于出兵远韩 大家意见不一致 最后齐威王望向孙斌 这是他最信任的谋臣 孙斌说 此次魏军来势汹汹 想一举吞并韩国 倘若现在就出兵 就相当于提韩国打仗 反倒成了听命于韩国 如果等到韩国到了生死存亡之际 再出兵 既可以让韩国感激涕零 也可以趁魏国疲惫不堪之际 将其击败 如此一来 名利双收 孙斌一阵见血的分析 让齐威王大开眼界 他毫不吝啬地夸赞孙斌 当场表示按孙斌的方案执行 于是 齐威王告诉韩昭侯的使者 表示愿意出兵相助 但需要一定的准备时间 让他们一定要顶住 得到承诺的韩昭侯 开始主动出击 和魏军正面硬杠 旁娟在孙斌面前不是对手 但在其他人面前 可谓是一枝独秀 在旁娟的指挥下 魏军连战连结 韩国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但仍不见齐军前来相助的迹象 无奈之下 韩昭侯选择向齐国称臣 以此来请求齐国早日发兵 孙斌见十几已到 便请求齐威王下令远征 齐威王委任田济为主将 孙斌为军师 率领十万兵马再次远征 公元前342年 齐国远征军大举出动 这次元韩的战略 与上次旧赵的战略如出一辙 并不直接救援韩国 而是进攻魏国 兵封直指大梁城 魏惠王得知齐国大举出动的消息后 任命太子魏申为统帅 全面指挥对齐国的战斗 同时让旁娟回撤到魏国境内 准备迎战齐国的大军 上次失败后 旁娟并没有痛定思痛 他认为自己的失败纯属意外 长期以来 魏国对齐国保持着天然的优越感 心底里瞧不起齐国 这种心态又让孙斌看到了机会 打算用敌人的麻痹大意来诱导他们 为了引诱旁娟上钩 孙斌设计了一个 世界军事史上非常著名的计谋 这个计谋是孙斌首创 是他根据旁娟的性格弱点设计出来的 齐军进入魏国后 便安营扎寨 在地上挖起了十万炉灶 此举是为了向魏国传递一个信息 暗示齐国军队实力雄厚 光做饭的炉灶就有十万个 军队人数远远不止十万人 旁娟不敢疏忽大意 他的大军在后面尾随 但保持着安全距离 同时派人密切监视齐军的洞下 孙斌健壮 微微一笑 第二天他命人减少炉灶的数量 在地上挖五万炉灶即可 到了第三天 他又下令挖三万炉灶 孙斌知道 旁娟是个谨慎小心的人 非常善于观察细节 别人根本不会在乎炉灶的数量 旁娟则十分注意 这种不起眼的蛛丝马迹 而孙斌就是故意做出这种细节 以此来迷惑旁娟 旁娟看着齐军的炉灶一天天减少 心里暗息 不断减少的炉灶说明齐军一路走一路逃 从炉灶减少的数量来看 齐军起码跑了三分之二 旁娟觉得 即便孙斌的计谋再高 也有露出破绽的时候 而他要做的就是抓住破绽 一举拿下孙斌 上一次失败只是运气欠佳 这次一定要大败齐师 一雪前耻 为了安全起见 旁娟把自己的判断在脑海中过了无数遍 没有发现逻辑上的错误 所有的细节都证明他的判断是真的 殊不知他已经被复仇的情绪所主导 失去了理性思考和谨慎小心 为了不让孙斌逃跑 他亲自率领轻骑兵 带着少量粮草 马不停蹄地追赶 试图全歼齐军 孙斌之所以如此了解旁娟 源于他对人性的洞察 两人在求学期间 在诸多军事问题上进行探讨 并做过大量的军事推演 孙斌通过旁娟的举动深深摸透了他的性格 孙斌将大军驻扎在马陵等候旁娟 这里的地形非常适合打伏击战 在马陵道路中央有一棵大树 孙斌命人在上面刻字 写上旁娟死于此树下 然后在两侧布下伏兵 并吩咐将士 只要看见有火把燃起 就万箭齐发 当旁娟的轻骑部队赶来马陵之时 夜色已黑 前方探子来报 说马陵中央的大树上写着一些字 旁娟听后 立马命人取火把上前查看 当他看清树上的文字后 埋伏在两边的骑军 见火把亮起 瞬间万箭齐发 身处黑暗中的卫军乱作一团 死伤十分严重 此时的旁娟才知道 自己已经中计 摆在他面前的选择只有两个 要么投降 要么自杀 旁娟之前已经被俘虏过一次 万分不甘的他 最终选择了自杀 在与孙并的两次斗法中 旁娟再次败下阵来 并为此付出了生命 纵观此次决斗 孙并不急不躁 从谋局到收尾 环环相扣 每个步骤 都是根据旁娟的弱点精心设计 在这种谋略大师手里 克服不了性格弱点的旁娟 没有任何胜算 灭掉旁娟后 孙并率兵直指卫国大梁 本以为会有一场空前的大战 但前线统帅太子魏绅 却临时生变 因为他身边的谋臣告诉他 如果此意打赢了 身为太子的他 并不能平天富贵 如果打输了 就有可能被罢处 这个想法 与太子魏绅的担忧不谋而合 不过 魏绅想撤兵也并不容易 虽然打胜仗 对魏绅没有多少好处 但对于跟随魏绅出征 并想以此建功立业的人 可以凭借此次战争扬名立万 因此 对于魏绅的撤退命令 下面的将士表示坚决的反对 魏绅无奈之下 只得硬着头皮和齐军作战 但主帅已经无心恋战 最后的结局也可想而知 此意的结局 以齐国的大胜而告终 魏军则兵败如山倒 太子魏绅在战场上兵败被俘 十万精兵灰飞烟灭 魏绅不仅被俘虏 而且最终死于齐人之手 至于魏绅是如何死的 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录 也许是被俘后伤重而死 也有可能被齐军处决 马陵之战 使魏国遭遇到 立国以来最惨重的失败 而齐国则取得了 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场胜利 这既是魏国胜衰的分水岭 又是齐国迈向 超级强国的标志性事件 同时 他还成就了一段 孙殡与旁娟斗法的传奇故事 在春秋战国时期 有诸多类似的复仇故事 他不但反映出 春秋时期诸侯们的性格 也不断推升全谋斗争的水平 孙殡在遭到陷害后 凭借坚韧不拔之志 和超乎寻常的谋略 不但成功报仇血恨 也为齐国的崛起 铲平了障碍 如今再次回顾这段历史 仍然会让人顿绝 热血沸腾 快意恩仇 马陵之战过后 魏国的地位大大被削弱 与此同时 韩兆魏三国的关系彻底破裂 由魏国主导的中原秩序宣告破产 齐国和秦国登上了争霸的舞台 秦国之所以能够称霸 表面上是军事力量 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 推动军事力量发展的内核 则是秦国兴起的变法运动 主导这场变法的人 便是商鞅 商鞅是魏国人 是魏国国君的后代 故而又称为魏鞅或公孙鞅 他出生在一个杀伐不断的年代 出生在一个风雨飘摇的小国 魏国的开国时间很早 但到了战国时期 逐渐沦为边缘化小国 经常成为周边国家蚕食的目标 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 魏国人更加具备忧患意识 魏国作为小国 虽然经常被大国摆弄 但也能以旁观者的身份 来审视大国之间的利益纠葛 比身在局中 大国政治家更能看清楚国际局势 魏国人没有很强的国家观念 哪个国家能给自己提供施展舞台 他们便会到哪个国家寻求发展机会 除了商鞅之外 大名鼎鼎的吴企和吕不韦都出自魏国 自春秋时代以来 法家成为重要的流派之一 之前的齐国名相管仲 郑国名相资产 魏国改革家李亏 军事家吴企都是法家人物 商鞅从小就艰苦好学 尤其对法学感兴趣 李亏是商鞅的精神导师 其变法思想对商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李亏的变法核心主要是三个方面 首先 废除是清是录的制度 也就是废除世代为官 其次 实行尽地利平财法的经济政策 另外 制定一套严酷严谨的法律 靠法律来约束人的行为 可以说 商鞅后续的变法政策 实际上是在李亏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 商鞅每天都进淫在法家的书籍里 他读完了历代法学名家的著作 并借鉴他们的学说 并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一套理论方案 但仅仅停留在理论阶段是不行的 商鞅不满足于当一个理论家 他想找一个地方将自己的思想付诸实践 对商鞅来讲 魏国并不是一个理想之地 因为魏国地盘太小 无法施展他的才华 二来 商鞅是魏国皇室人员 如果改革的太彻底 会被君主认为是想篡权 经过一番权衡 商鞅把目标锁在了魏国身上 魏国是个比较开放的国家 从魏文侯时期就广纳天下人才 吴启、岳阳等人都不是土生土长的魏国人 而且魏国有改革的先例 之前 李亏就曾经在魏国实施过变法 下定决心后 商鞅便起身前往魏国 并在相国抚谋了一份中树子的职位 这个职位是给相国做侍从官 当时魏国的丞相是公书座 他比较欣赏商鞅的才华 因此把他留在身边 公书座有时会随口问他对于时政的看法 商鞅不会浪费这种可以表现的机会 经常滔滔不绝地发表自己的见解 公书座听了很感兴趣 但并没有说什么 作为异国之相 他总是把真实的想法藏在心里 喜怒不行于色 商鞅迫切地希望有一天 公书座能够采纳自己的理论来治理魏国 可惜的是 他来的不是时候 魏国最迫切的事并不是改革 而是要在多条战线上同时作战 公书座就算赏识商鞅的才华 恐怕也分身乏术 他不得不把精力用于对付韩国 赵国联合发动的战争 魏惠王八年 公书座亲自指挥一支军队 大败赵韩联军取得空前的胜利 这场胜利并没有让他高兴多久 因为不久后 魏国在河西被秦国打的大败 丢了樊旁城 魏国所要面临的战争 几乎是无休止的 政府的力量都用于对外战争 无暇顾及国内的改革 当然 骄傲的魏惠王并没有认为有改革的必要 因为李亏留下来的制度 对他来说似乎已经足够了 更糟的是 在商鞅发迹之前 公书座便病倒了 而且病得很严重 死亡只是时间问题 有一天 公书座把商鞅换到卧室内 他躺在病榻上 被病魔折磨得骨瘦如柴 但思想仍很清晰 公书座对商鞅说 让他赶紧逃跑 不然就会有杀身之祸 商鞅见状非常疑惑 公书座告诉商鞅 他此前向魏惠王推荐过商鞅 希望能让商鞅接替他的位置 担任相国一职 但魏惠王似乎对这位 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不感兴趣 为此 公书座告诉魏惠王 如果不能重用商鞅 那就杀了他 以免他跑到其他国家 与卫国为敌 从这个方面也可以看出 其实公书座 一直都明白商鞅的价值 只是没有明确告诉商鞅而已 但公书座看出来 魏惠王对商鞅不感兴趣 为了保全商鞅的性命 因此劝他赶紧逃跑 不过 商鞅并未逃跑 他说 既然魏惠王没听公书座的话 任命他为相国 又怎么会听他的话杀掉自己呢 商鞅判断的没错 公书座死后 魏惠王很快便把商鞅遗忘了 既没有重用商鞅 也没有杀掉他 商鞅在魏国停留了一段时间 想继续等待机会 遗憾的是 机会始终没有垂青到他身上 就在他茫然四顾之际 秦国突然传来了一个消息 秦宪公驾崩了 他的儿子秦孝公继位 一直以来 秦国都被视为蛮夷未开化之地 此前一直采用活人殉葬制度 甚至一些大臣都被拉去殉葬 这大大阻碍了人才往秦国流动 他们害怕自己会成为殉葬品 但秦宪公是一位开明的君主 他废除了活人殉葬制度 并开始广纳天下人才 死后各路人才才逐渐往秦国流动 秦宪公死后 秦孝公继承了父亲的遗志 上台之初就发布了一条求贤令 表达了自己开疆拓土的愿望 并希望有人能辅助他完成这些理想抱负 如果能帮助秦国强大起来 就能得到高官厚禄的奖赏 同时还能分封到土地 商鞅看完求贤令后欣喜若狂 这简直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 秦国地域广阔 能够让他充分地进行各种试验 而且秦孝公有开疆拓土 富国强兵的志向 正好能满足商鞅的胃口 更重要的是 秦孝公上台后 政治结构被重新打乱 像他这样的新人有机会进入核心政治舞台 想到此处 商鞅当机立断 立马前往秦国 商鞅到达秦国后 并未急于前去求见秦孝公 而是静观时局 因为求贤令发布之后 每天有大量的人前去求见秦孝公 这其中不乏有真才实干者 但也有浑水摸鱼的人 相较于突然的陌生拜访 有人引荐会好得多 商鞅经过多方打听 得知秦孝公最宠幸的一个太监名叫景坚 于是想尽办法搭上了景坚这条线 商鞅是魏国贵族出身 深安王室的运作之道 更知道疏通关系的重要性 中国的人情社会 从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开始盛行 商鞅对景坚送上大礼 加之他是魏国王室人物 因此景坚答应帮他引荐 再见秦孝公方面 商鞅也做了精心设计 第一次见秦孝公的时候 双方见彼此都是二十岁出头的人 相互之间心里都没有底 秦孝公觉得商鞅如此年轻 担心他没有政治经验 而商鞅则担心秦孝公图有其表 不能让他充分施展报复 双方既然见面了 商鞅就根据事先设计 他并没有和秦孝公讨论富国强兵之道 而是和他讨论地道 对三皇五帝大谈特谈 听得秦孝公昏昏欲睡 最后秦孝公实在不耐烦 便把商鞅赶了出去 此次见面让秦孝公非常不高兴 为此他还把引荐商鞅的景坚怒斥了一顿 景坚得知两人见面的详情后 又把商鞅训斥了一顿 商鞅显然对此次见面有预料 他请求景坚再为他们安排一次会面 景坚想在秦孝公面前挽回颜面 于是便答应了 商鞅第二次见到秦孝公 仍然未谈具体的治国之策 而是大谈特谈王道 从大宇一直谈到周文王等人 此次秦孝公略微有兴趣 没有立刻赶商鞅走 但整体上仍没有眼前一亮的感觉 会面结束后 景坚告诉商鞅 说他不是秦孝公需要的人才 让他到别处寻找机会 但商鞅仍不死心 希望景坚能够再次引荐 并保证这次一定可以让秦孝公满意 景坚将信将疑 但可能是未央超强的自信心打动了他 他又一次答应了 第三次见面 商鞅仍未谈具体的治国之策 但也没有谈王道 而是谈论春秋五霸的称霸之路 此次秦孝公听得饶有兴趣 会面的时间比前两次加起来还要长 事后秦孝公对商鞅很满意 并让景坚再次宣他入宫 景坚听后也十分高兴 能讨君主欢心 对他来讲也是大功一见 与前几次不同的是 这次是秦孝公亲自要求见商鞅 说明他已经对商鞅说的霸道产生了兴趣 想知道更多的情况 再次见面 秦孝公就开门见山地指出 商鞅最早说的那些王道地道 用他们的方法来建功立业 花费时间太长 他等不了 贤明的君主 应该在位时就扬明天下 而不是默默无闻地等上数十年乃至上百年才能成就帝王之夜 商鞅告诉秦孝公 要想使国家在短时间内迅速强大起来 方法是有的 但是这个方法 在德行方面 无法与商周时代相比 秦孝公对德行这个问题显然并不关注 因为他急于要学耻 一是要夺回被魏国占领的河西之地 二是要改变中原诸侯把秦国当作遗敌来看待的歧视 商鞅见机会已成熟 便把自己的理论全盘拖出 他告诉秦孝公说 秦国一直以来所沿用的制度法令 很多都不适宜当下 要改变国家 首先要变法 商鞅侃侃而谈 把这些年来的心得一一道出 可谓是知无不言 言无不计 秦孝公听得十分认真 他上身前清 当魏鞅说到精妙之处时 他还下意识地把膝盖挪动到作息前 连续好几天 秦孝公把其他正事都推掉 关起门来 听商鞅说教 越听越兴奋 商鞅给秦孝公画了一幅美丽的图卷 秦国居高临下傲视群雄 世人不在头以蔑视的眼光 因为面对征服者 他们总是诚惶诚恐 听到入迷处 秦孝公双拳紧握 似乎现在他就已经是高高在上的天神 准备给敌人以雷霆击 秦孝公认定 商鞅就是他苦苦寻觅的人 这人将带给秦国前所未有的变局 兴奋之余 秦孝公也产生了担忧 如果按照商鞅的做法 基本上要把秦国先前的制度法令 全部推倒重建 他作为刚上台不久的君主 微信和根基很难和执政多年的历代 先秦君王相比 要想推进改革 必须具备足够的勇气 因为变法 势必会伤害到很多既得利益者的蛋糕 如果把握不好分寸 会引起政变 甚至他都有可能性命不保 作为一个温室中长大的公子 秦孝公有这样的担忧也算正常 商鞅看出了秦孝公的隐忧 他告诉秦孝公 优柔寡断者不会成名 十一不定者不会成功 真正的高人 必定具有超乎常人的见解 有独立见解的智者 必定会到众人厌恶 商鞅这是在告诉秦孝公 不遭非议 不被妒忌的人 算不上高人 秦孝公听后微微点头 商鞅见状 继续给秦孝公洗脑 他说 有智慧的人 在事情发生之前 便能看到结果 而愚蠢的人 即便事情发生了 也猛然不知 智慧的人少 而愚蠢的人多 因此主上要做成一件事 不可与民众商量 如何开始做 因为他们不过是蜀木寸光 君王只需要在事成之后 让民众享用现成的果实即可 有高尚道德的人 总是不合于习俗 建立大工业的人 总是独断专行 不与众人共同商量 因此 只要可以强国 不必效法旧的规章制度 只要有利于民众 不必遵循旧的理智 血气方刚的秦孝公 听完商鞅的见解后 顿时觉得热血沸腾 他下定决心 要做一个盖世雄主 当即表示 支持商鞅的做法 有什么事和他一起扛 两人达成一致后 便开始着手变法落地 对商鞅来讲 拉秦孝公入伙只是第一关 他的真正敌人 是朝堂上的保守派 以及秦国的王公贵族 朝堂便是商鞅的战场 政坛上的腥风血雨 一点不比 真刀真枪的厮杀安全 在变法之前 秦孝公让商鞅 在朝堂上 与大臣们辩论 几乎所有的人 都反对商鞅的理论 有的大臣表示 自古以来 圣人教化人民 不改变习俗 智者治理国家 不便更法令 顺着民俗来教化 不费力却易成功 严习旧法来治国 官吏习惯 百姓安心 倘若现在要变更法令 不遵循旧法 恐怕天下人 会在背后非议君上 这番言论 不仅在反对商鞅 还试图对秦孝公 道德绑架 面对来势汹汹的质疑声 商鞅表示 他们这些论调 都是俗人的见解 平庸的人被习惯所左右 学者们又拘腻于自己的见闻 不能突破常规 这两种人 不能跟他们讨论变法的事 历代的理法制度 都是不断革新的 而非一成不变 下商周三代的理智不同 但都能称王天下 五霸的法度也各不相同 但都能称霸诸侯 智者创建法令制度 而愚者只是受其制约 贤者更改理智 平庸者受其束缚 受之于救法者 不可与之谈变法 受之于救理者 不可与之谈正事 商鞅驳斥得有理有据 但保守派们仍不善把甘休 他们又表示 如果没有百倍的利益 就不要变更法度 没有十倍的功效 就不要变更工具 效法古制 可以不出差错 遵循旧理 可以避免偏差 商鞅随即反驳 他说 人们口口声声说 要效法古制 是效法哪一代的古法 遵循谁的理智呢 福西神农教化 却不诛杀 皇帝尧顺诛杀而不过分 周文王周武王时代的 法度理智 又易于前代 治理天下 绝不仅有一种方法 没有必要 非得效法古代 商汤周武王 不受古法的拘束 却成就王者之夜 夏节 商咒不变更古制 最终却走向王国 因此 寻规蹈矩 并非就是好 突破常规 并非就是坏 关键是要顺应 实事而定 说到这里 商鞅转向孝公 希望他不要再 犹豫不决 这些保守派大臣 本以为二十出头的商鞅 只是一个黄口小儿 没想到 他对各家各派学说 都有涉猎 对远古的理智法令 如属家珍 在商鞅的攻势下 秦国的保守派 全线溃败 但这种胜利 只是口头上的 要想真正实施变法 必须得到 秦孝公坚定不移的支持 秦孝公对商鞅的辩解 很满意 此次辩论过后 他把商鞅提拔为 左庶长 这个职务相当于义国总理 足以看出 秦孝公对商鞅的重视 至此 商鞅变法的大幕 便缓缓拉开 商鞅变法的目的非常明确 那便是富国强兵 要想达到这一步 就必须抛弃之前的仁义道德 对百姓用非常规手段 这些法令 有很多让人反感 甚至厌恶的地方 对百姓的要求 激进苛刻 用人性的恶来控制百姓 商鞅出台了一个连作法 规定百姓 每十家为一时 五家为义务 一家犯了法 其他九家有举报的义务与责任 倘若知情不报 十家连作 不告发罪犯者 处以腰斩的酷刑 举报者得到的奖赏 与战场杀敌相同 窝藏罪犯的惩罚 与战场投降相同 这些规定 当然令人十分不满 可是变法的目标是 富国强兵 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 商鞅就会不择手段 为政者 能操纵民众只有两手 一手是赏 一手是罚 这两点做到位了 一个国家就如同一个巨人 中央政府就是巨人的头脑 是四肢 虚干的操纵者 只要下达指令 该指令就必须得到彻底的 强有力的执行 只要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土地上 每个人都别想置身事外 权力的意志 从最上层贯彻到最下层 面对这样的国家巨人 其他国家根本无法抵挡 在商鞅的新法中 他把农业种植提高 与整军备武同样的高度 他认为 经济是国家富强之本 而农业又是经济之源 要想使国家富强 就必须发展农业 同时要抑制商业 只有让商业无力可图 人们才会回到农业生产中 在对待农业生产的问题上 商鞅同样采用了赏罚分明的制度 通过奖赏 来激发百姓们耕种的热情 通过暴力手段来逼迫他们 必须从事农业生产 只有双管齐下 才能驱使他们做国家需要的事情 对于懒惰而贫困的人 商鞅不仅极度蔑视 还要用尽手段打击这些社会懒虫 他规定 对于不想从事农业耕种的懒人 一律抓到官府充当奴婢 商鞅的政策核心就是 这个国家里的所有人 都必须要有用 无所事事的 就要让他当奴隶 他不能逃脱国家严密的罗网 在军事改革方面 商鞅同样用讲成作为手段 凡是在作战中英勇杀敌的 一律按照功劳大小进行封赏 对于有军功的人 得给予显赫的声明 没有军功的人 就算富有也不光彩 公式宗族倘若没有军功 也不能列入贵族行列 秦国人比较尚武 民间经常出现各种私斗 对此 商鞅也做了严格的规定 对于擅自私斗者 要给予不同程度的惩罚 他认为 百姓是国家的财产 百姓不能随意处置自己的生命 必须遵从国家的意志 综合来讲 商鞅的政策 就是要把百姓 当作国家机器的零部件 每个人必须竭尽所能地 为国家机器服务 经过一段时间的编写 商鞅把整个法令的细则 全部完成 他知道 此法令一经公布 势必会引起极大的反响 为了让百姓们 接受并拥护法令 商鞅想出了一个办法 他在国都的南门 立了一根三丈高的木头 并对围观的人说 谁能把这块木头 从南门扛到北门 就可以奖赏十斤 围观的百姓 对此都不相信 他们觉得 不会有这种好事 没有人自告奋勇 出来行动 商鞅知道民众的心理 于是又把赏金 提高到五十斤 百姓听后 顿时议论纷纷 过了许久 终于有人站出来尝试 只见他把木头 从南门扛到北门 百姓则跟在后面围观 当他完成任务后 商鞅当场拿出五十斤 进行奖赏 此事闹得满城轰动 极大的刺激了百姓们的欲望 商鞅知道效果已经达到 他当场表示 秦国政府是讲信用的 说到做到 紧接着 公布了新法的各项细则 以及各种讲成制度 变法的大幕正式拉开 新法公布后 商鞅遭到了 几乎各个阶层的抵制 因为新法打破了 人们固有的生活习惯 把他们从舒适区中赶了出来 商鞅坚持认为 习惯是可以改变的 只要不停地重复 就能让他们养成新习惯 相较于没有权力的底层百姓 商鞅遭法最大的难度 来自王公贵族 他们不相信商鞅敢对自己动手 因此处处不配合 商鞅知道 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手段 来震慑这些王公贵族 不然新法令就形同虚设 就在此时 年幼的太子犯了错 没有遵循新法令 商鞅准备拿太子开刀 这种做法放在历朝历代 都是比较危险的行为 太子是国家储君 未来的君主 人们都争相上前巴结 而商鞅却要拿太子开刀 足以说明 他推行新法的决心 商鞅告诉秦孝公 要想新法得到执行 就必须让所有的人都遵守 太子作为国家储君 不能对其用刑 但太子的两位老师 负有监督不利的责任 可以将他们法办 以此来代替太子的罪责 此时的商鞅已经下定决心 如果秦孝公选择袒护太子 他便辞官离开秦国 而秦孝公的变法决心是坚定的 他要的是富国强兵 要想实现这个目的 必须有人做出牺牲 在他的支持下 商鞅成功法办了太子的两个老师 王公贵族和朝堂官员 得知此事后无不震惊 所有反对者 不再对新法指指点点 而是无条件的服从 王公贵族尚且如此 底层百姓也只得顺从 度过阵痛期后 大家逐渐适应了新法的存在 在短短几年里 秦国的面貌焕然一新 百姓们路不时宜 劫匪强盗也全部消失 儒家通过教化 没有完成的事情 被法家实现了 这也证明 有时候 暴力手段要比教化管用得多 在新法的加持下 百姓们也享受到了 国家富强带来的好处 生活水平和军队战斗力 明显地提高 商鞅变法 表面上看 让秦国实现了 副国强兵的目的 秦孝公对商鞅非常满意 为了检验一下变法成果 秦孝公打算把军队 拉出去练练 公元前354年 魏国对赵国大打出手 随后 齐国 楚国也加入了战斗 令魏国无暇顾及 西线防守 秦孝公打算趁机捞一把好处 在征询了商鞅的意见后 秦孝公委任商鞅为大将军 率兵前去征讨魏国 对于商鞅此次率兵出征 王公贵族们非常关注 他们以为商鞅只是个文弱的书生 根本不会带兵打仗 希望商鞅能够在战场上出丑 最好能死的战场 但他们低估商鞅了 他不仅能变法改革 还非常善于带兵打仗 对兵法颇有研究 商鞅出征之时 知道自己肩负的责任 以及此次出征的意义 但他对自己打造的这只秦师 非常有信心 在他的率领下 秦军一路势如破竹 很快便攻破了魏国的安逸 最终以胜利者的姿态结束了战斗 公元前351年 商鞅再次率兵杀入魏国 并迫使守军弃城投降 这两次战斗 让人们看到了商鞅的真正实力 他向世人展示了自己 不仅能治理国家 在冲锋陷阵方面 也是无可匹敌 自变法以来 秦国的实力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 秦孝公对此十分满意 但对商鞅来讲 这仅仅是第一步 他已经开始酝酿新一轮的变法 第一轮变法 主要是变更法令 限制民众自由 强化赏罚手段 让民众成为国家的奴隶 新一轮变法 商鞅则要进一步 强化完善国家的行政功能 商鞅首先将秦国国都 从雍城迁到咸阳 这样能够让秦国 把战略重心往东转移 进一步实现陆主中原的计划 迁都还有另一个重大意义 作为新都 咸阳的保守派势力 不像旧都那么强大 可以进一步促进新法实行 商鞅还把秦国的乡义村落 整合为县 全国总共分为41个县 每个县都设置县令 县城 县位 分别掌管县里的行政军事 这三个官职由国军直接任命 进一步增加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为了增加国家的耕种面积 商鞅从三进大力引进劳动力 分给他们田地与住宅 鼓励他们开垦荒地 只要百姓们能力所及开垦到的土地 都归他们所有 这样既增加了秦国的劳动力 也使得韩兆卫三国的劳动力被掏空 最后 商鞅统一了杜亮恒制度 在各个层面建立了保准化 标准化的建立 使得兵工生产的效率大大提高 进一步增强了秦军的实力 两轮改革完成后 商鞅已经在秦国度过了17年 此时的秦国不需要再进行大的改革 而是把精力放在了开疆拓土上 对于秦国来讲 要想入主中原 必须越过魏国这道门槛 公元前340年 魏国派公子杨镇守魏国西县 商鞅见状直到机会来了 商鞅与公子杨关系不错 公子杨对商鞅非常信任 商鞅决定利用这个弱点给公子杨下套 他向秦孝公请命 请求对魏国发起一场规模空前的战争 商鞅给秦孝公分析了 吞并魏国西县的重要性 以及如何实现这一步 秦孝公对商鞅是无条件信任 于是让他组织了一支精锐部队 商鞅担任这支部队的统帅 准备出师远征征讨魏国 来到魏国西县镇前 商鞅写了一封信 派人送给公子杨 里面写道 吴时与公子欢 金巨为两国将 不忍相公 欲与公子面相见盟 乐饮而罢兵 以安勤魏之民 大意识说 自己与公子杨关系好 不想兵戎相见 想请他喝一顿酒 然后各自退兵 公子杨对商鞅的话深信不疑 他收到书信后 便欣然前来赴宴 其料酒喝到一半 便被商鞅扣押 驻守西县的魏军 眼见自己的主帅被俘 军心顿时慌张起来 商鞅趁机发起了攻击 并大获全胜 此意魏国人惨败 魏军被杀得浮尸遍地 血流成河 这场战争也是商鞅的代表作 不过赢得战争的手段 非常被传统道义所不持 商鞅攻破魏国的西县防守后 魏惠王顶不住国内的社会动荡 民怨沸腾 不敢在大举用兵透支国力 于是主动选择与秦国和谈 面对前来求和的魏国使者 商鞅狮子大开口 在谈判中软硬兼施 最后迫使魏国割让了河西之地 秦孝公得知谈判结果后 兴奋地前仰后合 万分赞叹商鞅的能力 作为秦国第一功臣 商鞅得到了足够的鲜花与掌声 同时还有巨额的封赏 经过几十年的奋斗 商鞅在秦国达到了人生巅峰 根据当年秦孝公在招贤榜上的承诺 对于能让秦国走向强大的人物 他愿意尊观分土 现如今 商鞅已经是为吉人臣 为了进一步兑现承诺 秦孝公把屋地封给商鞅 共计有十五个成义 后来屋改名为商 故而后世不称魏鞅或公孙鞅 而是称商鞅 巅峰之后便是衰落 得到封地后 商鞅在封义内自称寡人 俨然一副君主模样 达到人生巅峰的他 也开始过上了飘飘欲仙的生活 对外界逐渐放松了警惕 就在商鞅欲仙欲死之时 一个名叫赵良的人 给他敲响了警钟 赵良是一个有学问的人 商鞅问赵良 自己与百里希谁更强 百里希是秦穆公时代的名臣 曾为秦国立下了汉马功劳 赵良在回答问题之前 说害怕自己的直言不讳 会招致杀身之祸 商鞅承诺不会杀他 让他尽管直言 赵良得到承诺后便开始直言 他说 百里希执政时 没有车马随众 从不操持兵器 夏天时不张散 劳累了也不坐车 他死的时候 秦国上下无论男女老幼 都为他流泪 这就是他的德行 而商鞅能见到秦王 是靠宠臣警监的推荐 当了秦相之后 用严刑郡法来残害百姓 对太子的师父施行 这是累积怨恨与祸患 获得封地后 依靠旁门左道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自称寡人 用新的法度来压制秦国贵族 这些都是不得人心的 听到这里 商鞅几倍一凉 他让赵良继续说下去 赵良说 商鞅每次出门时 都是前呼后拥 身边都是全副武装的士兵 没有这些保障就不敢出门 这样做在外人看来 并不算英明神武 而是给人一种怕死的感觉 他说 商鞅的生命就像清晨的露水 稍有不慎 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最后 赵良劝他归还国君 所赏赐的十五座城义 劝谏国君启用有才华的隐士 倘若还贪图财富与名位 增加百姓的怨恨 那么 一旦国君有所不测 到时候 被他打压的人会排着队前来杀他 赵良的一番话 鹅昂商鞅 如芒自卑 醍醐灌顶 他自认为是秦国的救世主 让秦国成为令人文风丧胆的王者之师 他自认为 是大秦的头号功臣 百姓们应该对他感恩戴德才对 怎么会恨他呢 但他不知道的是 他的成功是建立在 践踏百姓的人格与尊严之上 在他眼里 百姓只不过是绵羊 机器 是供强有力者意识的工具罢了 这些年来 百姓只是习惯了这种高压式的生活 但并不代表这种生活就是对的 而且 商鞅之所以能屹立不倒 是因为秦孝公在背后支持 秦孝公倒下 他便失去了靠山 在赵良提醒商鞅的五个月后 秦孝公去世了 当年被商鞅打压的太子四继位 视为秦桧王 秦桧王上台后 此前被商鞅打压迫害的王公贵族 全部趁势而起 加之 秦桧王心里 本来就对商鞅有怨言 于是 一场针对商鞅的政治风暴到来了 商鞅意识到情势不妙 他想过多种应对方案 最后经过反复权衡 他打算逃跑至魏国 于是打电行装一路狂奔 当他行至边关附近时 天色已晚 饥寒交迫的商鞅 想要找家旅馆休息 但旅馆必须要求他出示证件 但商鞅已经被全国通缉 根本不敢拿出证件 沿途客栈老板见商鞅没有证件 君表示不敢收留 因为私自让没有证件的人住店 是违法的 要受到重罚 而这条命令 正是商鞅颁布的 就在那一刹那间 商鞅或许才意识到 自己制造了一个大囚龙 要把别人锁在里面 可囚龙造好之后 自己却被锁在了里面 商鞅强打着精神 最后终于逃出秦国 进入魏国境内 地方官员得知商鞅到来 不敢怠慢 为了安全起见 他们把商鞅送到了魏惠王跟前 在魏惠王面前 商鞅下了一把赌注 他觉得魏惠王会珍惜他的才能 并重用自己 帮助魏国重振雄风 但魏惠王是个心胸狭小之人 况且商鞅此前是攻打魏国的主力军 多次带领秦国蹂躏魏国 魏惠王早就对他恨之入骨 想杀之而后快 但商鞅是秦国的犯人 魏惠王不敢私自处置 于是派人把商鞅送到了秦国 回到秦国后的商鞅 已经成了丧家之犬 没人敢把他当朋友 也没人敢收留他 因为根据秦国的法律 知情不报者和擅自收留罪犯者 都会被诛连 人们见到商鞅 会争先恐后的前去举报 这条法律当初出自商鞅之手 如今却成了悬在自己头上的尖刀 走投无路的商鞅 选择铤而走险 回到自己的封地 此时秦国政府并未接受商鞅的封地 因为商鞅毕竟是秦国名义上的头号功臣 要想杀他需要一个正当理由 商鞅回到封地后 拼凑了一支军队 准备最后一搏 商鞅带着这支叛乱的军队进攻正线 秦政府果断用兵 并将其升秦 用绳子严严实实地捆上 失去人身自由 往常都是别人被捆着 压到商鞅的跟前 商鞅用征服者的目光 居高临下 看着可怜的生灵 用冷冰冰的语言 决定他们的生与死 今天 商鞅却成为一个被奴役者 被征服的失败者 等待着别人的判决 成为阶下囚之后 秦国的王公贵族 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在了他身上 对他实施了车裂酷刑 所谓的车裂 就是把受刑者的头与四肢 绑在五辆马车上 然后硬生生地把人撕成六块 这种刑罚 就是人们熟知的五马分尸 这是春秋战国时期 最残酷的刑罚 此前只有弑军者 才会被判处车裂 足见人们对商鞅的憎恨 商鞅被杀后 他所创立的法令制度 并没有被统治者们抛弃 反而被统治者奉作归保 在此基础上加以创新升级 衍生出不同的形式 但归根结底 就是加强中央集权 维护国家统治 而这一切的前提 是无穷地压榨百姓 奴役百姓 百姓变成不会思考 只会体力劳动的工具 商鞅变法的本质 是压榨百姓的最后一滴血 然后为统治者服务 站在统治者角度 商鞅创造的法令制度 是令国家迅速强大起来的捷径 但对于百姓来讲 商鞅无异于是一个魔鬼 连人们躺平的权力也给剥夺了 只要活着 就必须被奴役 只要能呼吸 就必须被压榨 如今两千多年过去了 对于商鞅变法的争议 一直在持续 但无论如何 商鞅让秦国变得强大了 帮其实现了 副国强兵的目标 商鞅虽然死了 但秦国一统天下的大门 却被打开了 公元前338年 在秦国掀起 惊涛骇浪的商鞅被处死 纵观中国古代政治 很多时候 只要变法改革的主导者去世 他所推行的新法 也会被作废 但商鞅死后 魏惠王并未废弃商鞅的政策 而是继续沿用商鞅建立的制度法令 这是秦惠王的过人之处 他没有因为对商鞅憎恨 就全面否定他的政策 战国是中国历史上 学术最为发达的一个时代 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争其斗艳 在诸子百家中 纵横家独树一帜 是战国时代 最显赫的思想流派之一 其特点全在于实用二字 他们不是啃书本 更不是读死书 而是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 在诸侯之间游走 以种种外交手段 在国际舞台上兴风作浪 纵横拽合 纵横之术 就是游说诸侯 凭三寸不烂之舌 行走江湖 所以非常重视说话的技巧 且对人的心里有独到的研究 洞悉人性的种种弱点 所谓纵横 即合纵与连横 韩非子诗意说 纵者 何众弱 以公一强也 横者 是一强 以公众弱也 韩非子的这个说法 并不能完全概括战国时期的纵横术 因为诸侯之间 除了弱弱联合 弱强联合之外 还存在强强联合 纵横术起源于何时 没有明确的推断 但其起源地主要来自晋国 三家分进时 韩兆卫三家就频繁利用合纵连横之术 纵横之士大多出自三进 但为这些纵横家提供广阔舞台的 却是秦国 纵横家之所以在秦国大放异彩 是因为秦国是一个强国 纵横术作为一项外交技术 必须有强大的国力作为后盾 如果自己的国家不强大 任凭口舌再灵力 也难以发挥作用 再者 纵横之术得以施展 还要依靠高效的政府 和善于变通的管理者 如果管理者比较死板 政府运作效率比较低下 纵横之术也没有发挥的空间 随着各路诸侯国之间的战事 逐渐频繁 纵横家们也开始登上舞台 首先大放异彩的便是 苏秦 张仪 公孙岩等人 他们口若悬河 在各个诸侯国之间来回穿梭 谭孝间制造的威力 可能胜却千军万马 关于苏秦的故事后事流传甚广 本视频关于苏秦平生事迹的讲述 主要依据司马迁的史迹 同时参考《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一书 并结合其他编年题史书中 有关苏秦的记载 来一窥苏秦思想活动和人生轨迹 苏秦出生于东周洛阳的一个商人家庭 但他对经商丝毫没有兴趣 年轻时就周游列国 并拜入鬼谷子门下学习纵横术 与他一同学习的还有张仪 尽管人人都夸赞苏秦才华横溢 但他自认为自己的才能不及师弟张仪 关于苏秦师承鬼谷子一事 没有确凿的史料能够佐证 甚至连鬼谷子是否真的存在也是值得商榷的 此前孙斌和庞娟也被传是鬼谷子的徒弟 后世之所以这么杜撰 只是为了营造一种神秘的气氛 苏秦完成学业之后 苏秦带着一腔热情游走诸国 然而他早年的说客生涯并不如意 攀不上贵人相助 四处碰壁 无可奈何之下 他回到洛阳家中 归来时两手空空 身无分文 他本来想为家里人赢得一个未来 衣锦还乡 不想却如此寒酸地回来 免不了遭家人的轻视 不但自己的兄弟姐妹看不起自己 就连妻子小妾都对他冷眼相待 认为他并不是从政的料 应该本本分分地跟着家里人一起做生意 旁人的看清 对苏秦的打击很大 他总结了这些年自己混得不好的原因 他认为 并不是自己不够努力 而是具备的知识不够精妙 于是 改变埋头苦读的策略 到处搜罗其书 最终 他找到一本名叫音符的书籍 相传是江子牙所著 他读后感觉受益匪浅 便把此书当作揣测君王意图的秘书 潜心研究 闭关深造一年后 苏秦重出江湖 他打算施展自己最新掌握的才能 于是 把第一站放在了周天子周显王身上 虽然此时的周王室已经名存实亡 但周显王听说苏秦只是个破落户 连自己的家嫂都取笑他 根本不给他见面的机会 再次出师不力的苏秦并没有气馁 而是打算到秦国碰碰运气 此时的秦国正值商鞅被五马分尸后不久 新上任的秦桧王对国外说客比较谨慎 苏秦好不容易见到了秦桧王 上来就声称自己能够帮秦国一统天下 对此秦桧王并不热情 他现在最需要的是巩固自己的统治 而不是寻求一统天下 自认为能拿捏君王心思的苏秦 因为没有揣摩透秦桧王的心思 而再次碰壁 苏秦游说秦桧王失败后并未气馁 如果他此时选择归乡 必定会遭到更严重的耻笑 想到此处 苏秦又咬咬牙来到了赵国 并见到了赵国君主赵素侯 赵国主持国家政事主要是他的弟弟凤阳君 凤阳君不知与苏秦有什么过节 横竖看他不顺眼 处处与他为难 苏秦觉得在这里没什么希望 便离开赵国 前往燕国 在战国七雄中 燕国最弱 此时燕国的君主是燕文侯 纵横家是没有政治准则的 遇人说人话 遇鬼说鬼话 到哪个国家去发展 就要说对这个国家有利的话 为了打动燕文侯 苏秦选取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角度 他先抛出了一个问题 他问燕文侯 目前天下是一片乱局 为什么燕国能够保持安然无恙呢 燕文侯一听 顿时来了兴趣 让苏秦继续说下去 苏秦分析说 赵国与秦国打了五次仗 其中秦国赢了两次 赵国赢了三次 秦国与赵国都遭受损失 而燕国却得以免遭战祸 这都是因为有一个完整的赵国 秦国倘若要进攻燕国 就得长途跋涉数千里 就算得了燕都 也没法镇守 而赵国倘若要攻打燕国 只需要十天 就可以集结数十万的大军 用四五天就可以攻到都城之下 因此秦国攻打燕国 是在千里之外作战 而赵国攻打燕国 却是在百里之内作战 因此 燕国应当与赵国亲善合纵 那么 燕国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在这里 苏秦提出了合纵的战略 这成为战国时代 最重要的外交策略之一 这也是为什么 后世一谈到纵横术 就必谈苏秦的原因 是他把合纵 作为弱国抵抗强国的 有力武器 该思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令战国时代的外交战术 跃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这也是后世纵横家极力神话 苏秦的原因所在 燕文侯听完苏秦的分析后 表示十分认同 但仅仅是分析 还不能完全折服他 燕文侯告诉苏秦 如果他能通过合纵手段 来保障燕国的安全 会拜他为燕国国下 苏秦听后十分激动 他果断抓住了机会 表示愿意到他国进行谈判 于是燕文侯为他准备了 车马与御博 与之前落魄不堪的境遇相比 此时的苏秦信心满满 苏秦把出访的第一站 选载了赵国 之所以这样决定 是因为赵国的凤阳军刚刚去世 苏秦告诉赵苏侯 他说赵国的土地方源 两千余里 军队数十万人 战车千辆 战马万匹 粮食可供数年之用 赵国周边西有长山 南有黄河张水 东有清河 北有燕国 燕国只是一个弱国 不值得担心 秦国不敢举兵伐赵 主要是害怕韩国 魏国从背后暗算 这么看来 韩国与魏国 是赵国在南面的屏障 可是韩魏两国 却没有名山大川之险 秦国攻伐这两个国家 可以采用蚕食政策 一直逼近到两国的首都 韩魏两国 倘若无法抵挡秦国的进攻 只能俯首称臣 秦国没有韩魏两国的撤走 则赵国必定要大获临头 苏秦在游说的过程中 提出其他五国应该联合起来 共同压制秦国 赵素侯对苏秦的见解非常欣赏 并表示 愿意拜苏秦为相国 据史记所记 苏秦游说 韩 魏 齐 楚四国 最后六国合纵成功 他理所当然地配六国相应 然后让秦国不敢亏韩古官十五年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虽然史记在中国史学界的地位独树一致 但里面有诸多史诗 存在杜撰演绎的部分 比如 苏秦配六国相应 大概率是假的 据史记记载 苏秦游说韩国时 当政者是韩宣慧王 但此时韩国君主是韩昭侯 苏秦游说齐宣王 魏湘王的说法也有错误 此时齐国君主是齐威王 而魏国是魏惠王 诸如此类的漏洞不在少数 从逻辑上来看 如果苏秦同时配六国相应 其权力已经超过了六国的君主 诸侯国君主即便再怎么欣赏苏秦 也不会同时给苏秦打下手 但苏秦被赵苏侯败为国相一事 大概率是真的 苏秦彻底实现了逆袭也是真实的 出人头地的苏秦彻底挺直了腰杆 当他的队伍经过洛阳市 周天子都派高官到洛阳城外迎接 之前看不起他的人 纷纷败倒的他跟前 对他露出谄媚的笑容 此时的苏秦达到了人生巅峰 苏秦担任赵国相国时 担心秦国发兵攻打赵国 如果秦军来犯 势必会影响赵国的安全 也会影响他的相国位置 为了对付秦国 他想了一个办法 便是在秦国政坛安插一个内应 以此来左右秦国的政策 避免秦国对赵国大举用兵 苏秦的想法是好的 但在敌军核心位置安插内应 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这需要前去充当内应的人足够优秀 而且需要有秦国接受这个内应 并且不对他起疑心 这个计划实施起来难度极大 就在苏秦一筹莫展之际 他突然想到一个人 他认为 此人只要能进入秦国政坛 就一定能打进核心圈子 左右秦国的政策走向 此人就是苏秦的好友张仪 在苏秦一边运作张仪进入秦国政坛的时候 齐国和魏国却突然对赵国发兵 公元前334年 齐国和魏国联合攻击赵国 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苏秦不知所措 因为此前他向赵素侯承诺 会通过自己的合纵之术 使赵国免受战乱 现如今 赵国不得不耗费巨额人力物力 来应对齐魏两国的进攻 赵素侯眼见赵国被攻击 便开始冷落苏秦 苏秦发现赵素侯对自己失去信心 与其坐以待毙被消掉职位 不如寻找新的机会 于是打算离开赵国 投奔燕国 他向赵素侯提出请求 自告奋勇出使燕国 理由是要让赵国与燕国联合 共同对付齐国 其实他只是为自己选择一条退路 他的请求得到批准 于是便离开赵国 重返燕国 可是事情又不凑巧 苏秦到燕国时 燕文侯正好去世了 燕文侯去世后 太子继位是为燕翼王 齐国趁燕国权力交接之际 发动战争 一举攻陷燕国实作成义 在燕翼王看来 苏秦简直就是个温神 他到赵国 齐魏就攻打赵国 他到了燕国 齐国就攻打燕国 燕翼王对苏秦冷嘲热讽地说了一顿 让他尴尬万分 无地自容 作为一个纵横家 最重要的素质就是脸皮厚 尽管被燕翼王冷嘲热讽 但苏秦并未掩面而逃 而是故作信心满满的样子 他向燕翼王承诺 一定会把燕国被占领的十座城池拿回来 纵横家最厉害的武器是嘴皮子 并不是带兵打仗 苏秦向燕翼王承诺后 便起身前往齐国 他想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 说服齐威王放弃所占领的十座城池 对一般人来讲 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苏秦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由于燕翼王的夫人是秦桧王的女儿 秦国是唯一能与齐国抗衡的国家 苏秦打算在这里寻求突破口 他告诉齐威王 燕国索然弱小 但燕翼王是秦桧王的女婿 如果占领了燕国 就相当于得罪了秦国 为了十座城池而与秦国为敌 并不明智 齐威王思索了一下 认为苏秦说的有些道理 内心动摇了一下 他问苏秦应该如何化解 齐国与秦国之间潜在的危机 苏秦知道时机已到 他告诉齐威王 如果能归还燕国十座城池 燕国一定非常高兴 秦国知道齐国是看在他们面子上 才规划十座城池 势必也会非常高兴 届时燕国和秦国都会感激齐国 这也会增加齐国的威望 按照后世纵横家的说法 在苏秦的劝说下 齐威王认为他说的有道理 于是把十座城池归还给了燕国 不可否认 苏秦的劝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齐威王身边一堆谋士 不可能因为苏秦三言两语就产生动摇 本人认为 齐威王之所以已答应归还城池 是因为齐国有不乏有丧之国的传统 齐威王刚继位不久 趁燕文侯去世而大举进攻 有损自己的威名 苏秦的到来正好给了他借颇下驴的机会 于是苏秦阴差扬错地解决了一次大型的国际纠纷 后世把功劳完全算在了他头上 苏秦从齐国回到燕国后 本以为能迎来一片贺彩声 但却事与愿违 因为有人在燕翼王面前说苏秦的坏话 说他是一个左右摇摆 卖国求荣的小人 将来一定会作乱 燕翼王本来对苏秦的好感就不多 听完他人的分析 对苏秦更加厌恶 虽然苏秦帮燕国讨回了十座城池 但燕翼王并没有对他授予观止 苏秦见燕翼王之前 已经得知有人说他的坏话 他不想逆来顺受 于是反问燕翼王 如果有孝如增身 怜如薄秦 信如尾声的人前来辅佐 燕翼王会不会答应 燕翼王听后不假思索地达到 当然是求之不得 苏秦的这个问题 实际上是一个陷阱 眼见燕翼王入套 苏秦便开始反击 他说孝如增身的人 不肯离开父母亲在外面住上一晚 这样的人 如何能让他远离父母来服侍主上呢 怜若薄秦的人 有义气 不愿做周王的臣子 宁可饿死在守阳山 人都饿死了 还能期望他前来辅佐君主吗 信若尾声的人 跟人家约好桥下相会 可是人家没来 他等到大水来了也不离开 抱住桥柱淹死了 像尾声这样的人 能期望他千里迢迢去说 退齐国强大的军队吗 苏秦见燕翼王略有迟疑 紧接着说 不能只以忠厚老师来衡量一个人 况且 他也不是一个反反复复 没有原则的人 他把老母亲安置在东周老家 跑到这里为燕国效力 这是曾申等人做不到的 听了这些话后 燕翼王也觉得有道理 便后代苏秦 重新授予他官职 这样 苏秦在燕国便待了十几年 在这里如鱼得水 此前 燕国在七国中 一直处于边缘地带 随着苏秦推行合同的外交政策 使得燕国在七国中的存在感 逐渐增强 苏秦在燕国的地位 也越来越高 可就在他顺风顺水的时候 一件麻烦事找上门来 燕翼王的母亲主动找上门来 与苏秦私通 对此 苏秦并未拒绝 燕翼王得知此事后 并未责罚苏秦 反而对他更加礼遇 燕翼王作为一个孝顺的人 不想扫母亲的姓 但苏秦感觉此事比较棘手 如果某天燕翼王翻脸不认人 与他目前私通就会被翻出来 弄不好会把性命搭进去 想到此处 苏秦决定离开燕国 他的首选目标便是齐国 以齐国的实力 燕王没有能力强行让齐国放人 下定决心的苏秦 并没有偷偷逃跑 他把自己真实想法告诉了燕翼王 燕翼王对此表示理解 便同意他前往齐国 为了表示知遇知恩 苏秦表示到了齐国后 会继续为燕国谋取利益 实际上有一点间谍的性质 为了能博取齐威王的信任 燕翼王和苏秦假装产生了矛盾 并追杀苏秦 后者无奈之下跑到了齐国 齐威王是个明君圣主 他认为苏秦是个有才之人 便任用他为客卿 公元前320年 齐威王病逝 苏秦奉劝继位的齐宣王 大肆扩建宫殿 以彰显国威 实际上 此举是为了让齐国劳民伤财 作为一名间谍 苏秦在齐国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不过 由于他过于嚣张跋扈 也招致了很多妒忌 最后妒忌变成了恨 齐国一些大臣眼见苏秦受宠 内心恨意十足 于是便派刺客前去刺杀 虽然苏秦当场没被杀死 但因为伤势过重 最后生命垂危 齐宣王下令全城搜寻刺客 但最终一无所获 齐宣王前来探视 苏秦用最后的力气告诉齐宣王 如果他死了 就宣布他是燕国的间谍 同时将他车裂示众 这样刺客就一定会出现 按照中国古人的传统 死后都想留有全尸 但苏秦不想不明不白地死去 他想效仿吴起 即便自己死了 也要拉他人垫背 尽管齐宣王不想听从苏秦的建议 但他想抓住杀害苏秦的凶手 于是将其无马分尸 刺杀苏秦的凶手 听说苏秦是燕国的间谍 自以为立了大功 便跑到齐宣王面前腰杀 结果把齐宣王逮个正招 圣怒之下的齐宣王 将刺客及其背后主使 悉数处死 纵观苏秦的一生 他有过高光时刻 但这些高光时刻 和同时代的人 比起来黯淡无光 有些人死去 要比活着有价值 苏秦死后 后世纵横家 对他进行了各种神话 将其描述为 凭借嘴皮子 就能抵挡百万雄狮的神人 后世不在乎苏秦 是否做过这些事 他们需要的是一个精神图腾 苏秦身上寄托了 纵横术士们的梦想 能从社会底层 奋斗到权力高层 冲破身世 贫穷的种种束缚 去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 这或许是苏秦 被后世推崇的 主要原因之一 苏秦作为 合纵思想的祖师爷 在历史中 占据了一席之地 而真正将 合纵思想推向巅峰的 则是公孙岩 与此同时 与合纵形成对抗的 连横思想也横空出世 发起连横运动的人 则是张仪 张仪早年与苏秦一样 遭遇过许多挫折 坎坷似乎是 纵横家成长道路上 必须修炼的课程 唯有坎坷 才能完全挖掘出 自己的潜力 张仪是魏国人 和苏秦是同门师兄弟 他的年龄 虽然比苏秦小 但在求学期间 展现的才智 让苏秦自愧不如 张仪天生巧舌如簧 完成学业的他 自认为天下无敌 便开始踏入江湖 此时正值魏惠王统治时期 对于张仪 这种天生有嘴滑舌的人 魏惠王并没有好感 张仪一直得不到重用 张仪眼见 在魏国没有用武之地 便来到了楚国 并成为楚国令银府里的门客 正当他以为 人生轨迹就此改变的时候 发生了一个意外 他与令尹喝完酒后 令尹丢了一块宝贵的玉壁 令银府里上上下下的人 都觉得是张仪偷德 因为他家里贫穷 肯定会建材起义 于是将张仪抓起来 严刑拷打 张仪紧咬牙关 拒不承认 因为他知道 一旦被认定为小偷 自己的政治生涯便结束了 由于张仪拒不承认 令尹也没有直接证据 证明张仪是小偷 过了一段时间便将他放了 张仪回到家中 妻子见他遍体鳞伤 非常心疼 张仪则乐观地表示 只要他的舌头还在 就能东山再起 养好伤之后 张仪打算再度出山 但找不到方向 就在他前途渺茫之际 有人为他指点迷津 告诉他 苏秦已经在赵国功成名就 可以前去投奔 张仪听后大喜 立马打电行装 前往投奔苏秦 实际上 这位指点迷津的人 正是苏秦派来的 目的就是要把张仪引到赵国 张仪来到赵国后 马上在苏秦府邸外求见 但一连好几天都没见到苏秦 此时的张仪有点失落 几天后 苏秦终于答应见张仪 但两人见面 并没有同窗之间的寒暄 苏秦对张仪各种怠慢和侮辱 苏秦这些举动 让张仪自尊心颇受打击 离开苏秦府后 他发誓一定要报复 既然要报复 就要选一个实力最强的国家 做后盾 于是 张仪踏上了前往秦国的征程 只是张仪未曾想到 他是苏秦大计划中的一枚棋子 苏秦担心 张仪在赵国这种小地方 只会消磨意志 秦国才是他的舞台 当他得知张仪动身前往秦国后 又派出自己的门客进行暗中保护 并替张仪疏通关系 让他有机会见到秦桧王 秦桧王刚上台时就灭掉了商鞅 为自己清除了一大内患 刚开始秦桧王对国外的说客 有一种排斥心理 故而 当时刚到秦国的苏秦 游说不成反碰一鼻子灰 可是很快 这位明智的君王 发现秦国之所以蒸蒸日上 靠的完全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冒险分子 于是 他便抛弃成见 任用魏国人公孙衍为大良造 这使秦国避免了闭关锁国的命运 张仪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秦国 靠着苏秦暗中相助 他顺利见到秦桧王 并向他大谈远交进攻的连横战略 秦桧王听后十分感兴趣 于是重用张仪 从此之后 张仪在秦国政坛崛起 平步青云 此时 苏秦派来的门客 见张仪已经在秦国站稳脚跟了 便前来告辞 对他说 自己就要离开秦国 然后 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了张仪 此时的张仪才明白 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他为这些年来 一直怀恨苏秦而感到羞愧 并向苏秦的 门客承诺 他绝对不会做对不起苏秦的事情 更不会主动去攻打赵国 虽然张仪承诺 不去攻打赵国 但此时 秦国的大良造是公孙衍 他上台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离间魏国 齐国与赵国的关系 鼓动两国去攻打赵国 公孙衍的做法 让张仪十分不满 公孙衍和张仪都来自魏国 两人的政治主张不同 同在一个屋檐下做事 就免不了明争暗斗 张仪的水平要力压公孙衍一头 在此后的几年里 秦桧王对张仪的信任 大大超过了公孙衍 这让后者感到失望 公孙衍眼见张仪压过了自己 索性离开了秦国 回到了魏国 公孙衍的叛逃 让秦桧王找到了讨伐魏国的借口 公元前328年 秦桧王派秦公子桑与张仪 共同讨伐魏国 此举也是秦桧王对张仪的考验 让他率军前去讨伐自己的同胞 可以检验一下张仪对秦国的忠诚度 但张仪的脑海里 丝毫没有同胞这种概念 当初他远走魏国是因为得不到重用 如今攻打魏国根本算不上背叛 在张仪的带领下 秦军势如破竹 大败魏军的同时还占领了濮阳 可就在此时 张仪却突然劝说秦桧王归还濮阳 并派一名公子到魏国做人质 起初秦桧王有点怀疑张仪的忠诚度 但经过张仪的解释后 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张仪身安疆域取之 必先与之的道理 他知道魏桧王爱面子 秦国大败魏军的同时 突然示弱 让魏桧王觉得很有面子 为了报答秦国的恩惠 魏桧王大手一挥 直接送给了秦国十五座城池 作为回礼 秦国将之前从魏国手里夺取的 两座城池还给了魏国 如此一来 魏国捞足了面子 而秦国没付出任何成本 便从魏国手中获得了十五座城池 经此一役 张仪不但在秦桧王面前 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也证明了自己的忠心 此前 秦国最高官职是大良造 为了奖赏张仪 秦桧王决定设立丞相一职 并由张仪担任 经过多年的打拼 张仪从一个社会底层人物 一跃成为大秦的丞相 成为时代的传奇人物 此前被贵族垄断的统治阶层 在战国时代被逐渐打破 越来越多的底层人物 凭借自身才华 慢慢走上了最高舞台 成为丞相的张仪 表现欲十分强烈 他眼见苏秦离开了赵国 便不再恪守不攻打赵国的承诺 于是回誓伐赵 接连取得大胜 此时的华下大帝 齐国和秦国成为东西两个超级大国 为了进一步实现扩张 张仪使用了连横的招数 通过远交进攻 联合齐国和楚国 打算一起灭掉韩赵魏三个邻国 就在张仪劝说 齐楚两国一起合作 围攻韩赵魏的时候 身在魏国的公孙衍 把韩赵魏燕 中山五个国家联合起来 一起对抗张仪的连横之策 在公孙衍的策动下 张仪的连横战略遇到了困难 张仪思索再三 他明白 要想破掉公孙衍的合纵战略 必须深入虎穴 他打算夺取魏国的相位 然后瓦解魏国发起的合纵联盟 于是 他和秦桧王演了一出双簧 他让秦桧王罢黜自己的相位 并将其驱逐秦国 然后张仪顺理成章地跑到了魏国 张仪跑到魏国后 给魏惠王带来了一个信息 秦国打算和魏国一起图谋韩国 张仪暗示魏惠王 一旦秦魏联手 就能共同瓜分韩国 此时的魏惠王已经在位几十年 早已经老迈昏庸 他刚同意公孙衍的合纵之策 达成了五国结盟共同对抗秦国 如今又违背合纵盟约 试图从盟友韩国身上捞好处 后来 魏惠王听从张仪的意见 并拜张仪为魏国丞相 公孙衍知道 张仪来魏国肯定不安好心 为了将张仪拉下马 他想了一个计策 公孙衍来到韩国 找到了韩国执政韩公书 向他分析了张仪的阴谋 韩公书相信公孙衍的说辞 为了不让张仪得逞 韩公书决定牺牲韩国的利益 同意向魏国称臣 公孙衍回到魏国后 向魏惠王展示了自己的外交成果 说魏国不用费一兵一卒 就能将韩国拿下 他劝魏惠王不要与狼子野心的秦国合谋 如此一来 魏惠王的立场又站到了合纵联盟这边 然后又罢出了张仪的相位 此轮博弈以张仪完败而结束 张仪被罢出后 并未急于返回秦国 而是一直待在魏国 暗中与秦惠王保持联系 公元前319年 在魏50年的魏惠王去世 在他执政期间 魏国始终处于战乱之中 魏国也从当初的中原霸主 成为了二流国家 公元前319年 在公孙衍的主导下 魏国与韩兆燕楚达成了五国协议 组成了强大的合纵联盟 魏国为了拉拢楚国加入 不惜让出主导者的地位 这样一支看起来无坚不摧的多国部队 在韩国关被秦军凭借一己之力击溃 究其溃败的原因 并非五国部队战斗力不强 而是合纵国之间各怀鬼胎 都想让别人在前面充当先锋 自己可以在后面尽享渔翁之力 这是合纵思想的弊端 这种弊端似乎难以解决 在此后的几十年里 尽管中原诸国发起了多次合纵运动 但都未取得理想的效果 五国伐秦虽然以失败告终 但此次出征并非一无所获 公孙衍凭借自己的才能 成功策反了义渠部落 让义渠主动驻兵攻打秦国 义渠部落本是容忍演变而来的 数百年来和秦国之间互有功法 公元前三百二十七年 秦桧王最终将义渠收之麾下 置为一线 纳入中央政府的管辖 义渠王也降格为臣子 显然 对义渠王来说 这真算是奇耻大辱了 只要有机会 他势必会扯起反秦的大旗 本来义渠在秦国的压制下 毫无翻身的机会 但东方兴起的合纵运动 让义渠看到了曙光 此前义渠王派人到魏国找公孙衍 希望加入合纵联盟 公孙衍托人转达义渠王 说只要东方诸国伐秦 秦国一定会讨好义渠 但义渠应该作为侧应共同举事 否则 东方诸国被秦国压下后 会重新对义渠用兵 此次五国伐秦之初 秦国谋士陈诊告诉秦桧王 此时应当去拉拢义渠王 防止他在背后作乱 秦桧王听从了陈诊的建议 便以上等锦绣千匹 美女百人贿赂义渠王 而渠渠王没有接受秦国的贿赂 而是宣布独立 并组织精锐部队偷袭秦国 准备不充分的秦国部队 被义渠军队打得大败 这是五国伐秦中唯一的亮点 五国伐秦失败后 韩赵魏再次组织了三进联军 准备大举伐秦 韩赵魏三国虽然之前矛盾不断 但他们三者明白 在强大的秦国面前 只有团结一致才有生路 于是他们三国暂时放下争端 组织了一支强大的部队 准备和秦国一决雌雄 此时秦军面临两线作战的境地 为了化解三进军团带来的威胁 秦国延续了张仪的连横之术 开始了远交进攻 派人到齐国积极游说 说服了秦国人从东边进攻三进军团 公元前317年 秦齐两国分别从两个方向 夹击三进军团 最终三进军团遭遇了惨败 秦军直接斩首八万余人 此意击碎了三进军队抗衡秦国的意图 也让连横之术在实战中再次大败合纵之术 马陵之战后 魏国已经从第一流的军事强国 跌落为二流国家 而齐国与秦国超越魏国 成为第一流的军事强国 如今再次惨败给秦国 使得魏国的实力与地位 再次一落千丈 曾经颇有报复的魏襄王在残酷的现实面前 信心几乎崩溃 危机之中蕴含着转机 当张仪看到魏国陷入一片惊慌时 闲居多年的他来到魏襄王面前 劝说魏襄王臣服于秦国 他说 合纵之术已经被反复证明不堪大任 亲兄弟之间尚且不能齐心协力 何况是存在利益纠葛的诸侯国 然后张仪从地理位置 战略发展等层面 给魏襄王逐一分析 斩钉截铁地告诉他 魏国的唯一出路就是臣服于秦国 魏襄王被连番失利磨平了信心 在张仪翻江倒海的劝说下 最终决定想秦国臣服 并委任张仪为中间人 负责在秦魏两国之间穿针引线 为了防止魏襄王反悔 张仪离开魏国前 三番五次告诫魏襄王 一定不要相信身边的合纵家 此时的魏襄王已经对张仪深信不疑 张仪见状便动身前往秦国 秦桧王得知张仪从魏国回来后激动不已 他们谋划多年的间谍计划终于成功 张仪凭借一张嘴 让魏国不战而降 屈服于秦国 可谓帮了秦国大忙 为了表示对张仪的奖赏 秦桧王再度任命张仪为秦国丞相 张仪回到秦国后 第一件事便是再次建功立业 他把目标放在讨伐韩国上面 张仪之所以想要攻打韩国 是因为韩国一年前刚经历了惨败 元气大伤 再者 魏国已经投靠秦国 韩国已经无法从魏国那里搬救兵 另外 韩国与周王室相邻 只要打败韩国 就能指导周王室掌握政治话语权 正当张仪精心设计攻韩方案时 秦国西南的两个邻国 八国和蜀国发生了战争 秦国对于这两国既于已久 此时出兵能顺利拿下他们 秦国固然强大 但只能将兵力聚合在一出 于是 朝堂上下围绕先攻打韩国 还是蜀国产生了分歧 为此 秦桧王把大臣们召集在一起 听取他们的意见 对此张仪表示 应该先攻打韩国 只要能拿下韩国 就可以把周王室掌握在手里 逼迫他们献出象征权力的九鼎 只要拿到了九鼎 就可以号令诸侯 从而实现王者之业 在张仪看来 八蜀只是蛮夷之地 当务之急应该争夺中原 不应该把精力放在蛮夷之地 张仪的看法是 朝中大多数人的看法 面对张仪的雄辩 另一位大臣司马错表示反对 他认为应该先攻打八蜀 他说要实现王者霸业 必须实现三个基础 第一 要使国家富裕 这必须要扩大国土面积 第二 要使军队强大 这必须使百姓富有 第三 要称王就得广施恩惠 这三点做到了 那么 王者的事业就具备条件了 可是现在秦国土地还不够大 百姓还不够富有 所以 当务之急 是要先解决这两件事 蜀国是西部偏远的国家 又是荣敌之掌 国内面临危机 现在秦国如果能成事发动进攻 必定是首到秦来 夺取蜀国的土地 以扩大秦国的地盘 夺取蜀国的财富 来充实秦国百姓的腰包 改善军队的装备 蜀国实力不强 不必付出重大伤亡 就可以令他们举国投降 此时出兵救援八国 师出有名 灭掉蜀国 天下人也不会说 秦国残暴和贪婪 这可以称得上是 一举多得 名利双收 倘若是攻打韩国 挟持天子 不但会背上不义的恶名 还未必能得到多少实际好处 周在名义上 是天下诸侯共尊的王室 而韩国与齐国是盟友 如果周王室面临丧失九鼎的威胁 韩国面临丢失国土的困境 必会困兽游斗 向齐国 赵国借兵 谋求与楚国 魏国和解 楚国人一直寄予周氏的九鼎 要是周天子情急之下 把九鼎送给楚国 那楚国必定会一马当先出兵相救 魏国一直想得到韩国的三川之地 韩国迫于无奈之下 将三川之地拱手相送 魏国势必会与韩国联手对付秦国 如此看来 攻打韩国的战略 不如攻打蜀国来得圆满 司马错此番论述 逻辑非常清晰 令秦桧王及其他朝堂众臣耳目一心 听完张仪和司马错的见解后 秦桧王决定先攻打蜀国 秦桧王明白 张仪的本质是一名政治投机分子 他要的是急功近利 攻打蜀国不如拿下韩国 更能增加名声 因此他选择攻打韩国 而司马错却放眼长久 能够真正为秦国的王者之夜着想 张仪作为一名优秀的政治投机分子 得知秦桧王决议法蜀后 便充当急先锋 积极投入到法蜀的准备中 最最终 秦桧王命张仪 司马错共同法蜀 公元前316年 秦国轻松拿下蜀国 为了进一步控制蜀地 秦国进行了一场人口大迁移 把大量中原人口迁往蜀地 使得蜀地逐渐变成了天府之国 后来变成了秦国的粮仓 事实证明了司马错的目光长远 法蜀之战也是继商鞅变法后 秦国再次实现突飞猛进的关键因素 法蜀战役结束后 司马错以巴蜀两地的士兵为主力 纠集十万大军造大船万艘 米六百万湖 沿着浮水漂流而下 向东进攻楚国 这次作战大获全胜 秦军攻城掠地 秦桧王把这块新得来的土地 并入秦国设前中郡 眼见秦国对楚国用兵 出于制衡的目的 秦国选择与楚国结盟 这两个大国结盟形成的威胁 要比当初的五国联盟大得多 在秦国的帮助下 楚怀王于公元前三百一十三年 派军攻入秦国 并拿下了取卧 对此秦桧公颇为恼怒 但凭一己之力 很难打败两国联盟 关键时刻 秦桧王再次想到了张仪 希望他能凭借三寸不烂之舌 拆散秦国与楚国的联盟 对于出使楚国 张仪并未拒绝 想当初自己在楚国 被诬陷为小偷 并未打得半死 这些记忆还刻在心里 对于欺骗楚国这件事 张仪丝毫不打算手软 张仪见到楚怀王后 便向其承诺 说如果楚国断绝 与齐国来往 秦国将献上六百里商屋之地 张仪事先摸透了 楚怀王孤名钓鱼的性格 面对六百里之地的诱惑 楚怀王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没过多久 便宣布与齐国断绝往来 在得到土地之前 楚怀王就把秦国 向楚国进献六百里之地的事情 大肆宣扬 寻臣见状也纷纷上表祝贺 此时有人提醒楚怀王 为了保险起见 可以表面上与齐国断绝来往 暗地里仍保持友好关系 等秦国兑现六百里之地的承诺 再与齐国断交也不迟 但楚怀王根本听不见去谏言 执意自作主张 并封张仪为名誉丞相 随后 楚怀王派使者随张仪一同入秦 办理六百里土地交接问题 张仪一回到秦国 便上演了一出苦肉计 他假装醉酒 故意从马车上摔下来 然后再卧病再床不起 一直拖了三个多月仍未上朝 此事让前来秦国办理交接的 楚国使者非常着急 于是向楚怀王汇报了此事 按正常人的想法 都知道张仪卧病带床 肯定有猫腻 但楚怀王的脑回路和一般人不一样 他不但没怀疑张仪 反而认为 是自己与齐国断交的不够彻底 才导致秦国迟疑不决 于是派了一个人到齐国 当着齐国人的面大骂齐宣王 楚怀王此举直接惹怒了齐国人 齐国一怒之下 不但与楚国反目成仇 紧接着向秦国伸出友谊之手 秦国人非常高兴地 接过了齐国抛来的橄榄枝 眼见计谋得逞 张仪当即从病榻上跳起来 前去接见楚国使者 只见他拿出地图 非常认真地在上面写写画画 最后给了厨使六里土地 让其回去交差 楚国使者表示 自己接到的命令是前来接收六百里土地 而不是六里 但张仪拒不承认 一口咬定当初承诺的是六里 而不是六百里 由于当初张仪向楚怀王只是口头承诺 并未签订协议 楚怀王得知此事后懊悔不已 一怒之下 想要攻打秦国 眼见楚怀王要冲动行事 此前劝说楚怀王 不要与齐国断交的谋臣 再次出来劝谏 他说 与其攻打秦国 不如干脆再送给秦国一座城池 换取与秦国共同出兵 攻打齐国 既然与其绝交 就铁下心来 联合秦国攻齐 把楚国的损失 从齐国人身上捞回来 楚怀王听候勃然大怒 他觉得自己不能忍受这种委屈 一定要给秦国人一个教训 于是派兵前去攻打秦国 起初 秦军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但没过多久 秦国就有手转攻 在丹阳与楚军进行了惨烈的决战 丹阳一战 楚国人被斩下的首级 共有八万多个 楚军总司令 将军等七十余名将领 成为秦军的俘虏 楚怀王眼见自己兵败如山倒 不但没有痛定思痛 休养生息 反而激起了他的赌徒心理 他想通过一场大胜 把之前失去的全部都拿回来 于是发起全国总动员 把能参战的士兵悉数派上战场 想以举国之力和秦国决议死战 做赌徒的代价是非常惨烈的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 楚国再次惨败 与此同时 魏国 韩国等国家 也趁机攻占楚国的土地 楚怀王眼见无力改变战局 只能与秦国求和 最终以割地的代价 让秦国退兵 实现了短暂的和平 纵观张仪在秦国发起的连横运动 之所以能屡屡成功 一方面得益于 善于揣摩对手的心理 能抓住对手的弱点 并将其无限放大 最后为自己所用 但一切技巧 在绝对实力面前都是徒劳的 连横之术 成功的关键在于 有秦国的强大实力作为依靠 即便对手吃了哑巴亏 也不敢发兵来讨 只能默默承受 如果秦国势力不济 仅凭一张三寸不烂之舌 恐怕早就被灭了几百次了 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 和灵活多变的外交政策 秦国不断巩固自身地位 朝着霸主方向一步步靠近 就在秦国通过连横之术 不断朝霸业迈进之时 新王登基的齐国也不甘示弱 齐威王去世后 齐子齐宣王继位 齐宣王继承了父亲的雄才大略 而且拥有当时一般君王不具备的宽广心胸 后来 儒家名师孟子来到齐国 齐宣王予以后代 希望能得到治理国家的良策 孟子作为儒家名师 给出的一系列建议的核心思想 是实施仁政 尽管孟子被后世称为圣人 他的思想也被视作伟大 但不爱仁慈的做法 在战国很难立的注脚 在纵横家驰骋于诸侯之间时 孟子大声呼吁仁政 在识人看来十分迂腐 这也是齐宣王虽用他 却不能实践其政治理想的原因 孟子最终也像孔子那样 在诸侯征战的时代 只能成为学问家 但出充满阴谋与暴力的政坛 孟子离开后 齐国争雄天下的欲望 也越来越强烈 齐宣王在选择人才上 越来越趋于实用主义的色彩 故而纵横家们轮番登场 为齐国的霸业献献献策 其中最有名的人物 便是苏秦的弟弟苏代与苏利 对此时的齐宣王来说 真正的对手只有一个 那就是秦国 几乎所有诸侯国 对秦国的强劲崛起都无能为力 秦国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 与灵活的外交 逐渐一枝独秀 齐国试图用扩张领土的方式 来和秦国对峙 并成功将燕国吞下 后来 秦国通过离间的手段 让齐国把已经吞掉的燕国 又吐了出来 挫败完齐国吞并燕国的阴谋后 秦桧王又推出 与楚国进行土地交换的计划 秦国的设想 是以五官之外的汉中之地 交换楚国控制下的钱中 这样可以使八 蜀 钱的地盘连为一片 成为秦国稳固的大后方 于是 秦国使者初使楚国 向楚怀王递交了这个土地交换计划 不久前 秦国刚通过离间计 使得齐楚之间反目成仇 随后张仪又用三寸不烂之舌 把楚怀王耍得团团转 不但失去了君王的威严 还因为战败 损失了汉中六百里之地 这件事成了楚怀王心头之痛 他朝思暮想都想杀掉张仪 以解心头之恨 此次面对前来谈判的秦史 楚怀王直截了当地说 如果能把张仪交出来 楚国愿意把钱中拱手相送 楚怀王这番话纯粹是气话 因为他料想秦国不会交出张仪 这样说只是想发泄一下心中不满 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楚怀王作为异国之主 任何话语都可能被他人当作是承诺 秦史回国后 向秦桧王汇报了此事 秦桧王知道 用一个人换一片土地非常值得 但他又不能把张仪交出去 因为张仪为秦国的外交 立下汉马功劳 他对张仪非常依仗 从对秦国的贡献来看 张仪的功劳和商鞅不相上下 秦桧王之所以杀商鞅 是因为他把秦国的王公贵族都得罪了一遍 但张仪和商鞅完全不一样 失去张仪对秦国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而且一旦用张仪的命去换钱中递 恐怕会让秦国的其他谋士心生不满 此后也不会有人前来投奔 想到这里 秦桧王打算拒绝楚国的请求 但张仪得知此事后 不但没有退缩 反而主动找到秦桧王 要求出使楚国用自己来交换钱中之地 张仪的主动请应 让秦桧王大为吃惊 他十分不理解地看向张仪 而张仪表现得非常从容不迫 他说楚怀王不会拿他怎么样 因为楚国目前的实力 尚不能与秦国相比 在杀他之前 必然有后顾之忧 不敢轻举妄动 其次 他与楚国大夫晋尚是好朋友 而晋尚又深得楚王夫人郑秀的信任 楚王最为宠幸郑秀 郑秀所说的他都会听 只要搞定晋尚郑秀 楚王必不会杀他 再者 他是奉秦王之命出使楚国 作为大国使者 楚王肯定不会随意杀害 最后张仪补充说 如果楚王一意孤行 非得要杀了他 那么用他一命换得钱中之地 也是值得的 张仪的这番话 让秦桧王十分动容 虽然张仪是个政治投机分子 但身上也带有一丝 武士誓死如归的精神 他眼见张仪如此成竹在胸 便同意了他出使楚国 在他出使楚国之前 张仪事先和楚国大夫 近上打了招呼 不过决定张仪生死的人 仍然是楚怀王 当初楚怀王说 要拿钱中地换张仪 实际上是一句气话 他断然没有想到 张仪竟然如期而来 如今见到张仪 只身跑到楚国 楚怀王又惊又怒 随即让人把张仪抓到大牢 此时所有人都觉得 张仪活不了多久 在张仪危难之际 楚国大夫 近上却在暗中活动 他首先找到楚怀王的宠妃郑秀 说他很快就会被楚怀王冷落 事实证明 女人根本不关心国家大事 他们只在乎争风吃醋 郑秀听到这番话后 盲问其中的原因 近上便告诉他说 楚王如今一心想杀掉张仪 而秦王为了保住张仪 打算送一批美女给楚王 出于对秦王的尊重 楚王必然会宠幸秦女 如此一来 郑秀的地位就会岌岌可危 近上通过诡辩 把一个政治问题 变成了感情问题 虽然这种说法十分牵强 但用在女人身上特别管用 郑秀听完之后非常慌张 急忙向近上请求解决方案 近上见郑秀已经上钩 便告诉郑秀 只要他能说服楚怀王将张仪释放 他依然能够得宠 听完尽上的建议后 郑秀便经常在楚怀王枕边吹风 他告诉楚怀王 一旦张仪被杀 秦国肯定会攻打楚国 如果楚国成破 他恐怕会遭人凌辱 说到此处 郑秀不自禁地大哭起来 楚怀王看到怀中美人 哭得如此梨花待雨 便静下心来 思索杀掉张仪的后果 杀掉张仪只能加深 与秦国的仇恨 除此之外得不到任何好处 最终楚怀王内心产生了松动 便放弃了杀念 紧接着 楚怀王便下令将张仪释放 并以礼相待 张仪活着回到秦国后 举国上下都觉得他是个神人 这件事既反映了张仪高深莫测的本领 也体现了楚怀王外强中干的性格 这也是秦楚之间不同的国家性格 秦国的厉害之处 不权在其令人恐惧的军事实力 也在于其富有成效的外交 秦国的战略是尽力阻挠东方诸国可能的合纵 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 这种瓦解策略被称为联恒 东方诸国联合起来对抗秦国 这叫合纵 张仪对合纵联恒有着深刻的理解 同时也将联恒之术发挥到了极致 此后张仪又凭借自己出色的外交能力 成功地说服楚国韩国加入联恒阵营 为了奖励张仪给秦国做出的贡献 秦桧王封张仪为武姓军 赏赐给他武座成义 从秦桧王史 秦国开启了扩张时代 秦国军事力量之强 远远超出以往的任何一个时代 一百万的常备军 即便放到人口大爆炸的21世纪 也算得上是庞大的兵力 秦桧王以百万雄兵为后盾 以张仪的连横为主要外交政策 远交进攻 拆散敌人的同盟 这种军事加外交的模式 是秦国屡战屡胜的法宝 公元前311年 就在秦桧王准备继续徽编中原时 在为27年的他突然去世 他的死让周边邻国深深松了一口气 但张仪心里却五味杂陈 此时张仪已经为秦国效力了18年 除了在魏国闲居了几年外 其余时间基本上都执掌秦国大权 对秦国立下了汉马功劳 但并非所有的功臣都能讨得君王喜欢 有时候过于亮眼 反而是一种错 秦武王继位后 对张仪非常不友好 不想让他继续执掌秦国大权 两人暗中较了几次劲 张仪是个聪明人 商鞅的下场 他还历历在目 一个臣子要斗过君主 这个胜算太小 不值得去尝试 尽管他小心翼翼地 避免得罪秦武王 可是树倒湖孙散 习惯于落井下石的朝臣们 不遗余力地在新君王面前 攻击这位纵横树大师 想致张仪于死地的人 不仅来自秦国内部 还有来自国外的势力 习国人在这个时候 别有用心地传播 对张仪不利的言论 想趁机借刀杀人 但张仪在应对这种困境的时候 要比商鞅聪明很多 他没有选择落荒而逃 那样只会被人抓住口实 但继续留在秦国也不是明智之举 为了能够全身而退 张仪想出一个计策 他向秦武王主动请英前去魏国 因为齐国人对张仪恨之入骨 只要魏国能够收留他 齐国必定因此怨恨魏国 一旦齐国与魏国交兵 秦国就可以趁机攻打韩国 进而直逼三川 让周王室交出忌器 同时得到周王室收藏的天下户籍与地图 从而成就帝王大业 秦武王本来就看张仪不顺眼 如今看他主动请英到魏国 便满口答应 并送给他御博与马车 让他体面地离开秦国 张仪到达魏国后 齐国果然对魏国用兵 要求魏国交出张仪 齐国人之所以如此痛恨张仪 是因为他破坏了齐国的霸业 本来齐国和秦国是东西双雄 在张仪合纵战略的破坏下 只能屈居于秦国之下 面对齐国的发难 魏湘王一时不知所措 此时张仪再次站了出来 他派自己的家臣冯喜 出使楚国 征得楚怀王的同意后 又以楚国使者的身份 出使齐国 冯喜作为张仪身边的门客 深谙张仪的外交精髓 他告诉齐宣王 如果继续攻打魏国 实际上是给张仪建立功勋 张仪之所以来的魏国 就是为了引发齐魏相争 秦国可以趁机攻打韩国 直逼周氏如果让张仪得逞 那么他就为秦国再次立下大功 齐宣王一琢磨的确如此 便放弃了攻打魏国 就这样一场危机被张仪轻而易举地化解了 随着齐国撤兵 魏国也转危为安 魏湘王念张仪退敌有功 又拜他为丞相 公元前309年 这位叱咤风云的纵横大师病逝 作为魏国人 他一生多数时间为秦国人效力 打击自己的祖国 可晚年夜落归根 还获得了高官后路 可谓一生官运亨通 张仪是秦国扩张史上的重要人物 他最伟大的成就 就是以连横的战略 破坏东方诸国的合作 使得秦国牢牢占据外交主动权 在封建专制时代 个人能力强弱 对国家兴衰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失去张仪后 秦国并没出现人才断荡 填补张仪空缺的是 另外两位大名鼎鼎的人物 一位是左丞相甘茂 另一位是右丞相初礼吉 如今我们听到的智囊一词 最早便出自初礼吉 智囊是他的江湖名号 初礼吉在出任丞相之前 已经为秦国立下赫赫战功 公元前317年 初礼吉大败三晋联军于修渝 斩首八万 公元前314年 初礼吉击败韩石于暗门 斩首万人 同年 公卫许取卧 祥交城 公元前313年 初礼吉公赵 鲁赵庄 取令帝 公元前312年 初礼吉会同魏张 甘茂公楚 大破楚师于丹阳 斩首八万 他是秦国的常胜将军 多次出征 无一失守 不愧智囊的称号 与初礼吉相似 甘茂也是文武双全 甘茂本是楚国人 后来到秦国寻求机会 在张仪和初礼吉的联合举见下 秦桧王开始重用甘茂 在法蜀之战中立下大功 有了这两位的辅佐 秦武王准备施展远大报复 他的目标是超越秦孝公和秦桧王 他直言不讳地对甘茂说 自己想直逼周氏 把象征权力的九鼎带回秦国 但要直逼周氏 就必须打通韩国 为了建立不朽之功 秦国打算对韩国用兵 在选择伐韩主帅方面 最佳人选应该是初礼吉 但秦武王担心初礼吉功高盖主 一旦伐韩成功 势必对他形成威胁 出于制衡方面的考虑 秦武王最终让甘茂挂帅出征 但甘茂是个明白人 他自知能力不如初礼吉 伐韩之战关乎秦国国运 最合适的人选是初礼吉 如今秦王刻意撇开初礼吉 让甘茂左右为难 因为初礼吉是举荐自己的恩人 除此之外 如果自己独占伐韩之功 以初礼吉在朝中的威望 恐怕后续会处处为难他 想到此处 甘茂想了个办法 他告诉秦武王 攻打韩国遗阳是一场艰苦的战争 不可能在短期内取得成功 倘若在此期间有人说他的坏话 那伐韩之战就会半途而废 秦武王听懂了甘茂的话中话 他向甘茂承诺 一定不会听信谣言 让他安心出征即可 得到秦武王的保证后 甘茂才率领大军向韩国进放 韩国的夷阳城是一根硬骨头 尽管秦军骁勇善战 但在韩国的誓死抵抗下 秦军攻打了五个月仍未拿下 此时一旁的楚国开始摇摆不定 楚怀王想支援韩国 因为秦国拿下夷阳 会对秦国非常不利 但楚怀王被秦国人欺负怕了 他并不愿意与秦国人作对 后来 楚怀王想到一个计策 他把大军放在夷阳边境 准备伺机而动 楚国的动向让甘茂感觉到不妙 更不利的是 秦国内部对他出现了强烈的反对声 这其中就包括 初里吉和公孙爽 面对苦战而不能得手的局势 秦武王心里也打起了退堂鼓 想要放弃夷阳 但此前 秦武王向甘茂做出过承诺 秦武王的性格直率刚强 当然不会不认账 只能硬着头皮顶住诸方压力 把夷阳之战进行到底 战事持续到第二年 公元前307年 夷阳的战事仍在持续 包括周王室在内的整个中原诸侯国 都在关注这场战事 这场战争的关键在于 楚国会不会参战 为了打消楚国参战的念头 并尽快拿下夷阳城 秦武王顶住了国内的压力 不但没有退兵 又遣重兵投入夷阳战场 秦武王倾国内精兵攻略夷阳 志在必得 这个架势终于迫使楚国人 不敢轻易参战 然而夷阳之坚固 实在是名不虚传 尽管甘茂获得胜利军的支持 以钢铁般的意志 对顾若金汤的夷阳城 发动一波又一波的猛烈进攻 可是仍然举步维艰 一贯英勇的秦国兵团 也疲惫不堪 甚至厌战 听到战鼓声时 也不往前进攻 甘茂深知 此意不仅牵扯到秦国的国运 更牵扯到自己的前途 倘若拿不下夷阳 必定会遭到出礼级 公孙爽等人的排挤 届时还有可能死无葬身之地 为了拿下夷阳 甘茂把自己的家财散给士兵 试图用重赏来激发士气 此时秦军和韩军均到了崩溃边缘 谁的意志力更胜一筹 就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最终在甘茂的重赏政策下 秦军登上了夷阳城头 夷阳沦陷后 秦军进行了疯狂的杀戮 此意斩杀韩军六万人 拿下夷阳后 甘茂又乘胜追击 将战果扩大到整个韩国 夷阳之战的胜利 让秦武王实现了车通三川的梦想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直逼周氏 秦武王派出礼级率领一百辆战车 进入到周王室领地 周男王知道来者不善 不知该如何躲过这一劫 但就在此时 秦武王去世了 秦武王为了展示自己夺取九鼎的决心 他与手下大力士进行举鼎比赛 最终出现了意外 导致腿骨断裂引发了感染 最终意外身亡 不幸英年早逝 秦武王之死让周王室得以苟延残喘 与此同时 秦武王之死也引发了秦国政坛大乱 由于秦武王死得太突然 又没有儿子 继任者只能从秦武王的兄弟中挑选 其中公子壮和公子继最有资格 公子壮是秦武王的亲弟弟 是秦桧王的嫡子 从血统上说 他最有资格成为秦王 其次 公子壮得到了惠文后与武王后的支持 惠文后就是秦桧王的王后 是公子壮的生母 公子继是秦桧王的庶子 秦武王去世之时 他正在燕国当人质 表面上看 公子继并不占优势 但他却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母亲 名叫米八子 也就是大家熟知的米月 米月是楚国人 嫁给秦桧王后深得宠幸 依靠秦桧王的宠幸 他把自己的亲戚大量安插在秦国高位 编织了一张强大的关系网 米月有两个弟弟 一个叫魏冉 是他的同母义父弟弟 另一个叫米荣 是他的同父义母弟弟 魏冉被封为冉侯 米荣则被封为华阳君 他们都是很有能力的人 而米月最大的杀手剑 是得到了出礼级的支持 在米月与魏冉的密谋下 公子既被秘密接回秦国 并拥立他为秦王 而惠文后和武王后 也拥立公子壮为继君 随着两股争夺王位的势力正式形成 秦国内乱有势爆发 米月在处理问题方面非常有魄力 而且雷厉风行 他将魏冉提拔为将军 负责守卫秦国都城咸阳 实现了先发制人 同时不断拉拢出礼级 以获得军方的支持 最终双方经过三年内战 米月帮助公子继取得了胜利 而公子壮被当作了乱臣贼子 公子继胜利后 成为了秦国君主 视为秦昭王 米月成为了宣太后 后来米月用极其残忍的手段 将公子壮一方的势力悉数诛杀 此时的秦昭王尚且年幼 米月和魏冉趁机把持了朝政 秦昭王继位后 为了惩罚背叛秦国的魏国 派出礼级和甘茂兵分两路讨伐魏国 此时的甘茂失去了秦武王的庇护 已经成为众矢之地 当甘茂在前线打仗时 公孙爽和宣太后共同制造谣言 来诬陷甘茂 担心受到迫害的甘茂 最终选择投奔齐国 秦国的内乱 让齐国看到了战胜秦国的希望 一心谋求对外扩张的齐宣王 绝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 甘茂的加盟让齐国纸面上的实力大增 但齐宣王并未重用他 因为他的妻儿还在秦国 他也是被迫无奈才投奔齐国 并非主动归降 齐宣王这样做也能理解 后来 齐宣王意识到甘茂的价值 开始重用甘茂 秦国得知此事后 想让甘茂回心转意 也开始善待甘茂的家人 但甘茂自知秦国是个是非之地 他决定留在齐国 秦国的三年动乱 让自身的强势外交大受挫折 相反 此时对儒家仁政 失去兴趣的齐宣王 也大力发动外交攻势 此时的齐国聚集了不少谋臣 包括苏代 苏利 甘茂等人 此外 还有著名的公子孟长君 为了达到合纵的目的 齐宣王再次向楚怀王抛出橄榄枝 希望两国能兵士前嫌 共同联合起来对付秦国 但此时的楚怀王 非常希望能和秦国交好 因为把持秦国朝政的宣太后 与魏冉都是楚国人 楚怀王觉得 基于这层关系 可以迅速拉近秦楚两国之间的距离 后来 楚国大臣昭居认为 应该与齐国结盟 因为楚国要想拿回失去的土地 就必须拿秦国开刀 如果与秦国结盟 待齐国被打败后 秦国还会一点点蚕食楚国的利益 楚怀王听后感觉有道理 于是同意了齐楚两国结盟 后来又把韩国拉拢进来 共同来抵抗秦国 但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毫无疑问 楚怀王就是猪一样的队友 在各路诸侯国的博弈中 楚怀王扮演的几乎是一个傻子一样的角色 楚国刚答应和齐国结盟 紧接着又被秦国瓦解 秦国用贿赂楚国重臣 两国通婚的方式 就将楚国拉了回来 让楚怀王坚定站在秦国一边的根本原因 是他觉得芈月和魏冉都是楚国人 他们执掌的秦国 实际上就是楚国的后花园 这种天真迂腐的想法 始终贯穿在秦楚外交中 面对楚怀王的左右摇摆 齐宣王派甘茂出使楚国 向楚怀王分析秦国的威胁 并希望齐楚两国能结成联盟 尽管楚怀王被秦国反复欺骗蹂躏 但他始终幻想与秦国保持亲密的关系 因此再度拒绝齐国 楚怀王的反复无偿彻底让齐宣王失望 他彻底放弃了楚国 进而把魏国韩国拉拢在一起 组成了合纵联盟 紧接着 齐宣王把楚国当作第一个讨伐的目标 就在甘茂准备大展拳脚之际 甘茂却突然病逝 一位全能的将才就此陨落 甘茂的去世并未阻挡齐宣王的动作 公元前303年 齐宣王委任孟长军为主将 率领齐国军队会同韩魏两国大举讨伐楚国 楚怀王自知不敌 紧急向秦国求救 为了能成功颁救兵 楚怀王甚至主动把太子横送到秦国做人质 秦国暂时不想失去楚国这个盟友 于是发兵救援 最终化解了楚国的危机 秦国打退韩魏其三国联军后 一路长驱直入 又拿下了韩国和魏国境内的城池 最后逼迫韩魏两国再次臣服于秦国 秦国的表现让楚怀王甚是欣慰 他觉得自己找了一座靠山 可就在此时 楚怀王的春秋大梦被打破了 公元前302年 入治秦国的太子横 与秦国一位大夫发生了口角 后来演化为斗殴 在斗殴的过程中 太子横将对方打死 随后逃回了楚国 堂堂一名士大夫被打死 事后凶手还顺利逃脱 秦昭王得知太子横的行为后非常震怒 他不顾之前的秦楚友好 派兵直接攻打楚国 瞅准时机的齐国 再次联合韩魏两国一起进攻楚国 一时间 楚国面临以一敌四的被动局面 形势相当不利 在这种情况下 楚国最好的方案是与秦国和解 只要能跟秦昭王道歉 维护秦国君主的尊严 此事也就作罢 但楚怀王选择了和秦军正面硬杠 他派昭居率领大军前去抵御秦军 但昭居是一个主和派 他劝谴楚王不要与秦国交恶 让齐国渔翁得利 但楚国依然我行我素 让昭居坚决抵御秦国 昭居本无意与秦国交锋 打起仗来非常不卖力 胜负很快便见分晓 此意秦军获得斩首两万的战果 楚军遭遇重创 但这只是楚国悲剧的开始 在秦军大败楚军的同时 以齐国为首的三国联军 与楚军隔江对峙 双方进入了胶着状态 此时的齐宣王已经重病缠身 他想在死前看到齐国拿下楚国 虽命令前线强行渡河 但前线主帅匡张认为 此时渡河只是白白送死 他告诉齐宣王 要么杀了他 要么无条件信任他 齐宣王听后 自知自己的做法欠妥 只能任由匡张自行决断 匡张是一名出色的将领 在找到楚军弱点之前 他不会盲目出兵 由于楚军以河流为防线 匡张希望能找到一处 水浅的地方涉水而过 可是 每次侦察人员 都遭到对岸楚军的阻挠 楚国士兵以密集的箭语 迫使齐国士兵无法靠近河流 正当匡张无计可施之时 一位当地人告诉他 只要看对方的兵营 就能判断出水的深浅 兵多的地方 水路就是浅的 兵少的地方 水路就是深的 匡张在获悉这个重要情报后 立即观察对岸敌军的分布情况 眺望楚军兵营与旗帜 轻而易举地确定水浅区 他下令军队做好准备 精选强壮的士兵 为先头部队 在夜黑风高时 从水浅的区域肿水而过 出其不意地发起突袭 六个月的对峙 令楚国士兵有所松懈 在齐军的猛击之下 正在睡梦中的楚军 如梦游般作战 根本组织不起强有力的反击 齐军在巩固滩头阵地后 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地渡河 战斗成一边倒的格局 在这个名为锤沙的小地方 以齐军为首的三国联军 大破楚师 楚军浮石遍野 楚军主帅也在战斗中被击毙 此意令齐国威震天下 当胜利的消息传到齐都临滋城时 齐宣王已是病入膏肓 在弥留之际终于完成一个心愿 这位一生幻想着 重述齐国霸业的君主 不久后便刻然尝试 在位共计十九年 齐宣王在位期间能任用贤能 崇尚文学 使齐国纪下学功 成为天下学术重镇 比起前任齐威王 齐宣王的对外政策 更具扩张性维持着 与秦国的对等地位 而楚国经此一役 北方的多个城池 被韩魏两国夺取 整体实力大打折扣 当楚怀王把复仇的希望 寄托于秦国身上时 不但没有迎来救兵 反而开启了另外一个噩梦 芈月和魏冉虽然是楚国人 但为了表示对秦国的忠心 不但没有对楚国格外示好 反而用更残酷的手段 来打击楚国 公元前三百年 秦国丞相出礼及去世 魏冉成为丞相 由此 秦国在对外政策上更加激进 魏冉向秦后 第一件事 就是派遣华阳军率领大军再度攻处 面对秦军的虎狼之师 楚军一败涂地 阵亡三万名将士 国难当头 楚怀王不仅没有反思 反而大搞迷信活动 把打败秦军的希望 寄托在鬼神身上 但鬼神没有站在楚国这边 为了挽回败局 楚怀王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把太子横送到齐国做人质 请求齐国发兵相助 楚怀王此举可谓诚意满满 尽管此前楚国多番戏弄齐国 但看在楚国诚意满满的份上 齐国打算接受 眼见齐楚有再次联手的可能 秦国也动用外交手段进行离间 为了讨好新上任齐敏王 秦国也打算送上人质讨好齐国 这个人质必须是身份尊贵的人 但秦昭王还没有儿子 于是将自己同母异父的弟弟 经阳君公子氏送到齐国 公子氏是宣太后的儿子 将自己的儿子作为仁质送去齐国 足以看出秦国的诚意 因为一旦两国交恶 仁质随时可能送命 此时的齐敏王刚刚上位 秦国与楚国这两个超级大国 便送来仁质 这让齐敏王感觉到有些飘飘然 既然两国都表现了诚意 齐国便选择保持中立 搞定齐国后 秦国便开始大举进攻楚国 公元前299年 秦国连下楚国八座城池 兵封之胜 楚军不能阻挡 就在楚怀王不知如何应对时 秦昭王给他写了一封信 信中回顾了秦楚两国的和谐岁月 表示愿意在五官和楚国重新结盟 楚怀王收到书信后 内心忐忑不安 不知该如何应对 五官虽然是秦楚边界 但仍位于秦国境内 楚王害怕此形势自投罗网 对此 楚国群臣也是极力劝阻他前往 但楚怀王的小儿子子兰却表示应该赴约 不要拒绝秦国的好意 最终 楚怀王听从自己儿子的建议 并回复秦史 表示会如约前往五官赴约 到了约定的日期 楚怀王兴高采烈地来到了五官 但迎接他的并不是秦昭王 而是全副武装的秦国士兵 一大群身强力壮 身着盔甲的士兵 簇拥在楚怀王的马车前后左右 一人在前面带路 一路直奔咸阳而去 一路上 楚怀王被当作囚徒一样对待 到了咸阳 身心俱疲的楚怀王 没来得及休息 就被拉去见秦昭王 此时的楚怀王才彻底明白 一切都是秦国人的阴谋 对方根本没打算和自己结盟 想到此处 他心里满是后悔 但后悔已经于事无补 楚怀王比秦昭王大几十岁 不想对他卑躬屈膝 秦昭王则将其软禁起来 逼迫楚怀王割地求和 并向秦国俯首称臣 身陷领雨的楚怀王 表现出来难得的硬气 他拒绝了秦昭王的所有请求 并要求平等对话 两者陷入僵持阶段 谁都不肯相让 楚怀王被软禁的消息 传到楚国后 举国上下一片慌张 国不可一日无君 危急时刻 昭居提出一个方案 他打算派人到齐国 假传楚怀王的死讯 迎接太子恒回国继位 齐国由于距离秦国比较远 还未能知道 楚怀王被秦王扣押的真相 更不知道楚怀王的生死 所以 招居的方案是行得通的 招居的方案 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同意 于是派出使者 马不停蹄地到齐国 把事先编好的谎言 向齐敏王说了一遍 齐敏王虽然不明真相 但不甘心就这样 放太子恒回去 必须在楚国身上 捞取利益才可 齐敏王告诉太子恒 要想回国继位 必须割让 楚国东部五百里土地 给齐国 如若不从 就任由楚国另立新王 届时 太子恒恐怕性命难保 太子恒没有选择的权利 为了尽快脱身 他便答应了 割让土地的要求 齐国得到承诺后 便派人护送太子恒回国 并成功登基 视为楚请湘王 楚请湘王登基后 齐国随即派出使者 前来讨要此前承诺的 五百里土地 请湘王拿不定主意 于是召集群臣商议对策 对此有人表示 应该履行诺言 向齐国割让土地 有人表示坚决不能割地 还有人表示 应该与秦国结盟 讨论结束后 请湘王依然拿不定主意 最后 他请求自己的老师 注明大家慎道 慎道表示 可以先派人到 齐国履行割地承诺 等使者出发的第二天 再派人到齐国边境镇守 然后再派人放出风声 宣称楚国要与秦国结盟 并向秦国求援 请湘王对慎道的方案 半信半疑 但此时 他没有更好的选择 只能按照慎道的方案实施 事实证明 慎道的这个方案 收到了奇效 楚国的一系列行为 把齐国君臣看懵了 楚国一方面声称 要履行割地的承诺 另一方面又做出抵抗的姿态 同时又摆出 向秦国求援的样子 这让齐国人看来 楚国内部意见不统一 慎道的妙计 就是令齐国人产生误判 以为楚请湘王 在国内不能掌握实权 倘若齐国人要接收土地 那么 楚国的激进派 便会拼死抵抗 保卫领土 并不惜与秦国联合 借兵攻击齐国 这么一来 齐国非但不能捞到好处 反而置自己于不利的局面 在权衡利弊之后 齐敏王最后放弃了 对楚国索要土地的要求 此次兵出险招 让楚国躲过了一劫 晚过神来的 请湘王派人到秦国 告知对方 楚国已经有君主 囚禁楚怀王是没有用的 秦昭王得知 楚国另立新王后 暴跳如雷 当即派军前去讨伐楚国 尽管请湘王的态度很强硬 但仍不能改变 楚国惨败的结果 此意 楚国再次伤亡五万人 并丧失了十六座城池 大胜归来的秦国人 对楚怀王的看管 逐渐松了起来 软弱了一辈子 楚怀王决定硬气一次 决心要逃出秦国 公元前297年 被软禁两年多的楚怀王 趁秦国人不被逃了出去 他逃出咸阳城后 秦人才察觉 秦昭王马上下令 封锁各条通往楚国的通道 严加盘查 坚决阻止楚怀王逃回国去 楚怀王反其道而行之 并未往楚国的方向逃跑 而是一路风餐露宿地 往赵国奔去 只要能逃到赵国 摆脱秦人的追捕 就有机会返回楚国 历经艰辛 他最后终于走到了赵国 让楚怀王失望的是 赵国不想为了一个 落魄的君主得罪秦国 因此拒绝他入境赵国 楚怀王不得不改变逃亡路线 最终被秦国人抓到 再次被押往咸阳 公元前296年 悲愤交加的楚怀王 病死在秦国 作为一位大国君主 令人怜悯的同时 不得不说这样的悲惨结局 也是就由自取的 楚怀王死后 秦昭王把他的遗体送回楚国 楚国百姓都十分同情 怀王的遭遇 同时对秦国的背信弃义 十分愤怒 至此 楚国宣布 与秦国彻底绝交 他们总算看清了 秦国的豺狼本性 只是付出的代价过于惨重 楚怀王死后 楚南宫说了一句话 楚虽三户 王秦必楚 后来这成了一句预言 可是在当时 也仅仅只能看作 楚国人自我激励的安慰话罢了 在楚怀王逃亡之时 秦国纠集了韩魏两国 在著名公子孟长军的率领下 开始新一轮对秦国的围攻 秦国和秦国之间的对抗 也被推向高潮 公元前299年 齐敏王派孟长军 护送在齐国做人质的 京阳军回秦国 齐王之所以安排孟长军陪同 就是为了说服秦昭王 释放楚怀王 到了咸阳后 秦昭王见到孟长军 对他十分赏识 并有意让其留在秦国 任大秦的丞下 但后来 有人在秦昭王面前提示 张仪在卫国做卧底的事情 切不可用孟长军 秦昭王听后 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但他不想放孟长军回去 以免给秦国制造麻烦 打算将其软禁起来 孟长军号称拥有时刻三千 他很快便洞悉了秦昭王的阴谋 为了逃离秦国 他让手下一名能说会道的时刻 辗转找到了秦昭王的爱妾 请求他在秦王面前多说几句好话 让齐国使团能顺利离开秦国 这位王妃倒没有拒绝 但提出一个条件 希望能得到一件胡白球衣 这件胡白球衣是孟长军出使秦国时 送给秦昭王的一件厚礼 堪称天下无双 秦昭王的王妃对其一见钟情 但秦昭王后宫加力太多 无法分配此件球衣 便将这件宝物置于仓库中 并派众兵把守 要想从库中拿回此件宝物 并非易事 此时 孟长军手下一名善于偷鸡摸狗的时刻 站了出来 表示自己可以从库中偷得此件宝物 后来 此人凭借精湛的偷盗技术 成功潜入秦国仓库 并模仿狗叫来转移秦国守兵的注意力 最终成功逃脱 当这件胡白球衣被交到秦王爱妾手里时 他也兑现了诺言 在秦昭王耳边不断地吹风 最终使得秦昭王为孟长军一行人 发放了通行证 拿到通行证后 孟长军一刻也不敢停留 赶紧背了马车 飞驰离开咸阳城 他很清楚 秦王只是一时犯糊涂 才会准许他离开 一旦清醒了 必定会收回成命 事实证明孟长军的担心是对的 很快 秦昭王就后悔了 他派出快骑前去追赶孟长军一行人 孟长军一行人很快赶到了寒谷关 出了寒谷关就能逃离秦国 但他们到达寒谷关时 已经是后半夜 关口大门紧闭 此刻的孟长军不能耽误时间 一旦被追赶的秦军赶上就会前功尽弃 为了让寒谷关守城将士打开城门 他手下的一名石客模仿起了鸡叫 让守城将士误以为天亮 遂打开了城门 孟长军把握机会 顺利出了寒谷关 成功逃离了秦国 孟长军的石客因为这个典故 也被后世称作鸡鸣狗盗之徒 并被士大夫们所不耻 但孟长军并非徒有虚名 在此后的伐秦之战中 他表现得非常亮眼 公元前298年 齐、魏、韩三国联手 由孟长军担任主帅 进攻韩谷关 并成功击败秦军 秦军失利的消息传来咸阳后 秦昭王十分震惊 自从商鞅变法以来 秦国很少受到外来侵略 这时的秦昭王颇为后悔 当初没有杀掉孟长军 由于秦国的精锐兵力尚在楚国 来不及调往韩谷关战场 因而 秦昭王打算以割地的方式 与孟长军谈合 而孟长军对城池不感兴趣 而是趁机要求秦国释放楚怀王 秦国一方答应孟长军将释放楚怀王 同时要求三国联军从韩谷关撤军 这样 这场战争便宣告结束 三国联军撤退了 向来没有信用可言的秦昭王 又一次实言 拒绝履行释放楚怀王的承诺 孟长军的如意算盘 最终成了幻影 秦国的实言 让孟长军十分恼怒 公元前296年 孟长军组织了韩赵魏其 宋五国联军再次杀向秦国 面对来势汹汹的联军 秦昭王并无胜算 于是 再次祭出割地求和的把戏 就在此时 楚怀王在秦国并逝 楚怀王一死 孟长军无意继续讨伐秦国 因为功成掠地所得的一切好处 只会落到其他国家头上 对自己终究无意 他同意了秦昭王的割地条件 根据该协定 秦国归还韩国河外之地及五岁 归还魏国河外之地及封林 土地交割完毕后 五国联军从秦国地盘撤军 第二次伐秦之役结束 孟长军发动的这两次伐秦之战 虽为重创秦军 伤及秦国的国本 但给不可一世的秦军一个教训 也让世人明白 秦军并非不可战胜的 在秦国和齐国常年争霸的过程中 率先倒下的 并不是他们其中的一个 反而是左右摇摆的楚国 不得不说 在大国博弈中间 要么有足够的实力 要么有坚定的立场 摇摆不定只会沦为 大国博弈的炮灰 正所谓半军如半虎 在君王手下做事 不仅要具备能力 更要懂政治 有时候能力太强 并不是一件好事 孟长军接连对秦国取得胜利后 在齐国的声望 一度超过了齐敏王 一时间 齐国人只知道孟长军 而不知道齐敏王 孟长军凭借自己庞大的关系网 在齐国政坛呼风唤雨 此时有人不断地在齐敏王面前 说孟长军会谋反 公元前294年 齐国贵族田甲劫持了齐敏王 并试图发动政变 不过最终没有成功 脱险后的齐敏王认为 此次政变背后的幕后黑手 一定是孟长军 孟长军见状不妙 只得离开国都 暂避风头 此时秦国人又从中作梗 四处放风说孟长军有篡位之意 最终齐敏王下定决心 直接罢掉了孟长军丞相之位 随着孟长军被罢出 他门下的三千十克 也树倒胡孙散 另投新竹 几乎没人愿意为孟长军出谋划策 此时一个名叫魏子的门客 对孟长军不离不弃 为了给孟长军洗脱冤屈 他以一种非常残忍悲壮的方式 来劝谏齐敏王 他来到齐敏王面前 当着他的面自杀而亡 希望用这种方式唤醒齐敏王 后来 齐敏王下令彻查田甲谋反案 没查出有孟长军的影子 因此 为他洗脱了嫌疑 魏子用自己的生命 为孟长军洗脱了嫌疑 但让他东山再起的 是一个名叫冯轩的人 他也是孟长军门下的时刻 平时做事非常低调 也没得到孟长军的重用 孟长军被罢向后 手底下一帮时刻 见风使舵 认为他大势已去 但冯轩并未对孟长军失去信心 为了让孟长军东山再起 他打算进行倾尽所能 他跟孟长军要了一辆马车 只身前往秦国 准备游说秦昭王 到了秦国后 冯轩见到了秦昭王 他告诉秦昭王 齐国之所以能取得现在的成就 都是孟长军的功劳 如今 孟长军被罢向 秦国可以趁机把他争取过来 这样能够削弱齐国的实力 也能为秦国招揽一名人才 秦昭王见识过孟长军的才能 对冯轩的提议非常赞同 于是 当即派出十辆马车 前去齐国迎接孟长军 冯轩游说秦昭王后 火速启程 赶在秦始之前返回齐国 回国后 冯轩第一时间找到齐敏王 把秦国前来接孟长军的消息 告诉了他 齐敏王害怕孟长军为秦国效力 尽管他不喜欢孟长军 但更害怕孟长军加盟秦国 于是派人打听秦国使者前来接孟长军仪式是否属实 在得到肯定的答案后 紧急下令恢复孟长军的相位 并赐给孟长军一千多户作为补偿 这时秦国的马车刚到齐国边境 听说孟长军又当上丞相了 便调转车头回去了 可是他们没有想到 这一切都是冯轩所精心策划的 在冯轩的运作下 孟长军终于东山再起 之前跑掉的那些时刻又纷纷回归 对此 孟长军非常有感触 体验到了人性良薄 并打算对回归的时刻加以羞辱 但冯轩制止了他 冯轩说 富贵者多事 贫贱者寡有 他们来到府上做时刻都是有所求 这是人之常情 况且孟长军对他们也有私心 想借此捞取生育和政治资本 他和时刻之间的本质是相互利用 对之前离开的时刻不仅不能打压 反而要以礼相待 这样才能维持他之前的美名 这番话点醒了孟长军 尽管他心里有诸多不快 还是一如既往的后代门下时刻 官赴原职的孟长军 已经和齐敏王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两人之间充满了猜忌和防范 后来孟长军主动请辞 离开了朝廷回到自己的封义薛义 这才让齐国的朝堂争斗告一段落 政坛出现内斗 使得齐国无暇顾及自己盟友国家的安危 秦国利用此时机对韩魏两国发起了攻击 公元前293年 战国时期规模最大的战役之一 依缺战争爆发 这场战役的起因是秦军进攻东周 夺取两周 一直是历代秦王的梦想 在15年前 秦武王遇车通三川 以窥州市发动夷阳战役 夺取三川之地 也打通了通往两周的道路 只是由于秦武王意外扛顶而死 没能进一步发动夺取两周的战争 公元前293年 秦政府派向受为大将 率领军队攻打东周 并打败了东周的军队 自从周王室分裂以来 加在魏韩两国之间 实际上受到魏韩两国的控制 故而 韩离王与魏昭王联手干预秦军攻打东周 魏韩两国集结了24万军队 魏军由西吴指挥 韩军由公孙喜指挥 秦军已秀出大战的气味 遂从东周撤军 退至一缺 与魏韩两国联军对峙 一缺位于现今河南的龙门 举世闻名的龙门石窟 就坐落于此 在一缺南部约20公里处 便是秦国新占领的新城 这是白起在去年罚韩之役中 所攻占的城池 在一缺的上空 战争阴云密布 面对魏韩庞大的兵团 秦国人忧心忡忡 在这个时候 秦国丞相魏冉 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向秦昭王推荐由 白起担任秦军大将 取代原先的大将向寿 魏冉此举是有政治风险的 因为向寿是秦昭王 从小到大的玩伴 当初甘茂就是在 向寿等人的排挤下才叛逃 如今 魏冉大力推荐白起 倘若白起不能在战场上 立下大功 魏冉肯定会受到牵连 但魏冉相信自己的眼光 坚持推荐白起 白起临危受命 当他抵达一缺前线时 发现形势很严峻 与魏韩相比 他的兵力显得很单薄 只有十万左右 从兵力对比上 敌强我弱 但白起沉着冷静地应付 他大量搜罗情报分析敌情 最后发现魏韩联军的 一个巨大弱点 韩魏两国 虽然在军队数量上占据优势 但两国之间各自心怀鬼胎 都想让对方打头阵 自己可以坐收渔翁之力 白起看出这个破绽后 他把军队分成两部分 以其中一小部分作为宜兵 假装欲与韩国精锐部队交锋 大部队则悄悄集结到 魏军驻地附近 欲以雷霆万军之势 击破魏师 白起的判断是 韩国军队抱着保存实力的想法 肯定不会主动出击 只要牵制住韩军 以最快的速度击败魏师 然后再调转码头对付韩师 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 事实证明 白起的判断是对的 秦军先以雷霆之势击溃了魏军 并斩杀魏军主将 使得魏军大乱 紧接着 白起又攻击韩军 韩军得知魏军崩溃的消息后 并未敢与秦军正面相对 而是仓皇出逃 白起不想放过韩军 下令全线追击 此意 秦军俘虏了韩国主将公孙熙 据史书记载 此意秦军斩杀了20万人 几乎让韩卫联军全军覆没 但这个数字是存疑的 具体数字无从考证 但可以肯定的是 此意秦军收获颇丰 秦军能在兵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 取得如此重大的胜利 与白起的军事才能是分不开的 他能因势力道 化不力为有力 此意对中原战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魏涵两国在此意巨大失败的阴影笼罩下 再也无力与秦国争一日之雄长 一雀之战也是白起的成名之战 此战过后 他的名气与地位犹如火箭般窜生 一雀之战胜利后 白起乘胜追击西州 此时的周王室已经不能依仗 韩魏两国 唯一的希望便是和赵国求救 为了自保 周王室派出使者 周最前往赵国会晤了赵国权臣李队 李队是害死赵武灵王的元凶之一 此时的他 正在赵国呼风唤雨 周最来到赵国后 用纵横家的说辞来劝说李队 希望赵国能出兵相救 此时的李队虽然在国内权倾一时 但身背士军的骂名让他形象大打折扣 为了挽回自身形象 他决定帮助周王室 以此来积累名声 于是李队向秦国发出警告 要求秦军从周王室地盘上撤退 此前 赵国在赵武灵王的带领下 已经完成了蜕变 军事力量足以让秦国感到忌惮 面对李队的警告 长期在外作战的白起 觉得不宜与赵国起冲突 因而 选择从西州撤军 转而进攻魏国 刚在一雀之战中溃败的魏国 面对秦军来逃 一时间乱了方寸 魏昭王为了自保 只能选择割地求和 最终 秦军拿到了魏国的土地 暂时离开了魏国 一雀之战不仅军事上是巨大的胜利 同时 也令秦国的外交得到某些改善 最重要的成果是与楚国和解 秦国之所以要改善与楚国之间的关系 是因为之前诱补楚怀王的行为过于恶劣 几乎被所有的诸侯国孤立 在齐国 赵国 相继陷入内乱的情况下 只有楚国能对秦国形成一定的威胁 一雀之战结束后 秦昭王给楚请湘王写了一封信 表面上是友谊和好 实则趁着胜利于威 逼迫楚国和秦国交好 此时 楚怀王已经去世三年 楚国对秦国的仇恨被冲淡了很多 而且 请湘王被秦昭王的语气吓倒了 为了保全自身 楚请湘王答应与秦国联姻 双方恢复了外交关系 一雀之战结束后 白起凭借夺目的表现 被提拔为国位 此后他又率领大军渡过黄河 攻打韩魏两国 随后又被提拔为大粮造 在此后的日子里 秦国在白起 魏冉 司马错等人连番讨伐下 土地被一点点蚕食 甚至只要听到秦军讨伐的消息 便主动提出割地的请求 正所谓以帝侍秦 由报心救火 心不尽火不灭 拓地千里的秦昭王 已经不满足于王这个称号 因为中原大帝遍地诸侯国都自称为王 王这个称号已经不值钱了 为了显示高人一等 秦昭王决定要用帝号来取代王 在称帝这件事上 秦昭王非常小心翼翼 为了防止自己成为众矢之地 他打算拉一个人共同称帝 纵观所有的诸侯国 有资格和他并驾齐驱的只有齐国 于是他决定自己称西帝 把东帝的头衔让给齐国 秦昭王此举还有一个目的 就是希望两国并立为帝后 可以联合起来 从东西两面一起夹击赵国 为此 秦昭王派丞相魏冉亲自前往齐国 请齐敏王称帝 齐敏王听了魏冉的建议后 不敢贸然同意 他害怕此举会引起其他诸侯国的反感 齐国和秦国不一样 齐国的外交关系非常好 一旦称帝 必然会和秦国一样遭到孤立 正当齐敏王犹豫不决时 燕国使者苏代前来求见 苏代曾是齐国的谋臣 如今他已投奔燕国 这次他是作为燕昭王的特使 出使齐国 齐敏王听说 苏代在张华东门外等候召见 心中不禁一喜 苏代的智慧 绝非常人所能及 正好可以听听这位智者的意见 苏代告诉齐敏王 可以先答应秦国的建议 但不要急于进行称帝典礼 先看看其他诸侯国对秦国称帝的反应 如果其他诸侯国都没反应 届时再称帝也不迟 如果其他国家义愤填膺 则不要称帝 可以利用此事来收拢人心 苏代高屋建陵式的建议 犹如醍醐灌顶 齐敏王十分满意地点点头 随后苏代又补充说 秦秦西帝 齐秦东帝 表面上看好像是平等的 然而 倘若两国称帝 各国会因为害怕秦国而遵秦不遵齐 倘若放弃称帝 各国都愿意与齐国亲近 却讨厌秦国 与其联合秦国讨伐赵国 不如攻打宋国来的实惠 所以应该声明放弃帝号 以收天下民心 抛开秦国 不与之结盟定约 不与他争高低 还可以利用这个时机 攻打宋国 一旦具有宋国 就可以对魏国形成威胁 同时控制楚国的东部 赵国的东岸 同时对魏国的大良城 形成威压之势 届时 齐国必将受人尊崇 苏代作为一代纵横家 看问题非常具备深度 一针见血地指出了 秦国的狼子野心 同时也给齐国指明了一条道路 这番话听得齐敏王 新潮澎湃 完全接受了苏代的建议 同意秦国提出的称帝请求 但不对外公开 静观其变 果不其然 秦昭王称帝遭到了 各诸侯国一致反对 国际形势更加紧张 而齐敏王则公开宣称放弃帝号 把秦国将了一军 由于反对声音过大 为了防止引起更多的麻烦 秦昭王在宣布称帝后 不到两个月 便灰溜溜地撤下了自己的帝号 而齐敏王由于放弃帝号 获得了各国一职称赞 巧妙地捞取了名声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苏代 但苏代初始 齐国并非专门为齐敏王出谋划策 而是为燕国捞取利益 此次他是来怂恿齐国攻打宋国 而称帝一事 正好给苏代送上了助攻 让他可以好好地借题发挥 大谈伐宋之力 给齐敏王描绘了一幅美好的蓝图 苏代是苏秦的弟弟 当苏秦在齐国遇刺身亡后 他决定接过苏秦的衣钵 前往燕国做起了说客 在燕国内乱结束后 燕昭王上台 因为苏代与发起叛乱的丞相子 只有殷亲关系 害怕受到牵连 便前往齐国做起了谋臣 并为齐国多次出谋划策 成为圣明天下的外交家 后来孟长军卷入到叛乱风波 齐敏王任用原秦国大夫屡理为相 苏代因为与孟长军关系亲密 所以受到排挤离开了齐国 苏代的离去 待齐国来讲是一个损失 对燕国来讲是一个好机会 苏代在齐国待了约二十年 对其底细可以说知道的一清二楚 得到苏代 就等于掌握了齐国大量的内部情报 燕昭王听说苏代离开齐国后 盛情邀请他回到燕国 苏代最终答应了燕昭王的邀请 燕昭王继位后历经屠治 他心里憋着一口气 就是要一血亡国之耻 而当时让燕国灭亡的 正是齐国 苏代得知燕昭王的志向后 进行出谋划策 他告诉燕昭王 要想对齐国复仇成功 就得在外交上 让齐国国家孤立齐国 同时让齐国陷入战争泥潭 削弱其力量 公元前288年 苏代以燕国使节的身份 出使齐国 正好遇上齐王称帝事件 他便献上妙策 因此获得了齐敏王的信任 齐敏王把他视为心腹 加以重用 就这样 苏代成为燕昭王 安插在齐国的高级间谍 此后齐国政治上的一举一动 都逃不过燕昭王的眼睛 齐敏王听完苏代的建议后 便下定决心准备攻打宋国 在齐国伐送之前 魏照两国已经结成联盟 准备伐送 而他们之所以伐送 也是苏代在后面怂恿的结果 得知魏照两国准备伐送后 齐敏王非常不快 他认为是魏照两国 故意来和齐国争抢利益 于是便与魏照两国交恶 但实力强大的赵国 根本不在意齐国的干涉 不仅如此 从公元前288开始 赵国还三次派兵攻打齐国 更为不利的是 秦国得知秦国伐送的意图后 也出来阻止 一时间 齐国四面树敌 国际关系降至冰点 为了扭转不利局面 齐敏王决定和赵国和解 在连年与赵国对峙的过程中 齐国处于下风 要想和赵国和解 就必须出让利益 为此 齐敏王派使者前往赵国 向李队做出承诺 齐敏王做出承诺 只要拿下宋国 就把宋国的陶义 作为礼物送给赵国 李队听后非常满意 便同意了与齐国和解 齐敏王这一招 不仅结束了齐赵三年的军事冲突 还让赵国立挺齐国伐送 此事 赵国 齐国 秦国 已经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随着赵国的崛起 一场针对秦国的合纵运动 又开始了 齐赵为燕含五国组成联军 准备共同伐秦 但最终以失败告终 五国联军虽然声势浩大 但各怀鬼胎 谁也不想在前面充当炮灰 最终伐秦之战以失败而告终 在东方诸国合纵抗秦的过程中 除了孟长军率领联军击败过秦国外 其他均以失败告终 赵国作为此次伐秦的主导者 一边组织联军伐秦 一边和秦国秘密谈判 试图共同瓜分魏国 此事被魏昭王得知 直接和赵国交悟 齐国见状积极拉拢魏国 并成功将其拉拢到自己身边 李队私下和秦国达成秦赵联盟 对齐国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为了自身安全 必须瓦解两国之间的联盟 为此齐敏王委托苏代去游说李队 之所以派苏代前往 是因为苏代能力很强 更重要的是 齐敏王已经把他视为心腹 殊不知苏代只是燕昭王派到齐国的卧底 对一般人来讲 游说李队放弃刚达成协议的秦赵联盟 是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在苏代这里 就变得一切都有可能 他告诉李队 齐王曾答应他 在伐送大功告成后 把陶义割让给赵国 可是 倘若天下诸侯分裂而侍奉秦国 那么 秦国必然控制了宋国 秦王是个贪婪之人 魏冉是个嫉妒心很强的人 到时 赵国肯定得不到陶义 只能落个两手空空 只要赵国不跟秦国结盟 齐国就不必担心秦国 就能放心地攻打宋国 齐国伐宋 魏国与楚国肯定不甘示弱 也会出兵攻打宋国 如果燕国与赵国也出兵相助 那么以五国之力消灭宋国 拿下宋国可谓是易如反掌 等攻下宋国后 陶义就是赵国的囊中之物 这番话直击李队的心坎 内心产生了动摇 苏代见状继续补充说 如今 韩 魏 齐三国互相猜疑 如果李队在这个时候 不坚持五国同盟条约 单独与秦国结盟 那么五国同盟必然大乱 他提醒李队 秦国与齐国并非不可能联合 倘若秦齐联合 那么 加在这两个大国之间的 赵国处境最不利 另外 要是秦赵同盟分裂 诸国转而侍奉秦国 到时 秦国便控制天下了 秦国一旦控制天下 将用残暴的手段来统治诸国 苏代提醒李队要及早做打算 李队想起两年前 秦齐两国打算并肩称帝 瓜分赵国 对苏代的分析颇为认同 为此李队终止了 赵国与秦国之间的结盟 随着秦赵关系破裂 齐敏王便开始着手攻打宋国 在攻打宋国之前 齐敏王委派苏代入秦 试图说服秦国与齐国结盟 苏代告诉秦昭王 只要秦齐结盟 燕国 赵国 必因恐惧而割让弑帝已讨好秦国 这样秦国也能渔翁得利 但秦昭王并未被苏秦三言两语说服 后来秦昭王同意了齐国伐宋 秦昭王之所以发生态度大转变 是因为秦国无力强行阻止齐国伐宋 既然无力阻止 不如把宋国这块肥肉送给齐国 让齐国独吞宋国引起其他诸侯国眼红 而后 秦国再伺机坐收渔翁之力 就这样 齐国通过一系列游说 把其他诸侯国都搞定了 至此 齐国伐宋再也没有反对声 宋国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国家 文明程度相当高 莫子 庄子等人都是宋国人 此时 宋国国君是宋康王 他上台之初大力实施人证 但随着在位时间越来越长 性情逐渐变得暴力 对国内百姓非常残暴 这也给齐国讨伐宋国提供了口识 参与伐宋的国家包括齐国 魏国 赵国和燕国 但齐国是当仁不让的主力 其他国家只是伺机分一杯羹 当齐国军队大举南下时 宋康王派人前去侦察齐军的动向 不久 侦察人员回来报告说 齐国军队已经很近 百姓们都十分慌张 此时 宋康王身边的宁臣 大骂侦察员 说宋国如此强大 齐国如此弱小 侦察员就是在造谣 宋康王听后将侦察员斩首 然后又派另外一人前去侦察 第二个人的说辞和第一个人差不多 又被杀死 随即又派出第三个人前去侦察 当第三个人归来时 害怕被杀 于是向宋康王禀报说 根本没见到齐国军队 宋康王听后满意地点点头 赏赐了他很多钱 但不久后 齐国大军就来到宋国城下 此时的宋康王才得知事实真相 危难之际 宋国向楚国搬救兵 楚国答应了宋国的求救 并告知宋国不要投降 让他们誓死抵抗 楚国会出兵相救 其实 楚国此举只是做作样子 是想让齐国看到 楚国有义务出兵援送 如果想让楚国保持中立 必须给点好处 齐敏王明白了楚国的意思 便向楚国允诺 只要他们保持中立 灭宋之后 会让楚国分一杯羹 宋国搬救兵失败后 失败的命运已经无法避免 最终宋国沦陷 宋康王这个暴君也死于非命 宋国也消失在战国的地图中 战后齐国获得了宋国大部分地盘 魏国和楚国也得到了一部分土地 赵国的礼队也如愿把逃逸 揣进自己的腰包 遂东方诸国来讲 伐宋之意是皆大欢喜的结果 但燕国却在此战中两手空空 虽然燕国也派出部队参与战争 但齐敏王看不起燕国 甚至把燕国大将张魁抓起来处死 此事传到燕国后 举国震惊 燕昭王颜面扫地 燕昭王一下子觉得血气上涌 怒气难押 他召集文武百官 想要商讨攻打齐国之事 此时大臣樊游站出来阻止燕昭王 他不但劝阻燕昭王不要攻打齐国 还要派一名使者到齐国 为齐敏王道贺 起初燕昭王咽不下这口气 樊游劝他要忍辱负重 此时燕国还不是齐国的对手 贸然出兵只会让燕国再次灭亡 燕昭王冷静下来后 便采纳了樊游的建议 燕国使臣到了齐国时 齐攀王正在举办庆功宴 赫灭宋战争的伟大胜利 当他听说燕国使臣到来时 也不给燕国人面子 就传令让他上殿 使臣上殿后 就依凡游的指示 在殿堂上请罪 此时的齐敏王已经得意忘形 他让燕国使者在大殿上 把请罪词高声重复 以此来显示自己的权威 灭宋之后 齐国边上的小国 全部都向齐国称臣 此时齐国的疆域 已经不遜于秦国 此时高高在上 野心勃勃的齐敏王忘了一件事 那便是高处不胜寒 从燕昭王即位的那一天起 他就始至复仇 国家复兴的第一件事 便是招揽人才 燕昭王身安此道 为了招募人才 他把姿态摆得很低 他的诚心和李贤下士的姿态 为其招纳了苏代 岳翼 邹衍 巨星等一众能人 除了苏代之外 其中岳翼是魏文侯时代名将岳阳的后代 也是战国时代最杰出的将领之一 邹衍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 后来作为岳翼的副手 参与了伐旗之战 而邹衍是一名学者 哲人和阴阳家 他的主要才能并非表现在军事上 而是体现在经济上 邹衍对农学颇有造诣 他通过引进两种 改进耕作法 使许多荒地也可以种植树 大大缓解燕国了的粮食问题 在农耕时代 农业发达就会直接体现到军事层面 在燕昭王的历经图治下 燕国一天天强盛起来 但此时的燕国尚不足以与齐国抗衡 但强弱之间并非一成不变 就在齐敏王觉得自己如日中天之时 一件意外事件让齐敏王失去了民心 而得民心者得天下 失民心者便会跌入无尽深渊 让齐敏王失去民心的人名叫胡元 胡元看到齐敏王的野心急剧膨胀时 深深为国家担忧 因此前去劝谏齐王 希望他能以史为鉴 但此时的齐敏王正在幻想成为天下公主 根本听不见去劝谏 他见胡元反复来劝谏自己 便下令将其处死 底下的官员得到处死胡元的命令后 并未直接前去抓捕 因为他们知道 胡元出于好心 于是在东门搭了一个台子 放了一把斧头 试图以此来提醒胡元让其逃跑 但胡元并未逃跑 而是主动前来引颈救路 胡元死后不久 齐国宗室田举担心齐敏王 倒行逆施会害了国家 便直言劝谏 结果也被齐敏王斩首示众 自此之后 百姓不负 九族寒心 齐敏王的统治 已经开始向暴政倾斜 人民是国家的根本 这个根本动摇了 国本就会动摇 反观燕昭王 在笼络民心方面做得十分到位 为了帮助燕国一血前耻 越裔 苏代等人尽心尽责 通过纵横百合的手段 为燕国寻找复仇时机 最终 燕国联合了秦国 赵国 韩国 魏国 组成了反齐联盟 准备对齐国发起致命一击 燕昭王建伐旗时机已经成熟 便拜越裔为上将军 杨惠文王则把赵国相印授予越裔 让其作为总指挥 于是 浩浩荡荡向齐国进发 在行至一半时 越裔故意停滞不前 给齐敏王造成一种错觉 燕国是因为害怕齐国才裹足不前 为了抵抗前来讨伐的燕军 齐敏王委派苏代作为统帅 苏代听后内心大喜 但表面上仍再三推辞 表示 自己担心打了败仗会受到处罚 但齐敏王根本没把燕国放在眼里 他向苏代承诺 即便打了败仗也不会惩罚他 就这样 苏代成功给齐敏王挖了个大坑 然后率领齐军吃了一个大败仗 一站下来 齐师被燕军斩首两万人 战败后 苏代退守扬城 然后上书给齐敏王汇报战斗失败的消息 并主动揽则 让齐敏王降罪自己 但齐敏王此前答应过 苏代不会对他进行惩罚 只能吃个哑巴亏 紧接着 苏代要安排人在齐敏王面前进言 说苏代失败并非用兵失误 只是运气欠佳 此时应该继续让苏代做统帅 这样他才会感恩戴德 倾尽全力来报答国家 苏代此举又是利用了齐敏王的弱点 让齐敏王不肯承认自己用人失误 只能坚持让苏代挂帅 结果不出苏代所料 齐敏王坚持让苏代挂帅 并承诺不会做出惩罚 苏代内心暗喜 带领齐军又吃了一次败仗 这次损失比上次更大 三万名将士阵亡 苏代连吃两次败仗后 齐敏王才相信他是真的不会打仗 便解除了苏代的兵权 从此再也不信任他 与此同时也不再信任其他人 于是乎君臣不亲 百姓离心 越议两战斩杀五万齐国士兵 让反齐联盟看得异常兴奋 他们都跃跃欲试 准备加入战斗 秦昭王派大将司礼 和蒙齐率领军队会同 韩赵魏三国部队会师 成功杀入齐国 夺取了齐国九成 苏代被解职后 齐敏王委任向子为统帅 抵御五国联军 向子眼见五国大军来势汹汹 便采取了兼臂清野的策略 用防守来代替进攻 只要时间一久 五国内部肯定会出现矛盾 向子的策略是正确的 但齐敏王早已目空一切 他强行要求向子主动出门迎敌 不然就诸九族 挖向子的祖坟 齐敏王此举让向子非常寒心 他一改守势 摆开阵势和五国联军正面硬杠 此举无异于让齐军前去送死 而向子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就是要让齐军溃败 双方刚刚交战 向子便下令明金收兵 齐国士兵傻了眼 可是命令不能不听 只能扭头就走 这时五国联军一拥而上 从背后紧追 齐师大败 处子以这种特别的方式 报复齐敏王对他的羞辱 在齐军溃败时 他自己架了一辆战车 跑得无影无踪齐军大败后 齐军部将达子 把一些残兵重新集结 准备继续和五国联军周旋 为了提振士气 达子上报 齐敏王希望能拨款补充军饷 但齐敏王听到要钱 立刻暴跳如雷 不但不给钱 还把他们大骂一顿 达子硬着头皮 带领残兵和五国联军再次交锋 结果又是一场大败 齐国屡战屡败 已经往齐敏王颜面尽失 战争打到这里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 已经达到目的 可以结束战争 在战国时期 只有齐宣王 曾一度要灭掉燕国 除此之外 都是取得一定的战国后 便停止 秦国与韩国劳师远征 担心国内局势生变 便退出了战斗 而燕国 赵国 魏国 则继续留在齐国 越义继续担任总司令 越义是一个 兼具雄心大志 和有勇有谋的人 他知道 燕国实力并不强 三国一起行动 很难指挥赵国与魏国 为了发挥最大的战斗力 他给三个国家 划分了作战区 让魏国军队攻略送帝 赵国军队攻略合间 而燕国军队 则指导齐都林兹 越义指导齐都的计划 令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他们认为 燕国没有能力攻入齐都 如果继续孤军深入 不但不能重创齐国的军事力量 还会让燕齐两国结怨更深 但他们都不了解越义的雄心 越义要的是灭掉整个齐国 而不是仅仅给对方一点教训 越义凭借异于常人的洞察力 和超群的军事才能 采用虚晃的方式 让所经之处的齐国城池闭门不出 然后禁止往林兹进发 此时 齐敏王仍没有感到危机 他认为 无论如何林兹也不会失手 因此 没有从其他地方调集军队前来救援 当越义率领大军兵临齐都城下时 齐敏王才知道大势已去 此时 林兹城内的军民 不但没有主动迎击燕军 反而幸灾乐祸地坐看燕军打进来 就这样 越义一鼓作气拿下了林兹 曾经不可一世的大国 被打成了一只纸老虎 此时 齐敏王面对的并非是绝境 因为齐国绝大多数城池仍未丢失 可以到兵力雄厚的城池暂毙 但齐敏王做了一个非常愚蠢的事情 他没有留在齐国 而是逃到了魏国 贡献林兹后 越义大力犒赏将士 战胜的消息传回燕国后 燕昭王兴奋至极 他亲自动身前往几西犒赏三军 并封越义为昌国军 逃到魏国的齐敏王 起初被封为座上宾 后来 齐敏王凭借自己尊贵的身份 经常对魏国国军恶语相向 并干涉魏国的内政 时间一长 魏国难以忍受嚣张跋扈的齐敏王 直接动用军队将其赶出国境 齐敏王正式成为流浪国军 随后 齐敏王带人来到了鲁国 到达鲁国之前 齐敏王派出使者告诉鲁国军臣 让他们以周天子的规格接待齐敏王 结果鲁国国军根本不买账 直接把齐敏王的使者轰了出去 随后 齐敏王打算到邹国 此时正值邹国国军病逝 齐敏王派人到邹国 要求他们把邹国国军的棺材转个方向 不能冲撞齐敏王的天子威严 结果 邹国军臣再次把使者轰出门外 接连吃到闭门羹后 无处可去的齐敏王回到齐国 躲进了举城 冷静下来的齐敏王 想借助楚国的力量赶走越异 因为楚国没有参加伐旗之战 于是派人到楚国搬救兵 楚国得到消息后 派闹齐率领大军前去支援齐国 但楚军到了齐国后 并未与燕军交战 而是按兵不动 与此同时 闹齐还暗地里与越义联系 商讨由燕楚两国共同瓜分齐国 随后两国达成协议 紧接着 闹齐将齐敏王抓了起来 此时 齐敏王才意识到 让楚国人进来 纯粹是引狼入室 公元前284年 闹齐为齐敏王罗列了一系列罪状 然后将其处死 从齐国灭诵到齐敏王身亡 前后不过三年时间 齐敏王到死都没明白 当初发起的灭诵伟业 不过是燕国精心设下的一个圈套 他把齐国最有才干的公子孟长军赶出国 以至于在国家危难时 没有人能站出来力挽狂澜 他错把燕国间谍当作心腹 以至于被苏黛玩弄于股掌之间 他外行装内行 对前线将领指手画脚 导致积水战役的惨败 他在最后关头 还犯下致命错误 把不怀好意的楚国人 当作救命的稻草 一个如此刚愎自用的君王 得此下场也算是因果报应 齐敏王死后 闹齿准备与越义商量共同瓜分齐国之事 但还未来得及商讨 闹齿就被齐敏王身边的亲兵暗杀 齐敏王死后 他的儿子田法璋继位 视为齐湘王 齐国虽然有了新国军 但仍然无法抵挡越义率领的燕军 越义深知要征服一个国家是非常不容易的 征服齐国更是困难 他确定了攻心为上的政策 为此 他接连发布了几条军令 其一 禁止燕国军队劫掠占领区百姓 要体现出仁义之失的样子 其二 大力求访齐国民间的贤士能人 并未以官职 推为上兵 其三 减轻百姓的税负 废除齐王时的苛政 此举令齐国民众大为欢迎 其四 隆重祭祀齐桓公与管仲 这是向民众传递一个信息 齐桓公与管仲电力强国之机 可是 田氏最终霸占了齐国 当今的齐王并不是正统的君主 而只是篡权者 田氏政府是不合法的政府 事实证明 越义的政治攻势非常有效 他巧妙地利用民众对齐王的不满 而大作文章 落化齐军的抵抗决心 发动宣传攻势的同时 越义加紧了军事方面的部署 经过长达五年的南征北讨 越义于公元前279年 将多数齐国土地收入囊中 此时只有吉末和举城上的顽强抵抗 就在越义准备全力拿下剩余两城时 有人在燕昭王耳边尽现谗言 说越义连下齐国七十余城 每到一地都能迅速拿下 如今只剩两座城池却久攻不下 是因为越义想当齐国国王 这本是捕风捉影之词 没有任何依据 任何古代君王最怕的就是功高震主 对燕昭王来讲 保住自己的权利是最重要的 但燕昭王的伟大之处在于 他并未之间听信谗言 而是召集群臣赴宴 他告诉群臣 自己广招贤才就是为了完成复仇大业 谁要能帮他完成复仇大业 就可以和他一起共同统治燕国 如今越义帮他实现了复仇大业 倘若越义愿意统治齐国 与燕国共同抗击其他国家的入侵 不仅是燕国之福 也是燕昭王的心愿 说完就把禁献谗言的人当众斩首 燕昭王此举体现了高超的政治智慧 假如越义是忠心的 他就不必担心 假如越义有意在齐国称王 以燕国现在的实力并不能阻止越义 还不如送越义一件王冠 事实证明 越义没有反心 面对燕昭王的慷慨之举 他既成皇成孔 又万分感激 当即写信上表忠心 此后再也没人在燕昭王面前 说越义的谗言 不久后燕昭王病逝 作为战国最伟大的君主之一 他在位33年 在一片废墟的国土上 重新建立起新国家 同时以坚韧不拔的意志 让国家再次富强 并成功报仇血恨 他以千功之心理贤下士 为越义抵挡流言蜚语 占领齐国后 对齐国实行人政 种种迹象都表明 燕昭王是战国时代的一个楷模 燕昭王去世后 吉墨和举城仍在顽强抵抗 越义改变了策略 打算集中兵力来攻打吉墨 然后再攻打举城 此时吉墨的守城主将刚刚去世 关键时刻 大家推举田丹为吉墨守城主将 田丹本是齐国的一个小官 一直都没有表现的机会 吉墨大夫战死后 在讨论谁能成为新的统帅时 大家都觉得田丹这个人有谋略 能担当大任 况且田丹还是王族亲戚 又有族人的支持 于是大家都同意由他出任将军 面对当前极为不利的形势 田丹做了一番分析 他认为面对越义这样的对手 正面出击没有任何机会 只有除掉越义才有一点胜算 要想除掉越义 必须使用反剑剑 之前燕昭王在世时 无法离间君臣之间的关系 如今燕昭王去世 有人再次在新继任的燕昭王耳边 尽献谈言 说齐国只剩下两座城没攻下来 越义把军队铸囤在齐国 实际上是想拖延战争 等齐国民心归顺后 自己就当齐王 现在齐国人不怕越义 只怕燕国调派其他将领过来 如果那样的话 吉墨城就必破无疑了 这样的谣言并没有新意 但燕昭王不具备燕昭王的胸襟和剑士 他被这种谣言吓倒 于是便决心撤掉越义 让一名名叫齐杰的人前去替代越义 越义指导自己被替代后 害怕回到燕国会遭到迫害 于是选择投奔赵国 此时的越义已经名满天下 赵惠文王对他的到来非常欢迎 并送上高官厚禄作为奖赏 成功离间越义与燕惠王的关系后 田丹再次上演了苦肉计 他要激起齐国民众对燕军的仇恨 扭转燕军仁义之师的形象 为此他放出口风 说齐国人并不害怕燕军 因为即便被俘也会得到优待 只有燕国人把齐国人的鼻子割下来 齐国人才会害怕 替代越义的齐杰是一个庸才 他听到这种说法后 认为很有道理 便将抓获的齐国俘虏的鼻子 都割了下来 并拉到吉墨城下展览 以此来震慑齐国人 这种恐怖手段 固然令吉墨军民胆战心惊 可更激起他们的愤怒 以前越义曾下令 如有从城内逃出的百姓 一律不准侵犯 生活困难的 一律给予阵绩 越义明白 要征服一个国家 首先必须要征服民心 可是 越义多年的努力 被齐杰完全摧毁 从此以后 没有一个吉墨百姓敢出城 向燕军投降 谁也不想被割掉鼻子 燕军的暴行 不仅没有吓唬住城内的军民 反倒坚定了守军血战到底的决心 此时 齐国人对燕军的形象已经完全转变 但田丹仍觉得不够 他再次对外放风 说齐国人最害怕燕军挖他们的祖坟 如果祖宗的尸骨被凌辱 更会摧毁齐国人的意志 齐杰听到这种话后 又把齐国人的祖坟给挖了 并把尸骨拿出来焚烧 吉墨军民站在城墙 看到自己的祖坟被挖 仙人尸骨被人凌辱 内心燃起了熊熊烈 纷纷请求出战 田丹知道 已经成功让吉墨军民燃起了恨 但光有恨是不够的 打仗最重要的是靠智慧 他一边带人加固城墙 一边把精锐部队隐藏起来 让老弱妇孺站在城墙 达到视若于都的目的 这种招数瞒不过越异这样的名将 但糊弄齐杰这样的庸才绰绰有余 紧接着 田丹又派人到燕军面前请降 燕军将士听后无不欢欣鼓舞 五年的长途征战 已经让燕军将士思相情窃 如今眼见战争即将结束 便慢慢放松了警惕 燕军兵营一派轻松景象 士兵们不像过去那样严阵以待 在燕军放松警惕的同时 吉墨城内的军民都动员起来 为最后的决战做准备 要击破燕军 就必须要出奇制胜 田丹开创了一种前无古人的战法 火牛阵 田丹把吉墨城中的牛都收集过来 有一千多头 在田丹眼中 一千头牛就是一只精锐的部队 他给每头牛都穿上衣服 而且衣服上还涂了五颜六色的图案 牛角上绑上尖刀 牛尾上缠着一束芦苇 芦苇还用油进过 他把这群牛分成数十组 沿着城墙建了数十个牛圈 然后在正对着牛圈的城墙上挖洞 入夜时分 田丹下令在牛尾巴上点火 并且打开牛圈 牛圈的门通向城墙挖开的洞 在火烧的疼痛下 他们冲出墙洞 一直冲向燕军的兵营 燕国士兵正在酣睡中 整个燕军兵营乱作一团 后来燕军控制住了这些火牛 本以为可以稍作休息的时候 齐军的第二波攻击来了 田丹派出五千名精锐士兵发起冲锋 与此同时 田丹又命人在城墙上集体擂鼓 在夜色的掩护下 燕军不知齐军有多少士兵 再次陷入慌乱 更让人始料不及的是 燕军主帅齐杰在乱战中被杀死 如此一来 燕军大势已去 最后败走吉墨城 凭此一役 田丹成为战国最耀眼的名将之一 燕军败走吉墨的消息传开后 齐国人开始了疯狂的反扑 田丹率领大军从吉墨出发 一所道之处 民众纷纷前来投军 而燕军指挥系统已经瘫痪 无心恋战 只能纷纷逃窜 在短短的数月内 齐国七十余座城池 都摆脱了燕国的控制 田丹创造了一个神话 把齐国从王国的边缘 硬生生给拽了回来 齐国的疯狂反扑 让燕惠王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不过他没有反思自己 而是将责任全部都推到越义身上 为此 他给越义写了一封信 信中指出 之所以用齐节来顶替他 是考虑到越义常年征战在外 非常劳累 想召他回来商讨大事 但越义却听信谣言 投奔赵国 导致燕军一败涂地 这样怎么对得起 先王的知欲之恩 燕惠王这个举动 足以看出他的心胸有多狭隘 实际上 越义并不欠燕国 反而是燕国多次质疑越义 面对燕惠王的责难 越义也回了一封偿信 其中回顾了自己投奔燕国 并受到燕昭王重用的经过 以及罚其前后的种种经历 越义还为自己投奔赵国一事进行辩护 他并未批评燕惠王 而是批评燕惠王身边的宁臣 越义信中还提到 赵惠文王曾想趁齐国反扑之际攻打燕国 是他极力阻止才让燕国幸免于难 燕惠王看完书信后 内心有些愧疚 当他确认越义信中所说的事情为真后 便把越义留在燕国的儿子封为昌国君 因为越义从中协调 此后燕赵两国和平相处 越义去赵夫燕时 没有做过对不起赵国的事 去燕归赵后 也没有做过对不起燕国的事 相反 他还成为两国和平的使节 这就是他的伟大人格 与越义的崎岖坎坷相比 田丹的经历也很曲折 田丹把燕军驱逐出境后 随后把藏在深山里里的齐乡王接了回来 齐乡王随后拜田丹为齐国丞相 封他为安平君 齐乡王和燕惠王一样 同样都是庸才 庸才的最大本事便是猜忌他人 虽然齐乡王拜田丹为相 但处处提防他 有一次田丹遇到一位老人 当时天气寒冷 田丹心生怜悯 便把自己的衣服给老人披上 老人十分感动 后来此事传到齐乡王耳朵里 他觉得 这是田丹在笼络人心 是有谋反篡位的念头 之所以说 齐乡王是个愚蠢的君主 是因为不会看问题 当初 田丹写举世之功 本身又是田氏家族的人 要想成为齐国国君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根本不需要夺位 但此时让齐乡王惠田担起了疑心 并处处提防 尤其是齐乡王身边的几个宠臣 无时无刻不想置他于死地 为了刁难田丹 齐乡王和身边的几位宁臣 经常在各种场合给田丹难堪 但始终找不到他谋反的理由 后来 一位叫雕博的人 为田丹解除了困境 雕博是齐国一位闲人 由田丹推荐给齐乡王 几位宁臣联手陷害田丹时 雕博正作为齐国使臣出访楚国 他回到齐国后 齐乡王设宴为他接风洗尘 酒宴过半时 齐乡王吩咐下人 说去把丞相田丹叫来叫 雕博听到此话 便问齐乡王能比得上周文王吗 齐乡王达到比不上 雕博接着又问 齐乡王能比得上齐桓公吗 齐乡王还是回答不及他们 雕博说 周文王得到江子崖辅佐后 封他为太公 齐桓公得到管仲辅佐后 尊他为重父 而安平君就齐国与生死存亡之计 为齐国立下不适之功 事后又把齐乡公从深山里接回来 足以说明 他是个有勇有谋 且重视道义之人 如果他想自立为王 没人能阻止 如今不但得不到尊重 反而还直呼齐鸣 这种行为连不安适适的幼童都做不出来 没想到出自君王之口 着实让人不耻 这一番话让齐乡公满脸通红 雕博继续补充说 他说齐乡公身边有几个宁臣 如果不杀掉他们向安平君谢罪 恐怕齐国会再次灭亡 雕博这番话说得掷地有声 让齐乡王无地自容 他知道如果把田丹逼急了 以田丹的能力 很有可能把他赶下台 想到此处 齐乡公冒出一身冷汗 然后把身边近禅言的几位宁臣处死 同时把业义万户封给田丹 以这种方式委婉地向田丹道歉 田丹和越义作为战国时期著名将领 虽然没有正面交锋 但在各自统领的战争中 取得了辉煌的战绩 他们的故事也成为后世讨论的佳话 田丹创造的奇迹 只是让齐国没有亡国 但并未让齐国再次重返强国行列 伐齐之战过后 齐国已经成为二流国家 在齐国衰落的同时 赵国则进入到鼎盛时期 成为当时唯一能与秦国抗衡的国家 接下来战国博弈的主线 则是赵国与秦国的舞台 公元前284年 执掌赵国的权臣李对去世 赵国正式进入赵惠文王时代 此时的赵国逐渐迈入鼎盛时期 在伐齐之战中 赵国诞生了一员名将 便是众人熟知的连坡 在与秦国博弈的过程中 令相如又脱颖而出 随后围绕着两人 发生了一系列耳熟能详的故事 比如在完毕归赵中 令相如历错秦昭王的阴谋 免持之会上 令相如以死相邪 让秦王为赵王击否 将相何忠 令相如凭借广阔的胸襟 让连坡赴京请罪 并成为文景之交等 这些故事已经被编入中文教材 大多数人都知道大体的故事框架 对此 本视频就不再过多叙述 在连坡和令相如的配合下 赵国不断地壮大 但不足以和秦国一战 秦国是有能力全面碾压赵国的 秦国之所以在免持之会上 主动与赵国和解 是因为南方的楚国楚楚欲动 反秦联盟呼之欲出 之前秦昭王诱杀楚怀王的事情 虽然已经过去多年 但楚国民间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他们把这个视为国耻 而楚请湘王与秦国达成和解 让很多人颇为不满 公元前281年 楚请湘王得知民间有一位神射手 便把他召来分享射箭经验 没想到这位神射手 没有分享半句射箭经验 他慷慨激昂地向楚请王诉说 楚怀王被杀给楚国带来的耻辱 他说楚国帝大物博 兵力众多 可是却没有雄心壮志 这实属令人感到沮丧 他恳求请湘王向秦国寻仇 楚请湘王被他的话赐到了心中的痛楚 心中复仇的欲望被激起 于是便派人出使东方各国 打算与各国重新合纵 联合起来讨伐秦国 不过这只是楚国的一厢情愿 楚国在春秋时期是当仁不让的霸主 但在战国时期已经没落 虽然地大物博 但混乱不堪的政治 让整个国家一盘散伤 楚国的国家权力 都把持在老贵族老官僚手中 政治效率低下 腐败严重 当年无起大刀阔斧的改革内政 但最后功亏一簧 被贵族阶级反攻倒算 惨死于剑下 此后 楚国也永远失去了与时俱进的机会 成为七雄中最守旧的国家 当秦昭王得知楚国打算合纵诸侯时 他意识到 必须要先下手为强 公元前280年 秦军对楚国发动进攻 楚军大败 一心想要报仇的楚请湘王 只得割让上庸汉北之地给秦国 但秦国并不想就此收手 在全面法楚之前 与赵国在免池达成了和平协议 然后可以腾出手来 专门对付楚国 公元前279年 冷血战神白启再次挂帅出征 率领数万大军再次攻入楚国 此时的楚国号称有百万大军 但白启仅以数万军队迎敌 之所以这么做是基于对楚国的充分了解 楚国虽号称百万大军 但基本上没有战斗力 而且在战国名将辈出的大背景下 楚国几乎没出过名将 名将在古代战争中能起到决定性作用 白启率领军队先以水淹的方式 拿下了楚国别都烟城 紧接着又一股作气 拿下了云、邓、西陵等地 换作他人 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后 早就选择班师回朝准备领赏 但白启不满足以此 他率领军队直逼楚国国都颖都 白启此举非常冒险 因为他只有数万人 停戒这些兵力就敢直逼颖都 对后勤补给和士兵心理都是巨大的考验 为了体现攻打颖都的决心 白启在军队渡河后下令烧掉船只 毁掉桥梁 让士兵们明白 没有后路可退 为了解决补给问题 秦军一路掠夺沿途百姓 最终杀到了颖都城下 这个情况让整个楚国都始料未及 当秦军杀进颖都时 整个城内乱作一团 楚军还未来得及防范便已经沦陷 白启下令毁掉了楚国的宗族庙堂 被吓破胆的楚请湘王紧急逃往臣帝 并迁都至此 以此来躲避秦国的封王 此意是白启在一雀之战后的又一个军事杰作 他又一次依寡击中 把大片的土地收入秦国囊中 秦国涉南郡 把颖都列入管辖范围 此意过后 白启被封为武安军 秦国在楚国身上捞足了利益之后 又把目光转向了韩魏身上 公元前277年 魏昭王去世 他的儿子继位 视为魏安离王 秦赵两国趁魏国权力更迭之际 突然发起攻势 秦国派出白启 赵国则派出连坡 一路深入魏国境内攻城掠地 秦赵两国之所以会共同乏魏 大概率是在免持之会上达成协议 共同来瓜分魏国 公元前275年 秦国丞相魏冉 秦赵率军再度乏魏 并直逼魏国国都大良城 赶到纯王齿寒的韩国前来相助 奈何实力不济 只能眼睁睁看着魏国 一次次向秦国割地求和 魏国眼见秦国的胃口越来越大 为了保证再次割地后 能够换来和平 魏安王派出中大夫虚假 前往秦营和魏冉交涉 虚假不如使命 他告诉魏冉 一旦秦国长驱直入拿下魏国 将来受益的肯定会是赵国 虽然秦赵两国在免吃之会上 达成了协议 但这种协议是随时可以撕毁的 要是赵国徽师南下截断秦军的后方 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出于这方面考虑 秦军最终放弃攻占大良城 魏国侥幸逃过一劫 在此后的日子里 秦赵两国开始了国土扩张竞赛 公元前275年 赵国派连颇挂帅 攻取了魏国房陵 安阳两座城池 公元前274年 赵国另一名大将 燕州进攻齐国 拿下了高唐与昌城 同年年底 秦国丞相魏冉再度率军攻入魏国 攻下四座城池 并斩首四万人 在秦赵两国轮番践踏下 魏安离王终于吃不消 如此下去 地盘很快会被秦赵两国瓜分 要想寻求自保 只能在秦赵中间选择一个国家投奔 经过一番考量 魏国打算投奔赵国 因为赵国和魏国都是从晋国分裂出来的 从情感上比较容易接受 为了投靠赵国 魏国必须送出见面礼 而赵国要求的见面礼 就是牺牲韩国 尽管韩国在魏国遇难时多次相救 但在国家利益面前只能放弃道义 因此 魏国投靠赵国后 立马充当马前卒 和赵国一起联手进攻韩国的华阳城 面对魏国的背叛 韩国怒不可遏 但也无可奈何 为了对抗赵魏的入侵 只能投奔秦国 秦国眼见韩国主动投怀送报 不失为一次很好的扩张机会 于是撕毁了秦赵之间达成的协议 派白启为主帅 前去支援韩国华阳城 白启作为那个时代的长盛将军 仅用了八天时间 就从秦国赶到韩国华阳城 并大破魏国军团 斩杀魏军十五万 紧接着 白启又大败赵军 斩首超过两万人 这世纪一阙之战 法楚之战后 白启取得了又一次大胜 这次大胜并未让白启满足 他想一口气灭掉魏国 只要灭掉魏国 就可以彻底瓦解东方诸国的合纵运动 于是率兵直逼大梁城 在秦军的威慑下 魏安黎王再次选择割地求和 此时纵横加苏带提出异议 他说出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 以帝是秦 由报心救火 心不敬火不灭 魏安黎王表示 道理他都懂 但为了自保 还是得给秦国割地 于是 再次与秦国签署了丧权辱国的条约 白启得逞后 才下令撤退 华阳之战过后 秦国与赵国正式开启了全面对抗 在全面攻打赵国之前 秦昭王想先拿下楚国 因为楚国的实力不如赵国 下定决心后 秦昭王便命白起做好全面攻处的准备 得知秦国攻处的意向后 楚国派出使者出使秦国和谈 担任此次出使任务的便是战国四公子之一 楚国春深君黄歇 黄歇从小就在各国游历 具备非同寻常的见识 而且口才水平非常高 在他的说动下 秦昭王放弃了法楚计划 转而与楚国缔结成联盟 共同对付赵国 公元前270年 秦国委派胡阳挂帅 率领大军借到韩国 进攻赵国的险要之地燕与城 作为秦国的后起之秀 秦昭王对胡阳寄予厚望 胡阳也想用一场大胜来为自己证明 秦军包围燕与城后 赵惠文王召集群臣商讨对策 赵国的顶梁柱 连坡和名将岳城 均表示难以救援 这个答案让惠文王不满意 就在此时 他想到了一个人 赵舍 此时的赵舍刚在赵国崭露头角 名气上无法与连坡等人相比 但他内心一直想建功立业 而且有勇有谋 当惠文王问他 该如何应对燕与城之困时 他毫不犹豫地回答 应该前去救援 这让惠文王很高兴 最后委任他为赵国总司令 前去解围燕与城 赵舍最终不复所望 他先是示弱来迷惑秦军 让胡扬以为 自己是个不会打仗的庸才 进而放松了对赵舍的警惕 专心攻打燕与城 大后方几乎不设防 赵舍见秦军重计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奔袭秦军的大后方 并大破秦军 此意不但解除了燕与城的危机 也让秦国遭受了 自商鞅变法以来最大的一次败仗 关于此意秦军伤亡具体数据不得而知 但可以肯定的是 秦军伤亡惨重 按照秦国人的性格 若不是遭遇灭顶之灾 肯定不会撤退 赵舍也凭借此意 成为赵国最著名的将领之一 赵舍凯旋归来后 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 赵惠文王封赵舍为马夫君 与连坡令相如平起平坐 公元前266年燕与之战后的第三年 秦国发生了一件大事 执掌秦国大权近40年的权臣 魏冉终于失事 取而代之的是范居 他取代魏冉成为了秦国丞相 能撬动魏冉的根基 足以说明 范居不是一般的人物 范居并不是秦国人 而是魏国人 他出身家境贫寒 没有人引荐他为君王效力 为了改变命运走向政坛 范居开始学习纵横术 当起了一名说客 并投奔在魏国大夫虚甲门下 虚甲是魏国重臣 一次偶然的机会 范居跟随虚甲出使齐国 他的出色口才赢得了齐乡王的欣赏 于是齐乡王给他送上了一份大礼 其中包括了黄金和牛肉酒食 这本是一次正常的人情往来 但心胸狭隘的虚甲心生妒忌 他见齐乡王没有赏赐他 反而赏赐他的门客 心中十分不快 于是诬陷范居和齐国之间暗中勾连 并将其抓起来严刑拷问 范居被打得奄奄一息 虚甲以为他已经死亡 便用草席把范居包裹起来 扔到厕所 任其自生自灭 后来范居大难不死 成功逃脱 后来秦国派使臣王基访问魏国 范居通过朋友的联系上了王基 表达了投奔秦国的想法 此时的秦国正在大量招罗人才 王基和范居见面后 听他讲述了对时局的看法 认为范居是个人才 便将他藏在自己的车队里 悄悄带出魏国 马车进入到秦国境内 并非意味着范居已经安全 因为大权独揽的魏冉 非常讨厌各国来的说客 他怕其他说客的到来 会影响自己的地位 于是 对每一辆进咸阳城的马车 都会仔细盘查 以免其他国家说客 不经过他的同意 混进咸阳城 到达咸阳后 范居为了躲避魏冉搜查 不再藏于王基的马车里 而是假扮成驾驶马车的随从 由此躲过了魏冉的追查 成功到达了咸阳 到达咸阳后 王基便马不停蹄地去面见秦昭王 除了向他汇报出使魏国的成果外 还把范居推荐给秦昭王 并告诉秦昭王范居是个大才 如果能启用他 秦国就能更进一步 秦昭王和前几任秦王相比 非常讨厌外国说客 他之前没听过范居的名号 对于这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也没有兴趣 出于对王基的尊重 秦昭王并未赶走范居 但也没有见他 就这样 范居在秦国度过了一年多 他眼见秦昭王没有见自己的意思 于是冒死给秦王写了一封书信 他在信中说 如果秦王见完自己后没有收获 愿意受刀斧之行 这封信由王基转交给秦昭王 秦王看了后 颇受震动 他亲自向王基道歉 并派人用专车去接范居入宫 范居之所以敢做出这样的举动 是因为他深知秦昭王的痛点 此时的秦国已经是第一强国 对外战争接连取得胜利 如果还停留在合纵连横的老套说词上 根本无法打动秦昭王 经过范居的观察 他发现秦昭王有一个心病 那便是大权旁落 表面上看 秦昭王是秦国最高统治者 实际上他的权力有限 在他之上有自己的母亲宣太后 在他之下还有魏冉长期把持朝政 除此之外 秦昭王的弟弟 京阳君与高陵君也经常插手朝政 范居对秦国的权力格局看得清晰 如果不把魏冉推倒 他在秦国不会有什么作为 要推倒魏冉 只能靠一个人 秦昭王 经过一年多的等待后 范居终于有机会见到秦昭王 见到秦昭王后 他请求秦昭王平退左右 秦昭王见状似乎明白了范居的意图 便命人不得进入 此时只有他和范居两人独处 范居开门见山地直指秦昭王的心病 说他对上畏惧太后的威严 对下则被奸臣愚弄 身居身宫之内 不离保姆之手 一辈子受迷惑 没法辨别奸邪 这样下去 从大处说可以倾覆宗庙设计 从小处说可能自身难保 秦昭王听后大惊 这正是自己所担心的地方 他赶紧向范居行礼 请他继续说下去 范居说 秦国虽然强大 但魏冉并不热衷于为国家做贡献 而是只考虑自己的利益 而且秦昭王本身在外交方面也有失误之处 秦昭王想进一步问自己的不足之处 此时范居发现宫殿帷幕外有动静 似乎有人在偷听 他瞬间明白秦宫也不是安全之地 为了不透露更多的信息 他便不再说秦国内政 只说对外政策 在于秦昭王的交谈中 范居提出了远交进攻的观点 并给出了秦国在应对国际关系时具体的执行方案 这些话让秦昭王听得非常入迷 此时的秦昭王已经在王位上坐了38年 尽管是万人敬仰的君主 但心中的苦闷只有自己清楚 看到眼前的范居 秦昭王有了一种相见恨晚 知音难觅的感觉 范居虽然得到了秦王的认可 但碍于魏冉的权利 他并未让范居一步登天 而是让他以客卿的身份给秦国服务 此后 秦昭王采用范居的建议 先后攻取魏国的怀地与行秋 范居的地位也随之水涨船高 公元前266年 秦昭王觉得自己的羽翼已经丰满 是时候除掉魏冉了 此时 范居已经入秦四年 在秦王的支持下 他已经在秦国站稳了脚跟 为了报答秦昭王 他决定与秦昭王来一次密谈 在此次密谈中 范居把宣太后 魏冉 京阳军 高陵军等人对王权的威胁 一一向秦昭王分析 并告诉秦昭王 如果不除掉这些人 秦昭王就不算大秦真正的主人 这些话再次刺痛了秦昭王 他下定决心 要把这些人一一除掉 秦昭王首先把矛头对准了 自己的母亲宣太后 拿掉宣太后的理由 是因为他淫乱后宫 作为秦昭王的妃子 在秦昭王死后 他还是个年轻的女子 不甘寂寞的他 与自己的弟弟魏冉 掌控了秦国大权 随后便开始光明正大的淫乱后宫 宣太后的情人很多 其中比较出名的 有义渠王和魏丑夫 当时宣太后成功把义渠王 发展为自己的情人 并为他生下了两个孩子 可后来宣太后移情别恋 觉得义渠王碍事 又设计将其杀死 关于宣太后的淫乱事迹 非常多 最离谱的是 他居然在外交场合 大谈特谈自己的风流运势 让前来搬救兵的韩国使者 大为震惊 基于这些淫乱往事 秦昭王有非常充足正当的理由 来罢黜宣太后 在权力争斗面前 母子情变得一文不值 随着宣太后被罢黜 魏冉 京阳军 高陵军等人 也接连被拉下马 不过秦昭王并没有杀他们 只是取消了他们的官职 事后仍然给予物质上的后代 魏冉下台后 范军名正言顺地成为了秦国的丞相 范军上台后 开始实施远交进攻的战术 准备蚕食韩魏两国 魏国君主听说秦国新丞相上任 便派人前去祝贺 而担当初始任务的正是虚假 再次见到范军 对方已经是秦国丞相 虚假不由地心生唏嘘 并为之间的过错向其道歉 不过 范军并未杀虚假 而是把他侮辱了一番 在虚假临行前 范军为他大摆宴席 在席间 范军让两个受过情形的囚徒 站在虚假两边 两人夹着他的手 让虚假只能用嘴去吃桌子上的食物 他们把这个称作马食 意思是像马那样吃东西 受辱后 虚假满脸通红 但只能默默承受 宴席结束后 范军才放虚假回去 范虽为秦相后 秦国的战略愈加明晰 这个战略就是远交进攻 远交进攻并不是范军的发明 从商鞅开始 秦国的外交战略就是远交进攻 直到魏冉当权时 这种战略才出现改变 在魏冉时代 秦国多次越含魏尔攻其国 此战略无法集中力量 摧毁三进的武装 从理论上说 进攻齐国不仅费力 也很难保住胜利的果实 魏冉并非为秦国的利益着想 只是考虑自己的利益 劳师远征齐国 不过是假公济私 拓展私人的地盘罢了 范虽赶走魏冉后 制定了新的战略 拉拢齐国 重点进攻韩赵魏三国 同时减少与楚国的军事摩擦 公元前263年 楚请湘王一并不起 后来在秦国做人质的楚国太子和黄歇逃回楚国 并成功继位 视为楚考列王 考列王上台后 拜黄歇为下 起初 秦昭王对楚国太子逃跑一事非常生气 后来 在范居的劝说下才平息愤怒 没有让秦楚之间的关系破裂 成功拉拢楚国后 范居准备集中精力来对付赵国 在罚赵之前 范居决定先拿下韩国 于是让白起三次攻打韩国 并于公元前262年 拿下了韩国的上党军 按照韩国的传统 每当战争失利后 为了换取和平都会割地请降 此次也不例外 就在韩国准备把上党军割让给秦国之时 上党军民不同意 他们不愿做秦国人的奴隶 上党军手冯廷率领军民进行了激烈的反抗 但上党凭借一己之力 无法与秦军长期抗衡 无奈之下 冯廷决定把上党献给赵国 希望赵国能接收上党军的十七座城池 对于这个意外之息 赵孝成王几乎没有考虑就全盘收下 他召见平阳军照报让他前去接收 但平阳军却说 这是个烫手山芋 弄不好会得罪秦国 但孝成王并不想放弃这个意外之息 为了确定自己的判断 孝成王又咨询了平原军赵胜的意见 赵胜也认为这是个好机会 于是孝成王便坚定了接收上党的决心 并派赵胜前去接收 并派出军队入驻 名将连坡驻军于长平 长平是上党十七座城池中的一座 位于今天的山西高平西北 至此 上党郡成为了赵国领地 对于赵国半路抄劫的行为 秦昭王十分愤怒 眼见自己经营多日的地方被赵国拿走 秦昭王不想继续忍让 于是派白起、王和、率军攻打上党 闻名于世的长平之战拉开了序幕 长平之战是战国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 作为战争的其中一方 此前 赵胜曾经历措秦军 取得了赵国战争史上最辉煌的一场胜利 这场胜利给了赵国足够的信心来抗衡秦国 但此时的赵胜已经病逝 令相如也是重病缠身 国内只有连坡尚且能与白起一战 眼见白起率军前来攻打 孝城王任命连坡为总司令 从连坡过往的战斗经验来看 可以判断他是一位急性子的人 但此次受命和白起对战后 他却下令在长平修筑防御线 根本没打算与秦军硬碰硬 这是连坡的非凡之处 这些改变也是认识令相如之后发生的 作为一名保家卫国的将军 他深知赢得最终的胜利 要比酣畅淋漓的杀敌更重要 连坡深知要赢得长平之战的胜利 关键在于顶住秦军的三板斧 以兼臂青野的战术 用防御代替进攻 只要能守住长平防线 即使花费巨大的代价 最终也会令秦军无功而返 连坡的目的十分明确 就是拖垮秦军 他的持久战战略四桌十巧 因为秦军在上党地区作战 补给运输线漫长 利于速战 不利于持久 当白起集结大军在长平城下叫阵 让连坡下来决一死战时 连坡选择了不理不睬 坚决采取指手不攻 兼臂青野的策略 面对这样的局面 秦军犹如被困在笼中的老虎 根本施展不开本领 尽管秦军在小范围内 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但整体上仍然无法敲开长平的大门 于是秦赵双方形成了对峙 本来一场对攻战 变成了旷日持久的拉锯战 秦赵王健白起九功无果 便把他调离战场 让王和坐镇指挥 而白起则去攻打韩国 并于公元前261年 接连攻破韩国城池 以此来报复韩国 未能按时上交上党郡 同时也防止韩国 在秦国与赵国交战时 暗自与赵国结盟来偷袭秦国 白起打完韩国后 长平城下的对峙还在持续 连坡似乎铁了心 想要拖死秦军 秦国眼见局势 对自己越来越不利 为了担心齐卫楚等国家 会趁机前来帮助赵国 遂采用远交进攻的手段 接连拉拢齐卫楚三国 让这三国选择作弊上官 不要掺和这场战斗 从军事层面来看 连坡兼臂青野的战术 很好地阻止了秦军的进攻 但对军事很外行的赵孝成王认为 连坡的防御战打得太被动 如果持续消耗下去 对赵国不利 便召集大臣楼昌 与卿商量对策 对此楼昌表示 可以主动向秦国请和 以此来结束战争 而于卿则认为 可以趁机拉拢楚魏两国 只要派使者前往两国 不论对方是否同意联合 秦国都会怀疑 楚魏两国打算与赵国合纵 秦国就会有后顾之忧 届时再去与秦国议和 就能占据主动权 从战略层面来看 于卿的建议是合理的 但孝成王认为 于卿的策略太耗时间 他想走捷径 便采纳了楼昌的建议 事实证明 这是赵国外交上的一次败笔 秦昭王眼见赵国派使者前来 大摆排场在王宫进行接见 此举是为了让魏国和楚国看 在援救赵国上 魏安王本是打算有所行动的 楚考列王虽然犹豫不决 却仍然有可能与赵国联合 但是赵国的外交失误 导致了严重的后果 在楚魏看来 赵国已经主动去求和了 他们更加没有出兵援赵的必要 关于长平之战 大多数人比较关注战争本身 以及作战中的具体战术 实际上导致赵国 在长平之战失败原因有很多 外交上的失败 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赵国此番议和 并未取得成功 双方不断把精锐投入到战场 此时长平之战 已经进入到第三个年头 此时两国的主帅 仍是连坡与亡和 急于打破僵局的秦军 发起了一波高过一波的进攻 并成功击杀了一名赵军副将 但连坡仍然不慌不忙地加固城墙 没有出城迎战的意思 表面上看 局势对赵军不利 实际上 秦军更加着急 否则 也不会如此急迫地进行进攻 如果能继续坚持 兼臂青野的政策 赵军大概率是最后的胜者 眼见秦军久攻不下 范军忧心忡忡 他意识到连坡正在叙事待发 只待秦军补给出现问题后 就会来雷霆一击 在范军看来 要想拿下长平 就必须让连坡下台 而能罢处连坡的人 只有赵孝成王 想到这点后 范军便开始策划了一出反剑计 目的就是让连坡下台 此时的孝成王已经不能忍受 连坡的持久战策略 他多次下令 让连坡主动出击 而连坡没有听令 而是坚持自己的策略 君臣在战略层面出现分歧 让范军看到了机会 他派人携带千金潜入邯郸 游说赵国高层 并趁机制造流言 说秦军怕的不是连坡 而是赵奢的儿子赵阔 要是由赵阔来领兵 秦军必败 这是一个很低级幼稚的流言 奈何就是能起到作用 不久后 孝成王也听到了这则流言 他根据流言的提示 找到了赵阔 并听他谈论军事方面的见解 赵阔在孝成王面前 大谈各种兵法 对各种案例如属家珍 倒背如流 这让孝成王眼前一亮 随后便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撤掉连坡 让赵阔取而代之 这是一个知名的错误 秦国看到赵国换帅 也再次让白起走马上任 不过 秦军对换帅的消息严加封锁 而赵国却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 白起抵达前线的消息 只有极少数人知道 秦国将此列为绝密 有泄露秘密者杀无赦 秦国之所以换帅 是因为赵国准备主动出击 在运动战方面 白起则是战无不胜的战神 赵阔自小学习兵法 经常受到周围人的夸赞 但他父亲赵奢 对此却不以为然 赵奢是从战场上厮杀拼出来的 知道打仗是怎么回事 基于他对自己儿子的了解 他认为 赵阔并不是领兵打仗的料 赵奢生前曾说过 如果赵国任用赵阔为大将军 必然会毁掉赵国军队 当重病缠身的令相卢 得知孝成王任用赵阔的消息后 也从病榻上爬起来前去劝说 但孝成王没有听令相卢的意见 坚持任用赵阔 后来赵阔的母亲来到孝成王面前 把赵奢生前对赵阔的判断 告诉了孝成王 希望不要任用赵阔 但孝成王依然坚持己见 如此一来 赵阔便顺理成章地 成了赵军总司令 赵阔上任后 抛弃了之前连坡制定的防御策略 还把坚持连坡策略的将军一一免职 更致命的是 他在没弄清楚秦军底细之前 便迫不及待地发动进攻 而范居把这一切都看得眼里 他事先已经通过详细的调查 知道了赵阔的底细 断定他只是一个纸上谈兵的庸才 通过对赵阔的了解 范居做出两个判断 第一 赵孝成王任用他 就是要打进攻战 而不是防御战 第二 赵阔要表现自己 要镇住其部将 必须要用一场胜利 来证明自己不只懂得纸上谈兵 还能赢得战争 可以说 战还未开打 赵军的底牌就已经被看穿了 为了诱使赵阔上当 在前几次交锋中 白起故意命令军队输掉 这种假象 让赵阔自信心迅速膨胀 于是完全放弃了防守策略 把城中所有的军队都集结起来 准备一鼓作气拿下秦军 但秦军早已经编织好了 圈套等赵阔钻进来 最终 赵军被秦军打得惨败 关于战争的细节不再进行描述 据史记记载 此一投降的赵军总计40万 而白起下令将40万赵军全部坑杀 如此大规模的坑杀战俘 放眼世界历史 都是比较罕见的 至于为何要坑杀战俘 白起是这样说的 他说赵国士兵反复无常 如果不杀掉 以后会出现乱子 关于长平之战被坑杀的赵军人数 是有争议的 对于白起坑杀战俘的行为 也一直被后世所诟病 但无论如何 此意给赵国带来重创 一夜之间 从一流强国沦为二流国家 再也无法阻止秦国统一天下的步伐 此意也奠定了白起战国第一名将的地位 长平失守后 秦国顺利地吞并了上党 白起并未因为坑杀四十万战俘 而停下脚步 而是一路往邯郸挺进 试图一举吞并赵国 面对秦军如此猛烈的攻势 赵国陷入了恐慌 与此同时 韩国也忧心忡忡 因为赵国一王 接下来就会轮到韩国 关键时刻 赵王和韩王同时想到一个人 那便是著名纵横大师苏代 此时的苏代已经年于八十 但为了含召两国百姓 他再次踏上前往秦国的征城 并建到了范居 面对智慧不亚于自己的范居 苏代没有绕弯子 而是开门见山地说 赵国一灭亡 秦国就能雄霸天下 到时 武安军白起 肯定位列三公 武安军战功赫赫 前后为秦国攻取的城池 有七十多座 即便是历史上的周公 江太公等人的工业 也不能超过他 只要他灭了赵国 必定成为三公 他问范居是否愿意在白起之下 他见范居没有回答 便继续补充 当初韩国割上党给秦国 可是 上党军民却归附赵国 这是因为 天下人都不愿被秦国统治 就算灭了赵国 赵国北方地区 恐怕要归附燕国 东部恐怕要归附齐国 南部则归附魏韩两国 秦国恐怕也捞不到好处 既然捞不到好处 不如趁赵国战败之际 让赵王割让土地 这样既能体现范居的功劳 也可以不让白起捞到便宜 这番话直击范居的心坎 尽管范居智慧超群 但毕竟还是肉体繁胎的人 内心也有私欲 纵观长平之战的最后胜利 范居起码要占一半的功劳 如果赵国灭亡 恐怕所有人都会记得白起 而不记得范居在幕后的功劳 从政治派系上来看 白起是魏冉的亲信 而魏冉和范居是政治上的死敌 这层利害关系也被苏代敏锐地捕捉到了 并加以利用 苏代走后 范居便向秦昭王进言 说秦军损失巨大 不宜继续征战 需要重新修整 不如同意韩赵两国割地求和的请求 秦昭王同意了范居的请求 下令白起停止进攻 同意韩赵两国议和 白起对于撤退命令十分不甘 后来得知是范居从中作梗后 两者关系迅速恶化 一年之后 秦昭王见秦军已经休整完毕 想再次攻打赵国 此时的白起重病缠身 但他立足秦昭王前去伐赵 因为这一年多以来 赵国并未彻底摆烂 而是痛定思痛一门心思地搞发展 此时去攻打赵国并不能占到便宜 秦昭王没听白起的劝说 而是坚持派兵前去伐赵 结果连吃败仗 秦昭王以为伐赵不利是主将问题 他想等白起病狱之后再去伐赵 但白起并不想去 而是继续称病不起 秦昭王派范居前去劝说白起 白起告诉范居 之前之所以能取得伐楚之战 和依阙之战中取得胜利 并不是因为他如有神助 而是敌人内部有问题 现如今 赵胜令自己的妻妾到军队中 为士兵缝补衣服 此时的赵国上下团结 沉民一心 整个国家都憋着一口气 报仇血恨 此时并非攻打赵国的最好时机 白起说的都是客观事实 除此之外 他之所以不想出征 是因为对范居不满 他不想再为范居谋划的 伐赵大业出力 范居眼见白起嘴里 都是推辞之眼 便起身回去 向秦昭王赴命 把白起的原话 转达给了秦昭王 对此 秦昭王非常不高兴 他不相信 没有白起就灭不了赵国 于是任命王和为主帅 再次出征赵国 此时的赵孝成王 意识到自己犯了大错 面对秦军的进攻 他捡起了连坡之前 实行的兼蔽清野策略 任凭秦军如何喊话 就是部门不出 在兼蔽清野的同时 赵国精锐部队 还主动出击骚扰秦军后方 让秦军不堪其扰 战报传回国内 白起对此冷嘲热讽 为此 秦昭王跑到白起家中 不管白起是否真的患病 强行命令他到前线进行指挥 但白起不但不受 还极力劝阻秦昭王攻打赵国 白起告诉秦昭王 他宁可扶诸受死 也不愿成为打败仗 蒙受耻辱的将军 秦昭王的对白起的回应 非常不满 随后下令将白起连降十八级 从大将军降为普通士兵 白起只能闲居在咸阳城 对于白起的选择 范居并未感到不快 因为他打心底里 不想让白起出山 以免灭赵后威胁到自己的地位 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 范居趁机推荐自己的亲信 王姬楚人河南郡守 推荐郑安平为将军 参加伐赵战争 并一举将邯郸围困 面对穷追不舍的秦军 赵国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为了进一步自保 孝城王派出平原军赵胜出使楚国 希望能搬来救兵 赵胜得令后 从自己的门客中 挑选了二十个文武双全的人 前去楚国 并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如果楚王不配合 就用武力方式 劫持楚王逼他就犯 这二十个门客中 就包括毛穗 毛穗自荐这个成语 就来自于他 当赵胜一行人来到楚国 表达了结盟之意识 楚考猎王对此并不热情 虽然没有明确拒绝赵国 但故意岔开话题 顾盼左右而言他 这让赵胜非常着急 于是给底下的门客想办法 此时毛穗站了出来 他提着剑冲到考猎王面前 做出了一副同归于尽的架势 考猎王被眼前的一幕吓到 一时间不知说什么是好 毛穗继续往前逼近 当着考猎王和众大臣的面素 说了秦军之前 对楚国犯下的种种罪行 当毛穗说到 秦军凌辱楚国先王宗庙之事时 考猎王内心被刺痛 随即表示愿意和赵国联合共同抗击秦国 并当场和赵胜煞血起事 毛穗见考猎王没有了反悔余地 这才收起剑退后 毛穗的表现让赵胜刮目相看 他承认自己之前看走了眼 埋没了毛穗这个人才 事后赵胜把毛穗奉为座上兵 成功于楚国结盟后 还不足以保证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只有把魏国拉拢过来才可以 平原君赵胜的夫人是魏国公子信灵君的姐姐 赵胜夫人多次写信给魏安黎王与信灵君 请求他们发兵救赵 起初魏安黎王是同意的 后来在秦国的干预下 魏安黎王打消了念头 眼见劝说魏安黎王不成 赵胜便把希望寄托在信灵君身上 基于道义和自己姐姐的安全着想 信灵君打算帮助赵胜 信灵君是魏安黎王同父异母的弟弟 在国内有恨道的威望和权势 为了帮助赵国 他召集了八万精兵 准备赶赴赵国一同抵御秦军 此时驻守邯郸的赵军已经到达了极限 城内到了一子相识的地步 面对迟迟不来的援兵 赵军内部开始动摇了 每天都有人偷偷跑出去向秦军投降 为了给魏楚援军争取时间 赵胜散尽家财 组织了三千人赶死队 在赵国将领李同的率领下 对秦军发起了一波冲锋 在这次冲锋中 李同慷慨赴死 虽然没有完全打退秦军 但为魏楚援军的到来争取了时间 后来魏楚联军陆陆续续到达邯郸 这场战争也由秦赵两国交锋 变为楚赵魏三国共同抗击秦国 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持续了三年 赵国和秦国都已经是强弩之末 而新加入战场的魏楚联军却是生龙活虎 秦军主帅王和开始吃不消 秦军已露出败相 郑安平作为一名并不出色的将领 之所以能成为将军 完全是犯居的缘故 在赵军的疯狂反扑下 郑安平没有誓死抵抗 而是带领两万秦军投降赵国 郑安平投降后 王和眼见大势已去 遂带领残兵败将逃回了秦国 至此 持续三年的邯郸之危结束 关于秦军失利的原因 此前白起已经分析过 不过 白起没有预料到楚魏会加入战局 这次失利 让秦国大一统的计划 被大大推迟 信陵军和春申军的举动 也间接救了魏国和楚国 邯郸之战不仅改变了天下局势 也改变了白起的命运 在罚诏问题上分歧 白起的态度让秦昭王心生厌恶 虽将他赶出咸阳城 白起出走后 以范居为首的官员 害怕白起东山再起 不断在秦昭王面前进献谗言 杀心已起的秦昭王派人给白起送了一把剑 白起知道 自己的生命已经走到尽头 最后以自稳的形式结束了生命 一代战神结束了传奇的一生 白起的死对秦国来讲是一个损失 但对其他国家来讲是一个大好消息 纷纷俄首相庆 邯郸之战后的第二年 赵国联合楚寒魏三国对秦国发起攻击 此时的秦军已经修整完毕 而且又是本土作战 虽将四国联军打得丢盔弃甲 斩首十余万 此意再次重创四国联军 并让东方六国越来越感到害怕 秦军重创四国联军后 紧接着对西州王室发起了进攻 仅仅拥有36座城邑的西州王室 被秦军灭掉 随着周南王去世 西州王室彻底覆灭 象征周王室权力的九鼎 也落入秦国手中 此时只剩下东州王室还在苦苦支撑 但东州军也不敢以天子自居 自此之后 天下再无周天子 秦昭王晚年 河东太守王基斯通他国 出卖秦国的军事情报 加之此前 郑安平投降赵国 这两件事 直接把范居推向了风口浪尖 因为这两人对范居有救命举荐之恩 后来 范居发达后 给了他们高官厚禄 现如今 这两人都成了叛国者 尽管秦昭王对范居信任有加 但朝堂上的纷纷议论 让秦昭王不由地产生疑虑 这让范居的地位岌岌可危 此时 一名叫蔡泽的人口出狂言 说自己的才华可以取代范居 成为秦国的丞相 蔡泽放出这样的狂言 是为了博取范居的关注 而范居恰巧关注了他 并邀请他来丞相府中辩论 起初 范居只是想羞辱一下蔡泽 让他不要口出狂言 同时让天下人看看 不是谁都能挑战自己 范居自是通晓五第三代以来的历史 对天下百家学说都有研究 说客们的诡辩之词 他可以一一驳斥 对于蔡泽这种江湖骗子 他有十足的把握 但蔡泽的一番分析 改变了范居的想法 蔡泽说 秦国的商鞅 楚国的武器 和越国的文种 都曾经对国家有功 但下场都很悲惨 商鞅 武器 文种 作为人臣是没有错的 有错的是君主 在君主手下做事 第一等事业是成全功名的同时 还保全性命 第二等事业是成就了功名 但丢了性命 第三等事业是保全了性命 却牺牲了名声 在仁慈淳朴 任用忠良 信任旧交 重视功臣等方面 当今 秦王与秦孝公 楚道王 岳王勾建 都无法相比 而这三位君王 把国家无条件地 交给商鞅等人去治理 结果最后都成为阶下囚 如今 秦昭王对范居的信任程度 远远不及三位君王 范居的能力 也比不上商鞅等人 但他的财富 却要比商鞅 武器等人多 如果不急流勇退 恐怕他面临的灾祸 要比商鞅等人还悲惨 这番话听得范居冷汗直流 且不说商鞅 武器等人的遭遇 为秦国立下 不适之功的白起 最后落得个 被逼自杀的下场 这让范居感到 如芒自卑 他打量这眼前 这个狂妄的江湖术士 突然做了一个 大胆的决定 过了几天 范居在朝堂之上 向秦昭王 辞去了丞相之职 并推荐蔡泽 担任秦国丞相 秦昭王对蔡泽考察了一番 觉得他的确是个人才 遂同意了范居的请辞 并封蔡泽为丞相 蔡泽从一个江湖术士 一跃成为秦国丞相 火箭般的窜声速度 让他人产生了妒忌 作为一个明哲保身的人 蔡泽在封光了几个月之后 也称并请辞 后来 秦昭王封他为钢成君 一直在秦国中老 公元前251年 在位长达56年的秦昭王去世 秦昭王死后 太子安国君继位 史称秦孝文王 此时的孝文王已经53岁 仅过了一年便去世 此后 孝文王的儿子继位 是为秦庄襄王 秦襄王在位时间仅4年 在此期间 东周王室被秦军消灭 至此 两周王室君王于秦军之首 这也宣告了拥有800年历史的 周朝彻底结束 随着周朝彻底覆灭 秦国开始朝着大一统的步伐迈进 此时东方六国的总兵力 加起来还有200多万 只不过 这些国家并非铁板一块 已经张开血盆大口的秦师 准备对六国发起最后的攻击 公元前247年 秦国发生了一件大事 秦庄襄王去世后 年仅13岁的太子嬴政 被立为秦王 这便是后来一统天下的秦始皇 由于彼时的嬴政尚且年幼 朝政大权都把持在吕不韦手中 吕不韦是卫国人 此前一直是个商人 卫国这个国家虽然小 但出过很多大名鼎鼎的人物 比如之前的商鞅和武企 尽管生在乱世 但吕不韦将自己的生意版图 遍及韩兆卫等国家 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商人 纵观华夏历史 单纯的生意人很难在史书上留名 即便有也只是寥寥数比 而吕不韦之所以能在史书上留名 是因为他由一个商人变成了政客 公元前265年 出于外交方面的需要 秦国需要派一位公子到赵国当仁治 在乱世充当仁治是有风险的 弄不好就会丧命 在挑选仁治方面 通常是一些没有背景的王室人员担任 最终秦国把太子安国君的儿子子楚 送到赵国作为仁治 子楚在秦国时因为自己的母亲不得宠 在王室中的地位很低 到了赵国后 由于秦国经常攻打赵国 致使子楚时常受到生命威胁 在赵国期间 他入不敷出 日常费用尚且不足 还得养车养马 可以说是捉襟见肘 狼狈不堪 混到这种地步 子楚也不禁产生自卑的心理 就在大多数人都对子楚敬而远之的时候 吕不韦却对他产生了兴趣 吕不韦对秦国政局非常了解 此时秦昭王年事已高 恐怕撑不了多久 一旦秦昭王去世 太子安国君便继位 华阳夫人是安国君最宠幸的妃子 可惜的是华阳夫人没有子嗣 如果能把子楚变成华阳夫人的儿子 那么安国君死后 子楚就会成为新一代秦王 想到这里 吕不韦便去拜访子楚 起初 子楚对吕不韦的到来不以为然 在战国时代 商人的地位非常低 尽管子楚是个落魄公子 在商人吕不韦面前 还是有绝对优越感的 但吕不韦把自己的想法告知子楚 并给出相应的计划后 子楚瞬间来了兴趣 吕不韦告诉他 愿意为子楚安前马后 并提供千金为其打的上下 还会亲自前去游说安国君和华阳夫人 听到这里 子楚大为感动 向吕不韦叩谢 说如果真能办到 他愿意把秦国的土地与吕不韦共同分享 此次会面结束后 两人便捆绑在一起 吕不韦当即给子楚留下五百斤 让他多结交一些朋友 然后 吕不韦又带着五百斤购置奇珍异宝 悉行入秦 来到秦国后 吕不韦拿钱开道 通过华阳夫人的姐姐 把购置的奇珍异宝送给了华阳夫人 并告诉华阳夫人 子楚此人既贤能又聪明 有名士之风范 而且子楚把华阳夫人当作亲娘对待 无时无刻不思念着父亲安国君与华阳夫人 思念之志 常常泪流满面 面对这一系列温情公事 膝下无子的华阳夫人明白 一旦自己没了姿色 今后只能凭借儿子才能富贵 如今子楚主动前来靠近 不失为一个机会 子楚可以依靠他而成为接班人 他也可以依靠子楚而终生得以荣华富贵 吕不韦这一番操作 彻底打开了华阳夫人的心扉 此时的华阳夫人正是得宠的时候 在他的反复吹风下 时任太子的安国君为了讨好华阳夫人 决定把子楚立为接班人 为了让华阳夫人安心 安国君还刻了一块玉符作为凭证 子楚被立为接班人后 地位一下子提升上来 为了表示对吕不韦的感谢 子楚把吕不韦尊为老师 在吕不韦经商期间 结识了一位赵国女子 名叫赵姬 不仅漂亮 而且还能歌善舞 吕不韦与之同居后 赵姬便怀孕 在一次酒席上 吕不韦请赵姬出来跳舞助兴 子楚被赵姬深深吸引 他以为赵姬只是一名普通的歌女 不知道是吕不韦的情妇 于是向吕不韦提出请求 希望能得到赵姬 面对子楚的横刀夺爱 起初吕不韦比较生气 后来他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如果赵姬怀的是男孩 一旦子楚成为秦王 那么赵姬的孩子就有可能是太子 吕不韦觉得 这笔投资虽然有风险 但值得一试 于是便把赵姬送给了子楚 后来赵姬诞下一名男婴 换作嬴政 这便是大名鼎鼎的秦始皇 对于嬴政的身世 历史上存在颇多争议 不过史记中明确记载 嬴政是吕不韦的儿子 至于司马迁为何如此笃定这一事实 不得而知 本视频沿用史记中的说法 吕不韦通过这些操作 已经牢牢掌控了子楚 不过长平之战过后 吕不韦的投资差点功亏一篑 因为白起坑杀了四十万赵军士兵 使得赵国上下十分愤怒 此后赵国政府打算出私子楚 来泄心头之恨 关键时刻 吕不韦花重金贿赂邯郸的守城管理 把子楚秘密送到秦军手里 这才让子楚躲过一劫 不过 子楚虽然成功逃脱 但赵基和嬴政母子并未顺利离开 他们被软禁在邯郸 公元前251年 安国军继承王位 子楚成为了名正言顺的太子 此时的赵国想缓和与秦国的关系 便主动把赵基母子送回秦国 一年后 安国军并逝 子楚继位 也就是秦庄相亡 至此 吕不韦的投资终于大获成功 秦庄相亡继位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任用吕不韦为丞相 并封他为文信侯 吕不韦从一名商人 成功变为大秦的权臣 没过几年 庄相亡去世 13岁的嬴政顺利继位 赵基便成为了赵太后 吕不韦仍然是丞相 不仅如此 嬴政还尊称吕不韦为重父 此时的嬴政尚且年幼 吕不韦之前已经打下了根基 加之赵太后是他的老情人 对他也是鼎力支持 因此 吕不韦成为了秦国实际统治者 为了摆脱商人政客的身份 吕不韦召集天下世人 为自己编转了一本书 便是战国著名的吕氏春秋 这本书的本意 是为了让吕不韦摆脱自己的商人形象 扩大自己的声誉 尽管此书在文学层面 没有太高的价值 但其中记录的各种史实 为后世研究这段历史 提供了不少依据 此时权倾朝野的吕不韦 并非没有烦恼 而他的烦恼就是赵太后 虽说再次重逢 让两人兴奋不已 但赵太后的欲求无度 让吕不韦有点难以招架 再者 随着嬴政一天天长大 如果继续与赵太后 保持这种关系 迟早会被发现 届时迎接她的 肯定不是好下场 虽说嬴政是她的私生子 但此事不能挑明 再说 政治上的父子关系 也是靠不住的 想到此处 吕不韦决定摆脱赵太后 面对欲望正盛的赵太后 只有给她物色一个新的情人 才能让自己解脱 此时 一个名叫 烙矮的街头混混 进入了吕不韦的视线 吕不韦之所以关注烙矮 就是因为 她长了一个 硕大无比的杨具 据史记记载 烙矮的杨具 可以插到童木车轮上 将其提起 至于司马迁 是如何考证这段史实 不得而知 基于史记的正统性 本视频采纳史记的说法 吕不韦让人 把把烙矮的事迹 传到赵太后那里 赵太后听后 非常感兴趣 于是 吕不韦便把烙矮 伪装成太监 送进了宫中 对此 赵太后非常满意 两人便开始了 日夜寻欢作乐 通过进献烙矮 吕不韦成功摆脱了 赵太后这个包袱 情男自今的烙矮和赵太后 经过一段时间的构合后 赵太后怀孕了 作为名义上的寡妇 赵太后怀孕 关乎到国家形象 如果继续留在宫中 早晚一天会暴露 为了隐瞒自己怀孕的事实 赵太后便搬到雍城居住 并在此生下一名男婴 由于保密措施 做得比较好 嬴政并未得知 赵太后产子的事情 这让赵太后 更加肆无忌惮地 和烙矮寻欢作乐 没过多久 又怀了一个孩子 当赵太后 只顾着沉浸在 男欢女爱当中时 烙矮的野心却在一天天增大 在雍城这片地方 烙矮几乎成为了土皇帝 她自以为征服了太后 就征服了秦国 她把自己宅邸当成了朝堂 那些想做官的人 纷纷投其门下 一时间高达上千人 为了进一步讨好烙矮 公元前239年 赵太后要求 嬴政封烙矮为常信侯 赐山阳 河西 太原为其封地 此时 谬毒的权势到达顶点 但嬴政一直都被蒙在鼓里 他仍然以为 烙矮是个宦官 公元前238年 此时的嬴政已经22岁 按照秦国的理智 这一年嬴政要接受家冠礼 正式主持朝政 摄政已久的吕不韦 并未打算放权 他打算效仿前朝丞相魏冉 在秦昭王行家冠礼之后 依然把持朝政 在他眼里 嬴政仍然是个孩子 根本威胁不到他的权力 在吕不韦内心深处 他并不是以臣子自居 而是以父亲自居 就在吕不韦向继续赌掌大权时 烙矮却掀起了叛乱 烙矮之所以叛乱 是因为一场酒后失言 嬴政在行家冠礼前 需要到秦国旧都雍城 来祭拜先祖 文武百官来到雍城后 烙矮对他们进行了隆重的招待 在席间 烙矮喝醉后 自称是嬴政的贾父 他说嬴政见了他 也得喊他阿爹 此番大逆不到的话 被当场的文武百官听到 随后传到了嬴政的耳朵里 第二天 酒醒后的烙矮 自知闯了大祸 遂待人逃离了雍城 来到了自己的封地 嬴政知道烙矮大逆不到的言论后 十分震怒 当即下令捉拿烙矮 但最终扑了个空 嬴政愤怒之下 把烙矮府中的人全部抓了起来 并一一进行审问 嬴政本想审问烙矮的下落 却无意间审出一个大秘密 原来烙矮是个假宦官 还和赵太后生了两个儿子 更让他震惊的是 烙矮曾经和赵太后有过约定 一旦嬴政去世 就让他们的私生子上位 这些事实对嬴政来讲 是一个晴天霹雳 他无法接受 一向对自己恩爱有加的母亲 和地痞流氓私混在一起 更无法接受 他母亲为了一个地痞流氓 居然想立他们的私生子为秦王 这些事实让嬴政感到极度崩溃 就在他全国通缉烙矮之时 前方突然传来了消息 烙矮回到了自己的封地 并宣布起兵造反 此时 烙矮手里只是拥有一支 东拼西凑的杂牌军 之所以敢造反 是觉得嬴政身在雍城 雍城的军队非常薄弱 或许可以疏死一搏 但烙矮的杂牌军 在正规的秦师面前不堪一击 最终烙矮兵败被抓 并遭受了车裂之行 妙独的头与四肢 分别绑在五辆马车上 朝不同的方向拉扯 把人活活撕裂成六块 妙独与太后之丑事 令秦王嬴政极度蒙羞 成为天下人的笑话 秦王嬴政杀了烙矮后 心里还不解恨 他要追究到底 将有关人员一一查办 严刑处置 他将烙矮的三族悉数诛灭 把烙矮与太后的私生子 活活打死 并把朝中与烙矮有关联的官员 处以车裂灭族 以此来发泄自己的愤怒 最后 嬴政把自己的母亲软禁起来 烙矮作乱 虽然没有直接牵连到吕不韦 但此时的嬴政已经起了疑心 吕不韦见识到嬴政的残忍手段后 知道嬴政不是一个善差 于是慢慢交还了权力 烙矮作乱后的第二年 吕不韦被罢下 并被赶出了咸阳城 这也算是嬴政格外网开一面 没有诛杀吕不韦 回到封地后的吕不韦 并未收起封网 由于之前在秦国经营多年 很多人仍然为他马首是瞻 他的封意几乎成了秦国另外一个政治中心 各国使节宾客络绎不绝 这种景象让嬴政如坐针毡 他决定除掉吕不韦 所以收回了吕不韦的封意 并下令将其流放属地 对于嬴政的命令 吕不韦想过起兵造反 如果吕不韦造反 就会让秦国四分五裂 届时强大的秦国 就有可能被其他国家蚕食 虽然嬴政嘴上不承认 自己是吕不韦的儿子 但事实上 秦国已经是吕家的了 想到此处 吕不韦有些欣慰 他既没有去属地 也没有起兵造反 而是选择了自杀 随着闹矮和吕不韦接连倒下 嬴政的位置终于坐稳 此时的嬴政 开始思考秦国内乱的根源 他认为 秦国之所以出现内乱 是因为其他国家的人 主导了秦国政坛 比如商鞅 张仪 魏冉 范居 吕不韦 都不是秦国人 他们在秦国独揽大权 最终是为了个人利益 再加上咸阳城内 出现诸多间谍案 让嬴政下定决心 把咸阳城内的外国人 全部都驱逐出去 以后只任用秦国人 随着逐客令下达 在秦国当官的外国人 全部在驱逐之列 这其中就包括一个叫李斯的人 李斯原本是楚国人 他本人奉行环境决定论 要想飞黄腾堂 就得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环境 在出师之前 他跟随前来出使 楚国的寻子学习 学成后 便毅然决然前往秦国寻找机会 根据他的环境决定论 他觉得 秦国才是实践 他政治理想的最好地方 来到秦国后 他来到吕不韦门下 做了一名狼官 这使他有机会在嬴政面前 谈自己的政治主张 基于自己的观察和判断 他认为 嬴政是一个年轻气盛 且雄心勃勃的人 对于这样的君王 就要跟他谈伟大的事业 在当时的背景下 要想建立一番伟大的事业 并超越秦国最伟大的君主 秦穆公 最好的途径就是一统天下 李斯给嬴政灌输了一番 大一统的想法后 嬴政深以为然 并提拔他为掌使 让他负责外交 在李斯的经营下 秦国在东方各国 大力发展间谍战 离间各个诸侯国 君臣之间的关系 并取得了卓越的成绩 此后 嬴政提拔他为克卿 彻底摆脱了不移身份 就在李斯准备大干一场时 嬴政下达的逐克令 让李斯心头一凉 如果他被赶出秦国 自己的报复将得不到施展 他不想离开秦国 要想继续留在秦国 就得让嬴政撤销逐克令 关键时刻 他挺身而出 冒着挑战嬴政权威的风险 写下了千古名篇建逐克令 李斯在文中说 逐克令的出台是大错特错 因为秦国的强大史 就是一部克卿史 李斯从春秋五霸之一的 秦穆公开始说起 秦穆王手下五位杰出大臣 都是从国外引进的人才 秦孝公时的商鞅 秦惠王时的张仪 秦昭王时的饭居 无不都是克卿 这些国外的人才 为秦国做出巨大的贡献 他批判嬴政把克卿驱逐出境的行为 是倒退之举 这篇文章滔滔雄变 有理有据 以理服人 李斯的主动出击 为自己赢得了机会 志在天下的秦王嬴政 听取了他的建议 最终废止了逐克令 恢复了李斯的官职 并继续采纳他的计谋 李斯一步一脚印 步步高升 后来被提拔为廷尉 掌秦国行御之事 秦国废除逐克令后 又有一位重量级的人物来到秦国 他就是著名的兵法家魏辽 魏辽本是魏国人 在魏辽入秦这一年 秦国颁布了逐克令 因为李斯利剑的缘故 魏辽得以在秦国发展 并成功见到了秦王嬴政 在秦王面前 魏辽献上了一个计策 他说现在东方诸国的实力都不如秦国 但仍不可以掉以轻心 一旦他们联合起来 就能对秦国形成威胁 防止他们合纵的最好办法 便是拿重金贿赂各国的权臣 让他们无法完成合纵 要想彻底打乱他们的合纵计谋 大概需要花费三十万金 秦王对魏辽的建议非常感兴趣 非常器重 并给予魏辽超乎寻常的优待 魏辽不仅懂军事 也很会看下 他对秦王的预言是 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 天下皆为奴乙 意思是 一旦秦王统一了天下 所有人都会成为奴隶 从事后来看 魏辽的看法非常准确 在统一六国前 秦王在从剑如流方面做得很好 颇有明君的样子 但后来却变得越来越残暴 魏辽逐渐看清秦王的面目后 想拂袖而去 而秦王坚决不放 并提拔他为国位 魏辽破云无奈 使得留下来为秦国效力 并帮助秦国逐步完成统一大业 废除逐客令后 强大的秦国依然活力四射 反观东方诸国 却早已在内忧外患中气喘吁吁 天下行事 已是一目了然 不过 秦国仍然仍未掉以轻心 在嬴政看来 赵国是东方六国中最难对付的国家 要想踏平六国 必须先拔掉赵国这个心头大患 赵到湘王时期 赵国国力逐渐恢复 不甘平凡的他 对燕国发起了进攻 燕国自知不敌 便向秦国搬救兵 秦王一直在等待进攻赵国的理由 如今燕国前来求救 秦王当即答应前去救援 并派出大将王俭 杨端和 还一三元大将 王俭实际摆起之后 又一位名将 初出茅庐的王俭 在伐赵之意中一鸣惊人 一路长驱直入 把赵军打得丢盔弃甲 面对这样的失败 赵到湘王心力交瘁 最后病逝 赵到湘王死后 其子赵迁继位 视为赵王迁 赵王迁既非道湘王的长子 也不是嫡子 而且他的母亲是一位歌迹 长相非常漂亮 此前 他目前嫁给了一个大户 后因为挥霍无度 导致夫家破产 丈夫落魄而死 他便成了一名寡妇 赵到湘王听闻他的美貌后 想把他召进宫为妃 赵国大将李牧听说后 极力阻止 他劝谏 道湘王把品行不正的女子 引进后宫 是王国之兆 但道湘王力排众议 娶了此女 后来生下了赵王迁 此时 道湘王已经有太子 但赵王迁的母亲 通过各种手段 说动了道湘王废掉了太子 立赵王迁为太子 这是一个极其昏庸的决定 带来的后果也是很致命的 道湘王死后 赵王迁还是个几岁的孩子 赵王迁继位后 国家大权便落在他母亲和权臣郭开手中 而郭开此前陷害过连坡 公元前234年 秦军派还一攻打赵国 并斩首十万赵军 这是继长平之战后 赵国再次遭受的一次巨大失利 就在赵国危难之际 赵国群臣想到了一个人 那便是大将军李牧 此前 李牧因为得罪了赵道湘王而被弃用 现如今 只有李牧能够与秦军抗衡 为了国家安全着想 赵王迁派人把李牧请了回来 并任命他为大将军 公元前233年 秦将桓一率领大军进攻 邯郸以北的赤利和宜安 秦军之所以进攻这两个地方 是因为邯郸的防守过于坚固 短时间内难以攻克 秦军想采取包抄的战术 逐渐拔出邯郸周边的城池 把邯郸变为一座孤城 如果秦军计谋得逞 赵国就会岌岌可危 李牧识破了秦军的计策 组织了一支军队 北上前去迎敌 由于此前 李牧一直和匈奴作战 因此 他的军队擅长骑射 机动性非常强 整体实力完全不亚于秦军 完一是一位优秀的将领 但他低估了李牧的实力 他以为李牧的军队 和普通赵军一样 在秦军面前不堪一击 但李牧用实际行动证明 他不仅是匈奴人的克星 也是秦国人的克星 在摸清了秦军的底细后 李牧主动出击 大败秦军 并斩首秦军数万人 李牧用一场大胜 为赵国赢得了喘息之机 此时秦国意识到 赵国仍然是一块难啃的骨头 虽暂时把赵国放在一边 转而从最弱的国家下手 此时实力最弱的国家便是韩国 此时的韩国已经孱弱不堪 但韩国并不缺少人才 其中佼佼者当属韩非 也就是大家熟知的韩非子 韩非是王氏公子 师承荀子 和李斯是同窗师兄弟 不过韩非的学说 并未受荀子影响 而是更多的从身不害 商鞅等法家大师身上汲取思想 作为韩国公子 韩非本身是一个衣食无忧的人 但他不想看国家日渐衰落下去 一心想劝谏韩王 在才华方面 李斯曾承认自己不及韩非 但韩非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那便是说话结结巴巴 为了继续输出自己的政治主张 韩非把自己的政治心得写在书里 共计十余万字 在以竹简刻书的年代 这个工作量可谓相当之大 韩非的政治心得后来流传到嬴政手里 开篇《孤分》里写道 智术之事必远见而明察 不明察 不能逐私 能法之事必强益而禁止 不禁止 不能绞尖人臣寻令而从事 按法而至关 非为众人也 众人也者 无令而善为 亏法以利私 好果以变加 利能得其君 此所为众人也 嬴政被韩非的思想深深吸引 因为韩非剖析了权臣如何迷惑君主 攫取权力的 对于遭受吕不韦专权 烙矮之乱的嬴政来讲 非常能感同身受 韩非还在文中提到 国家要强大 君主就得善用权术 控制臣下 这正是嬴政所期盼之事 读完韩非的著作后 嬴政感叹道 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有 此不恨矣 李思见秦王如此喜爱韩非 便说 韩非是自己的同门师兄弟 嬴政得知韩非尚在人世 非常高兴 他想和韩非见一面 不过 嬴政并未派人前去韩国邀请韩非 而是派军前去攻打韩国 只要韩国失败 韩王就会把韩非乖乖送上门 很快 秦军便杀入韩国 无力抵挡的韩国派人和秦国议和 而秦国指定韩非为特使出使咸阳 此前 韩王一直把韩非当作书呆子 根本不重视他 如今秦王点名要韩非前往 于是紧急召韩非入宫 并给予他一个官职 让他出使秦国 公元前233年 韩非来到了秦国的 他的任务就是拯救韩国 韩非自知口才不佳 临行之前写了一篇文章 名叫存韩 如今收录在韩非子一书中 在文章中 韩非着重强调 秦国的敌人不是韩国 而是赵国 强化赵国对秦国的威胁 并建议秦王应该收买魏楚两国 联合韩国一起攻打赵国 虽然韩非说得有理有据 但此时天下大事已经非常明了 即便秦王认同韩非的观点 也顶多能延长韩国苟延残喘的时间 并不能让韩国摆脱灭亡的命运 对于秦王见到韩非一事 史记是这样记载的 秦王愿之 未信用 也就是说 嬴政对见到韩非是非常高兴的 但并未相信韩非的话 也没打算重用他 因为嬴政聪明过人 他知道 韩非说的不是肺腑之言 会面结束后 嬴政并未放韩非回去 而是让他留在秦国 尽管韩非在韩国不受重用 不过他的名声已经为天下世人所熟知 要是被其他国家给挖走 这对秦国来说可不是好消息 作为嬴政喜爱的人才 没过多久 韩非便死在了秦国 韩非之死 有他自己的的原因 也有李斯的原因 韩非入秦后 东方诸国为了自保 又策划了一次合纵 准备进攻秦国 此时一个名叫姚甲的人主动请英 表示愿意去东方诸国进行游说 破坏他们的合纵大计 但出使前需要马车百辆 黄金千金 对于志在一统天下的秦王来说 只要能破坏东方诸国的合纵大计 这些成本是愿意出的 遂同意了姚甲的请求 让他带着财物出使诸国 姚甲本是卫国人 出身非常低微 祖上几代都是看守城门的小族 姚甲从小就过着低贱的生活 还因为偷盗被发现 逃到了赵国避难 后来在赵国惹怒了赵王 辗转来到秦国发展 一心想要飞黄腾达的他 遂抓住了此次出使的任务 姚甲并非庸才 他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和整车财宝 采取威逼利诱的方式 成功破坏了东方诸国的合纵大计 姚甲归来后 被秦王提拔为上卿 并封千户 但此时 韩非却跳出来指责姚甲 他说 姚甲拿着秦国的财物出使四国 这些国家未必真心是与秦国建交 只是贪图财物 而秦国国库却未知一空 除此之外 韩非还攻击姚甲的出身 说他是看门人的儿子 魏国的小偷 赵国的竹臣 让这种人参与国家大事 会引起他人不服 还会损害秦国的形象 韩非之所以攻击姚甲 是因为东方四国的合纵大计被破坏 而韩非心里一直希望 四国的合纵大计能成功 因此 才毫无缘由地攻势姚甲 面对韩非的攻击 秦王质问姚甲 是否把财物都送给了其他国家 姚甲承认了此事 他为自己辩解说 此事都是为了秦国着想 他自己并未从中贪图利益 秦王虽然知道姚甲不敢从中贪财 但仍对给其他国家散财一事耿耿于怀 他当场贬低姚甲出身低贱 面对君王的嘲讽 如果心理承受能力不够强大 一般人会当场崩溃 但姚甲心理素质非常强大 他不乱方寸地回答道 江太公以前曾被驱逐 还当过屠夫 可是周文王用了他 最后成就王爷 管仲曾经是小商小贩 雄困潦倒 还曾被囚禁 可是齐桓公用了他 最终成就霸业 白里希曾经乞讨为生 身价就五张羊皮 可是秦木公用了他 得以称雄西戎 晋文公用了中山盗贼 得以在成仆之战中打败楚国 成为一代霸主 以上这四个人都曾经声名狼藉 为天下人所冷嘲热讽 可是英明的君主慧眼识才 知道他们只是怀才不遇 因此 民主选择人才 不看他们过去的污点 不听别人对他们的非议 而是看他们是不是有真才实学 因此 能定国安邦的君主 根本不理会外面的流言蜚语 也不会奖赏那些 徒有虚名 却无咫尺之功的高谈阔论之人 这样一来 寻臣就不敢不误正事 只徒虚名了 面对韩非的攻击 姚甲驳斥得有理有据 让对方哑口无言 同时也让秦王意识到 韩非此举实在有意挑拨君臣关系 韩非此举不但没有离间 秦王和姚甲的关系 反而彻底失去了秦王的信任 自此之后 秦王对韩非由信任转为提防 韩非贬低姚甲出身低微的同时 让一旁的李斯也听得浑身不舒服 因为他也是底层出声 凭借自己的努力 才爬上丞相之位 虽然李斯曾说过 自己不如韩非 但并不代表 可以无限度容忍韩非 当李斯和姚甲发现秦王 对韩非的态度转变后 便经常在秦王面前禁言 直言韩非是韩国派来的卧底 目的是为了离间秦国的君臣关系 久而久之 嬴政便相信了这种说法 并下令将韩非逮捕入狱 不过 秦王并未打算杀掉韩非 毕竟他十分欣赏韩非的文章与才华 舍不得杀他 但掌管刑狱的李斯 没打算放过韩非 他趁秦王反悔之前 逼迫韩非在狱中服毒自杀 后来 秦王得知韩非的死讯后 懊悔不已 但目以成舟 事实无法改变 只能接受这种事实 韩非虽然意思 但他的法家思想 对秦王嬴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韩非把商鞅的法 与身不害的术结合起来 强调在国家强大的同时 君主的地位不受动摇 君主应该要把自己内心隐藏起来 让别人看不透 摸不清 以达到震慑群臣的目的 这种见解 无疑令秦王嬴政如获至宝 这位后来的秦始皇 能成为中国历史上 最大的独裁者之一 可以说是 深得韩非的启发 总的来说 韩非是个悲剧人物 他一心想为韩国的强大 而尽心尽力 可是生不逢时 最后竟然死于非命 他是中国历史上 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也是战国末期法家巨子 对后世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韩非之死 意味着 韩国企图以外交途径 保全国家的梦想破灭 在他死后三年 韩国灭亡 韩非死后 李牧继续代表六国 扛起反秦的大旗 不过天有不测风云 公元前231年 赵国发生了罕见的大地震 整个国家陷入了灾荒 秦国趁赵国无暇顾及之际 与公元前230年发兵 灭掉了韩国 韩国成为 秦国大一统路上的 第一个被灭掉的国家 韩国被灭 并未唤起 其他国家的忧患意识 李牧两次打败秦军后 被赵王封为武安军 但李牧的功绩 并未让所有赵国人感恩戴德 赵王谦身边的宁臣 始终惦记李牧再立大功 于是 想发设法来阻止他 公元前229年 秦军再次罚赵 王俭担任罚赵的主帅 而李牧担当赵军总司令 此次秦军并未着急攻打赵国 而是故意放慢节奏 与赵军形成对峙之事 李牧作为一个军事大家 当然不会贸然进攻 进而采取了兼臂轻野的策略 秦军之所以放慢进攻节奏 是吸取了当年长平之战的教训 故意放慢节奏 让赵王着急主动来攻 如果李牧不听从赵王的指挥 就可以趁机离间 李牧和赵王的关系 进而瓦解赵军 不得不说 在完计谋方面 秦国还是技高一筹 尽管赵国已经在长平之战中 吃过以此大亏 但赵王仍未吸取教训 再次上演了连波式的悲剧 赵王眼见李牧迟迟不肯主动出击 认为他有谋反之心 在身边宁臣的配合下 赵王下令派人前去接替李牧 李牧没有接受命令 这让赵王更加印证 李牧谋反的传闻 遂派人在军中将其杀死 赵国此举无异于自毁长城 这也是赵国历史上 最令人扼腕叹息的一幕 随着李牧被杀 赵军士气降至了兵点 秦军挟灭韩之威 将赵军几乎全歼 此时赵国唯一的屏障 只剩下了韩郸城 但从内滥到外的赵国 已经不是之前 能与秦军匹敌的赵国 军民不再上下一心 尽管邯郸城防坚固 由于军民不再信任赵王 很快也便失手 秦国攻破邯郸 扶赵王迁 公元前229年 在战国史上 留下浓墨重彩的赵国灭亡了 其波澜壮阔的历史 最终画上了句号 王俭灭赵后 秦王嬴政十分兴奋 他迫不及待地动身前往邯郸 想在这里寻找童年的记忆 如今 这座名城终于成为秦国的地盘 秦王有一种骄傲的自得 他认定自己出生于人世 其使命就是要一统天下 到了邯郸城后 他走访了娘家亲戚 他把所有与娘家结怨的人 统统抓起来 一个不留 全部处死 此时的秦王越发暴露出 其性格中残暴的一面 但这位暴君 有着非凡的才能 以及无人可及的野心 接连灭掉韩国和赵国后 秦王嬴政的野心并未止于此 此时秦军正屯于中山 兵临溢水河 毫无疑问 燕国成为了秦国下一个目标 以燕国当时的军事实力来看 根本不是秦国的对手 但燕国人并未打算束手就秦 为了避免亡国 燕太子丹想出一个惊天计划 他打算杀掉秦王嬴政 燕太子丹和嬴政从小就相识 当时 燕丹被燕王当作人质送到邯郸 彼时的嬴政也正在邯郸 度过人生最苦的几年 作为小时候的玩伴 两人的关系非常好 后来 嬴政被接回秦国继位 而燕丹因为燕国孱弱 再次被送到秦国做人质 时过境迁 再次相逢的嬴政和燕丹 在地位上已经不能相提并论 经过世事打磨的他们 早已经失去了海提时的友情 公元前232年 燕丹提出返回燕国的请求 但被嬴政一口拒绝 他说乌头白 马生脚 乃渴 意思就是乌鸦白了头 马儿长出了脚 才同意燕丹回国 燕丹听后十分愤怒 但也无可奈何 此时 他的心里已经生出怨恨的种子 发誓要杀掉嬴政 后来 燕丹趁秦国人不备 只身逃回了燕国 回到燕国后 燕丹想要报仇血恨 但凭借自身军事实力 根本无法撼动秦军 后来 燕丹想到了刺杀秦王这个办法 而替燕丹行使刺杀任务的人 便是荆轲 鉴于荆轲刺秦的故事过于熟悉 本视频对其中细节 不再一一赘述 虽然荆轲刺秦 以失败告终 但整个谋划都相当出色 在这个计划中 唯一的变数是秦武阳 尽管秦武阳13岁便杀人 是燕国第一猛士 不过他的心理素质不过关 最终导致刺杀计划失败 作为华夏历史上最有名的刺客 在之后的2000多年里 荆轲的形象 多次出现在各种文学作品和影视剧中 荆轲刺秦王 没能改写历史 但从文化的意义上说 他把中国的刺客文化推向高峰 也让后人领略到战国时代 誓死如归的无畏气概 领略到先秦时代武士身上的血性 在专制的时代里 荆轲或许还具备了更多的意义 他示范了一种对付暴君的办法 一把匕首加一颗无畏的心 就像孟子所说的 赐万成之君 若赐赫夫 刺杀计划失败后 秦王嬴政大为震怒 自此之后 他便放下了所有的人意道德 准备用武力强行踏平 魏楚燕齐四国 公元前226年 王俭率领大军向燕国都城挺进 此时的燕王已经不问政事 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了燕太子丹处理 尽管燕丹抵抗秦军的决心非常强烈 奈何双方差距实在太大 在王俭的猛攻下 燕国国都陷落 在国都陷落之前 燕丹带领着残兵往东北方向撤去 而王俭派副将李信前去追击 就在燕丹溃逃之时 燕国王室给燕王写了一封信 他们认为燕国有此下场 纯粹是燕丹惹的祸 和燕国群臣无关 只要把燕丹的头颅献给秦国 就能让燕国解围 在群臣和其他王公贵族的逼迫下 老迈的燕王派人到燕丹军营中将其杀死 并把头颅交给李信 让其带回秦国 燕丹之死 暂时让嬴政消了一口气 没有对燕国下死手 转而把矛头指向了楚国 在王俭之子王奔率兵伐楚 并连下石余城 王奔的成功让嬴政确信 秦国已经具备整吞楚国的实力 于是把王俭和李信 从燕国前线调回来 准备大举进攻楚国 嬴政把王俭和李信叫到跟前 他先问李信法楚需要多少兵力 李信说需要二十万 嬴政问了王俭同样的问题 王俭却说需要六十万 嬴政显然对王俭的回答不满意 不过 王俭作为身经百战的长盛将军 知道楚国虽然已经破败 但毕竟是一方霸主 如果把他们逼到悬崖边上 以楚人的民风 届时会全民皆兵会殊死一搏 所以在衡量楚国实力的时候 并不能单纯地看他们的军队数量 王俭在意识到 嬴政对自己产生了质疑后 便请并归家 于是嬴政便委任李信 为法楚总指挥 率兵二十万前去讨伐 事实证明 王俭的判断是对的 楚军在大将向燕的带领下 一路且战且退 保存实力 利用广阔的国土面积 不断地与秦军周旋 而急于建功立业的李信 被遛得精疲力尽 后来向燕看准时机 对疲惫的秦军展开了围剿 此意 秦军七名都尉被杀 士族死伤无数 李信侥幸逃脱 率领残兵败将返回了秦国 更让李信觉得难堪的是 当他灰头土脸地回到秦国时 在另一条战线上 王俭的儿子王奔攻陷大良城 完成了灭魏的伟业 继王俭灭赵后 王奔又灭了魏国 王氏父子在秦国军界的地位 谁可撼动 秦王嬴政不得不承认 他是搬了石头砸自己的脚 本想让李信取代王俭 削弱王氏的势力 岂料李信如此不争气 竟然大败而归 惨痛的失败 终于令秦王嬴政清醒了 为了继续完成法楚大业 嬴政放下身段 请求王俭出山 对此王俭是坚决不受 因为他知道 自己只是一个工具 一旦完成法楚大业 必定功高震主 届时很难有好下场 况且 嬴政此前已经对他产生了戒心 让李信取代王俭法楚 就是要削弱王俭父子 在军中的地位 但嬴政毕竟是异国之主 掌握着秦国人的生杀大权 在嬴政的坚持下 王俭只能答应出山 不过在主政之前 他向嬴政提了两个条件 第一 必须给他六十万军队 第二 向嬴政索要了一些良田大宅 起初 嬴政对王俭的第二个要求 颇有微辞 认为他是个贪图小利之人 但转身一想 既然王俭如此贪图小利 肯定没有谋徒国家之心 不会对自己的王位造成威胁 便欣然同意 这就是王俭的高明之处 如果他带着六十万大军法楚 一旦成功后 就有可能占据楚国不回来 以嬴政多疑的性格 必定会严加防范 通过向嬴政索取田宅 作为出征的条件 这是在表明自己没有野心 王俭 莲 白起 李牧 被后世并列为战国四大名将 但只有王俭得以善终 这得益于他的深谋远虑 王俭率领六十万大军入楚后 并未急功冒进 而是稳扎稳打 这让善于打突袭的向燕找不到机会 最终 楚国倒在了秦军的铁骑下 尽管此后 向燕多次进行抵抗 但最终未能阻止楚国灭亡 公元前223年 战斗到最后一刻的向燕自吻而死 楚王也在战斗中栗战而亡 至此 楚国正式宣告灭亡 随着三晋和楚国灭亡 此时 东方六国仅剩下燕国与齐国 以及赵国的残余力量代国 秦王嬴政一统天下的梦想已经不远了 秦王嬴政把铲除燕国的重任 交给王俭的儿子王奔 王俭王奔父子俩 乃是秦国统一六国的最大功臣 王奔对燕国的残余力量 发动雷霆一击 一举攻陷辽东 俘虏燕王习 燕国灭亡 燕国灭亡后 齐国坚持了不到一年 也被秦师踏破 公元前221年 秦灭齐国 随着齐国被灭 华夏历史上实现了第一次 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 此前夏商周己朝 虽然都是名义上的大一统国家 但实际上分成不同的诸侯国 每个诸侯国具备高度自治权 中央政府对诸侯国的控制十分有限 而秦国一统天下后 在占领的地方设置了郡县 地方长官由中央政府委派 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的直接管理 大大增强了权力的集中 整个国家的权力全部都集中在秦王嬴政一人手中 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大一统使得华夏大地结束了长久的战乱 但也让这片土地上的人彻底成了奴隶 自此之后 没人能约束的了皇权 普天之下所有人都沦为国家的生产工具 延续了几百年的贵族精神 也彻底消亡 自此之后 整个华夏大地只允许存在一种主流思想 要想在这片土地上生存 就必须融入这种思想 就必须接受天地君亲师的洗礼 就必须接受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 秦国大一统 对统治者来讲是一次巨大的跨越 对于寻常百姓 以及整个华夏文明来讲 实际上是一次巨大的灾难 就必须接受多余